摇灵月叫嚣 好胆 炖了 炖了 花形鬼手指摸着下巴 这么恶心的鸟 炖肯定不好吃 拿来烤吧 嫁衣女鬼摇头 奴家觉得烤也不好吃 太硬太老 不如做个麻辣香锅 懦弱鬼成鹰 鸟太大 一锅炖不下 依我所见 不如先嘎了 拔毛 然后切成十份 十份还是太大 碎尸吧 九头鬼车 魔鬼 眼前寒光一闪 素宝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了一把剑 一把将九头鬼车的一个头披下 九头鬼车彻底胆寒 刚刚还以为他们只是说说 没想到这个小孩直接动手了 而且 他竟无法反抗 九头鬼车赶紧挣扎着飞起来 仓皇逃窜 素宝盯着九头鬼车 低声道 好了 我们跟着他 爸爸说 如果遇到猛兽 最快令猛兽胆寒惊惧 不敢造次的办法 就是给他点真正的厉害看看 现在这九头鬼车应该老实了 素宝立刻跟在他后面跑 丑阿姨抱着小叮当 一了一声 去哪 懦弱鬼道 跟着他 叛逆鬼不以为意 问 你怎么知道 他就一定飞回去 就不能是飞到其他地方 懦弱鬼冷吃 你被揍了 是不是第一时间回家找妈妈 叛逆鬼 他是会回家 但不是回去找妈妈 众鬼鬼跟在素宝身后 看素宝小短腿跑得辛苦 姚灵月正要抱起他 谁知道懦弱鬼更快一步 举起素宝就往前飞 姚灵月气死 懦弱鬼心底得意 怎么样 鬼是会飞的 他有15度又怎么样 会飞吗 姚灵月不会 跟在后面狂奔 嘴里骂骂咧咧 不知道跟了多久 终于看着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到达黑压压树林前 九头鬼车见素宝他们还追着他 愤怒地尖叫一声 仿佛在问 为什么追我 素宝把手里的一个脑袋举起来 说道 嗨 你脑袋掉了 我们给你送来 走得好辛苦 追了十里地呢 九头鬼车 他尖叫一声 飞进树林里 消失不见了 眼前的树没有叶子 弹曲菱循的树枝 重重叠叠 黑色的 犹如一根根铁枝 树林深处 有浓郁的阴气蔓延而出 远远看去 树林黑压压一片 看不不清楚里面 仿佛里面藏着无数怪物 懦弱鬼拿成那本书 对比了一下惊喜道 还真的是这里 素宝熊啾啾气昂昂 终于找到了怀树林 那就等于找到了希望 师父父 再等等 素宝马上给你送吃的来 素宝仔细打量 先是在树林边缘刻画一个标记 以防自己出来后 找不到方向 似乎是怕标记不够保险 他想了想 然后在附近草丛里蹲下 尿了个尿 重鬼 素宝一边尿尿一边道歉 对不起 素宝不是故意随地大小便的 爸爸说 如果担心自己标记 被敌人发现并破坏的话 就使用生物手段 他问爸爸 什么是生物手段 爸爸给举例子 说就好像狗狗撒尿 划分地盘 羚羊用眼泪标记地盘 狗熊则是通过在地上打滚留下气味 素宝觉得 这么短的时间 拉臭臭 他是拉不出来的 眼泪的话 几几也可以有 但他闻不出眼泪的气味 所以只好尿尿 爸爸说 生物标记法虽然不文明 但关键时候 却是最管用的 人有三级 敌人不一定想到 对手会用生物标记的办法 确定位置 还叮嘱他 这是独创的 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素宝出来后 懦弱鬼猛逼问道 素宝 你这是 素宝摆摆摆手 小孩的事 大人别问 中鬼 素宝拿出阎王殿罩住自己 确保万无一失后 鬼心酸 如今他真的学会谨慎了 吃了多少苦 挨了多少痛 才有了今天的经验 就在素宝踏进树林后不久 都室王慢悠悠地跟了上来 他瞥了一眼 就看到素宝在一块石头上做的标记 哼 还想着回去呢 来了 还想回去 都室王一挥手 把那块石头拍成了鸡粉 虽然 他会让素宝来了就回不去 但万一那是吧 万一真让他逃了 他也别想找到来时的方向 都室王毁了石头标记后 又看了一圈 皱了皱眉 没素质的东西 竟然在这里解手 都室王催了一声 完全没想到 这是素宝的生物标记 772素宝的独特思路 都室王继续悄无声息地 跟在素宝他们身后 他感觉自己就好像猫 在耍素宝这个老鼠 可连老鼠都没发现 自己走进了一条死路 这种戏弄他性命的乐趣 让都室王欲罢不能 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失手 在这里 阴界的蛮荒之地 规则都管不到的地方 他做了什么 没人能说什么 在这里 他就是王 素宝如今还只是一个凡人小孩 他连祭祥都能弄死 何况一个小孩 树林里 素宝顶着阎王殿 走了好久 银谷 银谷在哪里 银件那么大 银谷不止一个 生魂花也不止一朵 懦弱鬼一边翻书 一边分析 银谷也带来个古字 山谷的地势比较低 我们应该往低处走 花心鬼摇头 近这里来后 就没有方向了 这里地势起起伏伏 你还记得你是走上坡路 还是下坡路吗 懦弱鬼摇头 这个的确分不清了 按照地理书上的知识 还可以以等高线来区分 呃 铁树太高 密密麻麻盖住了不远处的视线 就算飘到树顶看 也全都是阴雾 不要说高山了 附近一百米的范围都看不清楚 素宝黑一声 掰断了一棵小点的树 然后看年轮 年轮宽的地方 嗯 这边 爸爸说 找到一个方向后 先走再说 素宝又扔出大舅妈 大舅妈来 仔细感受 这边这个方向的感觉就对了 姚灵月 明白 虽然分不清楚方向 但确定一个方向后 让她跟着感觉走 她可以 人形指南真大舅妈 捞起素宝就走 重鬼 所以他们白用功了 叛逆鬼问 为什么不用罗盘 我记得你有个罗盘 素宝说道 你傻呀 罗盘指的是阴气 这里都是阴气 指不出呀 叛逆鬼一咽 不得不说 素宝运气很好 她选择的方向 正是银骨所在的方向 走了不久 眼前一片开阔 只听风呼呼地吹 眼前有一个峡谷 正中间有一朵红色的 非常漂亮的花 素宝和重鬼脱口而出 生魂花 素宝眼底带着警惕 说道 师傅夫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身上的衣袍都撕烂了 里面很危险 我们要小心 但是 再阴间 阴望殿应该不怕引鼓的风吧 素宝不敢确定 她控制阴望殿 让阴望殿先进去 结果刚风猛烈 虽然阴望殿没有一点事 但她控制不住 风太大了 她要是控制不住 阴望殿会被卷到里面的 我太弱了 素宝懊恼恼地说道 花心鬼安慰 别怕 我们来试试 他们现在是鬼将 说不定可以 所有鬼鬼拉扯在一起 将自己变成一条绳索 阿家受伤后 埋在阴脉里疗伤 所以 懦弱鬼在最前面 但才刚踏进阴谷 差点就被刚风撕裂 他们又退了回来 嫁衣女鬼说道 试试奴家的红盖头 鬼不进去 把东西 扔进去捞花行不行吗 结果红盖头刚进去 就被撕成了碎片 嫁衣女鬼 想拯救都来不及 阿 奴家的红盖头 姚灵月皱眉 她四处查看了很久 自己也是过了 也进不去 这要怎么办 素宝好揪心 终于找到了生魂花 没想到就这样 被一个小小的障碍拦住 不行不行 生魂花必须要得到 进不去是吧 那她就 她就 素宝灵机一动 大喊道 那我们就把她收掉 阎王殿陡然放大 比整个银骨都还大 一口吞掉了整个银骨 阎王殿有内外空间 外面的空间是阎王殿本殿 内部的空间 类似于空间戒指 关着平等网 银骨就这样 被装进了内部空间里 银骨 眼前一黑 她就这样被吃掉了 懦弱鬼花心鬼 他们看着面前空荡荡的山谷 感觉眼前的地方 被挖掉了一块 跟PS掉一样 这都行 众鬼张了张嘴 姚灵月框框夸奖 牛逼 666 素宝高兴地说道 走 先回去 爸爸说 不要贪功 咱实力还不够 拿到了东西 的话能回去就先回去 一个是要确认 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没用的话 就不要做无用功 不用再找生魂化 二 慢慢探索这个地方 当做新手村 不断强大自己的实力 再进一步探索 所以素宝决定 先回去再说 外婆一定等他很久了 也不能让外婆担心 然而素宝才刚转身 就见一个高大的 面色阴郁的男人 飘在后面 哈哈一笑 他音质说道 阎罗军 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我们今日 竟能在这里碰面 简直就是天意啊 素宝瞳孔一缩 转身就往一边的树林里跑 这个人很危险 很危险 爸爸说 遇上了立刻跑 素宝跑得快 一丝都不带犹豫 都市王都愣了一下 七十七间难抵抗 素宝跑出去后 立刻往树林里钻 周围没有可以 给他躲避的东西 他只有选择怀树林 懦弱鬼见状 要留下来给素宝断后 见到都市王后 他们这些鬼将才发现 在真正的阎王面前 鬼将什么也不是 都市王虽然隶属第八殿 但也是一尊阎王 懦弱鬼咬牙 他的确不是都市王的对手 但他能拦住一秒 素宝就多一秒逃跑 或素宝心切的他 根本没做他想 花心鬼直接一把将他拉走 二话不说就跑 跑到素宝面前 再把素宝举起来 不要命地往外飞 忘了木大爷说的话吗 遇到都市王这丝 不要想着抵挡 第一件事就是要跑 任何抵挡都是没有用的 花心鬼只觉得 一向有脑子的懦弱鬼 此时此刻显得无比的蠢 本来就力量悬殊 他还要一个个分出来 一个鬼拦一秒 逐个击破 除了给都市王送菜 还能有什么用 到最后 就算所有鬼都留下来拦路 也拦不住零秒 零秒素宝能跑到哪里去 对上都市王这种对手 就算先跑三分钟 都无济于事 还不如大家都凝聚在一起 说不定还厉害一点 就算团变那也是 死在一块啊 哈哈哈哈 有趣 都市王追了上来 细血地看着眼前逃跑的素宝他们 居然还有一个 非人非鬼的东西 他身边的助力可真多啊 可惜 这么多助力 有什么用 都市王抬手 狠狠地拍了一掌出去 如钢筋铁树一般的槐树林 在这一掌之下 犹如纤细的嫩枝 瞬间折断飞逝 素宝脸色惨白 下意识抬起手 红绳陡然乍现出红光 狠狠对上了都市王的这一掌 哄 原本还遮天蔽日的槐树林 瞬间被冲击波摧毁 一眼望去 竟然全凸了 都市王心底一惊 原本还带着一丝玩弄的心态 如今变得正式起来 他微微眯眼 看向素宝的手腕 原来是追命锁 阎罗王之前的一件小小法宝 的确厉害 要换做事之前 他拼尽全力 也奈何不了 但现在素宝只是素宝 还不是阎罗王呢 都市王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冷笑 用尽时程力气 猛地朝素宝身上拍去 小小的身体 在这巨大的攻势面前 根本抵挡不住 红绳最后发出一道红光 挡住这一掌之后 就没有亮光了 素宝低头一看 红绳已经断开 他反手抓住 不甘心的眼光 在他眼眶里打转 怎么办 真的要这样死了吗 再也见不到爸爸和大舅舅他们 外婆再也等不到他回家吗 素宝拼尽全力撑起的阎网殿 在都市王的一击中 飞到了一边 他也被这阵的飞到一边 花心鬼他们 差点在这一击中 灰飞烟灭 姚灵月接住素宝 紧紧地护在怀里 他身上也被钢铁一般坚硬的槐树枝 划得浑身是血 懦弱鬼的煞气 急射向都市王 想让他产生一丝丝胆怯 煞气还没靠近 却被碾压成积粪 倒霉鬼滚滚的煤气压过去 试图让都市王倒霉一些 却依旧是靠近都无法靠近 花心鬼 叛逆鬼 糊涂鬼和痴情鬼 他们也是被碾压在地上动弹不得 阿家撑着拼接的魂体出来 以鬼王之力抗衡 也是徒劳无功 花心鬼撑着站起来 咬牙道 一起联手 能挡住一秒算一秒 倒霉鬼回头深深看了素宝一眼 终究是他们没用了 素宝咬牙 走 能走到哪里去 逃得出这片树林吗 牺牲了潘哥哥他们 再牺牲大舅妈 让他们给他做垫背吗 花心姐姐带着他飞 都没逃得出这片树林 他自己跑 又能跑得到哪里 素宝撑着浑身疼痛 将师父父的魂灯拿出来 然后用力将魂壶扔了出去 魂壶瞬间变大 狠狠砸在都市王头上 扔出魂壶后 素宝已经没有了力气 撑着又祭出紫金大锤 黄金馒头 衬托 平底锅 但他没有足够实力 同时撑起这些法宝 如今这些厉害的法宝 不过像一块厉害点的石头罢了 就算砸在都市王身上 也造不成什么伤害 趁着这个空隙 素宝将懦弱鬼 他们都收回来 再次二话不说就逃跑 都市王最忌讳的 只有阎王殿和魂壶 面对砸过来的魂壶 他终于祭出他的武器 一柄大刀 刀笔长厉害了 不知道多少倍 他一刀斩出 魂壶砰一声 裂开了一个祸口 至于紫金大锤 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更如石头子一般 滚落在一边 都市王看向滚落一边的 阎王殿和魂壶 心底火热 阎王殿和魂壶 可是真正的好东西 可惜阎王殿和魂壶都认主 只有杀了素宝 再让他彻底魂飞破散 这阎王殿才有可能重新认主 阎王殿和魂壶 他要定了 七十七场外支援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都市王残忍冷笑 千方百计算计 让你来这里 你觉得我会放你跑 花心鬼他们凝聚在一块 拼尽全力 也只能驾着素宝和姚灵月 飞得快了一点 都市王毫不费力地追在他们身后 我们和都市王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落落鬼低咬牙吼 心急如焚 素宝紧紧抱着师父父的魂灯 另一只手却抓着通叛笔 师父父 对不起了 素宝不是故意不听话 素宝眼底有泪光闪烁 却多了寻常孩子都没有的坚毅 唐星姐姐 小妖姐姐 阿维姐姐 哥哥姐姐们 救救素宝 素宝泪珠终究滚落 心底不断低难 他不要大救妈死 不要花心姐姐死 不要攀哥哥死 他不想死 也不想鬼鬼们死 所以 拜托 再帮他一次 通叛笔发出紫色光芒 周围刹那间被浩瀚鲁罩 只一瞬间 这些星河又近数消失在通叛笔笔间 通叛笔仿佛沉寂了一般 再也没有反应 都市王已经拦在了素宝他们面前 大刀举起 嘴角勾起冷意 死 他冷喝一声 大刀劈下 都市王已经没有了完的心思 这一刀 用尽了他全力 都市王虽然带着戏弄素宝性命的心思 但在追上来 这短短的十几秒里也没有闲着 确定周围不会有人突然前来干涉 他甚至开启了自己的场域 在他的场域里 就算变成王赶制 他也能将素宝杀死 前路无人 后路无仪仗 这回 素宝总算是死定了 素宝眼里露出绝望 紧紧抱着师父父的魂灯 用力搂住姚灵月 眼泪滑落 大舅妈 对不起 鬼鬼们 对不起 害你们回不去了 眼看毁天灭地的一刀 即将劈到素宝他们身前 虚空中陡然伸出来一个巴掌 啪一声将都市王连人带刀的山飞了出去 我曹你叉叉的叉叉的都市王 带 好死 那巴掌扇的都市王都飞了出去 力道之大 将他半边脸都扇中了 都市王大海 竟然有人能破了他的场域 甚至一秒都不需要 他的场域在那人面前仿佛不存在 直接就扇到他脸上了 是谁 都市王力荷 是你爷爷 记住了 你爷爷叫成水之舟 那声音响起的同时 一巴掌又扇了过来 都市王滚飞了出去 那巴掌力道之大 都将他扇回了老家 砰的一声 都市王把自己的第八店店屿都砸他了一脚 正来找他的轮转王都愣了一下 精一问道 都市王 你这是 都市王有脸说 自己去截杀素宝 还被人莫名其妙地扇了两巴掌吗 甚至隐约间 他还听到那声音懊恼自语 妈蛋 来太极没准备牛逼招数 便宜着撕了 很明显 这是没有任何法力加持的一掌 纯纯地打巴掌 他竟然都抵挡不住 都市王又惊又怒 攥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说道 没什么 本王在练功 轮转王 都市王不甘心 一边京剧那个巴掌 一边又忍不住继续飞出去 不肯放过杀死素宝的机会 另一边 素宝愣住了 花心鬼和懦弱鬼 他们也傻眼 南南问道 这 这是何方神圣 嫁一女鬼说道 奴家听到他好像叫 成水之舟 素宝双眼亮起 高兴道 是场外支援 这是他的外挂 通判笔给他开的外挂 谢谢成水哥哥 素宝一咕噜爬起来 一招手把自己所有东西 阎王殿 魂湖 紫金大锤等等都收回来 抓住机会就跑 花心鬼和懦弱鬼一脸猛逼 什么场外支援 他们怎么不知道 虚空中突然伸出来一巴掌 把都市王山回了姥姥家 这也太离谱了吧 修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 素宝一脚 跨出槐树林一记 刚刚来时的槐树林 已经没有了 一片静悄悄 气息的九头鬼车 估计也在刚刚都市王的一掌中 灰飞烟灭 他已经找不到 他标记的那块石头 反手丢出一只 没了半个脑袋的狗 好狗狗 帮我找找 刚刚我尿在哪里了 素宝急切催促 半个脑袋的狗狗 立刻跑了起来 这秀秀 那秀秀 他们的运气不错 出来的方向 跟刚刚进去的地方相差不远 狗很快找到素宝的生物标记 汪汪叫了一声 懦弱鬼猛逼 素宝什么时候把这狗收了的 他们怎么没注意 七百七十五修 做火箭 快跑 素宝大喊 虽然已经看不见都市王 但是 先跑肯定没错 转瞬跑出去十里地 很快到了月牙河谷 这片戈壁滩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所以好认 但是进了月牙河谷之后 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又很难分辨出方向 素宝却静止指向一个方向 这边 鬼鬼们选择相信素宝 想也没想 就按照素宝指的方向走 很快他们就路过了 刚刚素宝先飞的巨石 摇晃的枯树 甚至树底下两只大鸟守着一个窝 窝里有一只鸟宝宝 三鸟猛逼地看着飞过去的他们 素宝 你知道 方向 姚灵月努力地组织语言 素宝点头 那块大石头 像狮子 狮子石头后面 是小兔子石头 小兔子石头后面 那个石头像爱心形状 一个大灰狼 正要拿起爱心 送给小兔子 爱心形状后面 有一群石头 长得像一群怪兽 怪兽们在打架 虽然大大小小的石头 看着都一样 都总会有几个长得比较特殊的呢 小孩子想象力丰富 在大人看来差不多的石头 在他们眼里 却形态隔异 素宝就这样 记住了来时候的路 花心鬼都惊呆了 所以有时候 保持童趣也挺好 素宝找到了他们来时候的入口 姚灵月在来的时候 是阳间切换阴间 阳久了 对突然的阴有感应 现在在阴间待了许久 阴间切换阳间 这一瞬间 也感应到了出口 这边 姚灵月指着河谷深处的一个窝口 同样的 这个窝口 就好像外面深渊那个切口的一样 好像被一把大刀劈开 众鬼一喜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股铺天盖地的威压逼迫而来 不用回头 懦弱鬼都知道 是都市王又追来了 啊 快走 嫁一女鬼 急出英文 够够够够 叛逆鬼大吼 什么够 他以为要去哪条沟 毕竟没听嫁一女鬼说过英文 素宝不敢回头 盯着那个窝口 拼尽全力地扑过去 轰 后面那一刀凌厉攻势 劈到进前 素宝咬牙发狠 举起阎王殿抵挡 他脑海里陡然出现一句话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素宝扶至心灵 阎王殿一转 利用都市王斩杀过来的灵力刚风 阎王殿瞬间飞了起来 直直飞撞进了那刀裂口里 速度之快 都市王都没反应过来 轰隆一声 裂口周围的石头泥沙 全部埋住窝口 素宝他们的身影 彻底消失不见 都市王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被素宝利用了 气得一刀劈在窝口上 然而他刚刚那一招式 实在不知道 把素宝送出去了多远 都市王劈烂了河谷 都找不到素宝他们了 他不死心地追出去一段距离 突然感受到阳间规则的限制 他没办法再寸进 如果直接这样追杀上去 一定会触动天地规则 阴界的规则 是风都大地定的 限制阴阳两界的平衡 不允许有权力有实力的阎王 鬼王鬼将等等上去 贸然破坏 只怕风都大地会察觉 隔着千万里也能碾杀他 都市王不甘心地攥紧拳头 越想越气 气得喉咙一梗 差点吐血 该死 该死 都市王发泄大骂 把外面戈壁滩的石头 都劈成了积粉 信号信号 咻 素宝感觉自己 好像做了火箭 一路飞了上来 那速度 嗖嗖的 身后的路 早已被坍塌的石头泥土掩埋 阎王殿东一声 掉落在一块相对平稳的地势上 素宝爬起来 第一时间把师傅傅的魂灯捡起来 再把散乱了一地的鬼鬼们 随手一塞 一同塞回魂湖里 姚灵月举起素宝就跑 生死之间犹如神柱 她凭借直觉横冲直撞 一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终于看到 头顶有亮光 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压在出口上面 黑不溜秋的 亮光从边缘透进来 姚灵月把素宝一转 夹在叶下 然后心一横 用脑袋狠狠撞开横跟在出口上的东西 哐荡 一口圆底铁锅飞了出去 不知道是谁在处理食材 把铁锅当成洗菜盆 好像在洗萝卜 青菜 姚灵月顶开铁锅后 头顶着一动还没摘掉叶子的胡萝卜 素宝脑袋上则是顶着几条青菜 两人皆是一脸茫然 眨眨眼 看着眼前同样愣住的木闺凡 木闺凡不远处架着篝火 篝火上架着一口铁顶锅 如半截水桶的铁顶锅里 正咕咚咕咚地煮着一只野鸡 木闺凡手里拿着半截萝卜 正在往铁顶锅里削萝卜 香气肆意 素宝高兴 爸爸 木闺凡 776素宝饿坏了 傍晚的迷魂档里 安静得有些诡异 不知名的鸟泪被惊飞 发出嘎嘎的叫声 木闺凡和素宝 姚灵月面面相去 木倒是十分镇定 看了看被撞出来的大窟窿 以及飞到一边的圆底铁锅 问道 吃了吗 姚灵月和素宝 非常诚实地摇摇头 素宝的小肚子 还十分应景地咕噜噜响起 木闺凡看姚灵月浑身伤痕 素宝也是狼狈不堪 小脸和手臂上又挂满了彩 但整体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这是 死里逃生了吧 木闺凡压住心底的心疼和担忧 默默捡起地上的铁锅 说道 坐着休息一会儿 铁锅炖野鸡很快就好 篝火旁边放着一张折叠躺椅 此刻完全打开 应该是木闺凡晚上休息的地方 姚灵月脱须似的 把自己扔在躺椅上 一把捞过素宝 素宝也软塌塌地 趴在姚灵月怀里 四肢撑着 跟一只摊平的喵喵似的 好饿 肚鸡好饿 脱险后 素宝才发现自己透支了 太饿的感觉怎么说呢 就是饿得想哭的感觉 什么都不想动 就只能趴着 木闺凡捞起野鸡 里面还没熟透 但外面的皮肉 正是最鲜嫩的时候 他把野鸡外边的一层皮肉 都撕下来 又打了一点汤 装了两碗 姚灵月摇头 看素宝嘶哈嘶哈 一边吹 一边狼吞虎咽地 把自己那碗鸡肉汤吃了 他立刻又把自己这碗递过去 大舅妈不饿 他说道 素宝吃 素宝摇头 大舅妈吃 姚灵月坚持 素宝最后还是把那碗鸡汤也吃了 联合两碗鸡汤的素宝 依旧鸡长鹿鹿 眼巴巴地盯着那一锅鸡肉 穆龟凡忽然就理解了 素老夫人为什么非要跟来红线不可 素宝 等会吃了这锅鸡肉 我们就回家 穆龟凡心间犯着疼痛 忍不住抱起素宝 紧紧地还在怀里 小家伙一旦好能过大 就会特别饿 饿成这样 他都不敢问他 在底下发生了什么 生怕以后不敢再让他下去 那锅野鸡炖好后 最终被素宝一个人吃完了 穆龟凡和姚灵月 都不舍得吃一点 小家伙真的饿坏了 等穆龟凡把篝火灭了 迅速把锅碗丢到车尾箱 立刻开车朝家里赶去 距离瓦龙山最近的县城 就是红线 吃了一锅鸡汤的素宝 在车上睡着了 从瓦龙山下山 需要零分钟左右 从瓦龙山山脚 回到红线大约一个小时 穆龟凡打电话给素老夫人 说一个小时后到家 越野车呼啸下山 素老夫人听素宝要回来了 原本安静的房子 瞬间热闹 明天他们就把龙虾吃了 再补充新鲜的 继续等待素宝 青菜都洗了 冰鲜的牛肉也拿出来 还有那个鸡 我们今天去城镇村里买的土鸡 杀了杀了 林林平大平层 特意开发了一间 出来养宠物 当初设计师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设计师看到 宠物间竟是为了养鸡 肯定会惊掉下巴 商品楼不能养鸡 为了解决扰民和卫生的问题 这间宠物间 可是赤巨资打造 就为了素宝能吃到新鲜的鸡 苏老夫人听说素宝饿坏了 又担心 他一下子吃太急 对胃不好 顿时又当当当的剁馅 要给素宝先做一道 瘦肉芙蓉蛋垫肚子 快快 素宝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老头子把蘑菇切片 小文呢 洗青菜 吴妈你把那个馅料调一下 苏和文从房间出来 进厨房洗菜 青菜被洗得稀稀落落 揉得快 熟了 苏老爷子笨手笨脚 蘑菇被切得大一块小一块 苏老夫人急 笨死了 出去 都出去吧 爷孙俩被赶出来 面面相去 苏和文穿鞋出门 苏老爷子问他去哪 他酷酷地说道 去走走 苏老爷子莫名其妙 他搬了个凳子坐在阳台外边 一边看新闻 一边时不时看一下远处的路口 苏和文到了小区门口 就坐在公交站的椅子上 这个公交车站可以看到瓦伦山 最重要的是 瓦伦山回来的路经过这里 远远就可以看到 苏和文盯着远处的道路 过了很久 终于看到孤障那辆嚣张的越野车 他立即站起来 去小区楼下 商店买了两个冰淇淋 一个给苏保 一个给 妈妈 穆归凡的车子 即将进入小区门口时 就见苏和文正好从商店出来 手里提着一瓶酱油 以及两个冰淇淋 车子停下 穆归凡摇下车窗 撇了他手里的冰淇淋一眼 苏和文面不改色 我下来给奶奶买酱油 穆归凡 恩哼 777素宝回来就好 素宝一醒来 就吃到了一个冰淇淋 山上的时候吃了一锅鸡肉 还是 呃 醒来有点闷热 也有点渴 正好吃了个冰淇淋人都精神了 车子开到小区侧门外面的露天停车场 地下停车场有车位 但侧门进去就是他们所在的那栋楼 穆归凡想快点带素宝回去 车子晚点再开下停车场 穆归凡停好车 说道 你外婆肯定做好饭菜了 素宝点头 朝小区里跑去 再说16楼 老太婆带着孙子看电视 她小孙子坐在客厅地面上 正在玩玩具 楼上叮叮当当剁肉的声音传来 老太婆板着脸放下手机 骂道 吵死了 大碗上的剁肉 有没有素质啊 有哪家哪户是现在才做饭的 他们就是故意的 他立刻就要出门 上楼去理论 罗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周梅说道 你要找茶也找好时间啊 现在才7点半 7点半很多人都在做饭 你这不纯熟挑事 找茶也得找到点上好吧 不占理的是 上去撒泼干什么 老太婆不舒服 越听就越觉得楼上吵 她到阳台想听清楚一点 结果正好看到楼下素宝他们回来 老太婆顿时恍悟 我说呢 原来是小孩子回来了 这几天楼上都太安静了 她想找事都找不到事 这下好了 小孩一回来肯定在家里跑 一旦在家里跑 就会发出声音 等晚点她就上去说他们扰名 素宝刚出电梯 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她从没有这么饿过 想立刻吃五大碗饭 外婆 我回来了 素宝推开门大喊 正端菜上桌的苏老夫人 指尖一颤 愣了一下 赶紧过去上下查看素宝 苏老爷子站在最后 面容肃然地说道 回来就好 这么晚了 下次早点回来 免得饿坏肚子了 苏老夫人抱着素宝 贴贴脸 喃喃道 外婆的乖宝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她看到素宝脸上手臂上 被划出来的伤痕了 心疼得不行 悄悄抹眼泪 她真怕 她素宝不回来了 快去洗手吃饭吧 饭都做好了 苏老夫人想到什么 又赶紧说道 素宝听话地去洗手 乖乖地坐在凳子上 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 快吃呀 苏老夫人又端了菜出来 看她还没动快就催促 素宝摇头 要等长辈落座 才可以动快 素老夫人又心疼又欣慰 好好 坐坐 吴妈把龙虾端上来 一边说道 快点吃 我们刚刚都吃过了 素宝小姐饿坏了 赶紧吃 老夫人 剩下的我来坐就行 你们赶紧坐 苏老夫人点头 大家在桌边坐下 素宝这才等不及地动筷子 摆在最面前的是肉末芙蓉蛋 素宝狼吞虎咽地吃了 苏老夫人不断地给她夹菜 她全都吃了 这是苏老夫人第一次夹菜的速度 跟不上素宝吃饭的速度 慢点吃慢点吃 还有呢 苏老夫人眼底都是心疼 还有小月 你也赶紧吃 苏老夫人把菜都堆到姚灵月面前 苏和文照就把虾肉都挑出来 装了一个小碗 苏老爷子看着素宝 时不时捞一下鸡汤 把肉多的鸡块都捞给素宝 穆倒是端着碗 显得可怜不已 我一口饭都没吃呢 她说道 苏老夫人看都没回头她一眼 说道 饭在锅里 菜在桌上 想吃什么不知道自己家 穆归凡 泽泽 这待遇真是天差地别 素宝和姚灵月 皆是狼吞虎咽 风卷云残 很快就把一桌子菜吃完了 虽然是临时准备的 没有以往的菜多 但这么一桌 一大一小两人能吃完 足以见得饿坏了 这十天都没吃东西吗 苏老夫人心疼道 素宝一愣 问道 十天 木龟反点头 你们 我们离开有十天了 她也十天没回来 一直在迷魂当等着 刚刚是在做晚饭 原底铁锅没法放在平地上 这才放在了一个地上的凹口处 没想到 他们直接从锅底下顶飞出来 素宝惊叹 哇 我感觉才过去一天呢 竟然已经十天了 地下一日 人间十天 素宝搞不懂 也没太在意 吃完饭后 素宝第一时间回到自己房间 他要把生魂花喂给师父付 懦弱鬼他们休整了一下 也跟着出来了 我们是把整个银骨一起装出来的 生魂花还是在银骨里面 这要怎么拿 懦弱鬼沉吟 花心鬼说道 银骨里面的钢锋还在 我们在阴界拿不到 现在恐怕也是拿不出来 木龟反听完他们在阴界的经历 只觉得心惊 这一趟就为了摘一朵花 还是这么危险 这也太难了 素宝盯着阎王殿 一挥手 放大阎王殿 再一挥手 众鬼和木龟反 都能看到了 阎王殿那层空间的场景 木龟反微微挑眉 平等王 这办法不就来了吗 77大公仔平等王 木龟反勾存 邪魅一笑 让平等王帮我们拿生魂花 阎王殿是素宝的 他想从平等王手里拿东西 简直不要太容易 只要等平等王拿到生魂花 趁着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立刻拿走 生魂花就是他们的了 懦弱鬼诧异 都忘了还有他了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看来也是想要生魂花 生魂花对重伤 并且在不停消散的平等王来说 简直是致命的习 花心鬼兴奋盯着平等王 好家伙 这不操作666 此时此刻 平等王正努力地 想要摘到生魂花 堂堂一殿之王 竟沦落到恶成狗的地步 他盯着生魂花 哈喇子差点都掉下来了 实在是太久没进步 虚弱过度 这种恶的感觉 跟素宝刚刚恶的感觉 不遑多让 生魂花 生魂花 平等王咬牙 艰难伸手 此时的他 早已没了之前 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双眼饿到发绿光 不顾一切的 要摘取生魂花 经过了不知道多久的努力 他已经把银谷外围的 刚风磨灭了 还剩下最中心 那层狂烈刚风 只要穿过去 就能拿到生魂花 平等王在狼狈 也是个王 还是能跟银谷抗衡的 只是平等王觉得很憋屈 换作以前 他直接走进去 如履平地 轻轻松松就把花摘了 这些刚风不要说伤到他 连他一根头发丝也弄不乱 现在却这么艰难 平等王憋着一口气 终于又更进一步 伸手 只差几步 就能碰到生魂花了 他根本不知道 阎王殿外大大小小的人 鬼都撑着下巴 磕着瓜子等着他 加油呀 素宝真诚地说道 就靠你了 嫁衣女鬼一脸紧张 啊 就差一点 奴家恨不得上去帮他 大家都凭着呼吸 小五的声音 猝不及防响起 上啊 你行不行 不行让你跌上 素宝猛逼 小五你怎么还没睡呢 鹦鹉天一黑就要睡觉的 小五唱 没有你的夜 我难以入睡 众人 他们忍着突突跳的眉头 终于听小五唱完一首情歌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平等王终于抵达中心 抓到了生魂花 怒龟凡眯眼 素宝 随时准备 素宝 随时准备着 平等王抓到生魂花 瞬间 银谷的刚风 愤怒地朝他碾压 要将他撕裂 如今平等王可不敢大意 立刻飞射而出 离开银谷 哈哈 拿到了 本王拿到了 平等王激动 生魂花 等他吞了这朵生魂花 他的魂体 就会恢复一小半 他要趁着这个机会 杀出阎王殿 他发誓 他终有一天 要弄死素宝 那个令他这么狼狈窝囊的小东西 平等王张嘴 狠狠朝生魂花咬去 咯 上下牙齿咬合的声音 令人牙酸 平等王咬了的寂寞 生魂花不见了 这么大的生魂花 咻的一声 就不见了 平等王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 气急大骂 该死的 该死的 小垃圾 你把生魂花还给我 这是本王的花 素宝抓住了生魂花 抱歉 虽然平等王拿到生魂花 真的很辛苦 刚拿到手的花呗 抢了 莫名也有点可怜 但是 他这次下去一趟 同样也不容易 为了拿到这朵生魂花 他和大舅妈 鬼鬼们也很辛苦 师父父 他是一定要救的 素宝立刻把生魂花 塞进了瓶子里 装着祭长魂魄的瓶子 突然硬生生 塞下去一朵生魂花 生魂花鲜艳的红色 化成星星点点的亮光 很快消失 魂灯变得更亮了一些 花行鬼双眼发亮 哇 你们看 祭大人是不是更亮了一些 嫁衣女鬼激动 没错没错 祭大人亮了 好亮的灯泡 素宝高兴极了 哇 有用 师父父排电灯泡 亮起来真美妙 懦弱鬼 目归凡 祭长破碎的魂魄 仿佛镀上了一层 目归凡道 有用就好 所以 生魂花还是有用的 只是 鬼道之急上记载 生魂花凝聚神魂的功效 也就只有一个月 所以我们 还是得尽快找到两戚土 否则时不时救下去 找一下生魂花 对现在的素宝来说 太危险了 懦弱鬼思索了片刻 说道 两戚土 你们说 会不会也叫做阴阳土 能弃阳间和阴界的东西 会不会在阴阳两界只见 目归凡问 你们下去合上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过不一样的泥土 众鬼摇头 素宝也跟着摇头 爸爸 我们下去的时候 没看到 上来的时候飞太快了 也没看到 大家商量了一下 决定下次下去的时候 不要跨过阴界 再入口周围寻找看看 如果能不踏入 阴界就找到 那就最好 好了 十点了 累了那么久 快点洗澡睡觉吧 目归凡说道 素宝点头 这时候却听到门口 传来砰砰砰砰的敲门声 他移了一声 谁来了 门外 十六楼的老太婆 一脸凶恶 咬牙大叫 开门 大半夜的 你们睡不睡觉啊 你们不睡 我们还要睡呢 老太婆眼底幽光闪烁 鬼使神差的拿出手机 打开夜主群 在群里 ad十二栋 一千七百零一 然后发云说道 十七楼的 你们到底睡不睡 一会儿剁肉 一会儿把地板搞得砰砰响 管管你们家 小孩行不行 大半夜的 吵死了 我已经忍你们好几天了 小孩在地板上 跑来跑去也不管 造孽呀 有钱就这素质吗 住得起大平层的有钱人 也不能这样纵容小孩吧 说完老太婆还把刚刚落好的吵闹声 发到群里 她心底得意不已 这是刚刚她自己在家弄出来的声音 她就不信了 她一定要让十七楼人人都厌武 有钱又怎么样 大家都讨厌有钱人 七百七十九所有矛盾 都来源于酸溜溜 老太婆把云发夜主群里之后 夜主们纷纷出来说话 有劝和的 休息时间跑来跑去 的确不对 人家明天还上班呢 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吧 有共情的 最烦那些家里有熊孩子 也不管的 曾经我住的地方也是楼上大半夜闹腾 说她她还骂人 自私自利 真有能耐买别墅去啊 这样随便蹦跶也没人管你了 十五楼业主胡一的发问 真的是十七楼 我刚刚听着明明是十六楼 楼业主也疑惑 隔音这么差吗 十七楼的噪音竟然能影响到十五楼 这是有多丑 老太婆发语音大骂十五楼和 楼 你跟十七楼是一伙的吧 咋的 人家刚搬过来也不认识你 看人家有钱八八网上赶啊 十五楼气得不行 十五楼跟十六楼的老太婆 积怨久矣 十七楼没住人之前 他们家就饱受十六楼的苦 大半夜 孩子跑来跑去 还玩球的 明明是他们家 但这家老太婆太能吵了 他们几次上去 理论都是被骂走 只能窝火地忍着 业主群里吵闹的时候 苏老夫人也看到了 十六楼那个老太婆她也知道 有一次她和吴妈出门买菜 老太婆故意凑上来问 买的什么菜啊 看到她和吴妈买的是大龙虾 又阴阳怪气的说 人老了吃海鲜不好哟 容易痛疯哟 平时是吴妈出去买菜多 老太婆以为吴妈是亲戚 又凑上来上演药水 你们家怎么都是你买菜啊 这不是使唤你呢 吴妈说 她是家里的做饭阿姨 做的就是照顾老夫人 和小小姐的工作 老太婆顿时更酸了 还请阿姨啊 是个豪门哦 老太婆觉得 豪门两个字能讽刺苏家 殊不知苏家就是真正的豪门 吴妈根本就不带搭理她 让她更气 苏老夫人板着个脸 这几天担忧苏宝 根本没心情跟她战斗 此时此刻 突然兴致就上来了 非要叫真不可 在京市 苏家庄园很大 邻居相隔一个湖 还真没干过假 苏老夫人竟有点兴奋和期待 她点开业主群 把手机交给苏老爷子 等会你就点直播 哦对了 记得陆平 苏老爷子身手接过 吴雨道 七老八十了 还跟年轻人一样 气性那么大呢 苏老夫人白了她一眼 不会说话 就把嘴闭上 苏老爷子摸摸鼻子 见素宝 穆归凡和姚灵月苏和文都出来了 便比了个虚的手势 嘴上说苏老夫人幼稚 行动上却纵容着 门外还敲不停 老太婆显然也看到群里 在直播了 本来框框砸门 变成了礼貌的敲门 苏老夫人拉下脸 猛地拉开门 门外老太婆的手 差点敲到苏老夫人脸上 她愣了一下 说道 都在啊 那正好 有些事情是要说说了 苏老夫人气场全开 眼神严厉 面无表情 冷冷问道 什么事 老太婆被唬住了 一时间愣住 突然有点局促不安的都着手 饿了一声 你 你们小孩大半夜的跑来跑去 苏老夫人冷笑 然后呢 老太婆又是一愣 气不打一处来 看看 有钱人的嘴脸 就是这么嚣张 没礼貌 没素质 自己小孩跑来跑去 还不知道理亏 正好 让群里业主都看看 他们家什么素质 以为开了个直播就有理啊 群里也炸了 第一时间就觉得 十七楼这家太不讲理了吧 老太婆插腰 卖力表现 然后什么然后 你们家不睡觉 我们还要睡觉呢 大半夜的小孩 跑来跑去咚咚响 还打球 要不要脸啊 苏老夫人冷眼看着他 说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们家小孩跑来跑去 就凭你群里发的那段语音吗 我看 是你自己弄出的动静 自己录的吧 这副样子的确很强势 引得群里共情的人十分不满 十七楼也太不讲道理了啊 自己理亏还不道歉 我真的是服了 住大平层的人就这素质啊 半夜跑来跑去 打球 本来就是自己不对 还这样咄咄逼人 果然每个熊孩子背后 都有一个熊家长 素宝盯着老太婆 什么熊家长熊孩子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对方头上有只鬼 要是师父父还在 肯定嘴角一抽 无语说 这也可以 七零许自己做过 但不许别人说 素宝看着老太婆头上的 嫉妒鬼的时候 老太婆正嚷嚷道 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吧 是你们扰明了 我没投诉你们 好生好气来跟你们说 你们还不讲道理 苏老夫人侧身 居高零下地冷逆着他 看清楚 我们家铺了很厚的地毯 发不出你群里录音的那个动静 老太婆脸色一僵 嚷嚷道 铺地板了不起啊 就是吵到我们 苏老夫人说道 木龟凡 木龟凡四处看了看 这也没有篮球给他发挥啊 木龟凡从杂物房拿出一个拖把 现场来了一段打铁表演 拿着拖把 筐筐往地上捶 厚厚的地毯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静音效果竟然如此好 现场听都听不出拖把砸地板的声音 只有闷闷的声音 老太婆瞪眼 又说道 我又没说你们是在客厅 你们是在房间里闹腾的 素宝顿时跑来跑去 你是说这里吗 人形支架老爷子跟上 这间房 还是这间房 老太婆不死心地跟上去 这才发现 屋里进铺了全屋地毯 他来之前 完全没料到会是这样 谁家会这样铺全屋地毯 全屋地毯平时打理很麻烦 打理成本也高 不小心撒了脏东西搞卫生 能累死 中看不中用 真是有钱没出花 老太婆不死心 又说道 你们还打篮球 还跳绳了 拖把砸不出声音 小孩故意轻轻跑 也没声音 他看向桌面 餐厅好大 桌面上竟然还假模假样地摆了一瓶花 老太婆两步窜上去 嚷嚷道 你们当然故意做样子 发不出声音 你把那个花瓶砸地上看看了 木龟反脸上的吊锒一收 冷声说道 哦 是吗 我们家没有篮球 要不要我把你头拧下来 在地板上打打球看看 我觉得这样 应该也挺想的 老太婆浑身一僵 莫名打寒 她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嘴里磕磕巴巴 不摔就算了 你 你一个后生在威胁我一个老人家 苏老夫人看向老太婆 没好气地说道 看清楚了吧 我们家全无地毯 就算一群人在家里蹦迪 也吵不到楼下 再来找茬 小心我女婿揍你 木龟反双手抓着拖把 啪的一声 直接把拖把折成两段 她冷冷说道 滚 苏老夫人嘴角一抽 这败家玩意儿 老太婆却被木龟反的眼神 吓得一个亮枪 一屁股摔在地上 刚好摔出门口去了 苏老夫人直接关门 苏老夫人转头对吴妈说道 吴妈 明天你请人来做个深度清洁 尤其他采过的地方 再做个消毒 苏老爷子说道 还做什么清洁 直接换掉吧 素宝插嘴说道 外公 不可以这样浪费哦 苏老爷子立刻说道 嗯 的确是 那就请专业点的人 他一边说 一直听说十二栋顶层的十七楼 是整个小区里最大的大平层 很多人都没见识过 更没见识过 装修好后的零零屏大平层 哇 开眼界了 开眼界了 好好滑 我的妈呀 什么叫豪宅 这才是真正的豪宅 话说 人家这全屋地毯 我认得是专业的消音地毯 我参观商展的时候见识过 别说打篮球了 用震楼器顶着震 都不会有响声 1602的业主说道 的确 刚刚人家演示过了 的确没声音 而且我们也在楼下 晚上的时候 的确没听到打篮球的声音啊 160的业主说道 他们家厨房正对下来的位置 就是我们家的位置 1601说剁肉的声音的确有 但那时候是七点多的 不算扰名 哪家做饭不叮叮当当啊 15楼的业主 看吧 我就说 声音是16楼他们家自己弄出来的 其他业主 无语了 什么人都有 15楼 老太婆故意找茬吧 酸的吗 上次人家搬家过来的时候也是 故意拿椅子卡着 不给人家上去 楼业主 泽泽 刚刚我去查了一下 17楼这地毯 2000块一平米 全屋下来没有60万 也有50万 好 实在太好了 有人打去 老板 缺工人吗 我明天可以上门做地毯清检 门外老太婆摔在地上后 哆哆嗦嗦爬起来 感觉自己好狼狈 好丢脸 在看群里 开了锅似的 都是在说17楼装修高级的 17楼铺了地毯 没有声音的 还有一群人夸17楼 讨好17楼的 还说他拿椅子卡电梯的事 老太婆顿时炸了 他可以做过 但是 绝不许别人说 七一极度鬼 老太婆气愤地发语音 在群里骂 一群视力眼 看到17楼有钱就巴结 合着欺负我一个老人家 那个15楼的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拿椅子卡电梯了 你神经病啊 泼脏水啊 跟老太婆寄愿已久的15楼 你敢说你没做过 人家搬家具 你心底发酸 故意不给人家上去 其他12楼的业主 哦 就是前段时间的事嘛 我就说 电梯怎么一直卡在16楼 老太婆气急发语音 卡在16楼也不是我们家 鬼知道是哪家 15楼的你 最好拿出证据来 不然这是没完 谈在老太婆头上的极度鬼 他还真知道 可不就是老太婆这家吗 不过极度鬼想的 却是刚刚那个小孩 为什么他竟在一个小孩身上 看出了压迫感 是他的错觉 再想想 那小孩纯粮无害 单纯可爱的圆嘟嘟小脸蛋 应该不会这么倒霉 在这里碰上那个抓鬼 很厉害的小孩吧 不可能不可能 15楼一时沉默 没有说话 老太婆本来就在17楼受了气 现在火力全开 连发10条60秒的语音 骂15楼 群里都沉默了 这妥妥的以老卖老 谁往上凑骂谁啊 苏老夫人躺在沙发上 翘着腿翻看业主群里的消息 原来住商品楼 有上下邻居的感觉 是这么一回事啊 有点热闹 苏老夫人随手加了15楼 把老太婆拿椅子卡楼梯的视频 发给她了 这事家居城老板 延误了半天工期 为了解释原因 把物业的监控视频给她的 素宝跟着坐在一边 拱在苏老夫人怀里 笑道 外婆你好皮啊 那个嫉妒鬼她没收 刚回来 一方面是累 不想动 另一方面 素宝觉得 让她再坐腰两天 凭什么就泼皮赖皮地欺负外婆 她也得欺负回去才行 15楼正愁没有证据 那天她急着上班 看电梯卡在16楼 就上去看了一眼 知道是那个老太婆 她一个大男人 也没有第一时间 想到拿出手机拍视频 就让她把椅子拿开 事情都过去几天了 她要想拿出证据 被这儿八斤地给物业报备 写申请 才能拿到监控视频 谁有这功夫计较啊 正当她想着这么算了的时候 17楼的却加了她 把视频发给她了 15楼心底一喜 立刻把视频发群里 不是要证据吗 来 视频里 老太婆搬了椅子 卡在电梯门口 老神在在地刷手机 磕瓜子 她那个小孙子 甚至在电梯里玩搭积木 业主们无语了 尤其是十二栋的业主 一个个出来骂人 说人家没素质 合着没素质的是 你们家 说人家孩子是熊孩子 你们家这才是熊孩子吧 无语了 真把电梯当你们自己家的了 看不起这种人 上次还跟我妈吹嘘 他们家儿子全款买房 没想到还去酸别人家 17楼真是倒霉 老太婆回到家里 被她儿子劈头盖脸一顿骂 都告诉过你 不要做 这下出名没有 孩子还那么小 现在人人都说她是熊孩子 以后哪个孩子跟她做朋友 我也被人家指指点点 你除了会连累我还会干什么 老太婆气不顺 胸口呕着一口气 我怎么知道 他们家铺了全屋地毯 我看他们家就是故意的 一早就铺上地毯等我上去 还开直播 不就是为了趁机显摆他们家吗 老太婆不断地骂骂咧咧 牢牢叨叨 她儿子嫌烦 官方们不理她 老太婆只觉得心里苦 气不顺 不平衡 难受得睡不着 因为这个机会 她看清楚了装修好后的苏甲 富丽堂皇 那个词怎么说的 高雅 高级 跟电视上演的豪门一样 转了一圈 那房子好大 每个人一个房间 就连庸人都有自己的房间 客厅那么大 阳台也那么大 绿植郁郁葱葱 宽敞 明亮 舒适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过十七楼又宽敞又高级的房子 再看看自己家 真是要气死人了 怎么就不是他们家有钱 怎么就是别人家有钱 看别人有钱 这让他浑身都难受 那么大的客厅 就摆个沙发和茶几 简直爆点天物浪费空间 厨房和餐厅是分开的 厨房有中厨西厨 餐厅桌子上 还假模假样摆平花 瞎显摆什么艺术 有钱没处花 还有全屋地毯 花五六十万铺地毯 五六十万都能全款再买一套房了 真是浪费 有这个钱 为什么不给他 老太婆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 妻二则切合 老太婆被苏家豪华的大平层气到 整整三天没睡好觉 所以 每次看到吴妈下来买菜 她心底就更隔音一点 这天素宝跟苏老夫人 苏老爷子下楼 准备去幼儿园报道 已经转学过来好一段时间了 但因为种种原因 还没去报道 经过小区里的儿童游乐园设施 素宝忽然停下步走了 外婆 我想去那里玩一下 素宝指着儿童乐园 补充一句 我就玩五分钟 苏老夫人慈祥说道 去吧 穆归凡刚刚先下楼了 在车上等 多等五分钟没关系 她给穆归凡发了一条信息 说明了一下 素宝在林家的时候 几乎没有机会出门 林峰嫌弃她 爷爷奶奶也觉得 带她出去丢脸 回到苏家后 苏家庄园很大 几乎一出门 就是坐车出去 也没有什么小区的儿童乐园 素宝爬上爬下 滑滑梯 挡秋千 玩得很开心 素老夫人一开始还微笑看着 后来不由得有些伤感 如果一切正常 他们的素宝 也应该像普通小孩子这样 真正的无忧无虑 正想着 素宝跑了过来 开心道 外婆 我玩好了 我们走吧 素老夫人回神 下意识看了一下时间 还真的是五分钟 懂事得令人心酸 素老爷子覆着手 悠然地跟在后面 一点心酸的感觉都没有 像一样天年的正常老头 素宝 还想去泥光岛玩吗 素老夫人问 那是苏一辰给素宝建的游乐园 他只去过一次 其他时间忙得不像话 素宝点头 嗯嗯 有机会就去 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到 答应了唐叔叔去他公司玩 去找四舅舅 结果因为师父付的事 已经完全忘了 素宝对外婆说 让外婆帮忙联系道个歉 素老夫人答应下来 祖孙三人刚往外走 一个穿着我不恶外卖服的男人 匆忙走进来 他远远看到素宝 很明显惊了一下 他压低帽子 绕道走了 走过另一边的花园 又绕回儿童乐园这边 才探头看了一下 到了这里都能遇见 男人心惊自语 这个男人正是在赌市场口里 摆摊的那个男人 当初和素宝打赌书了又耍赖 后被木龟凡揍了一顿的地摊老板 原本地摊老板出门后 就遇见了三清道长 三清道长给他提议去绑架素宝 当然没绑成 苏家的小祖宗 是他想绑就能绑的 那个算命的 本来说要帮他 后来一直不见人影 等他按照联系方式 好不容易找到对方的时候 发现对方已经死了 医院的人说死得很诡异 明明身体还活着 却好像一具尸体 在医院躺了几天就彻底死了 男人在医院的时候 看到了木龟凡 还以为是木龟凡 把那个算命先生弄死的 下得连夜逃离一千多公里 逃到这里 结果还是遇见了素宝 男人按道倒霉 他迷糊的脑袋 已经清醒过来了 可不敢去招惹苏家 更别说绑架人家小千金 他决定今晚就走 这小祖宗他可不敢惹 正这么想 就听旁边一个老太婆 he too a了一口痰 男人嫌弃地后退几步 只听老太婆低骂道 我还以为多有钱呢 这小孩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一个普通乐园 也能玩得两眼放光 呸 住那么好的大平层 有什么用 本质还不是跟他们一样 男人看他对着离开的素宝几人 没忍住吃笑一声 是没见过世面 因为人家原本住的是大山庄 玩得都是高端乐园 看到这种普通的 当然兴起了 他也就随口插了一句话 就匆忙走了 老太婆站起来追上去 回来 你说的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大山庄 可惜男人走得很快 老太婆的心 就好像被吊起来似的难受 哦 17楼原本是住大别墅的 现在破产了 来他们小地方找存在感了 哈 老太婆阴郁的心情 瞬间就晴朗了 破产呀 活该 不到半天 17楼豪门破产的新闻 就飞满了小区 苏老夫人自然不知道 自己出来一趟就破产了 木归凡和两个老人带着素宝 去看了他新的幼儿园 一边说道 素宝 以后你就在未来新上幼儿园 你大哥哥就在隔壁的一小 苏和文跟着转学过来了 为了教素宝认字 本来不必这么麻烦的 就算他不来 苏老夫人也可以教素宝认字 苏和文嘴上不说什么 但来的时候 自己上车了 苏一诚回去的时候 他没有一点要回去的意思 半一个也是半 半两个也是半 苏一诚干脆 也给苏和文办了转学手续 考虑的是 9月份素宝上小学了 学校里有个哥哥 总归比较好 素宝看着自己的幼儿园 双眼亮亮的点头 小孩可不会觉得 新幼儿园 没有原来的国际幼儿园大 漂亮 高端 只会觉得 里面的孩子玩得好开心 好像比他原来的幼儿园还热闹 办好报道后 素宝这两天都在乖乖上学 上学止于跟着哥哥学认字 然后跟爸爸一起分析战局 苏和文独占素宝 心底飘飘然 惊世的韩寒 苏和文和苏子熙 却气得要死 大哥这个腹黑鬼 苏和文气愤 韩寒也大声负荷 表面轻飘飘 却一肚子坏水 明明说跟大伯 一起送素宝过去的 结果不回来了 苏子熙 子 突然而来的猛逼 思驾 思叶收拾东西 温如云抱着手臂站在一边 皱眉说道 飞去不可 好不容易掉回京市 稳定下来了 不去一线战场了 结果现在又要去没事红线 说是要长期在那边驻扎训练 思叶抬头 声音难得温存 不舍得我去 温如云一顿 吃笑一声 别给你自己脸上贴金了 思叶眼底闪过一丝无奈 最终什么都没说 温如云记得 就是这样的思叶 她的眼里只有国家设计 只有人民安全 只有一线战场 战友 队友 开会 她的时间从来都是别人的 但不会是她和小然的 小然长那么大 她从来没送小然去过学校 孩子发高烧生病的时候 她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唯一一字就是 小然被绑架 失踪了几天 才终于惊动了她 也只有那段时间 她陪了小然几天 温如云感觉怅然 别人都说 他们这个身份 多么多么受人尊敬 但作为家属 只有自己知道 有多心酸 原本这也没什么的 不是不明大义的人 只是听闻队里 有一个女军官 跟她共事 很多时候 她和那人同进同出 温如云就觉得挺隔应的 她提过 思叶却只说了一句 她和那女的没关系 其他的就没解释了 这一忙 又过了一年了 哪个当妻子的不切 温如云脸色不好的 转身走了 思叶收拾行李的动作一顿 皱眉 她又说错什么了 难道她是要跟着一起去吗 想到木龟帆去了红线 把素宝也带过去了 似乎 长期跟家人分居两地 的确不好 思叶觉得自己明白 温如云为什么生气了 便又说道 等等 温如云脚步停下 以为她会说什么 却听她说道 你和小然收拾一下行李 跟我一块过去 温如云 思叶又道 思家也没其他人 其他也没有什么要管理的 今天就直接走吧 温如云 思叶以为她沉默就同意了 点头说道 小然的转学手续我来办 正好和和文一个班 先去到红线 转学手续会有人办理 听木龟帆的意思 这次去可能需要一两年 说不好三五年 转学过去也好 大不了转回来的时候 多麻烦一点罢了 温如云气道 小然在这里已经习惯了 你说转就转 问她同意吗 思叶然正好被书包出门 面色淡淡地说道 我同意 虽然她不怎么年爸妈 但思叶然其实一点都不想看到 爸妈吵架 爸爸不在家 妈妈又经常生闷气 还不如跟着去 思叶然说完就又回房间了 说走就走 竟真的开始收拾行李起来 温如云 待 别人的儿子是暖男 她的这是啥 最终思叶然一家 还是踏上了前往红线的路 飞机上 正闭目养身的思叶忽然睁开眼 问道 对了小然 被绑架那两天 发生了什么事 你想起来没有 思叶然 嗯 只是N了一声 就没有往下说的意思 这对父子交流也有意思 思叶见她N了就不说话 明白这是不想说 她点头道 嗯 所以她也N了一声 就没有再问了 温如云 思叶然转头看着外面的白云 眸色微沉 她不动声色地抬手看了看 她手腕内侧 有一个古朴的花蚊 占据了半个手腕 感觉像是缠在血脉上面 这个花蚊一开始是没有的 思叶然感觉到温如云看过来 她反转手腕 遮住了花蚊 温如云从玻璃反光镜里 看着思叶然 小小正态的脸 眼神却颇有丝叶几分沉寂素然 酷酷的 也不爱说话 跟苏和文是一个性子的 苏和文也是思叶然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两人性格相近 唯一不同的是 苏和文在素宝面前还有点傲娇 思叶然见到素宝 却总是主动给她躺过 哎 也好 苏和文已经转学去红线了 小然难得 有个朋友 过去一起也好 星号星号 苏和文比他哥第一个年纪 思叶然和他哥是一个班的 他哥去红线后 偶尔他也会和思叶然一起放学 结果这天发现 思叶然也转学了 苏和文 过分 为什么就只有我们不能去 韩寒也气道 差评 差评 苏子西 子 切 苏和文三个小可怜 眼巴巴地看着远处天空的落日 心底想 此时此刻 妹妹应该放学了吧 以前大家都一起回家的 现在 只剩下他们三个留守儿童 真是可怜死了 星号星号 素宝上了两天幼儿园 每天都习惯等大哥哥 放学来接他 大哥哥是公立小学 下午放学的时间不定 有时候是四点多 有时候是五点 素宝是私立幼儿园 则是统一五点放学 放学铃声刚响起 素和文立刻拿起书包 脚步匆忙地往外赶 今天他和妹妹同一个时间放学 他不想要妹妹久等 这时候却被一个女孩子拦住 素和文 你好 这是给你的信 小女孩脸色红红 四年级的孩子 接触社会面比较早 平时刷手机 看小说 看偶像剧什么的 也催化了心理成熟 这个年级的孩子 有两位特别令老师头疼 一种就是小小年纪就情窦初开的 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但开始有朦胧的好感 写的情书也十分的幼稚 但他们非常的坚定自己的信念 他们的早恋 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恋 更多像是过家家那样的情感 有自己的闺蜜 并且闺蜜一定要互相忠诚 男朋友大约也是同理 另外一种跟第一种是一个极端 是什么情都没开 他们偷偷凑在操场那里嘀嘀咕咕 老师还以为 他们在商量什么不得了的事呢 结果走近一看 他们在扎堆看一只蜗牛 苏和文在今世的时候 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下意识接过信 打开看了一眼 信的开头最中间写着两个字 情书 情书两字后面还加了个冒号 苏和文皱眉 第一反应却是 这格式一看就不对 无语 接着让他更无语 隔拜班的苏和文你好 我是你隔拜班的兵之恋 我提议别喜欢你 就想跟你出对象 可以吗 如果可以 苏和文没看完 就面无表情地 把信扔进垃圾桶里 书包一甩就走了 字都没认完 还好意思出对象 几年急了还这个词汇量 学习去吧你 苏和文赶着去接妹妹 根本没看身后那个小女生傻眼的表情 周围传来笑声 小女生气急败坏地跑了 苏和文刚出校门 就见思义然也从学校里面出来了 他脚步一顿 眯眼 想到刚刚那封情书 忽然眼底蹦射出一丝危险 思义然 你来干什么 追着我妹妹来的 苏和文冷冷问道 你喜欢我妹妹 小学生不许谈恋爱 苏和文面色不悦 刚办完转学手续的思义然 七四一造谣 思义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什么谈恋爱 无聊 她是喜欢素宝 就跟她的哥哥们喜欢她一样 小朋友们都是纯洁的友谊关系 思义然鄙夷地看了苏和文一眼 仿佛在说她丧心病狂 脑子乌气八糟 她转身插斗 冷冷说道 无聊你就去刷题 苏和文哼了一声 没有最好 说完匆忙朝隔壁幼儿园赶去了 思义然瞥了一眼 幼儿园 司机问道 小少爷 上车吗 司义然摆摆手 把书包丢进了车子里 你先回去 司机 啥 他来就接个书包回家 确定不会被夫人徒手劈死 司义然已经走远了 司机只好跟在后面 耐心等着 素宝背着小书包 看到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来接 爸爸妈妈们 有的开迷你四轮小电车 有的电车 有的开自行车 自行车后面 绑了一个腾边的小座椅 还有的是爷爷奶奶推着婴儿车 滑板车来 小朋友溜着滑板车 爷爷奶奶在后面追 一个镜说 慢点 至于婴儿车 兴许是老人 担心孩子走路慢走路累 又担心滑板车溜太快危险 所以干脆心甘情愿地 推着小祖宗 素宝坐在门卫视门口的石墩子上 乐此不彼地看着各种各样的家长 开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来接小朋友 对他来说 这才是大千世界 人各不同 以前在国际幼儿园 门口只有两种车 校车 保姆车 小汽车 没有这里的接地器 素宝 素和文跑到差不多近前了 才放缓脚步 又一副酷酷的样子 站在大门外面 无表情地等 素宝双眼一亮道 大哥哥 他从石墩上跳下来 像一只欢快的小鸟 朝他飞来 素和文眼底露出一丝笑意 嘴角也微不可查地勾了勾 校门口的老师们打句道 呀 素宝哥哥这个小家长 来接妹妹了呀 哥哥真负责 是个好哥哥 素和文感到一种难言的骄傲 咦 今天有两个哥哥 一个老师忽然说道 素和文脸上的笑意一收 不可置信地看向身后 司宜然这小子 什么时候跟踪来了 臭飙脸 你 素和文突然有一种 想打爆他狗头的冲动 他要跟司宜然绝交 司宜然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说道 新环境 我走走 路过 素和文 素宝也惊讶了片刻 疑了一声 宜然哥哥 你怎么也在这里 司宜然恩了一声 习惯性地伸出手 递给他一颗糖 我也转学来这边了 司宜然眼底有雀跃欢喜的光 原来素宝在这里啊 这几天特殊 他出门了 素宝转学到红线 没有对外宣扬 素和文他们 在学校也不会提 因此他还真不知道 不过要说完全不知道也不是 在他爸妈吵架 爸爸说 穆叔叔去红线那边 长期训练的时候 他就大概猜到了 穆叔叔连那个位置 都舍得丢给他爸爸 就只为陪在素宝身边 怎么可能长期去红线住 那大概率是 素宝也在这边了 猜到是猜到 但真的看到素宝 司宜然感觉 又是不一样的心情 素宝接过糖果 开心地道谢 谢谢宜然哥哥 司宜然摇摇头 看着他毛茸茸的小脑袋 有一种柔一把的冲动 苏和文冷着脸 牵着素宝的手就走 走吧 回家 苏老爷子当初买房 就是买在小学附近 家里阳台都能看到学校 走过马路对面 就是小区的后门 苏老夫人这种时候 一般在做饭 苏老爷子说 小孩能独立 有哥哥带着 不必对孩子步步紧跟 所以也不用他去接 莫归凡有时候 会去忙一些事情 不忙的时候 就走过来 接两个孩子回家 总之大部分时间来说 是苏和文带素宝回家 苏和文令人放心 也很负责 思义然跟在后面 眼看就到小区后门 苏和文正没说到 你家也在这里 思义然抬头看了 小区高楼一眼 点头 我爸单位安排的 到时候可以一起去上学 思义然又补充一句 苏和文气急返校 谁要跟你一块去上学 思义然面色酷酷 小伙伴都是一起去上学 姚灵月叫嚣 好胆 苏和文暗自呸了一声 谁跟他是小伙伴 大哥苏和文板着脸 带素宝快步走 素宝 哎 怎么了怎么了 他急忙把手里的糖果拿紧 才刚想包了放嘴里 趁着回家之前吃掉呢 结果就被大哥哥 一个劲拉着走 都没机会吃 思义然见状 便接过他手里的糖果 帮忙包开了 说道 给 素宝张嘴 赶紧把糖果吃到嘴里 苏和文 所以他成了助力 好气啊 苏小家长 和文停下来 紧紧盯着思义然 又怕素宝吃着糖果 走太快 噎到喉咙 干脆不走了 大哥哥 我想去那里玩一会 素宝指着儿童乐园 双眼放光 在家的儿童乐园 跟在外面的儿童乐园不一样 外面小朋友多 兴起 苏和文点头 说道 去吧 素宝跑过去 苏和文帮他提着书包 跟思义然两人一起 站在一边 双眼紧盯着素宝 以防他摔跤什么的 我警告你 离我妹妹远点 苏和文盯着素宝 头也没回地说道 思义然同样没回头 冷淡说道 脑子龌龊 苏和文 思义然转头看他 吃笑道 不是吗 哪个正经小学生 会想到这种事情 苏和文 他转头 堪思义然神色坦然 虽然还是有种危机感 但也觉得自己 似乎太过了 思义然的确没有 反倒是他特意这么一说 显得有点那什么了 哼 苏和文冷哼一声 不在理思义然 两个小男孩 就这样眼巴巴 看着素宝完 每当他跑起来的时候 总会下意识地 同步抬脚 跟在他后面 儿童乐园边上 有一排休息失忆 几个老人坐在那边 看着一幕 只觉得有趣 真是两个负责任的哥哥 是啊是啊 在看我们家哥哥 不跟妹妹打架都好了 一天天只会抢妹妹东西 我们家也是 他自己不跑都好了 看妹妹是不可能的 婆婆们叽叽喳喳 一个老太婆站在后面 吃笑一声 哦 这不是12栋17楼 那户人家的小孩吗 听说破产了 老赖家的小孩 七五就这点小时还录音 老太婆特意去剪了头发 还烫了个泡面卷 那晚上的是丢尽了脸 她也怕被人认出来 那晚上穿的衣服 都彻底丢了 还好几天过去 没人认出她 她也就渐渐放心了 大爷大妈最爱的 就是八卦 大爷大妈们 是跟自己儿女媳妇来的 大多数老人 不在业主群里面 在业主群里的 一般都是一户之主 男主人或者女主人 他们不知道 前几天晚上 这个老太婆 跟人吵架的事情 纷纷感兴趣地问道 什么破产 老赖 老太婆凑近脑袋 压低生意 张嘴就鞭排 就咱小区最大的 大平层那家吗 他们家原本是 在市区里做生意的 住的还是大别墅呢 结果生意破产了 被人追债追的没办法 就躲到这里来住了 重大妈一脸吃瓜表情 哦 躲债来的呀 则则 要我说 能买大平层 也有一两百万吧 干什么 不把钱还了 老太婆 撇了素宝苏和文一眼 在背后指指点点 就是哦 这可不就是老赖吗 那个小女娃上的 还是咱们这的私立幼儿园 那 就是小区对面 那个幼儿园 一个学期一万四 玉底尊府是学区房 配置有公立幼儿园 和公立小学 公立幼儿园比较远 离小区大约要一公里 不过学费 就一个学期四千 蔚来新幼儿园 的确是贵 玉底尊府有些业主 也会送孩子过去 图的是离家境 不过这一部分人极少数 毕竟对这里的消费水平来说 蔚来新幼儿园 的确太贵了 苏老夫人考虑 把素宝送到蔚来新的原因 一个是蔚来新 就在苏和文小学隔壁 另一个是私立幼儿园的教育服务 是公立幼儿园比布了的 但在老太婆嘴里 却不是这个模样了 他们家有钱 就是不还钱 不是破产了吗 他们家儿子还在市区里当老赖呢 谁能想到 他把老娘孩子送到这里来 就是有钱不还 自己又是买大平层 又是独私立幼儿园的 有老太太问道 不对啊 他们家有个男的 我听到小孩喊他爸爸 他不是在这吗 是不是人家把别墅卖了 还完钱了 都一块在这生活 老太婆一顿 这个他的确没想过怎么变 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一身西装革履的苏一辰 非常没有礼貌 把他拒之门外 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那个折断拖把叫他滚的男人 又是另一个 咦 怎么有两个男人 按道理来说 孩子的妈怎么都会在的吗 老太婆嘖嘖一声 说道 那小孩的爸妈离婚了知道吧 他妈妈看他爸破产 跑了 众大妈唏嘘一声 大家对欠债不还的老赖 都是极其厌恶的 尤其是有钱就是不还的 还的时候说没钱 但转头自己吃香喝辣的 买房买车的 怎么能令人不气 大妈们 看像站在滑滑梯边上的 两个小男孩 都不由得撇嘴 苏和文和思义然转头 就见那个老太婆 和一群大妈嘀嘀咕咕 就好像网上流传的两个说 悄悄话的老太婆一样 生情并茂 唾沫横飞 眼神滴溜溜转 大黄花闺女从他们面前走过去 转眼也能被说成 离异带两娃 下一秒 苏和文和思义然瞪大眼睛 这群吃瓜大妈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混进去一个小萝卜头 素宝蹲在两个大妈中间 听得津津有味 一边连连点头 老太婆正说得起敬 唾沫横飞 十七楼他们家有两个儿子 大的那个在市区 小的这个老婆跟人跑了 受不了打击 就跟着回来住了 整天无所事事的 素宝恍悟 然后呢 老太婆下意识接嘴 然后他们家竟然还请了保姆哦 你说浪费吧 大儿子在市里当老赖不还钱 一家子去住大平层孩子读私利 又是请保姆 嘖嘖 说到这里 他忽然反应过来 刚刚问话的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他寻着声音看过去 一边说道 哟 大人说话小孩子 结果就看到素宝 他顿时瞪大眼睛 喉咙一叶 素宝一边戳着嘴里的糖果 一边说道 怎么不说了 婆婆 我就是十七楼的小孩 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婚 而且 我爸爸也不是我外婆的儿子哦 众大妈诧异一瞬 反应过来了 素宝喊那个很高 很帅的男人叫爸爸 喊十七楼两个老人 却是外公外婆 那按照老太婆说的 岂不是这家人的女儿 离婚跟别人跑了 女婿却过来跟丈母娘家住 这不合理啊 琪琪奶奶 你这小道消息 是不是真的哦 就是就是 亏我们刚刚还信了 小孩是不会撒谎的 至少你说 人家那两个是儿子就不对 老太婆当众被打脸 编排别人被小孩当面揭穿 心底极其难忍 十分的不爽 他笑了一声 哎呀 是不是真的 你们问他妈妈再不再不就知道了吗 顿了一下他又说道 女婿半个 他女婿上门的 老婆跑了自己照顾三个小孩 老太婆本来想说两个小孩的 但看又多了一个 张嘴就加了一个 他就欺负小孩不会说什么 就算争执起来也说不清楚 他恨不得套素宝的话呢 说的越多 他能编的越多 越能正视他说的 一个大妈叹气 上门的呀 上门的那就合理了 上门哪有什么本事 老婆跑了能咋的 还不是跟被离婚的女人一样 只好自己带着小孩 我爸爸只有我一个小孩 大哥哥是我大舅舅的小孩 毅然哥哥是温阿姨的小孩 末了又补刀一句 婆婆你到底会不会编啊 鬼讲的故事都比你好听 素宝笑容微微一脸 说道 造谣可是要吃劳饭的哦 我刚刚录音了 可以送你一程 老太婆 无语 就这点小事 还录音 什么家庭什么教养 不过聊聊天说说话 这小孩也太小心眼了 七六在整个小区出名 大妈们发出嘘声 原来都是编排的 无语了 浪费他们感情 老太婆骂道 你一个小孩懂什么 你们家发生什么事 大人会跟你说吗 他一点都没把素宝说的录音 放在眼里 不就是说几句吗 是割他肉了 还是抢他钱了 聊聊天也录音 谁管啊 那警察都不用做别的事情了 这个世界上 那么多聊天的老头老太太 都去抓好了 老太婆吃笑一声 言之坑腔 他们家就是这样 有钱家的小孩 心眼咋那么小 你们家坑爱别人 还不许人家说了吗 素宝看着地面 心底暗自想到 这就是嫉妒鬼啊 嫉妒是一种对别人冷漠 贬低 排斥 敌视的情绪 一旦心生嫉妒 就忍不住编排他人 贬低别人 排斥敌视别人 即使别人都没有招惹过他 但别人的成功或者幸运 对他们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煎熬 人心真复杂啊 素宝摇摇头 陡然一伸手 一把揪住了嫉妒鬼 不完了 抓走吧 今天就要跟爸爸出发 再次去迷魂当了 要不是因为这一次 去受了点伤 养伤养了一段时间 他早几天前就出发了 吃瓜入迷的嫉妒鬼 被一把揪住 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他看素宝来之后 看都没看他一眼 好像不知道他 这个鬼存在一样啊 怎么突然就伸手抓他了 素宝抓了嫉妒鬼 直接就塞进了魂湖里 花心鬼他们正在搭台唱戏 百无聊赖地打发时间 忽然双眼兴奋 嘿 来活了 嫉妒鬼 惊吓 被抓了嫉妒鬼的老太婆 猛了一下 突然伸一巴掌过来 吓他一跳 看素宝拍拍手站起来 为什么觉得很恼火 这小东西才几岁 就这么化 还会吓唬他一个老人家 老太婆心底不爽 正好他小孙子跑过来喝水 玩得一身脏兮兮 穿的衣服也是普普通通 但素宝还有其他两个小男孩 穿的都光鲜亮丽 小小年纪一看就气质不俗 越对比 越让人心塞 都是小孩子 他们凭什么比他小孙子好 怎么就不是他小孙子有这条件呢 哼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小孩 就是一个熊孩子 前天在门口跑 撞到另一个老人 他里都不理 舅舅跑了 半夜也不睡觉 在楼上跑来跑去吵死人 我就是他们家楼下的 我还能不清楚 有钱又怎么样 老太婆我半截黄土 埋到脖子的人 我可不怕他 我都多大岁数了 编排他们有什么好处 我说的就是真的 我二大一的儿子 就在他们家公司上班 能不知道吗 素宝叹气 果然 抓了鬼鬼之后 他还是这个样子 本来他想让这个鬼 在他头上待着 找机会让他见鬼 吓吓他 欺负一下 刚刚觉得 这样做也没什么意义 贸然让别人见鬼 要是师父复制到了 肯定又要批评他 所以就算了 没想到抓跟没抓一样 苏和文和司义然 早就走了过来 见素宝叹气 司义然冷冷说道 造谣是吗 等着律师寒吧 苏和文拿出手机 把奶奶前几天 录屏的直播点开 喜欢吃瓜是吗 满足你 视频很清晰 里面的老太婆 正是眼前的老太婆 她吵吵嚷嚷的 非说楼上吵到她家了 结果楼上全屋地摊没声音 她还要人家 把花瓶砸了试试 这不是纯纯上门挑事 试想有一天 你楼下的邻居突然上来 要把你家碗都砸了 谁能忍得住 况且 人家家里铺地毯 是真的没声音 众大妈看向老太婆的 眼神怪异 鄙视 无语 一个大妈谎恶 哦 你就是那个 十六楼的老太婆呀 前几天我跟我女儿 看手机正好看到 你就是那个 胡闹的老太婆呗 对 就是你 哎呦还剪了头 我就说我咋没认出来 你到别人家里闹事 然后人家搬家那天 你还故意 拿椅子卡在电梯 不给人家上去 你说 你这是什么心理哦 听他这么一说 其他人纷纷谴责起来 这又是一个瓜呀 还是瓜重瓜 老太婆编排别人家 被当场抓包 这瓜对大爷大妈来说 更来劲了 你一言我一语 一顿比 老太婆心底咯噔一声 这些闲得没事干的老灯兮 最喜欢八卦 聚在一起 能把整个小县城的破事 都说穿了 他岂不是要在 整个小区里出名 七七被抓走 群里闹归群里闹 群里闹得再厉害 现实中 别人也不一定认得出他 为此 他还特意去剪了个头发呢 不是 这小孩乱说的 老太婆急到 苏和文冷笑 乱说 他又拿出老太婆 卡电梯门的视频 这视频里 老太婆带着他孙子 要不说可能会认错老的 总不能还认错小的吧 尤其是老的和小的一起出现 认错的概率更低 大家都是带孩子的 可能不知道孩子家长 但孩子们 都是跟自己孩子 跑来跑去玩耍的 能不知道小孩 众人看向老太婆的小孙子 跟视频里一模一样 就是他 他们没认错 哎哟 琪琪奶奶 你这是什么人啊 拿椅子卡电梯 不让人家上 你这酸的 嘖嘖 说人家小孩心眼小 你咋不说 你自个儿呢 巴拉巴拉 老太婆气得差点仰斗 刚刚还说别人 现在反而是他被说 肃宝站起来拍拍屁股 说道 老婆婆 下次不要再乱说话了 我爸爸不是上门的 我爸爸有一个大山庄 他自己有很多钱 我大舅舅也没有欠债 我大舅舅有一个超级大公司 他是因为忙才没有回来 我妈妈 素宝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声音不由地变轻 我妈妈死了 刹那间 正巴拉巴拉你一句我一句的 大爷大妈们 哑声无言 呃 他妈妈死了 素贺文和思义然心疼的不行 他们俩冷冷地瞪了老太婆一眼 刚刚只是想让他吃牢饭 现在觉得还不够解气 他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今晚就打电话给他爸 说素宝被欺负了 让他爸去收拾他儿子 老太婆敢把他妹妹弄不高兴 他就把老太婆儿子弄不高兴 不是说他们心眼小吗 那他就真 小心眼给他看看 苏和文抱起素宝走了 思义然提着素宝的书包跟在后面 冷眼瞥了老太婆一眼 眼神里有说不出的东西 老太婆无端胆寒 后退一步 思义然看了走远的苏和文和素宝一眼 然后仰起手 手指微微一动 原本的微风陡然呼的一声刮起来 周围的树猛烈摇晃 一个婴儿手臂那么粗的老树枝 从树上掉下来 老太婆下意识抬头看 哎哟 老太婆一惊 脸上火辣辣的疼 思义然早已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陡然而来的风吹起沙子 大妈们扭头的扭头 闭眼的闭眼 好一会才睁开眼 惊奇道 这什么妖风 呼的一声吓他们一跳 现在的天气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他们看了一眼走远的三个小孩 叹了一声摇头 他们自己也有小孩 小孩的敏感最能刺痛他们的心 看素宝刚刚说到自己妈妈死的时候 黯然的表情 只觉得不由得同情心疼 有人骂道 你真不是东西 人家小孩妈妈都死了 还故意拿来说事 说人家妈妈跟别人跑了 你咋不跟你孙子说 你媳妇跑了 自己家什么样的 就编排别人家怎么样的 心眼也太坏了 走走 以后咱家再也不跟他们家玩 老人们带自己家的孩子走了 小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听到大人这么说 也就略了个鬼脸 纷纷说道 不跟你玩了 他们本来就不喜欢琪琪 他爱抢别人玩具 还爱哭 他奶奶每次都说 你们大得不能让着他吗 琪琪还小呀 老太婆的孙子 看大家都不跟他玩 哇的大哭 老太婆赶紧说道 乖乖 不哭不哭 我们还不跟他们玩呢 他催了一口 这些人什么毛病 说就说 上升到小孩干什么 他妈妈咧咧地走了 原本老太婆的形象 在小区大妈们眼里 还算高贵的 他儿子全款买房 多多少少 比他们家儿子还房贷得厉害 现在在他们眼里 就是一个老不休 老婆父 酸萝卜 没等到天黑 有人就看到老太婆被带走了 听说调解不成 十七楼不知道是什么来历 随口几句诽谤造谣 竟然影响了几个亿的大生意什么的 老太婆赔不起钱被抓走了 众人震惊 这真能抓走啊 在他们的认知里 不就是聚在一起聊天吗 这这这 这都能抓走 老太婆也难以置信 挣扎大叫 冤枉啊 乱抓人呀 我什么都没干呀 讲几句话就被抓走 这是什么事的 还不让人说话了呀 收钱了 绝对是收钱了 黑官呀 他又急又慌 嘎嘎乱叫 七思毅然绝对是跟着他妹妹跑了 啪一声 老太婆直接被案头上车带走了 车里的老太婆 看到一路围观的人 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喉咙里 差点要把他气死掉 他至今都不觉得自己哪里错了 对他来说 随口编排 那算什么事 他以前也是这样 说了不知道多少人 怎么就这次被抓 就是七楼矫情 他儿子一定不会罢休的 刚这么想 他儿子也被抓进来了 原来他儿子做业务的那个公司 本身就不正规 不干净 贿赂 造假什么的都有 他儿子业绩好 平时做事的风格就更不守法 本来没事的 谁知道这次莫名被翻出来 抓了 听闻是十七楼搞的 十七楼背后有大背景 好像还有上面的人 罗庆气得要死 后悔极了 早知道十七楼背景这么大 他肯定会拦着自己老娘不让他惹事 不要说惹事了 上下邻居这么近 他不得好好搞关系 认识一番 拉得大靠山啊 可现在都砸了 再看眼前还在嚷嚷着 让他找人干十七楼的老娘 罗庆气得一巴掌扇了过去 老太婆顿时哭天枪递起来 警车里面一乱乱糟糟 车子呼啸 带走了两人 小孙子被送到他妈妈那边去了 1601彻底安静下来 业主群里有人发了小区门口警车的照片 以及众人围观的照片 问发生了什么事 知情人士 苏老爷子的号 为标注防号 苏老夫人在业主群里曝光了这件事 诽谤十七楼家的公司破产 股票下跌 几天蒸发一个亿 给别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造谣人家小孩的妈妈 抛肤弃子 实际上 人家小孩妈妈去世了 小孩在家哭了两天 一边的肃宝 他现在扔了很多字咯 看懂了后面那句话 他没哭呀 但外婆还在咔咔发信息 他们家儿子在一家医药代理商公司 就是个黑公司 囤积药品 哄抬物价 进医院的要抬价零倍 医院的人拿百分之零分成 现在医院里常用的要都是他们家的 就算是楼下的药店 本来有便宜的净品 他们把净品都搞死 只准进他们家的货 原本有十块钱的退烧药 现在只有五六十的 看到这些 业主群里哗然 要说前面两点 没有关乎他们自己 只是唏嘘 但医院和药品的事 就关乎他们自己了 怪不得现在看病越来越贵 谁家没个老人 谁家小孩不会打冒发烧什么的 缺德呀 黑心黑肺呀 该抓 我就在楼下药店上班 可以证明 这事是真的 业主群里 把十六楼老太婆一家 骂了个底朝天 苏老夫人这才满意地放下手机 因为聊天就被他们苏家告 这在其他业主眼里 肯定觉得他们家小气 说不定看到素宝放学回来 都会指指点点 这怎么行啊 素宝做得没错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楼下那家的嘴脸 一丁点不好的污点 都不许罩在他们家素宝头上 还给你 苏老夫人把手机递给苏老爷子 苏老爷子看着业主圈里 自己的发言 一 素宝自言自语点头 又学到了呢 苏老夫人拿了一段红绳出来 说道 素宝来 昨天外婆看到你放在床头柜前的红绳断了 外婆帮你编一下 素宝移了一声 断了还能编吗 素老夫人道 当然 外婆可厉害了 会编手绳哦 素宝按道 可是红绳不是普通的红绳 不过也没关系了 外婆一片好意 不可以辜负 素宝把红绳拿出来 因为在苏老夫人怀里 看着她编手绳 红绳的确不是苏老夫人能修复的 不过 她用普通的红绳 把素宝的红绳包裹在里面 然后在断开的地方 以普通红绳打结 让他们连在一起 最后成品出来 一眼看去像是新的红绳 素宝正真的红绳被包裹在其中 好了 素老夫人满意地说道 带一下看看 素宝伸出手 看外婆把红绳戴在她手上 配合地露出惊奇 哇 外婆好厉害 素老夫人顿时振奋不已 明天她就去弄一批质量最好的红绳 金丝绳 随时为小乖宝准备着 谢谢外婆 素宝在素老夫人脸上亲了一下 素老夫人顿时乐呵呵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二天一早 素宝就跟着木龟凡 姚灵月再次前往瓦棱山了 素老夫人站在阳台 看着在地平线尽头 巍峨群山中的瓦棱山 哎 这次应该也可以很快回来吧 素和文是看着素宝上车离开的 她沉默片刻 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 许久 她才看了看时间 七点五十分 走到学校七点五十五 八点早读 思义然怎么还没下来 素和文打电话给思义然 在哪 语气中都能听出 等得不耐烦了 下一秒思义然的话 让她更是气得 想掐死她 我这几天有事 已请假 素和文 有什么事啊帅 素宝才去瓦棱山 她就有事外出 绝对跟着她妹妹跑了 臭不要脸 七九刚想瞌睡 就有人送上枕头 素宝站在悬崖边 看着底下的风呼呼吹 小五站在她肩膀上 说道 阿好大的风 阿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阿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 这并不是因为她想孤独 而是因为在她的周围 找不到她的同类 好久没出来了 小五很兴奋 嘴里誓词偏剧 出口成章 花心鬼无语 吵死了 早说过 不要带她来 懦弱鬼说道 小五跟惯了素宝 这段时间 素宝一直在外面 她在家已经开始郁闷了 鹦鹉是会得抑郁症的 不过花心鬼觉得 小五肯定不会 沐龟凡正帮素宝系安全绳 一边说道 这次我们走到交界处的地方 就先停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两气土 素宝点头 看着爸爸将安全绳 绑在她身上 反复确认 她伸手摸了摸爸爸的头 沐龟凡抬头 嗯 素宝伯的一声 给她额头来了个轻轻 爸爸辛苦了 沐龟凡的心 顿时软得一塌糊涂 不辛苦 她摸摸素宝的脑袋 她更辛苦 懦弱鬼说道 这次还去阴界吗 他们刚下去 都市王就知道了 肯定不能这样去冒险 素宝想了想 说道 要去 但先找到不惊动 都市王的办法 而且 她的场外支援有用 都市王知道 他们进入阴界 是因为 她是阳间的人到了阴界 规则有波动 如果能找到一个规则漏洞 偷偷钻进去 再瞧瞧寻找 虽然冒险 但为了师父父 她必须闯一闯 花心鬼叹气 最终还是要下去的 灯泡 不是 几大人又开始暗淡了 是魂魄太岁了吗 生魂花只顶了一周左右 时间比他们预想的要断 素宝小小叹气 嘀咕道 要是这次 能直接刨一片 生魂花来就好了 种在魂湖里 就像花心姐姐 种的彼岸花一样 种她个一片 无穷无尽 要多少有多少 懦弱鬼摸了摸她的脑袋 好 那我们就想办法刨她一片 姚灵月正重点头 刨她 一片 目归烦道 走吧 出发了 一行人朝悬崖底下而去 已经走过一次 这次熟练许多 小五一路唱歌 你happy 我不happy 有人欢笑 有人哭泣 花心鬼 闭嘴 小五 有一天我闲着没事 就让言和讲的笑话 那或张嘴 还没说话 自己开始笑 哈哈哈哈 花心鬼 刚被抓来的极度鬼 一脸猛逼 这是要去哪里 我虽然罪该万死 但也不能直接送去阴间吧 目归烦和素宝 花心鬼 懦弱鬼忽然顿住 姚灵月见素宝停下 也立刻停下 往前走了几步 又退回来的倒霉鬼 他们奇怪 怎么了 素宝盯着极度鬼 花心鬼 懦弱鬼也盯着他 就连那刮躁唱歌率的 发光的鸟 都不唱歌了 也盯着他 极度鬼后退一步 害怕道 你们 你们干嘛 目归烦眯眼 你知道 这里能通往阴间 极度鬼咳了一声 这不是 恶鬼都能感应到的吗 花心鬼盯着他 我们可感应不到 极度鬼 他转身就跑 但能跑到哪里去 素宝才一伸手 就把他抓了回来 按在地上 众鬼不怀好意地盯着他 懦弱鬼按了按手指 发出噼啪声 花心鬼扭了扭脖子 一副准备大揍一场的样子 倒霉鬼 嘿嘿 你跑啊 看你往哪跑 素宝笑眯眯地 蹲在一边看着他 嘿嘿嘿 你跑不掉的 乖乖交代 极度鬼 两年前我来过这里 极度鬼憋屈地说道 在这里逃出来的 恶鬼也不止人间有 鬼界更多 只不过被关在底下 一般出不来 在最早之前 还有逃出来的十四大恶鬼 不过 那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慕归凡抓到了问题重点 你逃出来 没被发现 他记得小乖宝说过 阴阳两界各有规则 限制阴界的鬼出来 鬼想要出来 只有中元节鬼门关 打开的时候 才能出来 极度鬼能出来 还不被发现碾杀 说明他找到了规则漏洞 并且 这个漏洞 还是在这入口的附近 则则 什么叫瞌睡就送枕头 这就是 七百九十极度骇人命 极度鬼剑瞒不住了 只好说道 是的 我没被发现 懦弱鬼立刻问道 你在哪里出来的 极度鬼嘟囔 就在这附近 素宝盯着极度鬼 掐了掐手指 你死的时候 到底几岁了 极度鬼看着像成年男子 大约三四十岁 但素宝感觉不太对 他对鬼有天然的感觉 一眼看去就觉得 他死的时候 应该是六七十岁左右 有点不太符合 之前没多想 鬼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吗 但哪个鬼闲得没事干 时时刻刻不断地 花费煞气装扮自己的容貌 极度鬼说了个谎 我死的时候四十岁 懦弱鬼皱眉 不对 素宝一说 他也感觉到了 嫁衣女鬼说道 奴家建议你 不要撒谎哦 阎王就在你面前 懦弱鬼吃笑 算你幸运 还有我们阎王大人亲自审判 叛逆鬼不耐烦 快说 磨磨叽叽 垃圾 极度鬼惊疑不定地看看目归烦 又看看素宝 再看看姚灵月 突然猛地看着素宝 不会吧 你 你就是今世那个 抓鬼很厉害 人称火炎王的小孩 素宝点头 嗯 我是今世的小孩 嫁衣鬼瞬间心如死灰 彻底泄了鬼满的心思 他垂头丧气地说道 我不是四十岁 我死的时候六十七了 素宝干脆盘腿坐在地上 抱着手臂问 叫什么 哪里人 为什么死 嫁衣鬼哭丧着脸 乖乖交代 我叫刘老头 家住在XXX 因为害死了邻居家的小孩 被邻居一郎头敲爆脑袋死的 原来嫁衣鬼生活在比较重男轻女的地区 他家几个儿子几个女儿 当然 女儿不当人 肯敲了一笔彩礼后 就嫁出去了 女儿的彩礼 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 没想到两个媳妇先后过门的五年后 连生的五个孩子都是孙女 没出一个孙子 生不出孙子的事 一直如鱼刺一般耿在嫁补鬼心里 每天他出去干活 仿佛都感受到别人嘲笑他的目光 素宝莫名 嘲笑什么 嫁补鬼道 嘲笑我没孙子 素宝 然后呢 嫁补鬼继续说道 然后我邻居的儿子就娶媳妇了 第一年就生了的大胖小子 大胖小子 不仅出生的时候 白白胖胖 喜欢笑 人见人爱 邻居每次都抱着小孩去村子里走走 嫁补鬼就觉得 邻居在炫耀似的 炫耀什么 哪天他孙子活不过百日 看他还笑得出来吗 嫁补鬼巴不得那小孩死掉算了 他没孙子邻居有 这让他很不平衡 但小孩不但活过了百日 家里隆重请了喜酒 很快又到了孩子两岁 三岁 这天嫁补鬼看到邻居小孩 自己在院子里玩 跑来跑去的 好不开心 但他不开心 邻居家的孙子都三岁了 他两个儿子都换了新媳妇 依旧生不出孙子 他越看就越希望小孩 掉到河里去 糊涂鬼呆了呆 你不会把人家扔到河里去了吧 嫁补鬼嘟呢 怎么说是扔呢 就推了一下 众鬼 素宝 嫁补鬼剑 隔壁邻居都在忙 趁着他们不注意 就牵着小孩去河边玩 他想的是 小孩自己贪玩没跑稳 自己掉下去的吗 谁知道小孩子玩了一会儿 都没有掉下去 他就伸脚踹了一下 小孩掉河里了 他立刻就转身回家 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后来邻居发现小孩不见了 到处找 在河里找到了被淹死的小孩 一开始他们不知道是我 以为是孩子自己 跑去玩掉下去的 但后来冷静下来觉得不对 河边和家里有一段距离 平时小孩也不会乱跑 怎么那天就突然自己去河边了呢 事情有蹊跷 邻居就去查 我那二媳妇 生不出男孩怨气大 竟说是 我们老刘家没中的问题 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一个媳妇天天跟老公吵 跟公公吵 那天他看到我带邻居小孩出去了 后面竟然跟邻居告发我 邻居知道后 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 一家子跟疯了似的按住他打 邻居老头 更是直接拿了一把锄头 把他脑袋敲爆 他就这样死了 死后不甘心 他觉得不是他的问题 是邻居的问题 生了孙子就该低调 否则 他也不会失去理智 是二媳妇的问题 见到他带邻居孙子出去 就该阻止他 就算不阻止 时候也不该告发 他就被执念困着 死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变成恶鬼 刚成恶鬼 就被抓到了阴间 又被十八层地狱 折磨了一年又一年 七百九十一 这就是可遇不可求 嫉妒鬼在地狱待了不知道多久 直到后面天大的幸运 才逃了出来 花心鬼骂 活该 素宝也骂 活该 嫉妒鬼心底不平衡 我是活该 但也不全是我的问题 谁让他们家生了孙子 天天在我面前炫耀 谁让我们老刘家那么倒霉 前后娶了四个媳妇 都生不出一个孙子 而且二媳妇告发他 就是故意的 他早就看到他 牵邻居家小孩走 他干嘛当时不阻止 还说什么 不知道他能做出 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事发后 他就直接跑了 绝对是心虚 我二媳妇 肯定是故意 让我把邻居小孩带走 不阻止 报复我 我那时候正心烦 是一时冲动 但凡我二媳妇拉着我 阻止我 我肯定就不会 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来 速保 众鬼无语了 自己做出这么 丧心病狂的事 不反思自己 还怪别人 你还是彻底 舍算球吧 倒霉鬼骂道 痴情鬼一个老人 也愤慨道 人家邻居 招你惹你了吗 也没报到你面前 人家就报到村子里走走 怎么就成了炫耀 极度鬼狡辩 本来就是炫耀 不然在家就得了 报到村子里 走这户走那户的干嘛 谁不知道他跟我是邻居 这么一走 别人肯定用 他家和我家对比 说我老刘家生不出孙子 众鬼无语 怒归凡也无语了 这都行 不想跟他说 人心一旦长得如此 很难再以良言相劝回头 再者 回头也没用了 一个好好的小孩 就因为他的嫉妒 生生被害死了 怒归凡道 所以说回重点 你是怎么从67岁 变成40岁的 很快他又补充一句 不要跟我说 鬼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 一般来说 人变成鬼后 就是自己死前的样子 可以不显示出死前惨状 但肯定是死前那个岁数 极少数鬼心愿达成 或者有极深的执念 他们的回忆停留在什么时候 他们死后 就变成什么时候的自己 但嫉妒鬼显然不是 嫉妒鬼本来想找个借口 现在看着目归凡 洞悉一切的眼神 彻底说不出来 我就是 在出来的时候 钻过一片地方 出来后 就变成这样了 真的 怕大家不信 嫉妒鬼又强调 那片地方很舒服 要不是我当时心急着要出来 都要停下来看看了 他做了个标记 只是这么多年了 他煞气不足 没办法踏进去 才会想着 稀释人的极度煞气 强大自己 肃宝和爸爸对视眼 落入鬼两眼露出金光 难道 这就是所谓的 两棲图可遇不可求 肃宝说得站起来 说道 走走 快走 你从哪里出来的 赶紧带我们去 极度鬼不放心地问 那我带你们去了 你们可以不弄我吗 他很担心自己被灭了 毕竟听阳间的鬼门中间的传闻 活颜望抓到鬼后 有的灭了 有的留着 极度鬼不想被灭 他看到花心鬼 他们都可以留下 他也想留下 他也不差到哪里 肃宝点头 到时候再说 极度鬼以为他答应了 松了一口气 他立刻带路 这边 肃宝这么厉害 肯定有办法带他进去 只要到了那个地方 他就找机会跑 阴间那么大 只要他在蛮荒之地游荡 避开阴差 那也能活得很滋润 肃宝他们跟着极度鬼 一路往下走 很快就走到了 上次木龟反走寸进不了的地方 会被龟泽碾杀的 肃宝把所有鬼都收进魂湖 姚灵月抱起肃宝 木龟反看到石头上那道刻痕 他立刻停下 紧紧抓住了肃宝的手 肃宝 等一下 他指着前面 越过这道刻痕 就是阴间了 肃宝摇头 不是呀爸爸 跨过这道刻痕后 还要走一段才到阴间 木龟反正住 皱眉 竟然没到阴间 他一直以为 跨过这里就是阴间 爸爸上次就走到这里 跟你失去了联系 他顿住 忽然说道 所以阴间和阳间只见有一段空白距离 应该属于灰色地带 两界香蕉之地 总会有灰色地带 阴阳土 也就是两棲土 会不会就在这个地方 两棲土或许真的不在阴间里 而是在这灰色地带里 木龟反推测 素宝反应过来后 顿时振奋不已 两棲土 两棲土 师父父有救了 792咬牙突破艰难前进 小孩最是不受约束 急上心头的时候 一心只想做到那个事情 素宝振奋不已 从姚灵月的怀里正脱下来 撒腿就往里面跑 木龟反 素宝 撒手没 姚灵月 等我 转瞬也没影了 素宝的声音隐约传来 爸爸 我会回来的 木龟反身边一个人影都没了 不要说人影 鬼影子都没有 他漠然看向 上次自己刻在石头上的印记 咬咬牙 抬脚前进一步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阻挡 像是有一层看不见的保鲜膜 阻拦住了他的脚步 木龟反发很用力 一只脚就是要踏进去 不 木龟反脚尖一松 那感觉就好像把这层保鲜膜给捅烂了 他心底一洗 沉下心 整个人朝前面顶 好像要推开一扇很沉重的门 又好像顶着层层包裹的保鲜膜 整个人都被无形的规则束缚 难以前进一步 但木龟反刚刚已经感受到 那层规则被他踏破了 他是不可能会放弃的 木龟反嘀吼一声 用尽全部力气 终于 身上一松 他感觉自己冲破了束缚 进来了 木龟反心底惊喜 但旋即又狐疑 这么容易 他立刻要追上束缚 然而这才迈步 就感觉又有一层保鲜膜拦住了他 这一次 这层保鲜膜的阻挡 不知道比刚刚厉害了多少 木龟反明白了 他就说 怎么可能会这么容易 从阳间到阴界 不知道有多少层这样的保鲜膜 阻拦生者前行的脚步 可他的小拐宝在里面啊 再难他也是要踏进去的 木龟反咬牙 已经寸进一层了 继续 就这样 木龟反用尽了力气 不知道走了多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起身上的T恤 已经被汗水浸湿 他的脸色也渐渐苍白 体力透支 通过了三层这样的保鲜膜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力气了 木龟反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自己刻的那个标记 就在自己一手臂距离之外 他在抬手看了看手表 已经过去了一天 也就是说 他花了一天 完全透支了体力 却只前行了大约一个手臂的距离 一百米的目标 原来这么难 木龟反忽了一口气 打算退出去 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再来尝试 这时候 洞口外忽然出现一个黑影 木龟反已经站在了灰土界中 看洞口外的阳间 有些模糊 那黑影似乎趴着 形状诡异 好像一头小小的野兽 之所以诡异 是因为这头小野兽的手脚都很细长 是他没见过的物种 是什么东西 木龟反心底暗惊 就在这时候 那小野兽猛地动了 一把如利刃般的 锋刃急射了进来 没错 就是锋刃 无形无影 就一道疯 偏偏像刀刃一样锋利 木龟反瞳孔一缩 猛地朝旁边一扑 这才闲闲避过 他本来就在灰土界里 寸步难行 不管是往前行 还是往左右两边 都有如保鲜膜一样的规则束缚着 等于被绑着任人攻击 木龟反背脊发寒 那小野兽又动了 似乎是看出他难以动作 十分干脆果断地朝他扑来 木龟反眼神一利 反手抽出一把短刃 抵在手腕间 近了 一米半米 那小野兽猛地朝他扑来 木龟反的手腕一转 短刃也刺了出去 他没有冒险 不敢直接把短刃制出 怕短刃也被龟子束缚 到时候 他就落于下风了 所以他一手拿着短刃 瞅准机会 另一手猛朝那只小野兽的脖子抓去 下一秒 思义然的锋刃停在木龟反脖子上 木龟反的短刃也停在了思义然眼睛前 彼此看清后 木龟反 这小兔崽子怎么在这 思义然 素宝的老爸 怎么在这 放开 思义然艰难说道 木龟反属然放开 掐在思义然脖子上的手 思义然这才掉了下来 跌坐在地上 你怎么在这 木龟反皱眉问道 思义然咳了一声 迅速站起来 神情又恢复成了以往那般的弹幕冷静 我在找东西 他解明恶药 似乎不愿意透露自己 在找什么 思义然并非如苏和文猜测的那样 是跟素宝来的 而是他本身都要来这里 全家搬到御底尊府后 他站在阳台 看瓦伦山看了好久 在当天就决定 要来瓦伦山看看了 来了瓦伦山 他凭借自己的本领 很快找到迷魂当 寻着踪迹来到悬崖 素宝的行程是保密的 除了苏家自己人 别人并不会知道 所以思义然并不知道 素宝来了这里 在洞口的时候 看到洞穴深处 有人在挣扎扭曲 跟鬼似的 他还凭直觉感觉到了 这鬼很危险 这才先发之人 一击杀尽 谁知道这鬼 竟然是木龟反 素宝也在里面 79级度 导航 鬼 思义然忽然感觉到 一种惊喜 就好像自己走了好久 忽然找到一个同伴了 人以为 他只是一个很厉害 很厉害的小道士 或许身份不简单 比如是什么 影视门派的关门弟子 哪个已故高人的 清传徒弟 但他既然能来到这里 说明他也是来这里 历练的 也是 历练的 思义然只猜到了 素宝是在历练 然而准确来说 素宝不是历练 是历劫 他现在迫不及待 想找到素宝 有很多话想问明白 然而木龟反 正用洞悉一切的目光 盯着他 思义然 叔叔好 叔叔再见 我先走了 思义然说完 立刻转身朝里面走去 一秒就不见了身影 木龟反 等等 没人回应他 小兔崽子 看他那双眼放光的样子 老父亲心底略过一丝丝不祥 等等 思义然竟然能进去 还这么轻松地进去了 木龟反心头一梗 突然感觉有一点点不爽 他深深地看了 入口深处一眼 毅然转身离开了 灰土剑 这里介于阳间和阴界之间 属于另一片灰色地带 这片灰色地带 没有素宝想象中那么小 反而广阔无垠 这里好像生活着不一样的东西 可惜继常不在 素宝没办法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真正踏进来后便知道 这里应该就是爸爸猜测的灰色地带了 我爸爸真聪明 素宝小脸骄傲 姚灵月点头 聪明 何止聪明 简直是鬼精 老花苏一辰的浅浅 下一步 我们要去哪里 素宝把花心鬼他们放出来 刚刚那一段路鬼鬼门都在魂湖里 嫉妒鬼被花心鬼 他们压着当导航 魂湖虽然被都市王劈开了一道裂口 但勉强还能用 素宝计划是救了师父父后 再慢慢寻找法宝 修补魂湖 说啊 下一步往哪里走 叛逆鬼看嫉妒鬼还在磨磨叽叽 眼底滴溜溜的光再转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 当即就是一巴掌削过去 嫉妒鬼心底暗闹 说道 这附近有一片长得很聪裕的森林 先找到那片森林 素宝一类声 这里会有森林吗 这里虽然还不到阴界 但也是地底下的世界 没有阳光 怎么会有森林呢 懦弱鬼沉思 这片灰色地带 可能不仅仅是一片灰蒙蒙的地带 或许是属于另外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世界 花心鬼点头 没错 就好像上次 我们被白头女鬼拖下去的 那个地底世界 也有很多树根 懦弱鬼接过话 简单来说 可以理解成一个小秘境 素宝听得更迷糊 小秘境 糊涂鬼说道 就是小秘境啊 咋说呢 它不算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倒霉鬼无语 说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说了 素宝却忽然顿悟了 我明白了 就好像红狐里的世界一样吗 只是比我们糊糊的肚子更大 就好像什么空间 素宝歪头 想到妈妈书家里的小说 他听了好多 什么穿越成农女 带着空间暴富了 什么带着空间半空百万物资了 空间里还有灵圈 种的萝卜能变成萝卜精 还能有小动物 老爷爷 小房子 反正空间里什么都能有 这个他懂 素宝脸上露出洞悉一切的表情 懦弱鬼不知道他小脑瓜里想的这些 宠溺道 没错 就是类似我们魂湖里面的空间 不过魂湖就只能装阴间的东西 秘境能装的东西更多一点 素宝煞有介事的点头 没错 什么都有 所以 两棋土在哪里 众鬼人齐刷刷看向极度鬼 阴间导航 极度鬼自认倒霉 森林应该这边方向 素宝他们立刻朝这个方向出发 极度鬼时不时瞥一眼素宝 还有围在他身边的各种鬼 心底很是不平衡 好歹以后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可他们却一点都不待见他 看不起他似的 都是鬼 谁比谁高贵呢 而且素宝这个老大 一点都不照顾他 他属于新来的手下 应该要多照顾他才对 极度鬼就在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中 带着素宝他们 找到了他说的那片森林 就是那里 远远有一片绿聪聪的树林 一眼望去看不到镜头 越往后越宽 渐渐的绿色和地平线交叠在一起 小五嘎了一声 比我还略 中鬼 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其实久想用胶带 把小五嘴巴封上 这片树林的确比小五还绿 虽然这里没有太阳 奇怪的是 树木却跟人间的树一样绿 素宝还记得自己 上次去找生魂花的那片槐树林 不管是树干树枝 都是黑色的 没有树叶 大家都很振奋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片树林 仿佛看到了希望 就是有一种感觉 两棲图指不定真的在这里面 走了许久 望山跑死马 落落鬼拖着素宝 滑行鬼举着摇灵月 嗖嗖地往前飞 鬼悲人 一夜走过千万里 终于到了这片树林面前 越靠近 众鬼和素宝就越心惊 等到了面前 他们抬头看着高耸不知己许的大树 都很震惊 素宝挖了一声 好高的树啊 好漂亮 这里的树枝繁叶茂 树枝延伸出去 层层叠叠交错在一起 随便一棵树的树干 至少都有三人核抱这么宽 苍境有力 树叶遮天蔽日 明明没有太阳 却长得郁郁葱葱 站在这里 素宝感觉自己 好像变成了小人国的小人 接下来往那边走 花心鬼看向极度鬼 极度鬼道 跟我走吧 我在前面带路 我坐有标记 就在这边素宝眼神一转 他突然拿出一条绳索 小五猛逼 呀呼 这不是老六的狗绳吗 花心鬼 老六不是玄灵吗 玄灵什么时候有狗绳了 不对 关注点歪了 素宝什么时候带了一根狗绳 只见他甩出绳子 绳子的另一头 绑在了极度鬼脚踝上 这样你就别想跑了 素宝抓着绳子另一头 花心鬼 懦弱鬼倒没鬼 嫁一女鬼 果然只有他们想不到 没有素宝拿不出来的 懦弱鬼接过绳子 温柔说道 给哥哥 哥哥帮你牵 素宝 好的 极度鬼 没人为他发声吗 他心底都快气死了 把他当成什么了 原来极度鬼误解 素宝那句话 以为他不杀他 就是把他收编在他手下 既然作为手下 那就不能厚此薄彼 凭什么其他鬼都很自由 却要像牵狗一样绑着他 欲 驾 花心鬼甚至做了个甩僵伤的动作 极度鬼 走啊 快带路 找不到你说的那个地方 把你杀了几天 这话不对 应该是把他杀了进那个无辜的小孩 极度鬼因为心底不平衡 极度 就把邻居家的小孩 带到河边淹死 花心鬼他们 才不会谅解他 接受他 不要说这么过分的动作 在这里小而不宜 限制了他们发挥 他还能有更多侮辱鬼的花样 都是恶鬼 鬼匠 又能善良到哪里去 极度鬼憋屈的带路 七转八转 郁郁葱葱的树林 遮住了这片小世界的天空 天空本来又是灰蒙蒙的 所以在树林底下穿行 跟在黑夜中穿行差不多 普通人在这里没办法看见 但素宝能看见 鬼鬼们能看见 就连姚灵月这个特殊的巫神后人 也能看得见 极度鬼计划 趁素宝看不见就逃跑的计划 又泡汤了 呱 不知道什么东西 忽然从树枝间呼啸过去 一道黑影 懦弱鬼眼底警惕 跟花心鬼左右 忽在素宝身边 素宝一了一声 什么东西 这里还会有生物吗 小五是个睁眼瞎 他虽然是一只特殊的鹦鹉 但还没完全蛻变 能站在这里 但不代表他的眼睛能看见 但他跟着嘎了一声 哈哈嘿 玄灵是你吗 玄灵 花心鬼真想拿个胶带 把小五的嘴巴呼个几圈 封住 但睁眼瞎 小五还在叽叽歪歪 以我被老六伏击这么多年的经验 对方绝对是一只猫 小五并非瞎说 这种搜一声过去的感觉有点熟悉 就好像玄灵在暗中伏击他的感觉 所以对方肯定也是一只猫 但大家都不信 这里怎么可能有猫呢 有其他诡诀的生物还能理解 猫是不可能 就在这时候 极度鬼找到了自己最后一个标记 795各种符都有 我那时逃跑的集 就做了两个标记 其他都是一眼记着的 没想到真的找到了 极度鬼惊喜 同时有点自得 就是这里 嫁衣女鬼茫然看着眼前 这一片树林树干 跟之前一路走过来的 也没有什么两样 慕家看 没什么不同呀 是不是你耍我们 极度鬼顿时大叫 冤枉 我已经很精心地带路了 这里就是我之前出来的地方 绝对没错 你看这里 我当时跑得快 虽然是随便滑的 但是这是我名字的简写 L 糊涂鬼一脸我不信 大家都盯着他 主要是担心 极度鬼使诈 他这一路几次想逃跑 他们都看出来了 又不是傻 极度鬼百口莫辩 好想吐血 他已经想明白了 逃可能是逃不了了 速宝这么厉害 打不过就加入 那他就勉为其难地 加入速宝的队伍 做他一名手下吧 他都已经这样退步了 可这些鬼一点都不领情 这让他很窝囊 好在速宝忽然说到 就是这里 他盯着眼前的树林 乍一看之下 好像跟他们来实录一样 但是 注意看 这棵树叫小美 阿呸 这棵树比较绿一点 速宝这几天 在学校门口等哥哥来接的时候 文卫叔叔老在刷视频 他嘴一溜 就把视频上台词说了出来 这些树的树干 比刚刚我们来时 路上的树干不一样 比较轻一点 树干上面的斑纹 也白一点点 花心鬼他们猛逼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你说的比较轻 又哪里轻 速宝双眸黑亮 充满了不一样的身材 小孩的世界 总是丰富多彩的 色彩的辨认度 也比大人更敏锐一些 速宝盯着树林看酒后 在他这片树林 的确更绿 更生机勃发 嘿 去吧 嫉妒鬼 速宝陡然抓起嫉妒鬼 把他扔了进去 嫉妒鬼 这一路进去 没有触发什么危险 懦弱鬼不放心 抓着绳子 右左右甩了几下 嫉妒鬼被甩得 咚咚乱撞 嗯 的确没有危险 懦弱鬼点头 可以进 两棲土 两棲土 我来了 速宝撒腿跑进去 嫉妒鬼 好的 他就是一个 没有鬼圈的工具鬼 速宝跑进去后 趴在地上 一寸一寸找 大舅妈 快帮忙啊 速宝头也不太地招呼 姚灵月也同款趴在地上 睁大着眼睛 再看了 再看了 一边看还一边 吸动鼻子 嗅嗅 如果有两棲土 他一定能发现的 一大一小 以及十几个鬼匠 恶鬼 厉鬼 小鬼 都趴在地上 地毯是搜索 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满脸猛逼 丑阿姨就满脸猛逼 确定这样能找到 小叮当也猛逼 对啊 万一我们要找的土 埋在很深的地底下呢 在阴脉里修复了许久 勉强把自己 粘起来的鬼王阿家 绝地三尺 统统挖了 一棵草也别留 总会找到 速宝饿了一声 的确是这个道理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怎么办 这样找也不是个办法 花形鬼抬头 的确 两棲土太悬了 万一长在树上呢 懦弱鬼道 不懂就翻书找答案呀 他翻开了那本 《鬼道之急》 查找两棲土的介绍 刚刚太急太兴奋了 一时间没想起来找特征 傻傻地直接找 速宝立刻凑一个脑袋过去 懦弱鬼顺势伸手 把他捞在怀里坐着 摇灵月也盘膝坐在一旁 其他鬼都围了上来 只有嫉妒鬼 被拴在一边 眼神闪烁 两棲土 能栖息阳间的洞植物 也能栖息阴间的鬼物 植物 形如泥巴 略微发红 红的红的 倒霉鬼立刻兴奋说道 速宝赶紧抬头看了一圈 周围哪里有红色的土 稍微红土低一点的都没有 还有什么特征 懦弱鬼继续说道 通常会有一株白花 绿色花瓣 粉色花蕊 擦 这是什么花 到底是白的 还是绿的 还是粉的 不过有了这么一朵花 这么特殊 也算个标记物了 大家重拾信心 整顿后再次站起来 再次寻找 嫉妒鬼说道 我知道 你们找的在哪里 速宝他们愣住 他知道 嫉妒鬼眼神微闪 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叛逆鬼暴躁的一巴掌过去 还敢跟我们谈条件 还谈不谈 谈不谈 每说一句话就一巴掌 啪啪啪 嫉妒鬼被打的鬼都猛逼了 操 他气得要死 速宝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 他飞出一道符 给他贴一个真话符就好了 早就看出来了 这个鬼鬼不老实 果然吧 还是有所隐瞒 嫉妒鬼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还会有真话符这种东西 符一贴上 他的嘴巴就不受控制了 不 我知道那朵花 嫉妒鬼想要捂住嘴 但依旧控制不住 其实我不知道 那朵花是要找的花 但是你们这么说 我就记得我上次跑出来的时候 见到过 嫉妒鬼说完 一脸生无可恋 他彻底垂头丧气 所有的倚仗都没有了 速宝 再贴个导航符吧 他刷刷刷 新画了一张符 贴在嫉妒鬼身上后 嫉妒鬼不受控制的带路 又是七拐八弯 终于找到了那朵奇异的花朵 嫉妒鬼 人妈了 这种符都有 七百九十六帅气丝毅然 这片树林通道的深处 某一棵大树的背后 一朵花正栖息在树干上 花朵很大 约有苏老夫人的平底锅那样大小 一眼看去是白色的花 但花瓣根部是嫩绿色的 慢慢渐变到花瓣尖尖的时候 就变成了白色 才给人第一印象 是白色花的感觉 花蕊是粉色的 充满了梦幻色彩 花心鬼惊叹 这就是 咦 什么花来着 落落鬼道 没有名字 这里没有阳光 但这朵花的另一半微微发亮 似乎处于阳光之下 素宝抬手 触碰了一下花朵 便感觉有阵阵清香扑边来 真神奇啊 如果不来这里 他都不知道 世上还会有这么神奇的植物 这朵花周围找找看 偏红色的泥土 众鬼振奋 再次地毯式搜索起来 然而这树花朵周围 却没有任何红色的泥土 实在这里灰蒙蒙一片 地上的土都被掉落后腐烂的树叶遮住 一眼看去都是黑的 素宝指着树上 不用早了 应该是这个 树上有一坨很不起眼的泥巴 仔细看像是不小心被人甩上去似的 刚刚谁说在树上的 还真的是 我来拿 懦弱鬼第一个上去 他担心两棲土周围会有什么危险 还时刻警惕 然而 他说都碰到两棲土了 依旧风平浪静 这不科学啊 懦弱鬼自语 然而下一秒 他忽然感觉精神一阵 从指尖传来纯净的力量 两棲土 一触之下 竟然自动传到他身上了 懦弱鬼触电一般收回手 素宝紧张问道 潘哥哥 怎么了 懦弱鬼摇头 鬼不能碰 要是碰到 两棲土的力量就自动传过来了 素宝道 我来 姚灵月立刻扛起素宝 把他举高高过头顶 然后靠近树上那块泥土 素宝伸手去够 姚灵月凝神注目地看着素宝 他的脸渐渐凑近那朵分不清 是白氏绿氏粉的花 他都没发现 素宝一抬手 终于抓住了两棲土 一刹那剑 一股看不见的红光猛地冲进素宝手心里 素宝只觉得身体里一下子充满了力量 仿佛他现在不借助任何东西 就能徒手先飞一头牛 他瞪大眼睛 糟糕 两棲土的力量果然主动过来了 可这是给师父付的 要是被他吃了 到时候还能不能吐出来给师父付 素宝急了 猛地收回手后 下意识拿出师父付的魂灯 闪电一般拔开盖子 拨一声把瓶口扣在了两棲土上面 浑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亮起来 花心鬼 他们都围在一边 见状兴奋到 亮了亮了 纪大人亮了 儒家从未见过纪大人如此之亮 好耀眼的光 也不知道能不能一举成功 把纪大人的魂魄凝聚在一起 大家都紧张地看着浑灯 浑灯亮的他们都看不清楚里面了 懦弱鬼遮住素宝眼睛 以防光太亮 闪到他的眼 光芒还在继续 就好像突然给一个灯泡接通了电源 这灯泡一直亮着 好像没有熄灭的意思 姚灵月举着素宝 素宝举着灯泡 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 要不我来拿吧 花心鬼想接过灯泡 素宝拒绝了 不要 他要亲手把师父付救活 然而就在这时候 意外陡发 一道黑色的影子 如闪电一般瞬间而至 五道利爪猛地一滑 利爪如森寒发光的利刃 朝素宝身上袭来 素宝瞳孔一缩 那黑影速度太快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利爪已经伸到他面前 不知道怎么回事 重鬼都触碰不到那黑影 懦弱鬼和花心鬼 虽然第一时间扑了过去 但黑影从他们身上穿过 他们的攻击 却一点都落不到黑影身上 素宝还按着瓶子 根本不能松手 姚灵月飞起一脚 但那东西从上面扑过来的 他举着素宝 够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道黑影瞬间而至 啪的一声 刚开始扑过来的黑影 被一脚踹飞了出去 思亦然一个帅气落地 挡在素宝面前 将他保护在身后 七百九十七 阎王的手下地狱使者 素宝瞪大眼睛 哇 是哪个英雄好汉 在定睛一看 素宝更加震惊了 毅然哥哥 等等 毅然哥哥怎么会在这里 他怎么来的 那爸爸 素宝立刻转头寻找 却没有爸爸的影子 他茫然地看着思亦然 软乎乎的小手 依旧按着瓶子 姚灵月依旧举着素宝 大家都是一脸猛逼 花心鬼悄悄说道 思亦然是怎么来的 懦弱鬼警惕地看着周围 不知道 等会再说 高大的树枝顶端 传来沙沙沙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上面游走 思亦然从脚踝上 绑着的刀鞘里 抽出一把短刃 双眼凌利 沙沙沙的声音 越来越多了 思亦然道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素宝看向自己手里 按着的瓶子 急道 可是师父腹还没好 两棲土不能直接带走 这是最令人头疼的地方 怎料思亦然说道 把树皮削下来 一起带走 嫁衣女鬼愣了一下 对哦 还可以这样 懦弱鬼 他们也自愧不如 小孩的想法 果然简单直接 不过只削一层树皮够吗 他一边盯着树顶 一边说道 万一两棲土扎根比较深 却见素宝向士 突然做好决定了一般 他猛地拉过阿家 说道 阿家 拜托你按着哦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按着瓶子 不要放手 阿家 啊 哦 他盯着瓶子 死死地按着 大舅妈 我下来了哦 素宝下来后 第一时间到了树脚下 张开手抱住大树 树很大 比高压电塔还大 素宝看着 不像抱着大树 反而像一只小狗狗一样 贴在上面 懦弱鬼茫然道 呃 宝贝 你要干嘛 素宝使出吃奶的劲 咬牙蹦出一句 削树皮 大树多痛 还要往里削 割下一大半 大树太可怜了 重鬼 所以 只听华的一声 树枝猛烈摇动起来 素宝倒拔大树 明明那么小的一只 却把整棵大树 连根带泥地拔了起来 然后低吼 浑糊糊 快点 浑糊陡然变得比大树还大 素宝一甩手 把大树连根带土 甚至树上的花 树顶哗啦啦乱跑的东西 一并扔进了浑糊里 一片烟尘过后 原地留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大坑 重鬼 斯亦然 突然被甩进浑糊里的寄肠 就连暗中的东西 似乎也愣住了 一时间周围寂静无声 素宝一把举起斯亦然 大叫一声 快跑 被举在头顶上的斯亦然 彻底傻了 手脚都不敢动 猛逼地 被素宝举着嗖一声 穿过这片树林 走过这片灰茫茫地带 一直跑一直跑 跑出了灰土界 他没看见的是 被他拔掉的那棵大树的大坑后面 一群黑猫跳到了地上 一个个脑门上都是问号 一只黑猫 被另一只高大威猛的黑猫踩在脚下 不服气地挣扎着 黑猫眼神冰寒威严 浑身戒备 猫 苏和文暗自呸了一声 谁跟他是小伙伴 大哥苏和文板着脸 带素宝快步走 素宝 哎 怎么了 这里怎么会有猫 不过那些猫 似乎没有在攻击他们的意思 素宝跑啊跑 忽然咚的一声 冲出了一个洞口 来不及止住脚步 他就这样冲出了悬崖 好在悬崖不高 就一个小断崖 小断崖传来了哗啦啦的声音 扑通 素宝和斯亦然都掉进了水里 素宝 斯亦然迅速反过来抓住素宝 把他拖上岸 素宝坐在潭水边 大口大口喘着气 还好跑掉了 我们抢了别人一棵树 他们不会追杀我们吧 素宝现在担心的 就是那个黑影会追杀他 斯亦然摇头 不会 那是一群黑猫 他把刚刚看到的简单 说了一下 要是追杀的话 早就追上来了 可他们却只是在原地看着 尤其是那只首领的黑猫 更令人琢磨不透 素宝惊讶到 真的是猫 小五正在猛摔水 立杆羽毛 就说吧 就说吧 是猫 哼哼 他的感觉才没有错 斯亦然点头 回答素宝 是猫 懦弱鬼说道 黑猫又被称为玄猫 是地狱的使者 能通灵通幽 那些黑猫 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通灵猫 他们听命于阎王 说到这里 懦弱鬼一顿 看向素宝 素宝惊讶 不能吧 刚刚那黑猫还攻击他呢 潘哥哥 你怎么知道的 懦弱鬼拿着鬼道之极 翻开了其中一页 这里写有 素宝刚刚拔了一棵树 整棵树丢进魂湖的时候 他彻底看清楚了树的样子 总觉得有点熟悉 之前翻书的时候翻过去过 所以他就重新找了一下 的确找到了这棵树的记载 这棵树叫通幽树 是通灵猫一族的神树 传闻长在灰土界中 神树周围有衍生的幽幻树 是幽幻树中最高的一棵树 也就是说 他们刚刚进去的那片树林 是幽幻树树林 整片树林的中间 就是通幽树 他们不仅闯进了幽灵猫一族的地界 还把人家的神树给扛跑了 素宝 79我跟素宝一样 素宝觉得自己还是要多读书 他凑到懦弱鬼跟前 认真地跟着他看 通灵猫又是什么 是属于阳间的 还是阴间的 懦弱鬼指着这一页 回答道 他们不属于阳间 也不属于阴间 是游走在阴间和阴间之间的使者 传闻 每当7月15鬼门开的时候 有些鬼魂不愿意再回阴间 很多鬼逃逸 还有天下不太平 战争延绵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死魂 躲避鬼差抓捕 每当这种时候 鬼差就明显不够用 为了维护阳间安稳 阴望点拨了一群黑猫 用以帮助鬼差 把游荡在人间的鬼魂抓回来 所以 黑猫本是阳间的猫 不过得到阴望点化 也变成了半个鬼差 被称为地狱使者 自古以来 猫就比较有传奇色彩 尤其是黑猫 什么黑猫走过尸体诈尸之类的传说 也不少见 在漫长的繁衍中 通灵猫一族不断壮大 族群也丰富了 不只有黑猫 还有各色品种 只是黑猫依旧是玄猫中的王 通灵整个灰土界 懦弱鬼说到这里 又指着一行字 灰土界就是我们刚刚穿过的地方 介于阴界和阳间之间 是一片规则以外的灰色地带 功德圆满 修炼有成的幽灵猫 甚至能幻化出人形 入人道 不再属于畜生道 所以 幽灵猫们也不会甘愿平庸 都会努力地维持人间安稳 阎望 让幽灵猫镇守在这片灰色地带 也有守住规则漏洞的意思 所以 通灵猫也是灰土界的守护者 极少有鬼魂或者活人 能从这片地带中穿过 去往阳间或阴界 素宝感叹 哇 我真厉害 这都能想到 还养了一群猫猫啊 思亦然以为他的意思是 能从灰土界守护者眼皮底下离开 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意思 他沉音片刻 说道 回去的时候 我们还是找其他出去的路好点 不管怎么说 幽灵猫都是规则的守护者 怎么可能容忍人类在他们的地盘上 大摇大摆地穿过 素宝却很高兴 不回去 我们还是从他们地盘穿过去 还要经常穿过来穿过去 以后这条路 就是他的了 思亦然 懦弱鬼站起来 说道 我们走吧 看样子 应该没有惊动都市王 我们必须快一点回去 素宝摇头 既然没有惊动大坏蛋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快回去 他太弱了 每次都是被都市王追杀 他要变强 下一次到他追杀都市王 我要去历练 素宝挥舞小拳头 一脸坚毅 我要变成最强的宝 小家伙汹汹的 还带着婴儿肥的小脸蛋 似乎都发光了 双眼亮晶晶 花心鬼被萌到了 连连点头 对对 我们要做最厉害的宝 素宝 出发 等等 怎么修炼来着 妈妈的小说书架上 有很多休闲小说 等回去后 他要再恶补一顿才行 对了亦然哥哥 你是怎么进来的 素宝好奇地问道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思义然沉默了一下 他果然知道 回答道 这里是阴界 素宝顿住脚步 困惑不已 那你怎么会来这里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一脸紧张 赶紧伸出手捏了捏思义然的脸 又扯了扯他耳朵 亦然哥哥 你 你不会死了吧 素宝心惊又紧张 捏了思义然的脸还不行 还捞起他的手 这里拍拍 那里拍拍 又把思义然的手 贴在自己脸上 还好还好 还有温度 没凉透 思义然抿唇站着 任凭素宝 把他的脸捏包子似的捏来捏去 又在他身上悄悄打打 然后就听他松了一口气 还好 没凉透 亦然哥哥 你赶紧回去 懦弱鬼撇撇嘴 说道 素宝 他不是鬼魂 他是人参 素宝点头 我知道呀 但阴界是不允许活人下来的 还是早点回去好 万一再待久一点 就凉了呢 思义然 他才不会凉 我是自己下来的 思义然默然说道 我也想变强大 这话素宝听不明白了 就连智商在线的懦弱鬼 和花心鬼都不明白 老美鬼上上下下打量思义然 一脸莫名其妙 你想变强大 就去你老爹部队里训练 来这里做什么 嫁衣女鬼也哄道 就是就是 小朋友 这里可不是训练的地方哦 我家带你上去吧 这小男孩实在长得太好看了 嫁衣女鬼不由地生出保护的心理 思义然摇头 我就是要来这里 顿了一下 他又说道 我跟素宝一样 这话可不得了 众鬼都瞪大眼睛了 799特意强调 素宝也茫然 跟我一样 你是什么王 懦弱鬼脑海里 飞快掠过十殿阎王的称号 变成王 泰山王 还是什么王 以前也没听其他人说过 还有哪殿阎王 也道人间历劫的呀 花心鬼只觉得满脑子问号 干脆指着素宝说道 我们素宝是阎王 你也是吗 你是几代的阎王 思义然 不是 素宝是阎王 他张了张嘴 莫然说道 我什么王也不是 十殿阎王他也知道 阎界的东西 他都了解过 但他不是阎界的阎王 思义然摇头 我没有身份 我就是一个历练的 众鬼和素宝 大眼瞪小眼 姚灵月指着自己 你 巫神后人 思义然摇头 他跟姚灵月也不一样 巫神有后人 他也不是 他只知道自己在追寻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他却说不起来 只知道要变强大 素宝茫然 百思不得其解 要是师父负载就好了 还可以查一下 毅然哥哥的命数 生死不 可惜师父负现在还没醒 想到这里 素宝赶紧打开魂壶看了一眼 大树勤在了魂壶中间 一眼看去 竟然隐约占据魂壶的中心 魂壶这方世界 他就占了一半 阿家还贴在树上 可怜巴巴地按着瓶子 师父负的魂灯还在亮 闪瞎眼睛 师父负还没好啊 素宝有些失望 他还以为 这次能见到师父负了呢 阿家问道 可以换个鬼来吗 他一个鬼王 就挂在树上按瓶子 也太无聊了 阿家本身就是一个小孩 更挂不住 觉得无聊死了 花心鬼道 那大家就轮流吧 丑阿姨和小叮当实力不够 按不住魂灯 最后 是鬼匠和恶鬼轮流上阵 素宝也踏上了修炼的路 素宝一边走 一边想着事情 这次下来的地方 和上次下来的地方不一样 上次那片地方 叫月牙河谷 周围光秃秃的 跟沙漠戈壁似的 什么都没有 但这里 却生机勃勃 有瀑布 有树林 有沼泽 跟杨坚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瀑布 水颜色很深 一眼看去很冷的样子 树木的颜色 也不是翠绿色 各种颜色都有 竟然还有点梦幻 素宝想要变强 他刚刚翻书的时候 看到了 可以找一点提升实力的东西 其中最好提升实力的 竟然还是生魂花 生魂花不仅可以凝聚神魂 作为一个活人 吃了它之后 也可以让自己的神魂变得强大 在阴界这个地方 谁的神魂强大 就先拥有了硬实力 当然 神魂强大只是最基础的 就好像爸爸训练 体魄强健兼人是最基础的 后续还要学习格斗 战斗 用枪等等 不管是阳间还是阴界 体格都是最基本 在阴界身体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就是神魂 素宝决定 修炼先从基础开始 打好基础 练出最强健的魂魄 哪怕被都市王义长打到 都不会被拍碎的魂魄 到时候 他就有生存的基本 这里真的是阴界 花心鬼迟疑 阴界有这种风格 落落鬼感受了一下 说道 应该是吧 阴气很浓郁 没有一丝阳间的气息 我们现在去哪里 倒霉鬼问道 一般下来都是去地府 真的出了这片蛮荒之地 反而不知道要做什么 素宝说道 我们去找生魂花 落落鬼点头 嗯 不管怎么说 先找生魂花 这东西 不管对祭祥大人还是我们 甚至素宝 都有很大的用处 路上也可以顺便寻找 像阴脉这样的东西 把阴脉修炼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现在晋级成鬼匠 阴脉对现在的他们来说 不太有用了 要找更高级的东西 素宝原本准备走的 然后发现 自己身上的衣服 很快就干了 刚刚明明还掉进潭水里 湿漉漉的 他疑惑地看了看 再看看斯亦然 亦然哥哥 你衣服也不湿了 斯亦然正在考虑着 怎么问素宝一些事情 听他这么说 也反应过来 嗯 两个小萝卜头立刻转头 盯着那潭水 斯亦然眼神微眯 这潭水不简单 素宝抓了抓拳头 是的 感觉身体变强壮了 斯亦然强调 身上的伤口也愈合了 素宝果然愣了下 问道 亦然哥哥 你受伤了 重鬼 倒也不必特意强调 灵灵我就装一盆 斯亦然点头 来的时候 他抓了一只会飞的异兽 那异兽不肯被驯服 他是被异兽一路挂着过来 撑不住 才趁着异兽飞略身灵的时候 跳下来 没想到正好追上素宝 这运气 也是没谁 所以他原本身上有些伤 被他隐秘的遮盖住 现在感受到这些伤都奇异的好了 素宝第一反应是 问他受伤了吗 让斯亦然心情有点好 他点了点头 莫名耍酷 没事 一点小伤 看素宝关心 又补充一句 被潭水泡了一下 完全好了 素宝这才放心 双眼发光的看着潭水 好东西啊 好东西 当然不能错过 走 亦然哥哥 我们再去泡一下 爸爸说了 有便宜不占白不占 占了不白占 所以赶紧占便宜 素宝拉着斯亦然 到了潭水边兴奋的一跃 斯亦然微微变色 然而却也没放开素宝的手 两人就这样扑通一声跳下去了 素宝刚跳下来 就立刻往下沉了 张开嘴 咕咚咕咚咕咚 斯亦然心底一慌 以为素宝溺水 这都冠上了 他正要反过来 将他拉到潜水区 却见他像一只欢快的小鱒似的 猛地从潭水里冒出头来 开心道 呦猴 好好喝 斯亦然 片刻他才艰难地问道 你会游泳 素宝没发现什么不对 会啊 以前爸爸教过他 把他直接往湖里扔 早就学会了 斯亦然 那你刚刚 刚刚还是他 把他拖上岸的呢 素宝眨眨眼 奇怪问道 刚刚突然冲出来 太突然了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怎么了吗 这有什么不对 素宝一脸困惑 斯亦然一时无言 这都行 掉下水潭没反应过来 怎么有点 嗯 蠢蠢的 看素宝和斯亦然都跳下潭水了 鬼鬼们犹豫了一下 也跟着纷纷下水 但是泡了半天 好像什么用也没有啊 倒霉鬼道 对我们没用 难道只对人有用 懦弱鬼闭着眼睛 坐在一块光滑石头上 半身泡着 一边说道 有点用 用处不大 因为我们没有身体 花心鬼也点头赞成 这潭水 好像是凝练肉身的 可以让肉身变得强壮 身上受的伤也能治愈 但对魂体的用处不大 所以 素宝和斯亦然可以多泡点 素宝的确感觉到了不一样 他感觉冰寒的潭水 滋滋地往皮肤里钻 明明应该很冷 但身体感觉不到冷 反而很舒服 既肠不在 素宝根本不知道怎么修炼 他就凭着自己的感觉 怎么舒坦怎么来 不一会 头上冒出阵阵白气 就好像蒸馒头似的 丝一然见状 也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水泡到了脖子一下 潭水便安静下来 懦弱鬼他们早已上岸了 在周围警惕地守护着 糊涂鬼看着纷纷落下的花瓣 还是没能弄明白 这里到底是不是阴界呢 要是阴界的话 怎么会有一坛 专门修炼肉身的潭水 一点都不可学 花心鬼说道 是阴界 不太一样的阴界 这片潭水有点特殊 好像特意被人隔开来的 说到这里 他自己都顿住 跟懦弱鬼面面相去 他们不会 又闯入别人的地盘里面了吧 看来得早点离开 懦弱鬼低声说道 此地太逆天 不宜久留 明明是阴界 却拥有斑斓的色彩 明亮的环境 说不定是哪个大佬的后花园 糊涂鬼茫然 怎么就不宜久留了 逆天的地方还不好啊 应该多久留有点才对 宝媒鬼吃笑 要不你怎么叫糊涂鬼呢 跟你没法说 糊涂鬼 怎天 他说的也没错啊 众鬼守了很久 终于听哗啦的一声 素宝站起来了 大瞪 素宝大喊 看我的肌肉 他仿佛收获了新发现 兴奋地露出自己的小手臂 做了个健美的动作 小胳膊上微微凸起 颇有点攻二头肌的样子 臂 两只爪子站在水里的小五 哇 金刚八笔 重鬼 斯亦然也起来了 水从他身上哗啦啦往下滴落 他说道 我们先离开 他感觉身体强度得到了一个恐怖提升 此刻要是出去了 跟苏和文打起来 斯亦然觉得自己一个拳头 就能把苏和文砸得脸凹一半 但对他来说 好像就到此为止了 这潭水 对他来说 有种免疫力 忽然 斯亦然像是看到什么 眼神微凝 盯着潭水伸出的一块石头 石头上面刻着一个字 斯亦然 素宝也有变强感觉 就感觉身体充满了力气 追着爸爸的越野车 跑都没问题 而且以前身上受过的伤 连一丝丝疤痕都没有了 这么厉害的潭水 真要走了 素宝忽然感觉很舍不得 好浪费啊 不行 高低得端一盆回去 他不贪心 一盆就好 素宝拔开魂壶嘴 盖子 然后就开始往魂壶里面灌 魂壶 斯亦然 林妖他不会介意 魂壶如果能说话 一定会说 我虽然是个胡萝 但我肚子里不装水啊 不过别看魂壶小 要真装起来 别说这一潭水 远处的瀑布都不够他装 素宝嘴里还嘀嘀咕咕 就拿一盆 就一盆哈 真的 就一盆 呀呀呀呀 赶紧装赶紧装 重鬼嘴角一抽 宝贝 你是对一盆有什么误件 魂壶抖了抖 一个成熟的魂壶 要学会自己挖坑 魂壶空间里 一个天然的潭水 挖坑自动形成 引进来的潭水 全都倒进了这个坑里 很快就装满了 素宝能感觉到 这才恋恋不舍地 把魂壶收好 盖上盖子 这时候 忽然看见思亦然张着嘴 在看他 鬼鬼们 也是一脸见鬼了的表情 在看他 素宝心虚道 怎么了 懦弱鬼好笑 嗯 没什么 就是潭水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缩水了 思亦然原本站在潭水里 水淹到他脖子的地方 现在 潭水神奇的退潮 他脚底下都踩不到水了 素宝装糊涂 嗯 对啊 怎么就缩水了呢 我就装了一点点 你看魂壶这么小 越说声音越小 思亦然 嗯 对 装吧 搬空都没事 素宝心虚 上岸赶紧跑 走走 我们去找生魂花 刨一片带回去 师傅夫现在还在发亮 不知道什么时候灭 灭了不知道成没成形 要是成行了 还虚不虚弱 所以 他要先给师傅夫 准备好一大片生魂花 趁着这次来都市王没察觉 抓住机会 有什么东西可以薅的 赶紧薅秃 把阴阶的地皮都跑回去 思亦然看着做贼心虚 又贪又耸的素宝 不自觉笑出声来 好可爱啊 思亦然跟上 抓住他的手 一溜烟就跑 走走 快跑 有人追来了 素宝顿时一脸紧张 无紧自己的魂壶 思亦然终于没忍住 哈哈笑出声 伴随着两个小孩清脆的笑声 潭水边很快清静下来 再没有一点声音 潭水远处的一棵大树上面 一个小黑猫大惊失色 殿下 您的潭水被他打包偷走了 喵 微风凛凛的黑猫蹲坐在树上 冷冷说道 本王看到了 他嘴角暗暗抽搐 这叫一盆 直接灌走了一半的潭水 这个黑心的家伙 不过算了 反正也不是他的 是另外一个家伙的 星号星号 素宝从悬崖底爬上来后 仿佛跨过了冬季和春季 身后是生机勃勃的崖底 花瓣飘扬 眼前却是一片灰暗 树枝草丛 都带着一层灰暗的色彩 懦弱鬼说道 果然 崖底的潭水 应该是哪个大佬的后花园 花心鬼点头 那瀑布 应该能很快 把潭水充满吧 希望那个大佬 不会发现潭水被偷 而呸 被装了一盆 素宝越发心虚 别人的后花园 呃 刚刚根本没想过这个 素宝顿时有些懊恼 那地方很漂亮 看着跟阴界的风格就不一样 他应该早就想到 这是别人特意开发出来的地方 这样的话 他直接装走别人的潭水 肯定就不对了 泡了人家的潭水 还打包 要不还回去算了 爸爸说 无主的便宜可占 有主的便宜不能占 那是别人的东西 虽然他很想带回去给爸爸泡一下 爸爸身上也有遗留下来的暗伤 素宝想让爸爸健健康康的 还有外婆 大舅舅 嗯 留一个浴缸那么多就行 素宝一脸纠结 可怜巴巴的 这感觉就好像捡了一笔巨款 然后要把钱还回去 虽然知道是应该的 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心痛 司翼然问道 怎么了 素宝咬唇 小声说道 我们把人家的潭水装走了那么多 这根偷东西没区别 翼然哥哥你等等我 我现在还回去 说完立刻转身往后跑 谁知道司翼然忽然抓住他 说道 没关系的 那人不会在意 拿走就拿走了 拿走一小半也 要是他想 整个潭水都是他的 素宝 啊 翼然哥哥怎么会知道 人家不在意 他疑惑不已 翼然哥哥 你又不是潭水的主人 怎么知道别人不在意 司翼然顿了一下 颇有些固执地说道 我说他不在意 他就是不在意 素宝 他就这样被司翼然拉走了 素宝 中鬼 极度鬼缩在一边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但心里极度作怪 还是没忍住说道 不还就不还呗 蛮荒之地的所有东西 本来就是无主的 谁有本事谁拿 到手了 哪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 这里不是人间 也不是阴曹地府 这里没有律法 规则束缚 是真正的丛林法则 柔弱强势 谁厉害谁就生存 抢东西 都是常有的事 潭水虽然对鬼没用 但极度鬼 恨不得都是自己的菜好 极度鬼一开口 花心鬼就疑了一声 你还在啊 哎 忘记过河拆桥了 糊涂鬼点头 就是就是 墨碎浇花吧 痴情鬼道 喂浑糊吃 刚吞了半的潭水的浑糊 格 极度鬼 不是 什么意思 他睁大眼睛 不是说我带路了 就不会灭掉我吗 素宝认真的看着他 说道 极度鬼 极度鬼 以为他要给他说句公道话 却听他说道 对不起哈 谢谢带路 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 小五嘎嘎嘎 宝 你应该说下辈子注意 极度鬼 下一瞬 极度鬼就被灭掉了 化成一道黑色煞气 被浑糊一张嘴吸收 虽然饱了 但不妨碍 吃点饭后零食 吞了极度鬼后 浑糊身上那道裂口 稍稍愈合了一些 不过十分有限 愈合的宽度 比蚂蚁的腿毛还细小 花心鬼摇摇头 懦弱鬼牵起素宝的手 都学乖了 一时间先去找九头鬼车 月牙河谷的确比较偏僻 只有一些普通的鬼虫鬼兽 这次出来的这个地方 却感觉热闹很多 素宝和思义然 鬼鬼们刚走几步 就感觉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灵耳袍一片带回去 思义然压住手腕上的暗器 就在这时候 一个黑影快如闪电地 朝他们扑来 思义然一甩手 手腕上的暗器 顿时凌厉无比地飞射出去 小心 躲在我身后 不要动 思义然双眼警惕地看向周围 一个大意 他们走到了九头鬼车的休息地里 九头鬼车 一种古老的神话故事里的鬼兽 九头一身 不仅爪子锋利 翅膀也很有力气 要是被他们抓住 飞到半空 那就糟糕了 这时候却听哐哐哐几声 思义然回头 顿时愕然 只见素宝拿着一个平底锅 对着一只九头鬼车的脑袋 哐哐哐一通乱砸 啊打打打 素宝拿着平底锅 一顿乱揍 还想偷袭我们 山谷里传来一片美妙的回声 思义然 素宝拿着平底锅 一头砸一个 要是普通平底锅 估计都要凹了 但素宝牌平底锅坚硬无比 小五害怕地躲在素宝脖子里 脑瓜子藏在素宝的头发底下 见状 鸟杖人士 渐渐地大叫 鸟之大 一锅顿不下 需要两个烧烤架 一个多糖 一个微辣 被打得窝火的九头鬼车 尼玛就离谱 做梦都想不到 他们有朝一日 是被锅打趴下的 哪怕他来点什么招式都好啊 太侮辱鸟了 花心鬼看着战斗力爆棚 直接升杂的素宝 猛逼一瞬 这里也没有槐树林啊 怎么那么多九头鬼车 懦弱鬼看了看四周 答 九头鬼车向外觅食的时候 经常会成群结队 通常两两位一队 休息的时候 则是一窝聚集 他眼里蹦射出金光 并且 这么多鬼车 要么不是来自同一片槐树林 要么就是 那片槐树林很大 十分庞大 不管是哪种情况 有槐树林的地方 就会有银骨 有生魂花 这一次 刨一片生魂花 带回去的小目标 不是梦 素宝也很兴奋 九头鬼车 等于槐树林 等于生魂花 每揍一只九头鬼车 仿佛就摘到一朵生魂花 小五什么忙都帮不上 就会数数 一二三五八 哐哐哐哐哐 哐哐声不绝于耳 配着素宝数数的声音 整整十三只九头鬼车 素宝 哇 发财了 愣在原地 没有的思义然一脸茫然 九头鬼车 发财 他是错过什么了 一群九头鬼车 原以为自己有一顿饱腹了 没想到却是这个小孩 单方面碾压 根本打不过 人家拿着一个平底锅 不要说他们吃他了 反而他双眼放光 一副 要把他们炖了的模样 惹不起惹不起 九头鬼车彻底放弃抵抗 纷纷飞起 如一片惊弓之鸟 哗啦哗啦 一边尖叫着 朝同一个方向飞去 素宝反手 把平底锅挂在屁股后面 撒开脚丫子追上去 一然哥哥 快快快 大舅妈 追追追 姚灵月 有吼有吼 一大一小那架势 撒开脚丫子 跑在蛮荒之地上 简直跟人员泰山有的一拼 要是给他们俩一根绳索 非得荡起来不可 众鬼 词一然 词一然 被素宝拉着 被动地跟着跑 太慢了 素宝着急 欺负他不会飞啊 但是他有鬼鬼 潘哥哥 素宝一跳 趴在懦弱鬼后背 懦弱鬼 依旧是一脸宠蜜 说道 抓紧了哦 哥哥要起飞了 嫁衣女鬼和花心鬼掐起来 奴家背小帅哥 嫁衣你什么心思 还是人吗 人家还是个孩子 所以还是让我来 花心姐姐 你还是背大舅妈吧 奴家没有你厉害 背不起这么大的人呢 糊涂鬼倒霉鬼和其他鬼 就离谱 痴情鬼摇头 直接背起思义然 温声说道 小家伙 抓紧了 话落人就不见了 思义然的残影 仿佛还遗留在原地 花心鬼和嫁衣女鬼 被截胡了 梁鬼气急败坏追上去 放下他 让我奴家来 倒霉鬼无语 打算背起剩下的 正跟在素宝后面 狂奔的姚灵月 哪知道姚灵月看到是他 跑得更快了 倒霉鬼 最后还是叛逆鬼看不下去 不耐烦的嘀嘀咕咕 背起姚灵月跑的 很快就找到了怀树林 因为见过 所以这一次一眼看到 远远就能认出来 哇 这片怀树林 竟然这么大 比灰土界里 那片幽幻树林 不遑多让 甚至可能还要宽广一些 毕竟是阴界 阴界本来就广袤无垠 这一大片怀树林 放在整个蛮荒之地里 或许只跟一块苔藓差不多 素宝进入怀树林后 根据上次的经验 很快就找到第一个银骨 眼前的银骨 应该是比较靠近 树林外边缘的缘故 比较小 里面的生魂花也比较小 刚开始展开的感觉 还是像上次那样 懦弱鬼说道 直接把整个银骨收进去 素宝点头 嗯嗯 他一抬手 就把银骨收了 速度之快 银骨都没反应过来 银骨一号 好 下一个 素宝高兴啊 这感觉就好像捡钱 槐树林里上上下下 不知道存在多少个银骨 素宝很快找到下一个 刚一见面 一抬手就把银骨收了 银骨二号 随着他速度越来越快 素宝感觉自己 仿佛就像生出直觉了似的 竟然渐渐能感知到 生魂花在哪里 银骨一个个被找到 一转眼就被收了五个进去 槐树林里鸡飞狗跳 不知道名的野兽飞鸟 哗啦啦往上飞 素宝沉浸在某种状态中 此时此刻 他感觉自己脑海里 就好像有一幅地图 整片槐树林 一共有23个银骨 大大小小都有 其中五个银骨里面的生魂花 感觉不太一样 强很多 素宝脚下脚步一转 本来要朝最近的银骨赶去 现在朝另一个 感觉不一样的赶过去 结果这一次 刚风呼呼的 更厉害一些 但是素宝感觉到 里面有两朵生魂花 咦 这里有两朵 不对 有一窝 素宝怀疑自己感觉错了 两朵 懦弱鬼皱眉 看见的是红色的 那看不见的 一定是紫色的那朵了 书上没有记载生魂花 是一窝生的 只记载有红色和紫色 众鬼 素宝和姚灵月 都期待地 看着银骨里面 所以 里面到底有多少朵 司翼然却抬头 悄然朝四周看了看 有人来了 林小东西果然下来了 司翼然压低声音 满眼警惕 有人来了 素宝瞬间冷静下来 浑身防备 是谁 懦弱鬼和花心鬼 一前一后拦在素宝面前 双眼犀利地看着四周 再说都市王 都市王妃略在蛮荒之地上 眼神如扫描仪式地 扫描素宝的下落 他算过了 一朵生魂花 最多能让记长多撑一周 不会超过半个月 素宝要想就记长 还得下来 可时间已经到了 为什么他一点都没感觉到 规则有被触动的痕迹 都市王不幸素宝不来 所以干脆自己找出来了 美其名曰 寻查阴界 维持阴界的和平和稳定 那小东西要是下来 肯定会找生魂花的下落 都市王已经找过了几片槐树林 远远看见这片槐树林 立刻感觉有异样 树林里栖息的鬼兽鬼鸟 不太安稳 声音不同寻常 他眼底金光大放 小东西 果然下来了 都市王决定 这次悄然靠近 不再多废话 直接一击击杀 他悄然靠近 果然看到素宝他们的身影 然后就看他如受惊的老鼠似的 警惕地看着四周说 是谁 都市王差点笑出声 太弱了 就这样还赶下来 他佩服他的勇气 下辈子注意吧 都市王眼底露出残忍的笑意 一柄大刀迸发杀气 就在这时候 当一声轻响 便成王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都市王身后 大拇指和食指捏合 捏住了都市王的刀 都市王气怒 压低声音怒斥 便成王 你什么意思 这小东西 以活人的躯体下来阴界 触犯阴界规则 本王这是按规则办事 你阻止本王 是要跟整个阴界规则做对吗 便成王冷冷看着他 韩生道 阴界规则 是谁制定的 都市王皱眉 压着不耐烦说道 封都大地 帝君制定规则 我等本来就有义务守住规则 便成王忽然说道 你知道断魂崖底的寒潭 为什么能存在吗 都市王一顿 眉头拧得更紧 突然提这个 是什么意思 断魂崖底有一只寒潭 寒潭边栽种的是 本就不该存在阴界的植被 这个地方被隔开来 跟阴界格格不入 准确说寒潭 就好像是阴界里的一颗明珠 是有人特意放在这里的 便成王冷笑 寒潭是有人特意放在这里的 本就不该出现在阴界 你猜封都大地 为什么没有管 都市王脸色十分不好 你什么意思 寒潭是寒潭 跟他杀素薄 有什么关系 然而便成王接下来的一句话 便成王道 刚刚你嘴里的小东西 不小心跌入断魂崖 还带走了半吃寒潭 都市王心头的狂热 瞬间冷了下来 跌入断魂崖不稀奇 断魂崖之所以叫断魂崖 是因为靠近断魂崖的人也好 鬼也罢 都会被强行吸进去 魂飞魄散 但是 能从断魂崖离开就不简单 更令人心惊的是 小东西竟还能把潭水装走 这意味着 他和这个寒潭有关系 和寒潭的主人有关系 和风都大帝有关系 便成王似笑非笑 所以 你真的觉得把他杀了 是遵守规则吗 都市王咬牙 怎么不是 便成王放开捏着大刀的手 说道 那你可以试试 试试一刀斩杀他后 风都大帝会不会突然出现 也可以试试 被风都大帝知道 是你杀了他后 风都大帝是会表扬你守住了秩序 还是一坛手指灭了你 便成王眼底露出嘲讽的笑意 他也是刚刚看到素宝从断魂崖出来 猜到他和风都大帝的关系不一般的 都市王手里的刀砍不下去了 心底十分不敢 他盯着便成王说道 本王不信 你与他关系原本就好 便成王为了保护一个 破坏阴界规则的小东西 居然撒了谎 便成王吃笑 不信 你大可去断魂崖看看 说吧 他就不再理会都市王 不过也没有走 就直接盘膝坐在一边 闭目养神 都市王恨不得一刀 把整个槐树林都劈了 最终硬生生忍下来 搜一声飞出去 否则他是不会相信的 都市王咬牙 他一个来回最多五分钟 五分钟来得及 他相信便成王不敢随便出手帮速保 顶多提醒他 快跑 以速保他们的速度 就让他让他们先跑十分钟 他们也跑不出他的手掌心 灵便成王 都市王很快到了断魂崖 断魂崖是放在阴界里的一颗明珠 带着沙发阵 就算是他这个身份的人 想下去也没那么简单 都市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感觉自己被层层束缚 层层绞杀 终于看到了寒潭一眼 在这里他能坐的也就看一眼了 这一眼直接让他心惊又愤怒 掉头立刻撤退 寒潭还真被装了一半 如果真的是那个小东西装走的 那他就要想清楚了 胆不敢直接杀速保 爬上断魂崖后 都市王气得把附近的一座山都削了 依旧难解心中怨恨 看着崩裂的山 都市王忽然顿住 等等 直接杀那个小东西是有风险 但要是 他在修炼过程中 不小心崩裂山体 砸死了速保呢 他又不知道速保会再阴间 砸死了他 他也很无辜对吧 再不济 他和变成王有一件分歧 见面打了一架 不小心波及速保 这样一来 弄死了他也非他所愿 他原本还想把他好好送上阳间呢 都市王哈哈一笑 眼底腾起杀意 立刻又朝速保所在的那片槐树林杀去 再说槐树林这边 都市王刚一走 变成王就出现在了速保面前 正准备把整个银骨跑走的速保愣了一下 警惕后退 跟炸毛的小兽似的 立声问道 你是谁 变成王一时雨夜 原来那么大个阎王 现在变成了小屁孩的样子 梅雨间还有他原本的阴气 真是 难以言喻的心情 都市王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变成王好心提醒 要走赶紧走 速保小脸瞬间变色 他怎么会知道 变成王淡淡说道 刚刚他已经在你们身后了 总之 现在走还来得及 姚灵月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 捞起速保 撒开脚丫子就跑 小五的绿毛 差点都要吓成白毛 嘴里 还得巴递吧 快跑 变成王嘴角一抽 看着速保的速度 就犹如一个人类 看着蚂蚁狂奔的速度 花心鬼急道 现在走也来不及 五分钟够跑到哪里去 懦弱鬼皱眉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不会知道我们下来 变成王欲言幼稚 终还是说道 一朵生魂花 就够记长城一周 他算都能算到 你们什么时候下来 走吧 本王送你们一程 他们自己跑 当然来不及 都市王一来一回 大概需要五分钟 但他带速保绕一圈 回到断魂崖 避开都市王 时间也足够 变成王其实心敌也犯嘀咕 不知道自己这一出手 算不算干预阎王的历练 万一弄巧成拙 那女人到时候归位了 会不会徒手劈她 变成王一抬手 捞起速保 速保彻底相信了 这个叔叔 真的是来帮他的 谢谢叔叔 速保乖巧地说道 一脸诚恳 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变成王脚下一个亮枪 可别 叫什么叔叔 他可当不起 没想到那个女人 变成小孩之后 竟然会这么 萌 简直见鬼了 变成王又忍不住 瞥了速保一眼 结果正见他可怜巴巴地 看着影骨 那双大眼睛里面 倒映着生魂花的影子 眼里只有生魂花 脸上还露出了 不舍和肉痛的表情 再见了我的花花 速保不知道 恋恋不舍的白手 我会想你的 要多可怜 又多可怜 变成王 真是 变成王踏出去的脚步 硬生生转了个弯 从槐树林里穿过 在速保都没察觉的情况下 这片槐树林里的 所有影骨里的所有生魂花 全都到了速保的魂壶里 魂壶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他眼皮底下过去了 下一秒 魂壶呆滞 可惜他没有嘴巴 说不出话 只能在速保手腕的红绳上面 拼命摇晃 发财了 宝 你看我一眼 我们真的发财了 发大财了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谁 肆意然盯着树林 速保一了一声 叔叔错了 不是这个方向 变成王目不斜视 语气淡淡 我们绕路 避开都市王 花心鬼和懦弱鬼相识一眼 是这样吗 那刚刚为啥要走另一边 变成王脚下一步 便跨出千万里 转瞬就来到了断魂崖边 把速保他们放下来 赶紧去吧 思义然忽然问道 前辈 都市王知道我们 是从这里来的吗 变成王看了他一眼 顿了一下 这才说到 他不知道 他只是说 见到速保他们 掉下断魂崖 并没有说他们 是从断魂崖上来 思义然点头 说道 谢谢 说吧就要抓起速保的手 立刻带他离开 然而姚灵月先踏一步 抓住速保的手 飞快地狂奔下去了 花心鬼和懦弱鬼 他们如今是鬼匠 跟着纵身一跃 拖住速保和姚灵月 就往下急掠而去 思义然刚要走 忽然听到变成王说道 你小子身份不简单 你是谁 变成王眯眼盯着思义然 思义然站在断魂崖边 说道 说来您可能不信 我自己也不知道 说吧一跃而下 嫁一女鬼立刻跟着飞出去 痴情鬼和倒霉鬼紧随其后 他们三流下 就是为了拖住思义然往下飞的 嫁一女鬼 哎呀 小官人 你吓死路家了 倒霉鬼 人家才几岁 你就官人官人地叫 是个人吗 嫁一女鬼诚实 不是 变成王 嫁一女鬼他们的声音 很快消失 变成王这才转身 打到回府了 不多时 都市王就跟着来了 颇有几分气急败坏 变成王 是不是你 变成王拿着一卷宗卷 眼皮都懒得抬 是什么东西 都市王感觉自己被骂了 又不确定 你帮那两个小东西逃跑了 变成王抬头 机翘地看着他 本王没你那个闲工夫 顿了一秒 他微微挑眉 哦 他们跑了 许久不见 都市王你已经这么垃圾了吗 都市王气怒不已 路已迁 变成王皮笑若不笑 嗯 不是你垃圾 那就是气韵将近了 都市王 气韵这两字 直接让他冷静下来 你很好 都市王一甩一袖 扭头走了 变成王笑意不达眼底 本王自然知道 本王很好 素宝和大舅妈 司翼然 以及鬼鬼们下了寒潭后 迅速原路返回 司翼然道 等等 真的从这里走 素宝回头安慰 翼然哥哥 你信我的 司翼然 信 信 此刻 高大帅气 威风凛凛的黑猫 正蹲坐在被挖走了 神树的巨坑边 沉思 寒潭不是他的 但神树是他们玄猫一族的 现在他依旧不敢相信 自己家的神树 就这样被扛走了 一直比他小了很多的黑猫 正在挣扎 放开我 父王 我没做错什么 我 话没说完 一个小萌娃带着一串鬼僵恶鬼 搜一声从他面前经过 嗨猫猫 再见猫猫 素宝一边狂奔一边大喊 你们的树下刺 还你们 师傅傅还在树上挂着 神树是不可能现在还回去的 被暗着的小黑猫 黑猫之王 父王 就是他 江阳大盗 放开我 我要撕了他 喵喵喵喵 黑猫之王 心好心好心好 素宝沿着来时的路 一路向上 姚灵月问 确定没走错 素宝点头 嗯啊 我有特殊的标记办法 咦 大舅妈你这句话讲得很顺哦 姚灵月 啊 咦 这一关注起自己 刚刚还顺口的 下一秒就烫嘴巴了 算了 姚灵月也没多想 鬼鬼门又被装进魂湖去了 这一次很顺利 退回到悬崖裂谷的洞口深处 素宝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标记 爸爸刻画在石头上的标记 不对 我记得穆叔叔的标记不在这里 思义然忽然顿住 拦住素宝 他生怕有什么诈 比如都市王使诈之类的 素宝这才仔细感受 的确离洞口 还有好远的位置 肯定是爸爸不断前进 曾经走到这里过 三人在继续前行 果然看到洞口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标记 每一个标记 素宝仿佛都能看见 爸爸艰难前进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站在这里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 好久好久 没看到爸爸了 素宝忽然红了眼眶 迫不及待地往外跑 思义然却停了下来 说道 素宝 跟我爸说一声 我晚点回 素宝 什么 他回头 见思义然伸手 递给他一颗糖 我还不能走 素宝急到 可是 思义然把糖放在他手里 对他展颜一笑 放心吧 话落 他就退回去了 素宝抓着糖 定定地看着洞口 久久不语 此时此刻 木龟凡站在悬崖边 看向缭绕在山崖间的云雾 时不时看了 搁在地上的铁锅一眼 素宝这一次下去 整整去了一个月 小乖宝 你什么时候 才顶飞爸爸的铁锅啊 木龟凡心里很沉重 他们都没想到 这次素宝一走 就是一个月 苏老夫人已经快撑不住了 很担心 苏依晨也过来了 最近都在红线办公 所以素宝 再顶飞一次爸爸的铁锅吧 木龟凡眼底黯然 06好想外婆 木龟凡看着缭绕在崖边的云雾 转身 默默看着地上的铁锅 上一次 素宝就是忽然从地下顶飞上来 如今也不知道会从哪里回来 正想着 忽然铁锅当当一声 有一颗小石子丢进了铁锅里 木龟凡眼神一凝 疏然回头 就见素宝手里抓着一根藤蔓 从悬崖底下爬上来 正趴在悬崖边 爸爸 素宝喊了一声 木龟凡一个箭步飞跃上前 一把抓住素宝的手臂 把他捞了上来 素宝 木龟凡紧紧抱住素宝 哑声道 你总算回来了 木龟凡连忙上下查看 有没有事 这次怎么那么久 整整一个月 没受伤吧 素宝摇摇头 抱着木龟凡的脖子 吸了吸鼻子说道 爸爸 我饿了 这一次更饿 踏出山洞的刹那 一阵饥饿感猛地袭来 让他差点都没力气爬上来 好在他有好几个鬼鬼 轮流把他背上来了 姚灵月头顶着鸡窝头 头发上还插着几根草 也是可怜爸爸的 看着地上那口铁锅 哦 这次怎么没有炖野鸡 都没有开火 铁锅里还是空的 扔一颗石头进去 还能发出回声 木龟凡把姚灵月也扯上来 立刻转身回车上 素宝 今天爸爸带了蛋糕过来 你赶紧吃两口 我们这就回家 车后备箱打开 木龟凡从里面拿出一个保温盒子 打开大盒子 里面静静放着一个蛋糕 冰淇淋蛋糕 上面点缀着草莓和蓝莓 木龟凡把蛋糕一分为二 一份给素宝 一份给姚灵月 素宝饿极了 张开嘴大咬一口 脸上鼻子上都沾满了奶油 大舅妈 快吃 素宝狼吞虎咽 一边催促 姚灵月奇异地感觉到 自己也有鸡肠碌碌的感觉 但还是先拿起木龟凡手里的塑料刀 将自己这一份蛋糕又一分为二 一份给素宝 剩下的她才满意地张开嘴 一口吞了 安静的迷魂档里 只有素宝和姚灵月吃蛋糕的声音 懦弱鬼心疼不已 宝贝饿坏了 花心鬼道 我们在底下竟然待了一个月 嫁衣女鬼纠正 是人间一个月哦 我们在底下没感觉 木龟凡回头 皱眉看了一会儿 思义然挺厉害的 原以为她会跟在素宝之后上来 木龟凡对她有这个信心 所以刚刚不慌 现在却发现她还没上来 突然就沉不住了 思义然呢 她问 素宝忙着吃蛋糕 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懦弱鬼帮她说道 思义然又下去了 她说有事 木龟凡抿唇看了一会儿 这才转身一把将素宝抱上了车 放在安全座椅上 帮她系好安全带 然后展开她面前的折叠桌 将剩下的蛋糕放在桌上 又拿了一杯包装好的大杯牛奶 放在她面前 看姚灵月上车了 目不斜视地坐着 但眼角时不时撇过来眼 没忍住吞吞口水 木龟凡同样把她面前的折叠桌放下来 在她桌面上也放了一杯牛奶 放心 你儿子和你的苏总 也给你准备了东西 原本木龟凡上来 是不会带这些东西上来的 一是她不吃 二是她不能确定 素宝什么时候回来 带这些东西上来 只会放坏掉 但正巧昨天苏一辰来了一趟 把这些东西都送了上来 木龟凡又从另一个保温箱里 拿出几个蛋挞 一只烤好的喷香烧鸡 两盒二两烤鸡翅 两碗打包好的高餐汤 再拿出一个保温箱 里面是两碗冰镇双皮奶 两杯冰镇酸梅汤 羊汁甘露 热得冷的都有 热的食物补充碳水和体力 冰得清凉解暑 木龟凡开车 因为照顾到素宝要吃东西 所以稍微开得慢了一些 正打电话跟苏老夫人 说素宝回来了 一个半小时到家 苏老夫人原本躺在躺椅上 没精打采的 听到电话猛地坐了起来 好好好 我这就给素宝做饭 我给他做的烤鸡和鸡翅 高汤 给他喝了没有 木龟凡看了一眼后视镜 说道 喝了 苏老夫人激动得有点稳不住 在客厅里来回走了两圈 唠叨着 那就行 那就行 叫他慢点吃 别噎着 素宝 把东西咽下去 说道 外婆 放心吧 我不会噎着 外婆 我想吃椒盐猪蹄 油闷大虾 清蒸帝王馅 好油银子 干炸小酥肉 剁椒鱼头 素宝说着说着 嘴里的食物 有些噎喉咙 他好想外婆他们 零七哥哥们的礼物 苏老夫人愣了一下 连连说道 好好好 外婆这就做 这就做 挂了电话后 苏老夫人没忍住 擦了擦眼角 他的小乖宝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上一次送他出门的时候 以为他会很快回来 没想到这一去 就是一个月 杳无音信 他每天夜里都睡不安稳 总是梦见素宝受伤了 好在 现在回来了 苏老爷子抱了抱他肩膀 安慰道 行了 看看你 没回来也抹眼泪 回来了也抹眼泪 赶紧去给孩子做吃的吧 苏和文刚开门进来 就耳间的听到素宝的名字 什么 妹妹回来了 苏和文跟在后面 文言转身 苏和文立即问了一句 哥 你去哪 苏和文声音淡淡 家里没言了 我去买 苏紫熙原本神有无碍 一秒回神 妹妹回来了 苏一诚刚放下钥匙 又拿起来 我去买菜吧 苏老夫人已经换好了衣服 说道 你哪里会买菜 哪个新鲜 哪个最好你都不会认 还是我和吴妈去 苏一诚 我开车 苏和文兴奋的原地转圈圈 我也去 我给妹妹买礼物 爷爷你去不去 苏老爷子拿着老花镜 手里拿着平板 白手道 有什么好趣的 还不如在家看新闻 众人便热热闹闹地出门了 苏老爷子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站起来 走到阳台 眺望远处的瓦伦山 小乖宝终于回来了呀 苏老爷子被微微勾搂 在阳台的躺椅上坐下 说是看新闻 视线却越过平板 一直盯着瓦伦山的方向 惊世 韩寒放学后回来 一副提不起劲的样子 昔日热闹的苏家庄园 因为没有了苏宝在这 变得安安静静 为什么大哥 三哥和我哥都能去跟苏宝一起 我就不能去 韩寒不高兴地说道 苏子凌本想说 你学习什么水平 几个哥哥什么水平 但最终还是说道 等放假了 送你过去 韩寒意外地没有闹 点头说道 我会好好写作业 他知道自己去帮不上什么忙 大哥去教苏宝学习认字 三哥那一堆破烂玩意儿 能帮苏宝抓鬼 就算是他哥呢 也能帮苏宝分析战力 头头是道的 但是 他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什么都不会 韩寒想 可能长大后的某一天 他终究还是会跟苏宝和哥哥们分开的 他觉得自己 必须要在某一个方面有所建树 起码有用武之地 韩寒想来想去 决定学习一个伟大工程 打井 矿业 有朝一日 他要打穿地心 看看能不能追上妹妹的身影 心好心好 苏宝刚到楼下 就巧遇了买延回来的苏和文 大哥哥 苏宝打开车门一跃而下 抱住了苏和文的脖子 就这样挂在他身上 不肯下来了 嗯 给你 苏和文递过来一个冰淇淋 苏宝接过去后 他又把另外一个给摇灵月 苏宝顺势下来 接过冰淇淋 开开心心地说了一声 谢谢大哥哥 然后就听苏和文的声音传来 妹妹 他兴奋跑过来 拿出一个摇灵给苏宝 送你的礼物 苏宝一边吃冰淇淋 一边疑惑问道 这是什么呀 苏和文解释 这是刚刚我们去菜市场路上 我看到一个摆地摊的老头卖的 说是摇石灵 你就这么拿着 摇一摇 叮铃铃 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 好像传出去很远 正巧一阵风吹过来 树梢被风吹得哗啦啦作响 苏和文自己都诧异了 哇 是真的 老头说 这铃铛能把尸体摇来 就是古代感试用的 能操控僵尸 超牛逼 众人 眼皮秃秃跳 一次见送人礼物 送这种摇僵尸的铃铛 苏宝傻眼 猛逼道 谢 谢谢哥哥 苏和文说道 不客气啊 喜欢吧 苏宝持续猛逼 嗯嗯 喜欢 苏子熙说了一声幼稚 这才把自己手里的包递过来 啊 送你的 刚刚路过一家店铺 感觉这个小背包很适合你 苏子熙觉得自己的礼物 才是正常礼物 都说包治百病 不管是哪个年纪的女人 一定都喜欢包包 只见这个包是 纯白色的 瓷吸扣处 镶着一颗大大的红宝石 贵气 贵妇 苏宝接过来 挂在脖子上 嗯嗯 很好看 花心鬼在旁边嘀咕 我怎么觉得这个包更合适慕大爷呢 慕归凡 灵谁偷偷给他们宝贝送花了 苏义成上来 直接将素宝包起来 再看向身边的姚灵月 说道 走吧 回家 姚灵月脑瓜子 依旧乱糟糟的 几片碎树叶插在头发间 苏义成单手抱着素宝 顺势伸出另一只手 帮他把头顶的树叶摘了 说道 一切顺利吗 姚灵月兴奋点头 顺利 刨了一大片生魂花 苏义成一顿 一边说道 遇到了 但又遇到了一个大大的好人 小五嘴巴快 一张嘴就跟说书似的 噼里啪啦 超级刺激 我们先是闯救了老六的世界 把走了他的神术 然后又跳进一锅水里 装走了他们一盆水 然后遇到九头鬼车 嘎嘎一顿揍 哗啦啦至一大片生魂花 嘶哈嘶哈 小五一边说一边摇 越来越兴奋 刷 收走 刷 收走 刷又收走 刷 咦 我刷了几次了 不对不对 再重新来 刷 收走 刷 收走 一直到推开家门 小五还在刷 收走 苏和问吴雨道 所以到底收走多少朵生魂花了 你这鼠鼠都没鼠明白 素宝刚踏进家门 熟悉的饭菜箱就扑别来 炸椒盐猪蹄的香味 清蒸帝王蟹的香味 各种各样 是熟悉的 家的味道 外婆 我回来了 素宝换了鞋 迫不及待地跑到厨房 扑进外婆怀里 苏老夫人眼眶瞬间红了 连连说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不饿 快去洗手 吃饭了 素宝依恋地抱着外婆 仰头说道 外婆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刚刚上楼时 哥哥悄悄跟他说 外婆可担心了 睡不好经常做噩梦 都是在担心他 素宝知道 都是自己的错 是他害外婆担心了 苏老夫人蹲下来 抱住他 慈祥说道 说什么对不起 咱素宝棒棒的 一直都没让外婆担心 要真的说对不起 应该是他说 他老了 什么都帮不上了 苏老爷子站在厨房门前 看着一老一小两眼泪汪汪 眼眶发红的样子 板着脸说道 好了好了 搞得这么夸张 让人笑话 素宝放开苏老夫人 转身又抱住 苏老爷子大腿 外公 我想你了 苏老爷子瞬间眼眶泛红 哎 好好 他摸了摸素宝的脑袋 感慨到 素宝长高一点了 以前就到外公这里 现在到这里了 他比划了一下 更觉得心酸了 人家家的小孩 一天到晚都在家 感觉不出孩子长身高 也感觉不到 孩子长胖长瘦 现在 他却感觉到素宝长身高了 十分明显地瘦了一圈 越想越心酸 越心酸 眼眶就越忍不住发红 苏老夫人白了他一眼 吃笑道 好意思说别人 菜很快上齐了 大家开动 素宝和姚灵月饿坏了 埋头苦吃 吭吃吭吃的 嘴巴除了吃连说话 都没时间说 苏老夫人问道 你们在外面吃什么 素宝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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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苏家众人 小五早就吃米吃饱了 在一边说道 吃空气 喝水 他学着素宝的样子 做了个求水的动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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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夫人一愣 顿时心疼不已 怪不得这么呃 原来去了那个地方 连吃的都没有 只能喝喝水 怪不得瘦了一大圈 原来肉乎乎的小脸蛋 现在跟瓜子似的 苏和文心疼不已 不断地给素宝加菜 妹妹吃 吃这个 还有这个 呜坏我妹了 看见小脸间的 都跟瓜子似的了 苏和文依旧默默无闻地 给素宝包虾 包螃蟹 苏子熙慢吞吞说道 瓜子脸也好 女孩子最喜欢瓜子脸 苏老夫人皱眉 小小年纪要什么瓜子脸 小娃娃就是要圆圆脸 才好看 素宝两个腮帮子 塞满了食物 抬头说道 外婆 你看我现在 圆不圆 她吃着东西 脸颊鼓鼓地 故意抬头给外婆看 小嘴还一嘴油 圆 圆 苏老夫人心疼地 再给她加菜 多吃点 熟悉的一套流程 素宝干了三大碗饭 一整只帝王蟹 一盘油闷大虾 又吃光耗油撑子 干炸小酥肉 连辣的剁椒鱼头都吃光了 苏老夫人见缝插针 再给她打点汤 喝完汤 苏宝小肚子明显地凸起来一小块 苏老夫人叫她去休息 苏宝摊在沙发上 舒服地摸着小肚鸡 只见外婆又端了一份水果 来 吃点水果解解腻 吃完水果 撑坏了吧 那 吃点山楂消化一下 吃完山楂 口渴吗 外婆给你打了橙汁 哎 素宝终于躺回自己床上的时候 洗完澡换的睡衣 都遮不住 她圆滚滚的小肚子 还好 她不是一般人 她是二般人 普通小孩这么吃 肯定要撑坏不可 但她不会 等她睡一个晚上起来 小肚子又平坦下去了 素宝抱着自己的小兔子 眼睛才一闭 就睡着了 木龟凡进来发现 她已经睡着了 脸上挂着甜甜的笑意 为了她师父付下去拼命 可现在却来不及 看她师父付一下就睡着 肯定是累极了 又知道自己安全了 才会睡得这么沉 乖 好好消息 木龟凡低声道 爸爸很快就能陪你下去 素宝 呼呼 木龟凡笑了笑 在她额头上落下一吻 这才悄悄关门出去了 此刻 魂狐里 众鬼都惊呆了 不是 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 没发现这一堆生红花 花心鬼猛逼 懦弱鬼也吃惊 藏得这么好 我们刚当的却没注意 等等 花是谁给的 谁偷偷给他们的宝贝送花了 零九既长炸了 一大片的生红花 把众鬼都看傻眼了 要不是素宝现在睡着了 他们都想把她咬醒 起来 嫁衣女鬼双眼冒绿光 发财了呀 发大财 糊涂鬼茫然 怎么来的 我记得素宝就收了五个银骨 而且还是收到阎王殿去的 眼前这一片生红花 只有花 没有银骨 放眼过去 最近的地方横跟着一条阴脉 阴脉旁边是一片修建的 有楼房有窗户的坟 这是种鬼的家 这片坟头背后 是一片彼岸花 这是花心鬼种下的 后来大家无聊都会去照看一下 现在这片彼岸花 已经成了花海 延伸到很远的尽头 彼岸花旁边是一个水潭 这是素宝刚装回来的寒潭水 寒潭水之后 才是素宝扛回来的神树 种鬼住的地方 本来就靠近魂湖的中心 所以以神树为中心 不管到阴脉 还是彼岸花田 种鬼的坟头都不算远 而突然冒出来的生魂花 则种在了彼岸花的最尽头 跟彼岸花连着 生魂花也是红的 一眼看去不注意的话 还真没发现 没入鬼数了数 整整 夺 素宝说过 他感觉到那片槐树林里 有两个银骨 其中五个银骨被素宝收了 那剩下一个 应该是一朵生魂花 怎么多了二十五朵 而且这些生魂花有大红色的 也有紫色的 正好紫色是二十五朵 种鬼面面相去 嫁衣女鬼想了想 说道 是不是素宝说的那一窝 准备离开前 那个最大的银骨 素宝说里面有一窝 懦弱鬼沉吟 就算有一窝 也不可能都是紫色的 他想到变成王 特意转了一圈回去 恐怕是变成王自己天的 花心鬼也正好说道 可能是变成王天进来了一些 倒霉鬼嘖嘖一声 瞧瞧 还得是我们变成王 真大气 叛逆鬼吃笑一声 唱反调 大气吗 真大气 就是几朵生魂花啊 他一个阎王 第一次见面就给这么点东西 小剑 按他说 就该给素宝多一点 最好再来几个逆天的大法器啊 疗伤的神迹丹药啊 丢出去就能炸了一片天的炸弹啊之类的 越多越好 痴情鬼无语 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不能给那么多 这里怎么会有猫 不过那些猫 似乎没有在攻击他们的意思 素宝跑啊跑 懦弱鬼说道 没错 可不敢随便给东西 再者 变成王这种等级的大人物 生魂花对他们来说 就跟路边的野花似的 有心情就采几朵 他身上估计也不会有太多 其他厉害的宝贝可能多 但生魂花这种 对他没用的肯定不多 有多不错了 叛逆鬼撇撇嘴 不说话了 花心鬼一挥手 管他呢 管他怎么来的 到了我们这里 就是我们的 发了发了 真的发了 花心鬼说完 兴奋地蹲在花田旁边 立刻开始照料 还趁倒霉鬼不注意 拔了他一撮非主流头发 扔进花田里 倒霉鬼顿时慢慢咧咧 我去看看纪大人怎么样了 懦弱鬼站起来说道 花心鬼摆手 去吧去吧 我研究一下 生魂花怎么灌溉 阴界的花 一般都是以阴气为食 看来得抓多点肥料 懦弱鬼走到神树面前 仰头看上去 现在是无赖鬼在替斑 按着瓶子 记长的魂灯 依旧亮得耀眼 纪大人 懦弱鬼试探叫了一声 没有回应 懦弱鬼叹气 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 纪大人才能回来 他盘膝坐在属下 翻开 轨道之急 继续学习起来 树上的无赖鬼 喂兄弟 能不能来踢一下我 我手都酸了 懦弱鬼头也没抬 我要学习 他要做素宝的军师 就要懂得很多才行 无赖鬼 做个人吧 你飘上来 用屁股顶着浑灯 也能学习 懦弱鬼继续翻书 那你手酸了 也可以换一下屁股 无赖鬼 百分号 百分号人民币 紧号紧号 无赖鬼一整个怀疑鬼生 他原本附身在一个老太婆身上 那个老太婆 因为儿子家暴女朋友被关 他去医院骂他儿子的女朋友鲜鲜 他原本乐滋滋地吃着瓜 谁知道刚一照面 就遇到了一个小孩 这小孩刚一个照面 就抬手把他抓了 在魂户里待了一段时间 据说他是抓得最快的鬼 从发现到抓住 用了不到三秒时间 也是被遗忘的最彻底的鬼 被抓进来后 他和贪婪鬼一起被彻底遗忘了 就丢在角落里面 也没拉出去打工过 无赖鬼喋喋不休 我还不如出去打工吗 可把我给闷死了 懦弱鬼翻了一页书页 淡淡说道 你以为你想给素宝打工 就能给他打工吗 现在给你的试用期 你都没表现好 还想出去给素宝打工 无赖鬼 天知道他在这棵树上 按着这个瓶子 按了多少天 无赖鬼实在是太累了 他无奈 只好真的用屁股顶着魂灯 魂灯里的祭祥 无赖鬼刚浴了一口气 结果屁股底下的魂灯 突然炸了 棒 好大一声 惊得懦弱鬼立刻抬头 只见无赖鬼被炸飞了出去 一头插在远处的泥土地里 看到树上的情形 懦弱鬼吃惊不已 都使那些年看得小说成真了 众鬼听到动静 全都赶过来 怎么回事 花心鬼旋即看到树上的情形 吃惊到 纪大人炸了 原本的魂灯的确炸了 树上只剩下一团耀眼夺目的光球 随风微微摇晃 这团光太盛 众鬼都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形 这是怎么回事 倒霉鬼搞不明白 纪大人到底有没有活过来 嫁一女鬼 天拉撸 纪大人竟然变成了一个光球 奴家还能见到纪大人是个人的样子吗 花心鬼 这是 恋狐了 懦弱鬼道 别瞎说 纪大人应该就回来了 众鬼盯着树上的光球 之前纪大人魂飞魄散 魂魄碎成一个个小心点 将要消散 他们找了生魂花给他维持 又找了两戚土 总算将他的魂魄凝聚回来 花心鬼看着光球粘着的一处泥巴 总有种捏泥人的错觉 不仅是捏泥人 他们这些鬼轮流照顾 就莫名有种一把屎一把尿把 寄大人养大的感觉 去通知肃宝吧 懦弱鬼一个闪身 出了魂湖外面 现在肃宝很少把魂湖关闭了 他相信魂湖里的鬼鬼们不会跑 其他刚抓来的鬼 潘哥哥 他们也会帮忙看住 所以现在懦弱鬼 花心鬼 倒霉鬼等等这些早时期抓的鬼 都是来去自如的 肃宝 懦弱鬼微微附身 轻声唤倒 肃宝睡得很沉 抱着小兔子翻了个身 嘟了嘟嘴 懦弱鬼爱怜地看着他 不忍心将他吵醒 沉吟片刻 他决定天亮再喊肃宝 魂湖里 寄肠光球闪烁着微光 跟残茧有点类似 依旧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二天 肃宝睡到了十一点多 苏老夫人都把午饭准备好了 肃宝才刚刚有点苏醒的样子 肃宝啊 起来了吗 呃不饿 苏老夫人坐在床边 慈祥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肃宝抱抱着苏老夫人的手 贴在脸上蹭了蹭 声音软糯糯地撒娇 外婆 刚醒的小奶团 脸蛋红扑扑地 带着些许睡意兴松 一双水眸明亮又干净 跟一只软萌的小猫似的 外婆在哪 苏老夫人用大拇指蹭了蹭他的脸 起来吃东西了好不好 睡那么久 没吃早餐 肚子都饿坏了 肃宝没有赖床 也没有起床气 一咕噜爬起来 很乖巧地说道 好 他跑去刷牙洗脸了 对着镜子刷牙的时候 同时用意念看了看魂壶里面 突然愣住了 咦 师父腹怎么变成球了 懦弱鬼第一个感受到肃宝 立刻出来了 宝贝 起来了 他说道 昨晚季大人的魂灯忽然炸了 就变成了一个光球 我和花心鬼他们盯了一个晚上 并没有其他的变化 本来想第一时间叫你起来的 不过没远心吵醒你 懦弱鬼担心肃宝误会 他对他师父的感情大家都知道 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怕他生气 没关系 肃宝急切地 想把师父付的光球拿出来看看 然而发现光球贴在两栖土上 就好像土里长出了一颗植物的感觉 如果把光球拿出来 等于把植物摘下来 万一弄死了呢 宿宝咬牙 看了一眼外面 说道 外婆 你先出去哦 我拉个臭臭 宿老夫人点头 好 慢慢来不急 外婆再给你做个雪芙蓉布丁甜点 嗯 昨晚吃了那么多 是该拉臭臭 不拉臭臭才不正常呢 宿老夫人出去了 宿宝说了一声谢谢外婆 看着外婆出去 才想跑出去关门 但爸爸突然进来了 爸爸 宿宝把他拉进来 关上门 木归凡莫名道 怎么了 宿宝说道 别说话哦 爸爸帮我守一下 话落 宿宝就从眼前消失了 地上只留下了一串手绳 手绳上挂着阎王殿和魂壶 木归凡 那些年苏锦玉看过的小说 成真了 宿宝进了魂壶后 第一时间去查看树上的光球 光球很大 比爸爸越野车的轮胎还大 师傅傅 你怎么变成光球了呀 宿宝伸出手触碰了一下 像糯米瓷疤 魂壶里 宿宝可以悬浮 随心所欲 按照自己的意愿 想飘着就飘着 想横着就横着 此刻就飘浮在光球旁边 师傅傅 你醒了吗 宿宝张开手 抱住光球 师傅傅快醒来好不好 每一次变数 都是他的认知盲区 宿宝不知道 师傅傅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他也没有了解过 魂飞魄散后的人 要怎么恢复起来 师傅傅从一个灯泡 变成一个光球 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到时候 长出来的是师傅傅本人 还是另一个师傅傅 宿宝想着 忍不住抱得用力了些 正在这时候 光球忽然发出咔嚓一声 裂开了 宿宝一愣 天拉撸 他把师傅傅弄碎了 师傅傅 宿宝慌乱 赶紧用手捂住裂缝 但裂缝越来越打 咔嚓 十一爸爸好美 一道裂缝直接横跟整个光球 紧接着 几道裂缝也咔嚓出现 花心鬼他们在一边看得更愣 远一点看 就感觉小鸡破壳似的 下一瞬 光球彻底裂开 忌常的身影出现在里面 他依旧是一头雪发 紧闭着眼睛 浑身 没穿衣服 花心鬼和嫁衣女鬼瞬间两眼放光 哇靠 这是他们能看的吗 恶鬼福利 可惜 蛋壳光球遮住了 他们想看看不到的 目前只看到他盘膝坐着 蛋壳正好遮住下半身 直露出上边肩膀 有力的胸膛 他肩膀很宽 臂膀有力 手臂肌肉筋状 线条呈完美弧线走势 花心鬼恨不得上去把蛋壳掰碎 啊 纪大人醒了吗 纪大人沉睡了那么久 肯定饿了渴了 吴家这就给纪大人拿水 休假一女鬼闪电一般去寒潭装来一杯水 立刻飘上前去 花心鬼休一声 去摘了一朵生魂花 说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 纪大人刚醒 怎么能喝这么冷的东西 应该吃点生魂花 两人你推我脸 我扯你头发 懦弱鬼满额黑线 喂喂 你们俩适可而止啊 孩子还在这呢 他一脚把两色鬼踹飞 拿过了花心鬼手里的生魂花 素宝还维持着抱住光球的姿势 一脸紧张地盯着师傅傅的脸 师傅傅 素宝小心翼翼地轻声唤道 纪长闭着眼睛 没有一点回应 素宝大受打击 师傅傅依旧没有醒 不过很快 他又鼓起勇气 没关系 至少师傅傅不是一片随时泯灭的光了 已经凝聚魂体 离他醒来还远吗 师傅傅 你慢慢来 素宝鼓励道 师傅傅一定可以的 师傅傅最棒 懦弱鬼把生魂花递给他 素宝 看看纪大人需不需要生魂花 嗯啊 素宝接过生魂花 他在光球外面 把生魂花凑到纪长嘴边 师傅傅 饿不饿 吃点花花哦 纪长朱红的嘴唇紧闭 没有张开的意思 素宝想了想 忽然掰开他的醉 把生魂花塞进了他醉里面去 摘都摘了 不要浪费 赶紧吃吧 素宝说道 纪长 生魂花进了纪长的嘴里后 很快化成一道光 消失在他喉咙里 他的睫毛微微颤了颤 好像也在很努力 要醒过来的样子 素宝兴奋 有用 生魂花没白摘 只是他这次 才摘了五朵生魂花 不知道够师傅复吃多久 懦弱鬼站在不远处 说道 有用 再来一朵试试 花心鬼和嫁衣女鬼争先恐后 一边推丧 一边去摘花 这次是紫色的生魂花 素宝又强行掰开纪长的嘴 给他塞进去两朵 纪长依旧是睫毛颤了颤 再也没有其他苏醒的迹象 看来生魂花效果有限 不如两棲土 懦弱鬼沉吟 你看 光球依旧从两棲土里面吸取力量 两棲土的光亮连接着光球 源源不断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懦弱鬼安慰 没关系的 我们再等等 素宝有点失落 点头道 嗯嗯 懦弱鬼牵着他的手 往寒潭那边走 一边走一边柔声安慰 不要不开心 事情一直在慢慢变好不是吗 只要我们不放弃 我们追寻的目标一定会达成的 在懦弱鬼的安慰下 素宝心情好了许多 没错没错 现在师父父都凝聚了魂体呢 做人不能这么贪心的 谢谢你 贪哥哥 素宝道 懦弱鬼温笑 不客气啊 你看那是什么 他抬手 只向彼岸花田镜头 哇 生魂花 那么多生魂花 素宝瞪大眼睛 发财了 懦弱鬼好笑 果然也是这句话 财迷的小主子 带出了一群财迷的鬼兵鬼将 反应全都是发财了 应该是变成王给放进来的 懦弱鬼说出自己的猜测 到时候要是遇见了 我们得好好感谢他 理清情义重 虽然这些话 对变成王自己来说无足轻重 但对素宝来说 却是现在最急需的东西 嗯嗯 素宝正重点头 懦弱鬼又说道 现在你师父父 应该是不需要生魂花了 刚刚一连用了三朵生魂花 对他都没有太大效果 看来后面 得靠他自己凝聚神识 但是生魂花对你却有用 这段时间就先不要下去了 你先用生魂花修炼 强大自己 素宝点头 我也是直接吃吗 懦弱鬼想了想 应该是 这时候 素宝感觉到 外面有人喊 思索了一下 素宝十分阔绰地 摘下一朵生魂花 闪身出去了 慕归凡正拿着魂狐手绳 忽然搜一声 素宝瞬间出现 正好落在他怀里 慕归凡端着素宝 素宝看着他 眨眨眼 爸爸 怎么了 慕归凡道 你外婆喊你出去吃饭 他看向素宝手里的生魂花 眼神一宁 这就是生魂花吗 素宝点头 对 没错 送给爸爸的 他把生魂花往慕归凡头上一袋 那么大一朵生魂花 就好像平底锅那么大 盖在了慕归凡头上 哈哈 爸爸好美 素宝夸赞 慕归凡 十二素宝给全家放洗澡水 慕归凡头顶大红花 大红花像一个大红色的帽子 这回慕战神 真有了几分慕贵妇的气质 要是被外面的人 看到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慕战神 还有这一面 肯定会怀疑自己见鬼了 就是宁肯怀疑自己有病 脑子错乱 也不会相信 慕战神还有这一面 慕归凡满眼无奈和宠密 纵容地亲了亲素宝的脸颊 说道 你喜欢就好 素宝一溜咽下来 又说道 晚点我还有好东西给爸爸哦 他看向爸爸的手臂 有伤痕分布 他离开之前 还没有这些伤痕的 肯定是在煽动前进的时候伤到的 他一定要把爸爸治好 好好的 一点伤痛都没有 慕归凡不管素宝说什么 都是一味的纵容 好 素宝很珍惜在家吃饭的日子 所以 不管外婆给家什么 他都很给面子的吃掉 不出意外 一顿饭结束他的小肚子 又圆滚滚了起来 素宝今天不用去上课了吧 苏老夫人说道 要不在家休息两天 素宝摇头 我明天去 就不用休息两天了 因为素宝回来 苏和问苏和文苏子熙也没去学校 苏子熙十分费解地问道 就妹妹这样的 还需要去学校吗 几乎没有一段完整的上课时间 干脆不要上学不就好了 苏老夫人说道 你懂什么 不管怎么说 苏家所有人 还是希望素宝有一个正常的童娘 就算以后她长大了 也跟别的普通人不一样 可苏老夫人 还是希望她读过幼儿园 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 拥有完整的人生历程 不管在任何时候 人多读书总是没错的 不说为了未来 读过书的和没读过书的气质 眼界都不一样 苏子熙当然不懂 莫名其妙说道 我是不懂啊 她不是说妹妹不好 就是觉得妹妹不读书 也照样厉害 那还读书干什么 苏和文道 那你就别说话吧 苏和文淡淡说道 才虚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智无以成学 苏和文苏子熙 要不你也别说话了吧 苏和文的确不说话了 站起来对素宝说道 走吧 帮你补习 认字 素宝跟着站起来 好 苏和文就这样成功带走了素宝 苏和文和苏子熙不甘心 也说要补习 学习 苏和文还好 毕竟是学吧 苏子熙就比较惨了 觉得枯燥无聊 但为了给妹妹做个好榜样 又硬生生跟着学了下来 素宝学的是繁体字 苏子熙从没想过 有朝一日 她又重新学习了汉字 还学得挺精通 跟妹妹在一起学 原本学过旧旺的脑子 居然也能记住了一大半 多少带了点博学在身上 在日后 她赴她上游戏电竞之路时 多了一个装逼加分项 很快到了晚上 素宝跑到苏老夫人房间 问她是不是要洗澡了 苏老夫人觉得奇怪 点头 对啊 怎么了 素宝要外婆帮忙吗 素宝连连摇头 我现在是大孩子了 不需要的 素宝想帮外婆放水 苏老夫人笑 对对 素宝是大孩子了 她看着素宝给她清洗浴缸 真的准备帮她放水 不由得欣慰不已 谁知道素宝放了一缸 冒着寒气的洗澡水 被打发出去的 苏老夫人再进来时 看到冒着气的洗澡水 还以为是热水 大热天的 其实不用放那么热的水 苏老夫人乐呵呵地说道 结果一伸手摸进去 凉得她一抖 呃 素宝 素老夫人不确定 她是怎么放出一缸冰水的 虽然是热天 但她一个老人家 还是要洗温水的 小家伙是不是以为 夏天给她放冰水 会舒服一点 而且 这冰水来得莫名其妙 一定是素宝花 费了自己不少精力弄出来的吧 如果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含了孩子的心 素老夫人咬咬牙 决定泡一次冰水 谁知道素宝抓着她的手 按着她的手到浴缸里 外婆 这不是冰水 这是素宝在外面得来的 很厉害的药水 泡一泡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凡老孩童鹤发童年 嗯 编不出来了 素老夫人差点笑出声 她的小乖宝 怎么这么可爱 而且外婆 这个水不冷的 你看 是不是是 素老夫人移了一声 这才感觉到真的不冷 明明是冒着寒气的水 适应后发觉非但不冷 还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真的是太神奇了 素宝站起来 说道 外婆你先洗哦 洗完了不要放掉 我拿去浇花 素老夫人问 你还种了花吗 素宝点头 假装跑出去一下 然后又拿了一朵生魂花进来 这些都是她最爱 也是最疼爱她的家人 素宝拿出生魂花来 一点都不心疼 外婆 还有这朵花花 没事你就掰碎一点含在嘴里 很好吃的 素老夫人惊叹了 她第一次见这么大一朵花 而且 这花真的很漂亮 透着朦胧的光 说不出的梦幻感 世间百花在她面前 都要黯然失色 原来 素宝去的地方 跟人间真的有这么大差别 谢谢素宝 素老夫人抱住素宝 忍不住亲了一下 她不知道这花的逆天 还以为是她的小乖宝看到了 顺路摘给她的 素老夫人有被人记挂的感觉 心底很感动 素宝摆摆摆手出去了 出去前还叮嘱水千万不能放掉 花不会灭 也不会死 灌一瓶浴缸的水 可以养着很久 素老夫人心血来潮 立刻出去叫素老爷子 老头 你去帮我买一个大花瓶 我要把小乖宝给的花放起来 素老夫人捧着花 美滋滋 小乖宝拼死摘来的花 一定要好好护着 素老爷子站起来 嘴里一边抱怨 却一边换了衣服 说道 这天都黑了 哪里给你买花瓶去 你这老太婆 真是一阵一阵的 不就一朵花吗 有必要搞得跟宝贝似的 素老夫人给她扔了一件衣服 素老爷子一闪 出门去了 素一辰在客厅办公 过几天她又要回京市了 看见素老爷子要出门 便问道 爸 去哪 素老爷子一边换鞋一边说道 去给你妈买的花瓶 素一辰站起来 我去吧 或者我给去想打个电话 让她买 素老爷子摆手 不必 我自己去就行 老婆子要买的花瓶 自然得她亲自去 别人乃知道 老婆子喜欢什么样的 说吧 素老爷子就这样出门了 一家里出事了 素一辰合上电脑 进了房间 正见姚灵月 穿了一身睡衣出来 头发还湿漉漉的 搭在肩膀上 她把电脑放在一边 拿过了吹风机 说道 过来 帮你吹头发 姚灵月固执 我可以自己 她抓住吹风筒 这个东西有点好玩 对小朋友来说幼稚 对她来说刚刚好 苏一辰还想坚持 却见她抓了吹风机 一溜烟地跑了 呼呼 浴室里传来吹风机的声音 苏一辰站在门口 依靠在门框上看着她 只见姚灵月拿着吹风机 对着自己的脸一通狂吹 然后对着头发 跟滚筒洗衣机似的 飞快转圈圈 头发直接被她吹得乱七八糟 跟鸡窝似的 等头发干了 也打结成一团一团 姚灵月顶着一头炸毛 无辜地看着苏一辰 吹头发她喜欢 梳头发她不喜欢 苏一辰无奈地拿过梳子 站在她身后 一点点帮她梳开 以前她不知道姚灵月不会梳头 直到有一次 她看到她拿着梳子 跟头发作战 头发直接被她 扯得一把把一把掉 太恐怖了 苏一辰帮素宝梳过头发 在老太太的牢道指导下 早已知道 打结的头发 不能从顶头往下梳 而是 先梳头发尖尖 梳通了尾部 再一点点往上 这样 就不会扯疼了 姚灵月乖乖地站着 苏一辰动作轻柔 她很舒服地闭着眼睛 结果闭着闭着 泛起困来 头一点一点的 竟然 站着睡着了 也是奇葩 苏一辰无奈 放下梳子后 将她打横抱起 往卧室床上走去 姚灵月困倦地睁开眼 看了她一下 声音带着困倦地软糯 喜欢 苏一辰 嗯 姚灵月把脸贴在她胸口上 喜欢抱着 于是苏一辰把她放下后 她不肯撒手了 就这样抱着苏一辰 沉沉睡了去 虽然已经不可能 像她还活着那样 以正常人的身份 过正常的生活 不过这样也很好 可以待在她身边就很好 若是有一天 要过正常的生活 找一个正常的女人 活的女人 那她也会安安静静 乖乖巧巧地离开 苏一辰嘴角露出一丝满足 沉浸在梦乡中 苏一辰沉默不言 垂眸静静地看着她 许久才抬起手 以手指手背 在她脸颊上轻抚了一下 晚安 这样也挺好 苏一辰喜欢这样的相伴 心里很平静 不知不觉中 姚灵月早已是家人的一部分 相伴 相扶持 这样就很好 心好心好 此刻目归凡 还泡在洗澡水里 苏宝说要给她好东西 看着她一挥手 刷一声浴缸瞬间满水 她暗暗吃惊 在听素宝毫无保留地 跟她说了寒潭的经历 她便知道了 这寒潭水的逆天之处 当然不能直接这样泡 穆龟凡拿了个勺子 找吴妈要了个桶 分装了一桶出来 旋即感觉拿出来一桶后 她算了算 自己的体积泡进浴缸里 浴缸的水还是太满 她一进去就会泼出来 小乖宝给她装得太满了 于是她又装了两桶出来 这才泡了进去 刚泡进去 穆龟凡就很明显感觉到不同 这些年拼杀遗留下来的暗伤 以及曾经被子弹穿过的地方 哪怕手术后恢复再好 也是遗留暗伤的 可这寒潭水一泡 穆龟凡竟能清晰感觉到 暗伤愈合的速度 这感觉太强烈了 整个身体感觉爆发出一种力量 疲惫一扫而空 越是泡着 越让人精神振奋 穆龟凡本来是坐着 干脆换了个姿势 躺在水里 头枕在高出 只冒出两个鼻孔 他仔细感受 身体里的每一处血管 细胞仿佛都张开了 每个毛孔都重获新生 这一个月穆龟凡在山洞底下 不断打破规则 原本就对天地间的规则有些敏感 此刻只觉得自己 捕捉到了什么不一般的东西 他宁神 立刻追着这个感觉 反复体会 巴搭 一声轻响 好像是血肉变强蜕变的声音 穆龟凡便觉得浑身一清 一开始那种若有四无的组织 此刻竟消散一空 他觉得自己可以直接冲破山洞的束缚 想到就要试一下 穆龟凡匆忙起来穿上衣服 因为这寒潭水太珍贵太逆天 他甚至都不舍得擦拭干净 穿好衣服后 他立刻出门 看到吴妈 匆忙叮嘱道 我的房间不用打扫 也不要动 尤其是浴室里那集桶水和浴缸里的洗澡水 都不要动 吴妈一脸猛逼 好 然后就见穆龟凡出门了 穆龟凡连夜赶往瓦龙山 来到悬崖后 他拉了绳索 直接从悬崖下去 来到阴界入口处 晚上的阴界入口比白天更寒冷了一些 明明是夏天 却让人感觉冰寒刺骨 穆龟凡早已习惯 他只穿着短袖长裤 配着一双黑色的登山短靴 一脚将拦在山洞入口的石头踹飞 砰的一声 石头直接被他踹成积粉 这一脚的力量竟恐怖如此 穆龟凡按惊 没想到只是泡了一下寒潭水而已 站力竟提升到这种地步 他立刻进入洞口 这一个月来 他已经深入了一百米 穆龟凡不知道 里面还有多远的路途 才能穿透阴间和阳间的壁垒 但他此刻有无穷的信心 穆龟凡很快来到最后一次 刻下标记的地方 转瞬间 他就感觉到拦住自己的保鲜膜 这保鲜膜还是很熟悉的束缚感 阻拦他 不让他进去 但穆龟凡此刻却有了不一样做法 之前是硬生生冲破 硬闯 现在他却能感觉到 这层保鲜膜薄弱的地方 穆龟凡抬手 轻松将保鲜膜撕烂 抬脚进去 穆龟凡一喜 虽然还是不简单 但比以前已经好太多 他一鼓作气 一连色十几层保鲜膜 越撕越快 越走越快 很快他感觉身体的束缚感一轻 自整个人 如同穿越了星际的重力压力 一下子就轻松起来 忽然 一股阴冷 昏暗 死记 以及诡异的感觉 瞬间扑面而来 穆龟凡微眯眼 这就是阴界吗 他没有贸然进去 谁知道都市王那阴险小人 会不会突然出现呢 所以 穆龟凡到了这里 就退回去了 他心底很惊喜 没想到一浴缸的寒潭水 就让他突破了一个月 都进不去的阴界入口 下一次 他可以陪着素宝一起下去了 原来修炼 真的得靠一些好东西才行 穆龟凡从悬崖底上来后 天快亮了 刚在崖边站定 手机一连串的钉钉响起来 崖底没有信号 上来后信号接入 信息一股脑涌进来 苏一辰打来了11个未接来电 穆龟凡心底一紧 家里出什么事了 一我若有理 穆龟凡在悬崖底待了一个晚上 由于一个晚上 都是在冲破规则 刚到达阴界 就立刻退回了 所以人间的时间 也才过去了一个晚上 穆龟凡不知道 这个晚上发生了什么 看到11个未接来电后 他立刻打开短信 苏一辰若打不通他电话 定会给他留言 果然他看到一条短信 老爷子出车祸了 速归 穆龟凡迅速回到车上 一边开车 一边给穆龟凡打电话 许久后电话才接通 穆龟凡问 老爷子怎么样了 电话对面 苏一辰疲惫地压了压眉心 说道 抢救了一个晚上 现在还在ICU 穆龟凡道 我一个小时后道 苏一辰挂了电话 走回ICU门前 探像蜷缩在摇灵月怀里 睡着的速保 苏老夫人也坐在一边 一晚上没睡 脸色惨白 若不是昨晚洗澡的时候 泡过寒滩水 估计现在都要撑不住 妈 苏一辰扶了她一下 没事吧 苏老夫人摇摇头 苏和温说道 奶奶 你回去睡觉吧 你身体会撑不住的 苏老夫人依旧是摇摇头 苏和温又道 妹妹说了 爷爷不会有事 那肯定不会有事的 苏老夫人下意识摇头 旋即又点头 是啊 速保说 没事 可她还是自责 她就不该心血来潮 叫老头子去买什么花瓶 被壮志一下进了医院 头颅内出血 就算没事 可伤是真的伤 真的受罪啊 你们回去吧 苏拉夫人声音苍老了几分 摆摆手 阿晨 带他们回去 苏一辰还没说话 旁边就传了一个 杰斯底里的声音 不许回去 一个都别想回去 一个三四十岁左右 穿着一件灰色T恤的男人 猛地站起来 一脸激动 你们把我爸撞成这样 这就想走 苏和温书一声站起来 大声说道 你搞清楚 是你们把我爷爷撞成这样 我爷爷都还没开车 你们自己撞上来 苏和温一晚上 不知道恼火了多少次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商场给奶奶买花瓶 但路上看到有一家花店 其中摆了一个瓶子 正是奶奶喜欢的风格 这一段话 是花店老板娘说的 老板娘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当时还感叹 两个老人感情真好 然后爷爷就把车停在了路边 而且是停在了 化线的停车位里面 出来的时候 一辆摩托车忽然呼啸而来 一头撞在爷爷的车后门上 当时爷爷正要开 驾驶室的车门 没想到被一辆摩托车 砸在头上 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而摩托车上的老人 也被甩飞 滚落在路边 同样昏迷不醒 花店老板娘报了警 焦景的初步责任认定书里面 认定是开摩托车的老人全责 但老人的儿子却不干了 他认定是爷爷撞了他爸 理由是 哪有摩托车撞轿车的 摩托车比轿车小那么多 能撞得了轿车吗 肯定是轿车撞摩托车 焦景给他看了现场痕迹认定 说明爷爷的车 根本就没有启动 反而是摩托车 拖了一道很长的痕迹 根本没有减速 老人的儿子却死活不幸 一会说 那段路本来就窄 要不是爷爷 把车停在哪里 他爸根本就不会撞上去 一会儿又说 肯定是爷爷忽然打开车门 撞到正在开摩托车的他爸 总之就是一口咬定 是爷爷的错 男人瞪着苏和问 就是你爷爷 你爷爷不仅把车停在路边 还打开了车门 我爸肯定是看你爷爷 突然打开车门 猝不及防才撞上去的 这种开门杀在网上少见吗 苏和问忍不住想跳起来 给他一巴掌 都说了 我爷爷还没上车 刚打开车门 而且他是从外面打开车门 不是突然从车子里 打开车门出来 这个根本就不叫开门杀 而且你爸撞在 我爷爷车子的后车门上 这都有证据 根本和我爷爷开门没有关系 男子冷笑一声 是后车门 还是前车门重要吗 反正就是撞到车门上了 就是你爷爷开门 吓到我爸了 所以不可能是我爸的错 他都打听过了 小车和摩托车相撞的话 不管怎么样 都是小车的责任 哪怕是摩托车不小心撞上去 也是小车负责 他爸的医疗费 他们必须出 除了医疗费 以后他爸出院的营养费 照顾费 精神损失费 物工费 全都给他们赔 男人认定 就该是这样的 谁叫他们是小车呢 15他们坚信 这就是真相 苏和问气得胸口疼 这人简直强词夺理 什么罗家 摩托车比较车小 所以他就有理吗 苏和问冷冷说道 你跟他扯那么多干什么 纯属找气兽 这男的刚赶到医院的时候 自己老爸病情都没问 就先过来一口咬定 要他们负责 要他们赔钱 交警当着警察的面 直接说了是摩托车全责 他都嚷嚷不罢休 一整个苏家 就没有一个愿意 跟这男人吵起来的 除了苏和问 苏和问果然又成功被气到了 这种人简直不讲道理 苏和问冷冷说道 知道人家不讲道理 你还跟他讲什么 苏和问二次气吐血 一脸郁闷地坐在椅子上 苏保翻了个身 姚灵月见房噪音耳罩要掉下来 立刻给他调整了一下 不多时 穆归凡赶到了 询问 怎么回事 苏一辰低声说了几句 苏和问则 是把这男人的无赖说了一遍 穆归凡冷逆了男人眼 声音里透着冰寒和危险 交警都认定责任了 你不认识吗 男人下意识坐了下来 有些悚然地缩了缩脖子 玄机又很愤愤不平地说道 交警认定就算数吗 反正我们当时也不在场 还不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总之你们大车撞我爸摩托车 就得你们负责 穆归凡算看出来了 这男的的确有点无赖 但更多的是愚蠢无知 在他的世界观里 不管什么情况下 大车小车相撞 都是大车的错 苏一辰他们不想跟这个人吵架 但他父亲也在抢救 也不能把人家赶出去 所以已经忍了一个晚上 穆归凡看了一眼老太太的状态 一把揪起男子的厚薄领 来 要理论是吧 我跟你慢慢说到说到 穆归凡十分不近人情 揪着男子的领子就往外走 不怕无赖 就怕世界观等级不一样 他将他的认知范围 硬生生套在别人身上 别人的观点跟他不一样 那就是别人错 穆归凡连大领导都敢对 会怕他 你想跟我左拳说道理 还是想跟我右拳都讲道理 穆归凡一把将男子推到墙上 随之一拳狠狠砸在他身后的墙壁上 要是不认识字就去学 不知道法律法规 我也可以把送进去学一下 目归凡声音泛着寒凉 双目冰寒刺骨 别让我再听到 你在我丈母娘面前吵嚷 否则我不介意 也把你送进去抢救一下 说吧 他转身走了 男子吓到腿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旋即他只觉得委屈至极 有一种被权势欺压的愤怒 屈辱感 有钱有权的人就是这么可恶 明明是他们错了 但他们还欺负人 这个世界上还有公平可言吗 男子至今都不觉得自己的理解哪里有问题 认定了他爸开摩托车 他们开是小车 摩托车都被撞稀烂了 所以肯定是他们错 这时候男子的电话响起来 对面传来焦急的声音 爸怎么样了 你怎么回事啊 爸都一把年纪了 你还让他骑摩托车 男子更是委屈愤怒 把事情说了一遍 电话对面的声音拔高一个度 这不是欺负人吗 他们是小车 我们摩托车都撞烂了 他们居然好意思 说是我们的错 就好比你都把人杀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们就是杀人犯 对面的举例子 简直就是强行偷换概念 但男子非但不觉得有问题 反而还觉得很有道理 没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他们联合焦警欺负我们 男子憋屈愤怒地说道 因为我不认 不签字 焦警也没有办法 现在说法是 让两个当事人醒来后 再说明情况 所以等爸醒来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电话对面声音也很大 对 我告诉你 这件事必须给他僵持着 他们必须要赔钱 爸的医疗费 照顾费 务工费 精神赔偿什么的 他们别想逃 出事认定责任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现场 男子摇头 没有 我收到电话赶到的时候 爸已经送到医院了 电话那边立刻斩钉截铁 那就是了 你没在现场 他们不就是这样欺负我们吗 绝对是把鉴定结果改了 反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两人越说越气愤 三言两语的猜测中 他们坚定了事实 相信事情真相 不是焦警说的那样 是他们猜测的这样才对 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就不信 这个社会还能一手遮天了 有钱人就是太坏 黑的都能洗成白的 我们绝不认输 男子挂掉电话后 刚刚还被吓得发慌 现在又硬气起来 是的 他们就是穷人 什么都没有 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呀 就是他们的错 赔钱 必须赔钱 一个都别想跑 男子摆出一脸凶相 气冲冲出去 心里下定决心 等会就算是那个很高的男人当众打人 他也绝不认怂 十六什么都不赔 哪有这样的道理 男子再次回到ICU门口 只是又对上穆归凡的视线 原本鼓足的勇气 瞬间泄气了 他嘴巴吸动 想说什么 到底还是怂 没敢说 算了算了 等他家人都赶来 人多势众 到时候 他们也不会怕他们 苏和文发现 跟自己吵了一个晚上 快把自己气死的男人 孤杖居然一个眼神 就让他不敢吭声了 果然还得是孤杖 二天 苏保迷迷糊糊醒来 茫然看向ICU门口 外公还没出来吗 他问 苏老夫人回神 叹气说道 苏保 你先回去睡觉吧 乖 苏保摇头 不 我要等外公出来 他做了个梦 梦到大家都回去休息了 结果外公这时候推出来 睁着眼睛 却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外公很失落 苏保 不想让梦里的事情变成真的 一定要等外公出来 对面 嘟嘟当当了一个晚上的男子 早已出去吃早餐了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ICU的门推开来 两个抢救的老人都推出来了 苏泽民家属 医生喊了一声 苏家众人哗啦啦站起来 围了上去 外公 爷爷 爸 还好吧 老头子 呜呜 你总算出来了 苏老爷子缓缓看了一圈 浑浊的眼底满是欣慰 看到苏保的一刹那 感觉心里都踏实了 旁边 护士推着另一个老头 也就是开摩托车 撞上苏老爷子的老头 陈兴建家属 没人回应 隔壁老头摊在床上 浑浊的眼睛转了一圈 醒来后特别害怕 希望能有家人陪在身边 可竟然一个家人都不在 他只觉得好凄凉 好悲戒 苏保忽然看向隔壁老头 原来他做的梦 不是外公没人陪 而是他 怪不得都说 梦是反的呢 出了ICU后 两个老人都被推回了病房 老人的儿子好一会才匆匆赶来 看到他爸醒了 第一时间居然不问他还好不好 呃不 呃 可不可 竟第一时间问道 爸 你总算醒了 你告诉我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他撞了你 男子指着苏老爷子 陈建兴嘴巴如动 半上没说出话来 男子急得不行 一个静地问 护士进来后责骂 老人刚手术醒来 你当儿子的都不关心他 还问什么 男子顿时又觉得 护士也是狗眼看人低 偏向有钱人的那边 他压着不满 等到十点多的时候 家属都来了 交警听说 两个老人都醒了 也来了 交警看着陈建兴 问道 陈建兴 你在202年2月 日晚上7点50分 在秦和路发生车祸 你还记得吗 当时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撞上人家小车的 陈建兴的子女一听 瞬间不干了 你这交警会不会办案 什么叫我爸 怎么撞上别人的 没错 明显就是偏袒了另一边 有你这么办事的吗 陈家子女气愤不已 太黑了 真的太黑了 交警道 吵什么 责任鉴定书都在这里 你们是交警 还是我是交警 陈家子女们不依不饶吵起来 还拿出手机说要曝光交警 这时候 躺在床上的老人说话了 他说道 是他 是他撞我的 交警无语 你确定 你没认错人吗 没记错吧 我告诉你 做人要老实 话没说完 又被老人的子女慢骂起来 说他当众威胁老人 老人垂着眼睛 浑浊地眼看向苏老爷子 肯定地说道 就是他 我没认错 老人 其实心底明白得很 知道是自己开太快失控 撞上了别人 可没办法呀 他一家都穷 老了 还要去工地打工 子女们也都没钱 更没有人会有精力来照顾他 那他怎么办 难道要他躺在医院等死 或者搬回家等死吗 但被撞的那家人却不同 刚刚子女们在吵的时候 他就悄然观察过了 这家人有钱 虽然是他先撞上去的 但他也受伤了 摩托车也坏了 再怎么 他们都得赔点钱吧 否则什么都不赔 哪有这个道理啊 交警皱眉 说道 陈建兴 你好好想清楚 乱说话 可是要负责任的 你撞人的事 也都有证据 老人子女不等他说完 愤怒地跳起来 扬起拳头 就朝交警脸上砸去 揍他 这种不为名做主 明里暗里维护有钱人的黑官 太坏了 交警猝不及防 挨了几拳 还不能还手 简直要气死 素宝张嘴 早已看愣住 好神奇啊 怎么会这样 这个巴恩的叔叔头上 竟然有恶鬼 石七看了监控说 监控是假的 看到打人了 刚出去带早餐回来的穆龟帆 一脚就踢上前去 三两下就把打人的 陈家家属踹到了一边 哎呦 哎呦 交警打 穆龟帆又是一脚上去 看清楚 是你爷爷我打的 陈家子女 其中一个女的 指着穆龟帆怒道 好啊 就是你们家 果然是一家无赖 撞了我爸还打人 陈家的小女儿也痛骂 交警果然跟你们有关系 不然我们打他 关你什么事 你这么着急维护他 你们绝对是亲戚关系 怪不得呢 我爸都说了是你们撞人 他还帮你们说话 陈家子女们被打了没有收敛 反而叫得更凶了 穆龟帆冷笑 关我什么事 你们这是袭警 谁见到了都能出手帮助 他面色冷冷 不想跟陈家子女 做无谓的争论 交警无奈地擦了擦嘴角 都被打出血了 可他也只能继续自己的工作 陈兴建 你撞人的事是有监控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说 陈兴建没说话 他的子女们再次炸了 监控怎么了 监控也是能造假的 现在很明显 你是他们那家的亲戚 虚张声势吓唬谁啊 别说监控 谁来了都改变不了 他们是大车 我们是小车的事实 都把我爸撞成这样了 我爸摩托车都撞烂了 这难道不是最直接证据 你们不看直接证据 却要扯什么监控 明显就是暗箱操作 交警无语了 他做这个工作 真的见太多无知路芒法芒的了 有被查出酒驾 叫嚣着叫人办他的 有闯红灯 下来却先给他一巴掌的 有撞了人 当场说给你多少钱 让我把他撞死的 交警无奈 只能打电话报警 没想到警官来了 陈家子女依旧叫喊着不服 木闺凡低声问道 素宝 那是什么鬼 素宝回答 是受气鬼啊 父女俩同款表情盯着交警 交警 苏和问猛逼 拢着手小声说话 我以为会是这奇葩 一家头上有无赖鬼呢 没想到竟然是 太意外了 木闺凡抱着手臂 倒要看看这些人 还想怎么作妖 果然陈家子女继续作妖 警官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耍流氓 警官要直接把他们带走 他们大叫 救命啊 警官打人了 警官 交警 真的很没办法 有时候真就是受气 又不得不耐心跟他们讲道理 皮子都磨破了 竟然还是说不通 陈家子女一个个抱着手臂 就是不接受 反正我们又不懂 你们说的什么法什么法这些 还不是你们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别以为拿这些什么法 什么法吓唬我们 我们就害怕 监控都当场放给他们看了 他们一脸 我不信的神色 监控里陈兴建 骑着摩托开那么快 他们就跟没看到似的 就死盯着两个问题 一是苏老爷子的是轿车 他们是摩托车 大车没事 小车撞烂 肯定就是对方错 二是苏老爷子 把车停在路边 监控里可以看到 有一个路标 屁 屁 那不就是不能停车的意思吗 不能停车路段 他停车 肯定是他不对 交警耐心解释 这个是分时段停车标记 19冒号00-07 0可以停车 打岔的原型标记 意思是 其他时段禁止停车 陈兴建家属 像是抓到什么重点似的 立刻说道 你看你看 你自己都说了 禁止停车吧 所以他把车停在路边 就是不对 交警 心累 人家是19点以后停的车 根本没为停 吃瓜的苏家 其他人 牛逼 这都能掰扯 小县城的医院 尤其是紧急手术后 突然进来的患者 没有预约床位 都是哪床有空中哪床 苏老爷子和陈兴建 都是刚手术出来 外科也刚好这间病房 有两个空床位 苏老夫人感觉很糟心 倒不是说吃不了苦 忍不了这种环境 而是忍不了这一家 虎脚蛮缠的人 苏一辰在木归帆 带早餐回来后 就换成他出去了 不一会进来说道 耐心解释道 红线有一家私人医院 硬件设施还不错 只是医疗水平不太行 不过昨晚 我就已经请了一支 专家团队赶过来 今天早上 专家团队的医生护士 都到齐 等于世界私立医院的场地 用自己请来的专家医生 这样才敢放心 把老爷子转院过去 素宝悄悄悄 给隔壁床的老人 贴了石化符 认真问道 老爷爷 我问你 真的是我外公撞你的吗 他的声音清脆软糯 在乱糟糟的病房里 莫名带着一种 令人宁静的力量 陈家子女 都不自觉地安静下来 哼 派一个小孩来打青青牌吗 装可怜 不管怎么问 我爸都说过了 是你们撞的 就是你们撞的 就在他们以为 他们的老爸 还是会说是对方撞他的时候 老人嘴角孽如 说道 亦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老人嘴角孽如 本来要想咬死 就是他们撞他的 没想到嘴巴一张 就说了实话 是我撞的 我摩托车开得太快了 我看到车的时候 人老了 却反应不过来 就这样直直撞了上去 这话一出 老人的子女全部哗然 大女儿跳了起来 生气道 爸 你这乱说什么呀 大儿子也很无语 你别怕他嘛 人家给你下套你也回答 二儿子 也就是一开始 在医院的灰T恤男子着急 爸 你是脑子还不清醒吧 他们把车停在路边 哪里是你的错 子女们 你一言我一语 都在指责老人乱说话 老人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闭嘴了 在儿女们的自责中 他什么也做不了 明明是刚做完手术出来的病人 却只能掺着嘴唇 任凭子女们指责 无助 又可怜 素宝愣愣看着这一幕 突然发现 自己做的就是对的吗 对老人用实话实说服 的确是让老人说实话了 可也是因为说了实话 被子女指责 等于是他害老人 被子女们指责 原来他自己以为正确 正义的是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完全正义 完全正确 木龟凡即是把他抱了起来 说道 爸爸知道你在想什么 孩子心性柔软 看到可怜的人和事 容易自责 但是 做了就是做了 不要回头去看 有时候不用想太多 到底自己是对是错 不要钻牛角尖 更不用管别人觉得 你怎么样 你只需要做自己就好 善意太多 容易被说圣母 反之也会被人说成 肆意妄为 没有人能让别人完全满意 完全赞成 完全喜欢 所以 根本不用去想 做了 就是做了 能拿我怎么样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木龟凡抱着素宝 第一个离开 苏一辰请的专家团队也到了 穿着白大褂和护士服的 医护人员进来 推着一个崭新的转运车 也不知道什么车 一看就很高级的样子 两秒就完成患者换床 直接推出去了 苏家人自然也不会再待在这里 听陈家子女纠缠不休 一下子就全离开 陈家子女一看苏家人要离开 顿时冲上去 拦住门口 不让他们走 即便他们老爸亲口承认了 是他撞人 但他们依旧认为 老人是刚做完手术 脑子不清楚 根本没搞清楚状况 所以是绝对不会让苏家人走的 然而苏家是他们拦得住的吗 转眼间 苏家人就走得干干净净 陈家子女只好大闹 警官上来拉他们 他们就大叫着警官包庇 没有天理 无赖闹起来的时候 容易看出是耍无赖 但真的坚信自己 被不公正对待的人闹起来 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知道事情经过的路人 都以为是真的了 又看躺在床上的老人 两眼湿润 哆哆嗦嗦 想要抬手抹眼泪又动不了 看着要多可怜有多可怜 交警和警官又是不理受害者 直接离开 还撂下狠话说 秉公办事问心无愧 不服可以去投诉他们 在不明真相的人耳中 听着的确像狠话 威胁受害者呢 同一层病房的吃瓜家属们纷纷说道 什么呀 这也太可恶了吧 当官不为名做主 太黑了 唉 这种事还少见吗 现在都是官官相护 有钱的杀人都还能买人帮坐牢里 更别说这种了 我表哥上个月就是 巴拉巴拉 众人议论纷纷 咬牙切齿地看着电梯方向 你看这家人多有钱啊 还请一支专家团队 整整十几个人 社会资源都被他们占了 公平公正也是他们说了算 苍天啊 大地 这社会还有没有公平啊 陈家大女儿抹着眼泪 哽咽道 大多数有钱人 他就是心眼坏的人 不坏发不了财 只有老实人才会老老实实打工 一辈子都没钱 就是这些资本家坏的 只可怜 我们老爸被撞成这样 还申诉无门 陈家大儿子愁眉苦脸 老人骨头脆 这么一撞 以后住院啊 护理啊 照顾啊什么的 都要一大笔钱呢 他们要怎么办 为什么这家人这么坏 为什么当官的 都不帮他们做主 真的要上诉投诉 他们又不认识人 还不是被他们欺负 陈兴建孤单又不安地躺在床上 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打着吊针的手 不断哆嗦 都没人发现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已经老了 平时在工地干活 都感觉吃力 以后肯定干不了活了 出院回家后下白床 谁照顾他 十九受气只能忍 医院里的议论苏逸辰 他们已经听不到了 素宝盯着电梯门 思绪发散 为什么人的认知 总是会这么固执呢 这一路走来 他已经发现了 不管是什么事情 总会有人坚守在他们的世界里 固执着自己的认识 就算是讲道理的人 也会坚信他们的道理是对的 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 尽力地去说服别人 好像大家都不肯接受 跟自己不同的意见 素宝扪心自问 他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吗 想来想去他觉得不能 在陈家子女的认知里面 他们坚信自己 就是对的 自己被欺负 在他的认知里面 同样也坚信 陈家子女是虎脚蛮缠 但换过来 陈家子女不觉得自己虎脚蛮缠 他也不觉得他家人欺负了别人 原来自己也是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世界观也是相对的 想得太多 素宝竟然晕头转向了 猛地摇头 不想了不想了 爸爸说了 不要转牛角尖 外公 素宝来推你哦 此刻已经来到了私立医院 素宝伸手搭在病床上 帮忙一起推着 虽然他帮不上什么忙 但素老爷子看到他在 就欣慰了 谁也不知道 他这一趟 还真的下鬼门关走了一回 那个地方好阴冷啊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孤独 心慌 害怕 原来他们家小乖宝 每次出远门 都要去到这里的地方 素老爷子心底难受 看到素宝在 他就安心了 至少素宝现在 不在那个阴冷的地方 素老爷子在医院住了一周 在专家团队的精心照顾下 他已经恢复得很好 再住一个星期 因为人老了 外伤狠狠恢复 还是要住院完全好了 再出院好一点 素宝在爸爸的帮助下 找到了那个 处理这次事件的交警叔叔 他叫孟正 受气鬼被素宝收了 但他这次没有离开 而是在背后 安安静静地观察起来 后来陈家子女又去闹了一通 投诉他态度不好 虽然这件事监控 人证 花店老板娘 以及现场事故鉴定及照片 这些证据都摆在面前 但因为老百姓的投诉 孟正还是接受了一次处分 事故的通报同步到官微 各个新闻频道 新闻媒体 陈家子女自然没讨到 他们想要的结果 但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孟正也当众对陈家子女 道了歉 说明是自己办案经验不足 引起误会 没有处理好群众情绪 孟叔叔 素宝看见孟正在执情 主动拿了水上去 孟正愣了一下 说道 是你啊 你们怎么来了 他看了木龟凡一眼 总觉得这人 有点同行的熟悉感 可他的确没见过他 素宝说道 谢谢孟叔叔秉公办事 这是给叔叔的水 天热了 叔叔多喝水 他乖乖巧巧地递水 看他不接 还点起脚来 小脸上都是纯质 孟正心底的疲惫 不由得一扫而空 赶紧接过来说道 谢谢小朋友 这是我该做的 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 可得冒烟的喉咙 瞬间舒服不少 素宝推到一边 问道 孟叔叔 那些人都不理解你 你不会觉得难受吗 受气鬼在他头上 素宝想象不出 他平时有多受气 在他的印象里 孟叔叔应该是像爸爸那样 人人都尊敬才对啊 孟正笑了笑 习惯了就好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素宝不知道说什么 那你不会委屈 素宝想不明白 孟正被很多人 问过这样的话 但一个小孩这样问他 这是第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就苦笑了一声 说道 委屈吧 曾经路上看到一只大狗咬人 我为了救人 打死了狗 第二天收到狗主人 送来的花圈 摆在我门口 有一次大年三十 在高速路执勤 拦住了几个违章的大货车 几个大货车 车主下来围住我 逼我不要开罚单 不然就砸警车 苦讲道理不听 年三十找不到人支援 他只能憋屈地开走警车 放他们走 他感觉委屈 丢人 可是警车要真的被砸了 砸的是交警的尊严啊 很多时候违章截停的 车主都没有那么好的礼貌 被截停 大多数人都是有怨气的 怨气大的 还会给我吐口水 大喊我打人了 无数这样的场景 可他能怎么选择 正慈爱的摸了摸素宝的脑袋 回去吧 太阳太大了 谢谢你送的水 素宝想说什么 到底还是没说得出口 看他再忙 只能默默离开 素宝又去观察了陈家 陈兴建筑了一个星期 因为住院贵 一个星期还没恢复好 子女就接他出院了 回到家 子女们倒也照顾了他几天 但大家都要上班 都要为了生计奔波 老人最终被独自留在家里 二儿子上班之前 把吃的做好 放在他床头 一去就是一天回来 老人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恶臭不已 老人常常躺在床上 如今的可怜 他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也不觉得是自己的错 只觉得自己 为什么晚年了都这么可怜 为什么同样是老人 人家那么有钱 子女照顾 还有专家团队 他却连一个照顾的都没有 为什么他被撞成这样 对方那么有钱 却都不赔给他一点 二十名物突破 素宝亲自走访 暗中观察了 陈兴建出院后的现实状况 又用通判笔 看到他心理历程 一生过往 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怎么上进 靠父母帮出彩礼 娶老婆 他和老婆每生一个孩子 等孩子半岁左右 就把孩子丢在老家给父母带 夫妻俩在外打工 一年只回去一两次 直到父母老了生病去世 他们才把四个孩子都接到身边 一下子压力太大 老婆累倒了 他四处求医 最后老婆还是死了 陈兴建一个人 承担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学费 还要照顾大的小的 年轻时是典型的 在外面不敢吭声 回到家里就各种抱怨 指责大儿子 养你这么大了 暑假也不会帮父亲干点活 赚点钱 指责大女儿 读那么多书 没考上大学 浪费好几年的学费 你对得起我辛辛苦苦 供你读书吗 跟二儿子抱怨 我太辛苦了 谁能帮我分担 你们四张嘴巴 就会张口吃饭 什么忙也帮不上 跟小儿子发脾气 父亲那么辛苦 你一天天在家那么开心 对得起我吗 子女们在感恩和愧疚 以及自责中长大 渐渐形成了奇怪的思维 幸福不是他们该得的 有什么开心的事 赡养父亲是应该的 但是真的要照顾父亲的时候 总是下意识逃避 可以说 老人的晚年凄惨 是他自己造成的 原来这就是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光看老人现在的凄惨 谁看到了都要同情 都要心酸 可他真的就无辜吗 素宝手起通判比 看清楚了这件事 再次想到自己 之前想的那个问题 世界观是相对的 对别人来说 陈兴建很可怜 在他看来 却是因果报应 对陈家来说 他和大舅舅他们很可恶 世界不公 但在他看来 却是他们最有应得 素宝一瞬间扶至心灵 忽然看通透了 师父父说过 人间百态 所以 世间本不就是这样吗 又想想爸爸说的 没有完全正确的事 只要做了自己 该做的事就好 就在这一刹那 素宝身上有光闪现 通判比自动浮在他的眼前 原本他握不稳通判比 现在彻底跟他契合 通判比没有完全契合之前 只要随便一个 像都市王那样厉害的人 来把他杀了 通判比都能被对方抢夺了去 可现在不一样了 素宝感觉自己 和通判比 已经完全契合 他不会再拿不稳比 举个例子 之前摘取生魂花 他要是站在银谷外面 控制通判比去摘取 通判比很可能 被银谷的钢峰席卷进去 掉落在里面 他再也拿不出来 但是现在 他要是再拿通判比 去摘取生魂花 通判比不会再被钢峰卷走 之前遇到都市王 若是都市王把他杀了 可以捡走他的通判比 拿回去不断炼化 炼化到一定程度 通判比就是他的了 但现在 就算都市王把他杀了 通判比被他捡回去 练到命都没了 也不可能把通判比练化 这就是区别 我懂了 我真的懂了 素宝高兴地手舞足蹈 一挥手 通判比握在他手中 正在开车的木龟凡 他的小乖宝又怎么了 素宝拿着通判比 如神来之笔一般 刷刷刷在面前的空气上 写下几个字 通判比的笔尖 发出一片金光 素宝一抬手 他又消失在素宝手心中 素宝哈哈一笑 可开心了 木龟凡 素宝说道 爸爸 我变得厉害了一点点 木龟凡谎悟 是因为会用通判比了吗 素宝点头 嗯嗯 木龟凡毫不保留地夸赞 爸爸的小乖宰真棒 然而木龟凡和素宝都不知道 他们理解的厉害了一点点 到底有多厉害 素宝太开心了 回到家后 就开心地把兽气鬼溜出来玩 哦不 审判 魂狐里 花心鬼和嫁衣女鬼 正站在神术不远处 嫁衣女鬼一脸娇羞地探头探脑 哎呀 也不知道纪大人今天有没有醒 木家去看看 花心鬼 你够了 一天天的什么外心思 放着让我来 梁鬼推推嗓嗓 满嘴跑火车 但到底是有分寸 这么多天了 也并没有趁着没人在的时候去偷看 说鬼说 但他们知道真的要这么做的话 那也太猥琐了 这时候受气鬼搜一声 被素宝提出去了 懦弱鬼精神一震 鬼故事开始了 搜 他也出去了 站去前排沙发 花心鬼 哎 等等我 说完也搜一声飞出去 其他鬼反应慢半拍 纷纷跟上 有钱鬼打了个哈欠 盯着无赖鬼和贪婪鬼 你们俩老实点啊 好好给我待着 无赖鬼愤愤不拼 他们都出去找乐子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 贪婪鬼说道 就是 我们三个都是后面才来的 你这屁股到底坐在哪一边 有钱鬼掀了掀眼皮 翻了个身 坐哪一边 当然是哪边有好处 坐哪一边了 当他傻呀 生前拼命赚钱 在给员工发钱的路上 被钱压死 死后刚变成恶鬼游荡没多久 就被那个道士抓了 鬼上身 帮别人赚钱 生前死后 都是辛辛苦苦卖命 现在不一样了 他只需要躺在这里 看出这两个家伙 表现得好他 就能尽编制 傻子才想跑 所以 任凭无赖鬼和贪婪鬼怎么说 有钱鬼都悠哉悠哉 就是不给他俩出去 要想霍霍魂狐里的阴脉呀 生魂花呀什么的 有钱鬼又第一个上去捶抱他们 无赖鬼和贪婪鬼大喊委屈 可惜没用 虽然同是恶鬼 有钱鬼却比他们厉害 要真打起来 有钱鬼都不需要打 豪一嗓子 花心鬼 他们都回来了 他们也只能是自讨苦吃 当即只能任命的打工 二十一受气鬼 懦弱鬼抢到了前排沙发 他盘膝坐在素宝面前 一手的手肘撑着膝盖 手背撑着下巴 双眼温柔地瞅着素宝 花心鬼也抢到前排 兴奋到 终于又有鬼故事听了 这个流程他们喜欢 虽然在魂湖里 他们也可以逼问 刚抓进来的新鬼 自己听鬼故事 但他们不干 他们就是喜欢等素宝搬小椅子 一起听故事 受气鬼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脑门上缓缓扶起一个 问号 沐龟凡才去厨房打了一杯水 回到客厅发现 沙发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他只好拉过来一张椅子 坐下后翘起二郎腿 一手挂在椅背上 坐得漫不经心 带着慵懒 嫁仪女鬼悄悄说道 啊 奴家忽然就不想坐沙发了呢 沐龟凡 假装没听到 素宝双手扶着下巴 歪头道 受气鬼是吧 说吧 你叫什么 哪里人 怎么死吧 老实交代 受气鬼本想沉默一下 不想说话 但看了看素宝 总莫名觉得这小孩 有种不容置疑的气势感 他茫然说道 我叫福斯琴 今年29岁 红线人 家住XXX小区 素宝移了一生 红线人呀 怒归反扁了女鬼一眼 受气鬼点头 不知道是不是生前受气受习惯了 没有了脾气 逆来顺受的 素宝又问 你既然在红线 为什么没有回家 你家人没有给你立杯吗 立杯见了排位 按说都该下去 投胎了呀 受气鬼摇头 我父母也不在了 原来 受气鬼就是红线第一院的医生 别人都说 我们做医生的铁饭碗 受人尊敬 地位高 实际上从我们学医开始 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学医一般是本科五年 毕业后 如果考研的话 再要三年 毕业后进了医院 多数要一年轮转 然后以住院医师身份 接受的系统化 规范化培训 培训时间为年 这个阶段称为实习医生 完成培训 并通过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者 才获得全国统一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证书 称为住院医师 住院医师 才算是一个医生生涯的正式开始 也就是说 一名正式医生的成长 不考研的话需要九年 考研的话需要十二年 但从时间上来说 我们受的是同龄其他行业的气 受气鬼苦笑道 人家大学四年毕业 毕业后马上投入工作 工作四年后 带有房的有房 带有车的有车 大多数都已经稳定了 而我们这一行 毕业后四年才正式上岗 有正式工资 太惨了 昔日的同学光鲜亮丽 他们才开始领一两千的工资 受气鬼强调 那时候小县城的住院医师 工资就一两千 现在可能会好点吧 但与他无关了 本以为正式踏入这一行了 终于有笨头了 没想到 这才哪到哪呀 住院医师不好当 要轮班 要写病历 有时候病人多的时候 白天忙得脚尖漂浮 下班了 你以为就可以休息了 不 要写病历 一写就是一个晚上 写到深夜 日日循环 可能说起看病住院 大家问最多的是 有没有保险 尤其是工家的医疗保险 很多人以为医疗保险 就是住院了花了 就给报销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报销是有额度的 打比方 今年整个医院 所有科室的报销额度 是一千万 意思是 不管有多少病人报销 上面就只给你一千万 要是超额了 科室医生就得垫上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医院 医生不愿意给病人 开能够报销的药 看病为什么越来越贵 有一年 我们报销额度超额了 科室的额度 只剩下五十万 那么多病人 全部报销下来五十五万 我因为给一个条件 困难的病人 开的都是医保的药 最后分摊的最多 一个月工资两千块 抄医保后 个人垫上一零零 再加上扣这个扣那个 加加减减 那个月工资一零块 作者 好像说太多不能说的了 就此打住 说出来别人都不信了 一个医生 看着地位多高啊 工资一百八 兽气鬼摇摇头 这些兽气都只是正常 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不得不熬 不得不慢慢学会 怎么平衡报销 能不开报销的要不要开 尽量留给真正没钱的病人 等等之类的骚操作 管理越不规范的小医院 骚操作就越多 素宝太小了 听得一脸猛逼 啊 为什么 木龟凡淡淡说道 别问这个了 下一题吧 他怎么死的 素宝 哦 下一题 你怎么死的 受气鬼回了回神 停止自己负能量满满的抱怨 有一天 一个男人把他老婆送来了医院 二十二因果轮回 他老婆身体原本就不好 太累了 确诊了尿毒症 问起平时的生活习惯 大概也是一些忙起来 一做就是一天 有尿不去厕所 习惯性憋尿等等原因 素宝吓了一跳 不尿尿会得尿毒症 受气鬼一顿 说道 医学上说 所有一切都不是绝对的 但习惯性憋尿 有尿液的时候不去尿尿 容易造成尿路感染 肾余肾炎等等 而慢性肾余肾炎 长期不治疗 才有可能进展成尿毒症 憋尿不是绝对能引起尿毒症 只是所有病都是 慢慢积累的 原因太复杂了 不要说你不明白 其实很多病人也不明白 那个女人送进来的时候 只是恶心呕吐腹泻来检查 结果查出来 就是尿毒症了 她的老公听到这个话之后 当场就打我一巴掌 素宝 啊 这这这 关医生什么事 兽气鬼悠悠说道 她说 我老婆送进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才给你们看一下 就查出了尿毒症 说的好像是他们故意 给她查出尿毒症似的 男人也的确是这样想的 认定是医生故意检查出尿毒症 然后开出一堆检查 让他们去做 再住院治疗 好收割他们的钱 素宝和几个鬼鬼面面相去 奇怪 这虎脚蛮缠的性格 怎么听着有一丢丢熟悉 兽气鬼哼了一声 可不熟悉吗 这个男人就是陈兴健 没想到蛙没想到 十几二十年过去了 他居然还能在医院里 见到陈兴健 素宝蛙了一声 这都能碰上 这叫什么 懦弱鬼说道 这叫因果轮回 素宝点头 嗯嗯 然后呢 受气鬼说道 陈兴健不相信我们的诊断结果 张嘴闭嘴就是说 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查出尿毒症了 我们当医生的 最讨厌的就是听到这句 人送来的时候 还是好好的 麻蛋 好好的人 怎么会送来医院 受气鬼说起来就觉得窝囊 可没办法 给病人和家属解释病程 沟通 都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我耐心地跟他说明原因 他老婆身体一直不好 平时生活习惯也不好 而尿毒症 就是慢性肾衰竭患者 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 所以肯定是要马上透析 治疗的 陈兴健根本不信我的解释 一个劲地说 就没听说谁做酒了 憋尿了 就得尿毒症的 肯定是你们课我们 受气鬼那个气啊 可是有什么办法 解释也解释了 治不治 也只能他们自己决定啊 就带老婆回去了 临走前说 不就是恶心呕吐拉肚子吗 给你们说的快死似的 陈兴健不仅打了他一巴掌 非但没道歉 还一直骂 最后还投诉他了 他奖金就被扣了 那个月工资也很少 最让我崩溃的事 那是我入行那么久以来 第一次挨病人打巴掌 或许是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巴掌 受气鬼说起来 至今依旧觉得委屈 眼底犯着屈辱的泪 过了两个月吧 陈兴健的老婆就不行了 整个人都浮肿了 看到的病人家属们 看他时也带上了异样的目光 就是他 挨人家打了一个巴掌 听说是乱开药 年纪轻轻的 看着就不靠谱 估计是没给看准 人家不可能无缘无故 打他一巴掌 这样的言论 其实并不少 受气鬼眼里泛着泪 我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 是我人生中 受过最多恶意的时候 因为传出他医术不好 会乱开药 所以他的病人开始质疑他 总会怀疑他用的药对不对 是不是给他们乱开药 碰上什么不舒服了 立刻就说 是不是他的问题 甚至他还被病人当众骂 被打 被拿东西砸在身上 受气鬼抹了一把眼泪 我至此才知道 原来前辈们说 劝人学一天打雷批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不说了 受气鬼就好像一个憋了太久的 受委屈的孩子 总是忍不住抱怨 抱怨之后 又难过地回到正体 离开医院后的两个月 陈兴健都是带老婆 去诊所买腹泻药制的 腹泻不好 又去找那些营业执照 都没有的小医馆打掉针 掉针打不好吧 又找那些民间的偏方 吃中药 本来肾功能衰竭的患者 就很忌讳乱吃药 乱吃药 多吃药 肾没问题 都能整出问题来 更何况陈兴健他老婆 本来就尿毒症了 太晚了 没治了 最后死了 受气鬼叹气 说起来依旧是惋惜 老婆死后 陈兴健更是爆发了 他觉得 是医院致死了他老婆 更气人的是 他怀疑我医术不行 我太年轻了 没有本事 是我吃死他老婆的 他说 人家有经验的大夫 都是老的 头光的 胡子白的 你看看你多年轻 肯定就不会治 肯定就是你乱用药 肯定就是 你治坏了 医院只好拿出 死者住院时的病例 证明他都按照规范的流程 陈兴健又说 那他就是不会治病 治病还要参考答案 按照流程 不会随机应变吗 总之闹太厉害了 对医院影响也不好 为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最后医院 还是赔偿了陈兴健二十万 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赔的 自然 那个月他的奖金又被扣了 素宝 二感 和阎王抢人的人 受气鬼继续说道 医院赔了钱 本身是想平息事情 不要陈兴健在闹 他真的太能闹了 搬着老婆的尸体 摆在医院门口 声泪俱下 因为他坚信是拥医治死人 所以真情流露 感染力很强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赔 赔了等于 间接承认是医院错 医院是不用担心太多 但落实到个人头上 压力就很大 不知道的人 就真觉得 是我医疗事故 我的错 受气鬼苦笑 生命中最后两个月 真的很黑暗 黑暗的他不停怀疑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怀疑自己从医到底 有没有意义 倒霉鬼叹气 所以你是自杀 没想到受气鬼摇头 不是 哈哈 说起来真的是 因为这件事 我压力太大了 心态也调整不好 整晚整晚失眠 白天又要高强度工作 按道理来说 太累了 应该能很快入睡 但我那时候越累 就越睡不着 这种强度 几乎没几个人能受得了 他也因此猝死在宫位上 就这样死了 受气鬼摊手 他说到这里 似乎轻松了许多 素宝却觉得很沉重 那你是因为死了之后不甘心 或者想不明白 因为这些执念 才变成恶鬼的吗 受气鬼摇头 也不是 说起来 当时我手头正好有个重症病人 死前那几天 反而没想太多 就想怎么治好这个病人 怎么抗感染 怎么用药 死后也没反应过来 一直在思考 等他回过神来 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本来要走的 因为在宫位上死的 正对着电脑 还有几个病例没写 写完病例 电脑上有新的病人入院 继续看 继续思考怎么治 形成了惯性 变得有点呆滞 呆得越来越久 呆得越久 反而越不想离开 就这样呆了十几年 或许是有执念吧 但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执念 茫然回首 他只觉得脑袋空空 本来想回家 但发现十几年过去 父母也不在了 不知道去哪里 徘徊在路上 正好看到孟正给一辆 违章停车的豪车 贴罚单 车主应该挺有钱的 当即对孟正 吞了口水 甩了几张人民币 在他身上 狗交警 不就是想要钱吗 赏给你 说完不顾阻拦 轰一声开车 把孟正顶出去机密 他也很受气 本来这是应该是 那人的责任 要抓那人拘留才对 但是这小地方 反而更讲关系 那开车的男的有关系 对方非但没被惩罚 反而是孟正写检讨了 我就是从那时候 附身到他身上 受气鬼叹气 真不是想害人 就是觉得同病相怜 素宝没说什么 只是忽然问道 受气鬼姐姐 你后悔当医生吗 受气鬼愣了一下 沉默良久 花心鬼暗道 应该是后悔的吧 好不容易转正 却遇上了各种不公 一心为病人 也没得到一个好结果 是他他肯定会后悔 不想受气鬼却摇头 说道不后悔 虽然工资低得要死 也会被病人不理解 甚至上到整个医院的关系 有时候为了一些 规章制度的东西 不得不应对 不得不妥协 但受气鬼却不后悔 我第一次就回来 一个病人的时候 是我在急诊课轮转的时候 那是个落水的病人 休克了 送来没有了呼吸心跳 抢救过后 主任也觉得没希望了 我那时候刚毕业 年轻气盛 应该是电视看多了吧 相信奇迹 他中二式的 固执地给他做心肺复苏 做了整整十几分钟吧 他从相信奇迹到 渐渐绝望 没想到这时候 病人却奇迹生还 你们没办法感受那种感觉 受气鬼眼里闪着泪光 救活一个人的感觉 那是绝望中 陡然升起的希望 就好像黎明 最后的黑暗过后 升起来的太阳 足以让人温暖 感动 也是那一刻起 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救更多的人 救死扶伤 那个人的家属 跪在了我面前 哭着跟我说谢谢 受气鬼说起来 依旧是泪光闪闪 我没法形容 没法形容那时候 自己内心的震撼和感动 他就活了一个人一眼 后来 在他短短几年的医生生涯中 只好过数不清的病人 也抢救过几个冰死的病人 有一次 一个实习生问我们科主任 医生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主任说 医生是一个敢跟阎王抢人的人 阎王要人三更死 我们敢把人留到五更 甚至直接抢走 受气鬼笑了起来 眼里的泪光也开掉了 所以你们问我后不后悔 虽然最后两个月 经历是最黑暗的时期 可我依旧不后悔 我想 就算我再干十年 二十年 经历过更多令人寒心的事情 也不会后悔 而且 他相信 他大多数的同乡都不会后悔 纵然有过抱怨 愤怒 哭泣 也不会后悔 因为救回一个人的成就感 足以治愈过往所有盘根在心里的黑暗 这些使命和信念 是他们选择这一行并留下来的人 永远都不会抛弃的东西 这一颗受气鬼身上 仿佛闪亮着光 素宝有些恍神 在阎王手里抢人啊 他抬起手 在受气鬼额头上轻轻一点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那你赢了 你超厉害的 受气鬼愣住 二无妄出心 受气鬼愣住 他不知道素宝就是阎王 所以不明白素宝这话是什么意思 然而在这一瞬间 他心里的执念一下去全消失了 原来他的执念竟然是这个 受气鬼也露出笑容 谢谢 他看了一圈 谢谢你们 原本看他们围观听故事 心底还有些抗拒呢 没想到说出来后 反而全都释怀了 素宝忽然问道 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会记恨那些人吗 那些说过你坏话的 跟你发脾气的人 受气鬼摇头 不会 患者本身生病不好受 可以理解 病人家属不了解医学的东西 大多数也可以理解 不能理解的也就过了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 很多病人要治 自然也没有精力去记恨 他不求大众 把他们医护人员 当成天使 当成神 只求大众把他们当做正常人看待 真的就心满意足了 素宝点头 姐姐 你还真好 要是他 他可能会做不到呢 花心鬼拍拍屁股站起来 好了好了 鬼故事听完了 该回去干活了 懦弱鬼 嗯 我去看看纪大人有没有醒 嫁衣女鬼拉着受气鬼的手 小姐姐 奴家进去 给你挑个坟头 受气鬼 素宝跟着进去看了一下 见师傅傅还没醒 也没有其他异常 就出来了 下午木归凡 又带素宝去医院 看望了一下苏老爷子才回来 晚上 素宝洗澡刷牙后 早早上床 抱着自己的小兔子 木归凡摸了摸他小脸蛋 问道 在想什么 素宝说道 在想受气鬼姐姐 为什么不后悔 木归凡看着他 声音温厚低沉 他的医院里 纵然有不公 也会有人甚至是他的科主任 有灰色收入 各种不能说的行业潜规则 但是 一个人做一件事的初衷 是不会变的 最初 他们选择踏进这一行的时候 同样对着师祖做过宣誓 同样抱着救死扶伤的心 这个世上 哪里都会有蛀虫 哪里都会有不讲道理的人 但是 你要相信 光明总是会胜过黑暗的 就好像有太阳照到的地方 能压过所有黑暗 不能因为小部分存在拥医 就否定了大部分医生 默默付出的奉献 也不能因为小部分 自私贪心的人 就否认了大部分公职人员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以令人生物痛绝的小部分 去否决默默付出的大部分 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在木归凡低沉的话语中 素宝渐渐睡着 他嘴角挂着一丝释然的笑 梦里梦见一轮好大的太阳 挂在魂湖里面 吓得花心鬼姐姐 他们四散狂奔 咯咯咯 睡梦中的素宝笑出声 还没有离开 正静静看着素宝的木归凡 不由地跟着笑起来 点了点他的小鼻子 晚安 乖宝贝 木归凡轻轻轻了 亲他的额头 关门出去了 深夜 木归凡坐在办公桌前 斟酌良酒 发出去一份文件 太阳出来了 日子似乎一如既往 梦正换上自己的制服 暗自给自己加油打气 出宫前老大 拿了一份文件过来 喊所有人过来 都过来 开个早会 这份文件是 关于关怀一线公职人员 提到了我们要关心 嗯 那个呀 关心 关怀我们的一线同志 那么就这个文件呢 我讲以下几点 啊 首先 梦正听着满口官腔的领导 心底有些无奈 开这种会 他还不如去一线巡逻看看呢 正在这时候 上面提到他名字 嗯 那个 梦正 梦正一个机灵 下意识以为自己又要被批评了 却听上面说到 梦正同志一直在一线坚守 嗯 每每废寝旺时 旺我 蛇小家 雇大家 梦正面上认真且谦虚地听着 实则内心毫无波澜 什么蛇小家雇大家 谁不想雇自己的家呢 一线工作太多 其实他都可以承受 他本职工作该做的事 都不必强调什么 牺牲 取舍 都是他应该做的 只是梦正经历太多了 有点什么感动事件的时候 全网媒体一顿吹 吹他们是英雄啊 神啊 守护者啊 其实梦正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吹嘘 怎么说呢 梦正觉得 拿医护人员来举例 就很贴合自己想表达的观点 梦正也很讨厌看到 媒体在大事件来临时 各种吹医护人员 是最美的天使 派医护人员各种味道 躺在地上休息什么 然后一顿高歌猛进的吹捧 这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曾在晚上 送过一个车祸男人去医院 碰巧医生休息了 那男人竟说了一句 医生这个时候不上班 竟然去睡觉 很有很多 因为他这个工作避免不了 经常会送人去医院 遇到中午医生吃饭的 医生说 稍微等一下我吃两口 有群众脾气很不好的 说病人都在面前了 医生竟然在吃饭 甚至遇到医生去上厕所的 也有群众不满 说就不能憋一下 你们医生不就是天使 最是救死扶伤的吗 二十五只球 把他们当成普通人 同样的 换在他们这一行身上 也发生过很多超高标准要求 没有送群众一程 被群众骂高高在上的 说 帮助群众 不是你们应该的 不让群众 坐在自己摩托警车上拍照 被骂不尽人情 不久拍个照吗 至于骂 你们不是最平易近人的吗 有发生爆炸大火进不去 群众急着催促他们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 冲进火场救人 因为不进去 就被骂不是人 对不起你们身上这套衣服 甚至他这一行的有些兄弟 只是休息抽个烟而已 被人拍下后 一顿痛批 好像他们就不该抽烟 不该休息 不该顾及家人 因为捧得太高了 公众对他们的标准 也拔高了 他们也只是正常人啊 不求别人 把他们当成英雄 只求把他们当成正常的普通人 孟正脑海里乱七八糟的 想了这一大堆 回过神的时候 台上的领导还在讲话 那么 孟正同志呢 他做出了个人的牺牲 为我们广大的 群众百姓 守住了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现 与以平为优秀先进个人 孟正呆住了 说实话 他年纪不小了 三十好几 老婆孩子经常抱怨他工作忙 回家时间少 也有朋友亲戚 说他做这受窝囊气的工作 毫无意义 可是这一刻 忽然他觉得又有意义了 守住了群众百姓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这只是一句官话 但孟正眼睛却湿润了 不仅是他 还有很多他的同伴 同是一线岗位的同事们 今天早上都突然又意外地得到了嘉奖 他们以为 这或许是上边突然搞出来的一个什么新的东西 为了好看什么的 然而 他真正看过 关怀一线岗位同志的文件后 才发现 上面罗列了很多实际举措 对一线人员的关怀 甚至加入了老大们考核的指标之一 落实的举措 这是哪位领导啊 孟正低难 做出这份文件并下发的领导 一定是个明白一线人员的好领导 孟正心底又冒出了一股子热血 就好像走了好久 忽然看见前面的曙光 也是他们选择这一行时 内心宣誓时看到的曙光 信念 孟正理了里头上的帽子 信心满满地出门了 奔赴自己的档位 另一头 孟正心里佩服的领导 穆归凡 正围着围裙 颇有些笨手笨脚的 给素宝煮芙蓉蛋 他没煮过这么精致的玩意儿 拿捏不了水准 不是煮老了 就是不成形 又失败了 穆归凡看着一碗 稀稀拉拉不成形的芙蓉蛋 十分无语 然后拿着汤勺 呼啦呼啦几口吃光 又重新来一次 素老爷子住院 素老夫人去陪护了 吴妈倒是在家做饭 经常送饭过去 不过今天早上 穆归凡心血来潮 要给素宝煮芙蓉蛋吃 他以为很简单呢 这时候素宝起来了 单手抱着小兔子 打来的哈欠 茫然问道 爸爸 你在做什么 穆归凡回头 嗯 起来了 先坐一会儿 爸爸给你蒸芙蓉蛋 除了芙蓉蛋 也得搞得肉吃 穆归凡同样 不会做那些精致的菜 什么可乐鸡吃 什么盐焗鸡 他会做烤鸡 煮鸡 甚至荷叶泥包起来 叫的叫花鸡 算了 随便做 穆归凡给整只鸡抹了盐 然后拿锡纸包裹起来 就丢进了烤箱里 等了一会儿 穆归凡先端出一碗芙蓉蛋 先吃芙蓉蛋 烤鸡马上好 素宝瞪大眼睛 疑惑道 这是芙蓉蛋 穆归凡 嗯 跟你外婆做的 的确有点不一样 他已经尽力了 素宝拿起汤勺 呼啦啦吃 一边连连点头 好吃 爸爸也吃 穆归凡暗暗自得 白手道 爸爸不吃了 为了试验怎么做芙蓉蛋 他刚刚都吃饱了 虽然卖相不好 但味道还是行的 等了好久 叮的一声 烤鸡也好了 意外的很香 看着吃得很香的素宝 穆归凡心底 有种难言的满足感 终于知道 老太太为什么那么乐此 不比的给素宝做饭了 吃饱喝足后 素宝打电话 问了外公情况 然后就开始在家练习实战 你要打实战 穆归凡诧异 跟谁 没有沙包对象啊 魂湖里的恶鬼也好 鬼王也罢 都不是他的对手 素宝晃了晃阎王殿 跟平等王呀 以前费尽所有 差点搭上一条命 才投机取巧地把平等王抓了 一直以来 他都不敢随意找平等王练手 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是不行 现在素宝却觉得自己 可以试一试 怒归凡点头 好 你把阎王殿放大 记住了要在阎王殿的范围内 阎王殿是他控制的 就算打不过 可以随时控制阎王殿 素宝明白 一抬手把阎王殿放大 阎王殿内部的空间里 平等王正盯着 眼前的五个银骨 阎王殿 要说大可以很大 装五个银骨 绰绰有余 一开始的时候 平等王看到五个银骨 都懒得动弹一下 他不想白白给素宝打工 可等了好久 平等王迟疑了一天又一天 怕素宝是故意炸他 就等他拿到生魂花后 突然抢去 可那么久了 素宝都没有关注过生魂花 好像真的忘了 因此 平等王才刚站起来 费尽力气走进银骨又出来 把生魂花拿到手里 没人阻止 生魂花 他的了 平等王大喜 捂住生魂花就要往嘴里塞去 二十六找平等王练练 平等王手里的花舞得很紧 结果刚送到嘴边 就看到素宝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他面前 嗨 你在吃什么 我看看 平等王下意识地把花王嘴里塞 然而到了嘴边的鸭子 他就是能飞了 素宝手里拿着生魂花 嘀咕道 还好还好 没沾到口水 他辛辛苦苦拿回来的 才不给别人吃 不给 就是不给 平等王 他气得一个扬岛 你玩我是不是 素宝一脸莫名其妙 嗯 没有啊 你又不好玩 为什么要玩你 平等王 阎王殿外观影的木龟凡 这可不新说啊 素宝又说道 我是来找你练练手的 平等王 人民币警号 at大可不必说得那么诚实 素宝 把生魂花塞进魂湖里 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说开始就开始 没有一点点防备 平等王就这样被抓了起来 猛地朝边上一甩 棒 平等王砸在阎王殿的内壁上 发出棒的一声 听着都觉得他头铁 平等王气得蹊跷生烟 你 该死的小东西 你成功惹怒 棒 素宝快如闪电 又抓起他脚踝 猛地砸了出去 你爸爸没告诉过你吗 能动手的时候就不要下笔笔 哦你没有爸爸 不好意思 我有爸爸哦 素宝手里太过用力 以至于说的话 都是大喝出来的 平等王耳边嗡嗡作响 也不知道是被摔的 还是被素宝的话震的 你 棒 素宝一鼓作气 摔了平等王三次 平等王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被他看不起的素宝摔了三次 人都快气炸了 他爬了起来 眼里布满了阴质 个狠狠地盯着素宝 刚刚是他没防备 平等王又记得 他被抓进来的那时候 素宝对他来说 就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他随便碾碾手指 就能把他碾死 平等王站了起来 用手插了插嘴角 冷笑道 很好 刚刚是我不注意 这次你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没想到素宝却对他勾勾手指 你过来啊 平等王 感觉到了侮辱 他眼底闪过一丝冷意 一抬脚 猛地冲了过去 平等王的速度很快 就算他现在是个废了的平等王 但他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素宝在平等王冲过来的一瞬间 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没能避开第一招攻击 他才刚后退半步 平等王一掌就拍到了面前 素宝瞳孔一缩 只听砰的一声 他被狠狠拍飞了出去 素宝 木龟凡不由地背挤一紧 不自觉地攥紧拳头 素宝爬了起来 说道 我没事 爸爸 我没事 在平等王一掌拍到的瞬间 他就已经暗中寄出通判笔 全力抵挡 通判笔和他完全契合 别人是看不到的 但通判笔的确帮他挡住了致命一击 素宝的判断没有错 平等王在盛怒之下 这一掌用尽全力 再加上终于见到了素宝 这小东西还敢来他面前挑衅 平等王是用上了这一段时间以来 韬光养晦所能用的所有力气 他以为这一掌 素宝绝对被打死 就算不死 那也得重伤 谁知道素宝只是被拍出去 后退机米厚厚脚跟刹车 硬生生停住了 没有死 更没有他想象的那样 直接化成鸡粉 平等王心底一惊 不对 素宝现在这么厉害了 他不信 他是被素宝使诈关进来的 那时候素宝才四岁多 现在也不过一岁 一年左右的时间 平等王不信他能成长到这地地步 都能跟他抗衡了 是本王小瞧你了 平等王一眼盯着素宝 这回用上了十二分精力 再也不敢轻敌 素宝现在变得多厉害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被关进来这一年 他没有得到任何休养生息的机会 他的神魂一直是在飘散的 不断地变弱 但平等王相信 他再怎么弱 素宝也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素宝摸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捏了捏自己的小啾啾 还好 发型没有乱 过来啊 你过来啊 素宝又开始挑衅 一个小小的小奶娃 一脸欠揍的表情 平等王恨得牙痒痒 你会后悔你 今天所做的一切 平等王再次扑了上去 如一道黑色闪电 一下子就来到素宝面前 素宝紧盯着平等王的身影 太快了 爸爸说了 今天的训练目标就是 能躲过平等王的攻击 就算是达成了目标 但是这一击他 还是没能躲过去 飞出去在半空的时候 就扑一声 吐了一口血 素宝一个翻身落地 咬牙不吭声 还差一点 27升魂花寒潭水补充体力 他是人嘛 还好有通判笔 帮他抵挡了大部分攻击 否则的话 素宝可不敢这样挑衅平等王 有通判笔护着 他可以把全部精力 集中在平等王的攻势上面 看他是怎么过来的 怎么出手的 好在这一口血没白兔 他看到了平等王的出招路数 看到了 素宝低声 凝神看向第三次扑杀过来的平等王 这次不等他到镜前 素宝就比他动作还快 猛地消失在了原地 平等王的一掌寄了空 眼前的小东西 竟然一瞬间消失不见了 怎么回事 他用了什么拟天法宝 嗨 我在你后面呢 素宝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平等王猛地回头 只见素宝就在他身后看着他 脸上的笑容大大的 简直刺眼 他回头的一瞬间 直接一掌扫过去 这一回他也看清了 素宝在他一掌拍出去的瞬间 就猛地躲到了一边 没用用什么拟天法宝 的的确确是他自己靠速度闪开的 不可能 平等王心经不已 如果素宝是靠他自己的速度闪开的 那岂不是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很恐怖的水平 这他是绝对不相信的 平等王眼神一狠 连续击出几掌 果然 素宝在第一掌到面前时 就已经闪开 但紧随而来的第二第三掌 他并没能躲开 哈哈 原来是这样 平等王哼了一声 也算你你厉害 竟能看透本王如何出掌 素宝飞了出去 砸在了阎王内壁上 阎王内壁凹进去 软了一个坑 跟棉花糖似的 轻飘飘地接住了素宝 平等王 这踏马的旧 不攻天 他砸上去的时候 邦的一声 砸得脑瓜子嗡嗡的 素宝砸上去就是轻飘飘的 平等王眼底英智 现在他已经看透素宝的实力了 他只需要把他杀了 不说阎王殿困不住他 就连这个阎王殿 也会是他的 不得不说 平等王被关了一年 一年没有吃东西 呃傻了 那个脑瓜子什么的 有点不太灵光 也不想想现在 阎王殿在素宝手里 他都有本事 能躲过他第一掌 怎么可能在危险的时候 逃不出阎王殿 再来 素宝虽然受了点伤 但越挫越勇 平等王不等他起来 就攻了上去 其实他体力也已经不行了 闭目休养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才养回一点实力 所以所有实力尽出 毫无保留 一连五掌 素宝脚跟蹬地 猛的一个跃起 如一只灵巧的猫 连续夺过前面三掌 后面两掌的确没能躲过去 但是有通判笔护住了他 通判笔如今就是他的金钟罩 像平等王现在这样的实力 是不可能攻破通判笔的防御 伤害到他的 素宝咳了一声 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 他看着平等王露出一个笑容 没了 这就不行了 平等王手指微微哆嗦 这时历劫之后不受控制 他堂堂地府的遗殿之王 竟然被一个小屁孩轻视了 魂湖里 鬼鬼们摇起呐喊 加油 素宝加油 花心鬼拿了一朵紫色生魂花 素宝 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懦弱鬼不知道从哪里 拿了一个矿泉水瓶 装了半瓶寒滩水 宝贝 喝水 嫁衣女鬼摇着不知道水的衣服 做成了大旗 素宝大人加油 加油 素宝当着平等王的面 拿出一朵紫色生魂花 巴唧巴唧吃了下去 又拿出一瓶水 咕咚咕咚喝了半瓶 刚刚受的伤 瞬间就好了一大半 惨白的脸色都变得红润了几分 素宝把矿泉水瓶往旁边一扔 补充好体力了 平等王嘴角一抽 这是 那个寒滩里的水 他没感觉错吧 平等王在这里平集了一年 对所有东西都有很敏锐的感觉 感觉到素宝喝的水 就是寒滩的水 大爷的 他吃生魂花 喝寒滩水 打他一个饿了一年的人 还是人嘛 矿泉水瓶落地的刹那 他小小的身影就猛地俯冲过来 半空中拉出一柄长剑 猛地朝平等王头上砍去 看见 素宝嘀喝一声 一剑劈在平等王头上 扑 平等王来不及躲避 他的体力已经不足了 硬生生被剑劈成两半 脑瓜子都分成两边了 一时间煞气滚滚 素宝一喜 中了 平等王眼里露出一丝阴冷 残忍笑道 给本王死 二级肠似乎更亮了 平等王很狡猾 这一剑没有躲 反正鬼嘛 被劈成多少半都不要紧 只要不是魂飞魄散 还是能粘回去 他任凭素宝这一剑劈下 是因为 料定了素宝劈完一剑后 没有多余的精力躲避 此时此刻 素宝就在平等王面前 他的确转不过弯来 剑还没收回 平等王铺天盖地的一掌 就劈了过来 素宝一惊 脸色大 来不及了 这一掌直直拍在他脑袋上 素宝 中鬼大惊 忍不住大喊起来 可他们不敢出去 这里是阎王殿 素宝一个意念 自己就能出来 但他们要是出去的话 只能拖他后腿 素宝被一掌正中脑门 平等王狂喜 不枉费他硬生生挺了一剑 这回这小东西 给他死 然而下一瞬 一只笔陡然出现 悬挂在素宝头顶 猛地炸出一片金光 平等王瞳孔猛地一缩 金光护住了素宝 让他完全躲过了这一击 顺势还把平等王的攻势挡了回去 扑 平等王被自己的一掌攻势反弹 飞出去再次砸在阎王殿内壁上 这是他第二次自己打自己 一次自己打自己 被素宝趁机关在了阎王殿 二次就是现在 素宝趁他被击飞 一个闪身离开了阎王殿 很快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没事吧 素宝的声音 爸爸 没事 男人的声音 没事就好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 你做得很棒 这次我们的训练 目标就是 能躲过平等王的攻击 你已经达成了 并且还能劈了他一剑 超标完成训练 素宝很高兴 耶耶耶 目归凡 下次我们的训练目标 就是把他打败 素宝 平等王吐血 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 一直以来 他都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现在却听到这对话 明显就是故意给他听到 想要气死他 平等王只感觉要气炸了 昔日一殿之王 如今落到了这种下场 沦为了素宝的沙包 居然还有下次 更吐血的是 平等王不得不承认 素宝实力的确大涨了 如果只是厉害了一点点 根本还不是他的对手 但 他却已经和通判比完全契合了 现在虽然他 没能主动击杀他 却能十拿九稳地避开他夺命杀招 还能从容离开 平等王激怒的同时 心底隐隐约约升起一丝恐惧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恐惧 素宝现在都这么厉害了 等他历劫回归的时候 岂不是要比以前的那个他都厉害 那么这次他的造反 绝对死定了 平等王有一种 看不到未来的绝望感 心好心好 素宝很饿 这一通训练下来 竟然已经到了下午 吴妈已经回来正在做饭了 苏老夫人还在医院 素宝跑到厨房 可怜兮兮地说道 吴妈 我饿了 吴妈宠溺地看着他 小小姐 再等一下 很快就好 素宝点头 嗯嗯 那我去洗澡 还有时间 素宝又回到自己房间里 拿出紫色生魂花 同时装了半桶寒潭水 他用得很小气 十分舍不得 半桶寒潭水 看着不多 但是他泡进去后水会长起来 正好泡到他脖子的地方 又不浪费 又能充分利用寒潭水 完美 素宝洗白白后 立刻就泡到桶里了 他闭上眼睛 回悟刚刚和平等王的对战 他脑海里复刻了 刚刚对战的每一幕 谁也不知道 素宝强大的记忆能力 开始复苏 他脑海里的回想像一针针动画 慢放十倍 素宝能很清晰地看到 平等王是怎么出手 怎么算计的 原来 刚刚是他大意了 那一件他以为批到平等王 自己胜利了 没想到这是平等王 是故意让他批到 怪不得爸爸说兵不厌诈 原来是这么回事 素宝就这样 沉浸在感悟中 他周身发出微微的亮光 寒潭水裹挟着整个小小的身影 他刚刚受的伤 以肉眼可见速度愈合 直至完全无恙 还在隐隐升级 魂狐里懦弱鬼感觉到了 素宝越来越强了 他低难 我们也要努力了 神术上 记长那个亮光 似乎也更努力了 嫁衣女鬼狐疑 花心姐姐 奴家好像眼花了 纪大人好像变得更亮了呢 浴室外 沐龟凡等了好久 吴妈都做好饭了 他在浴室门前喊道 素宝 没有回音 沐龟凡心底一紧 想到刚刚素宝受伤吐血 难道是 他猛地推开浴室的门 却见素宝整个人缩在大桶里 泡着寒潭水 闭着眼睛 跟打坐似的 沐龟凡 星号星号 夜色渐浓 一辆绿皮火车 从铁路上呼啸而过 一个东西飞落了下来 透过灯光明亮的火车车窗 可以看到一个男人 缩了脖子进去 次日 一个铁路 巡逻员正打着哈欠 一边巡逻 查看火车轨道 枕目的情况 忽然他看到 轨道的旁边 有一个黑色塑料袋 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咦 按照规定 他要维护铁路安全 对于可疑物品 需要打开查看 巡逻员打开塑料袋 这一下 直接给他整年轻了十岁 吓成了孙子 啊 救 救命 二十九书包里随身带锅 巡逻员打开黑色塑料袋 里面赫然是一个人的脑袋 血肉模糊 一时间都看不出是男侍女 睁大着眼睛 死于一般的白眼 直接把巡逻员吓成孙子 很快警官就到达现场 现场也被封锁了起来 铁路上发现一颗人头的消息风 一般传了出去 信号信号 苏老爷子的身体 已经越来越好 可以由苏老夫人 搀扶着到医院下的良亭花园走走了 人民医院离火车不远 大概也只有七八公里左右的距离 其中一段火车轨道 更是在人民医院两公里左右的地方路过 正是发现人头的那个地方 怎么一大早的 那边都是警铭上 苏老夫人奇怪说道 苏老爷子向远处看了一眼 出什么事了吧 苏老夫人瞥了他一眼 我知道出事啊 就是不知道出什么事 你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 苏老爷子板着脸 也就在苏老夫人面前 才会嘻嘻笑一声 两个老人没看到的是 远处滚来了一个脑袋 准确来说是一个人头 只有一个人头的鬼 这颗人头咕噜噜转了一圈 滚到苏老夫人脚边 然后慢慢地扶起 那头颅就这样睁着眼珠子 跟木然的死鱼眼一般 慢慢地凑近苏老夫人 嗅了嗅 西西 你身上用什么泡果 是什么好东西 头颅围着苏老夫人 几乎贴在他脸上 然而才刚要贴上去试一下 一道光却猛地飞了起来 将他弹到了一边去 是什么 那头颅惊异不定 他再次尝试靠近 可依旧是被一道光弹了出去 靠近苏老爷子 也是一样的下场 头颅惊异不定 又十分不甘心 他只是依靠本能靠近 苏老夫人泡过寒潭水 作为阴鬼 他本能地寻求这种 能凝聚神魂的东西 这里是哪里 人头木然地转了一圈 看向周围 我是谁啊 他跟着皮球似的 起起伏伏 一弹一跳地往医院里面走去 今天是阴天 但到底还是白天 医院这个地方阴气重 他本能地寻过来了 苏老夫人身上的寒潭水气息 让他清醒几分 赶紧滚落到医院走廊里面 我的身子呢 人头盯着来来往往的人 看到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女人走过来 他尝试贴上去 把自己的脑袋 安装在女人的脖子上 提着早餐的女人不知道怎么 突然感觉脖子一冷 他缩了缩脖子 奇怪地往上看了看 奇怪 也没开风扇 人头在女人脖子上待了一会儿 似乎不是很满意 这不是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呢 人头又开始往里面飘去 盯着来来往往的人 又往一个男人脸上贴去 也不是这个 他试了一个又一个 依旧没找到满意的 从一开始 目的是找自己的身体 后面好像渐渐忘记了 只是要找一具他喜欢的身体 突然 他木然转过脑袋 盯住了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长得不错 身上也有让鬼很舒服的气息 人头再次尝试上身 苏和文往病房里探头看了一眼 发现没人 咦 爷爷奶奶呢 苏和文双手插都站在一边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可能下去散步了 走了 苏宝不在这里 他呆得没耐心 小学中午放学回家 当然也可以选在学校五托 不过苏和文苏和文 和苏子曦三人 中午都是回家 离家那么近 自然不会选择在学校五托 幼儿园呢 中午是不放学的 全天只在校 素宝是在学校五睡 苏和文只好说道 好吧 走吧 然而刚一转身 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陡然贴到他面前 偏偏苏和文这时候 突然能见鬼了 安稳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见鬼 这次又是这么突然能看到 不是他胆子小 也不是他没习惯 真的 是这个人头实在太诡异了 冷一下暴击 谁心脏受得了 苏和文这么久 才修炼出来的强大心理 差点就要他防了 我 我X你大爷的 苏和文瞪眼 条件反射地 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平底锅 丢人的一声 砸在了人头上 与此同时 苏和文身上的护身符 护身手链都亮起来 虽然没碰到人头 但这一锅太用力 差点把人头脑袋都打散了 人头滚落了出去 咕噜咕噜 苏和文嘴角一抽 真是服了 人家上学 书包里装的是书本 他居然装了个平底锅 还背着上下学 苏老夫人正搀扶着苏老爷子 只觉得眼前一花 好像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零人头跟着苏和文 苏老夫人眼前一花 感觉什么东西飞了过来 不过 他看不见 只是狐疑地看着苏和文手里的平底锅 怀疑刚刚那一晃的黑影 是苏和文手里的平底锅 你带锅来干什么 苏老夫人莫名其妙 苏和文瞪大眼睛 看着他奶奶身后生起来的人头 人头被打得摇摇晃晃 从苏老夫人身后浮起 就这样盯着苏和文 苏和文被他盯得头皮发麻 苏老夫人回头看了一眼 你在看什么 问你话呢 带锅来干什么 苏和文咽了咽口水 情急下胡说八道 我给爷爷现场煎个蛋 补充营养 苏老爷子和苏老夫人 苏和文 苏老爷子脸色依旧肃然 不喜言笑的样子 皱眉说道 不用奸 赶紧回去吧 兄弟俩本来就是中午放学 顺便过来看一下爷爷的 文言也听话地回去了 苏和文道 那爷爷奶奶 我们先回去了 两兄弟往外走 还听到路过的病人家属感慨道 这两兄弟年纪小小 还挺孝顺的 一个病人大爷说道 就是 不像我家的不孝 我住院那么久 周末都不爱怎么来 待一会儿就走 兄弟俩走向电梯 苏和文频频回头 苏和文皱眉 怎么了 苏和文毛骨悚然 他跟着我 人头就这样漂浮在电梯门口 盯着电梯门关上 电梯门关上后 苏和文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人头太可怕了 他鲜血淋漓 头发都被变得黑乎乎的鲜血沾成一团 就算他看了那么久 依旧看不出男女 奇怪 医院里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头 还这样鲜血淋漓 冷静下来后 苏和文开始自信思考 脖子的地方 切面整齐 很像是被人切下来的 苏和文一直听他嘀嘀咕咕 自言自语 说的还是这样毛骨悚然的话 他背脊微微发紧 只觉得在电梯里 都变得不自在起来 叮 电梯到了一楼 电梯门打开 苏和文和苏和文兄弟 都快步走出去 心照不宣地加快脚步 谁知道苏和文猛地杀住脚步 一把拉住他哥的手臂 苏和文也猛地杀住脚步 怎么 他问 苏和文咽了咽口水 他又跟下来了 他带着苏和文绕过人头 匆忙地往外走去 外面就青天白日了 可今天居然是阴天 苏和文把腿就跑 苏和文心里暗自说着镇定镇定 脚步也不自觉加快 虽然没跑起来 不过也差不多了 两人是坐公交车来的 正好学校到医院有职打 直接到门口 眼看公交车正好来 苏和文猛跑过去 回头看见人头一飘一飘地跟来 急得大喊 哥 快点 这时候还顾什么形象啊 苏和文额头微微冒汗 终于跨上公交车 司机看着两个满头大汗的小男孩 好心说道 放心吧 我看到你们了 会等你们的 下次不用急 怕他俩热 司机还好心地把空调开得大了一些 苏和文只觉得凉嗖嗖的 尤其是看到人头也上了公交车 就这样扶在他面前不远处 依旧盯着他 苏和文实在崩溃了 气氛又哆嗦地问道 为什么跟着我 人头前面是一个小女生 文言回头 眼里闪过一丝慌张 我没有 这个女生正是上次给苏和文送过情书的女生 苏和文文言看过去一眼 只觉得这个女生有点眼熟 他仗红了脸 小声打招呼 苏和文 你 你好啊 我是你隔壁班的 苏和文终于想起来了 这不是上次那个认字都没认完 就给人写情书的隔壁班女生吗 他冷淡地收回目光 看向苏和文 他说什么 苏和文神经绷紧 他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盯着我们 小女生正好在盯着苏和文 苏和文长得实在太好看了 他总是下意识想看着 结果听到这两兄弟这么说 顿时感觉他们是故意奚落 脸色涨得更红了 下一站的时候 看着车子离开 他咬唇很委屈地 看着走没影了的公交车 人头跟着苏和文飘了一天 天空越来越阴沉 吹起了阴风 苏和文心底咒骂一声 昨天还是晴天呢 他觉得 他以后都不会喜欢阴天了 苏和文则是从没这么期盼过妹妹放学 虽然看不见鬼 但看不见又知道有鬼 才是最恐怖的好吗 兄弟俩就这样 眼巴巴地看着墙壁上的石钟 人头就这样 漂浮在苏和文的教室外面 苏和文真的很崩溃 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看上他哪一点了 他改还不行吗 拜托你去跟我哥吧 真的 刚这么想 果然看到人头朝隔壁班飘去了 三楼一共有四个班级 苏和文和苏和文都在这一层 人头飘的方向 正好是苏和文教室的方向 苏和文一愣 这一刻差点以为人头 能听到他内心的声音了 一神秘男孩 人头的确往苏和文班级飘去了 他就飘在教室的窗户外面 看了许久 默然的眼珠子微微一动 进去了 这个不合适 这个也不行 教室里的同学们 只觉得脑瓜子凉嗖嗖的 奇怪 空调开了几度啊 为什么我感觉这么冷 咦 你这么说 我也觉得是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冷吗 此时正是自习课 有人上去看了一下 空调温度没问题 他问自己的同桌苏和文 和文 你觉得冷吗 苏和文正经微作 抿唇 吐出两个字 不冷 实际上他感觉后脖子寒毛直竖 被人盯着的感觉 那个人头在他身后 苏和文双手交叠 一副好学生在看书的样子 实际上 左手悄悄抓住了 右手手腕上的护身手链 人头并没有待太久 试了一圈都不合适 又飘过另外一班去了 此时一个女生正坐在窗口 有点垂头丧气 正是给苏和文送情书那个女生 人头盯着他 试了试 居然把自己脑袋安上去了 正发呆的小女生 忽然感觉脑袋一猛 哗啦一声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班里的众人 卓科 你去哪里 有人喊他 卓科跟听不见似的 直直往外面去了 苏和文正在看书 忽然感觉窗外有人在看他 他抬头 正撞见隔壁班 那个女生的视线 他双眼直勾勾的 有一种说不出的音了 苏和文心间一跳 微微眯眼 但他没有待太久 又到隔壁班去了 苏和文同样也是 原本看不到人头了 刚松一口气 结果一抬头就看到 刚刚公车上的女生 站在走廊外面 直勾勾盯着他 苏和文可以看见 那颗人头安在了女生头上 女生九岁多十岁的年纪 顶着一个大人的脑袋 怎么看怎么诡异 苏和文 不是 为什么总是看着他 好在巡视的老师 很快发现女生 让他回教室 女生不听 老师就上手去拉他 没想到他力气很大 跟老师拉扯起来 嘴里发出恐怖的叫声 这一下 所有人都趴在了窗口上 没位置趴的 都从教室出来了 吃惊地看着女生 这不是卓科吗 怎么回事 人群后 有个男生从楼梯那边上来 他身高比较高 看着应该是六年级的学生 他就这样站在人群后 紧紧盯着卓科 男生垂眸看向手心 他手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转 如果苏和文看到 一定会发现 这个东西 有点像他的乾坤罗盘 男生手里亮光一闪 他也握住了手 转身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怨鬼 不值得出手 他低语 倒是思义然 这小子跑哪里去了 最后卓科被带走了 苏和文也不知道 他被带去了哪里 只是这一个下午都心神不宁 与此同时 专案组 解剖室 解剖台上摆着一个人头 这颗人头鲜血淋漓 铁路巡逻员 当时只看到睁大的死于眼 整个脑袋鲜血淋漓 根本就没看到其他 比如 这个人头腐烂的不像话 办案组的都十分费解 查到了吗 另一人摇头 没有查到 这一段铁路上行下行 一共四道火车轨道 涉及一百多列火车 根据头颅滚落的方位 判断是从下行过来的列车 我们查了下行的五十多趟列车 都没有头绪 看着像老大的人皱眉 不应该 根据这头颅腐烂的程度 应该死亡有七天了 那么 这人就不可能是在火车上被杀的 也就是说 有人带着这颗头颅上了火车 这根本不可能 现在不管哪个站 近站都要过安检的 如果真的带着一颗头颅过安检 不可能发现不了 继续查 是 行号行号 素宝高高兴兴地背着小树包 跟以往一样 坐在校门口的石墩墩上 结果他移了一声 发现三个哥哥都在门口等他了 他身边有个小女孩 看着也是大班的样子 见素宝也在等 便问道 你没人接吗 我有我哥哥接 素宝顺口答道 我也有哥哥接 小女孩似乎是不服 又说道 我哥哥是六年级 长得很高 揍你 素宝撇了撇嘴 我有三个哥哥 敢揍我 我三个哥哥揍回去 小女孩毫无预兆的 他哇一声就哭了 素宝 苏和文他们几个 在看到素宝的时候 就冲了过来 见到妹妹 就有了安全感 看到旁边的小女孩在哭 苏和文问道 他怎么了 素宝摇头 我也不知道呀 他说他哥哥揍我 我就说我三个哥哥揍回去 他就哭了 这时候 一个身高比一般小学生 都高的男生走过来 见状皱眉道 谁把你惹哭了 小女孩一指素宝 是他 他说 要他三个哥哥揍我 素宝此刻没有注意看小女孩 而是盯着眼前的大男孩 等等 这人是谁 为什么 他感觉到了 一然哥哥一样的气息 素宝眼神警惕 脱口问道 你把一然哥哥怎么样了 大男孩瞇眼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二警战 素宝盯着眼前的大男孩 有点炸毛 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还是隐隐约约的感觉 一然哥哥有点不太好了 而且还跟眼前这个大男孩有关 警战盯着素宝 眼神有些危险 你跟司毅然是什么关系 素宝压住心底火气 爸爸说 真相未明之前先不要随便判断 一个人是好是坏 万一是他感觉错了呢 素宝不相信 毅然哥哥出事了 上次在阴界入口 他还叮嘱他 跟司叔叔说他晚点回来 他一直觉得毅然哥哥会回来的 素宝敏纯 依旧紧盯着眼前的大男孩 说道 他是我哥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警战眼神冷了下来 接过锦绣的书包 冷冷说道 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原本感觉这个小女孩 好像是同类 还想套一下近乎 但他要是跟司毅然那种东西是伙伴 就没有必要交往 警战拿了锦绣的书包 还顺势把正在哭的锦绣抱起来 转身就要走 然而苏和文 苏和文和苏子熙三路包抄 拦住了他去路 警战目光寒凉 门口的老师一愣 刚刚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吵架 谁的哥哥厉害 他们的哥哥 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一个老师赶紧上来 说道 小朋友们 别打架哈 大家都是好朋友 警战冷吃 谁跟他们是好朋友 素宝心底隐隐不安 只能继续追问 毅然哥哥怎么样了 你把毅然哥哥怎么了 警战忽然看向他 眼底厌恶 你们不愧是同一路人 都这么自以为是吗 你亲眼看见了 还是怎么了的 上来就说 我把思义然怎么样了 苏和问问道 那不然呢 我们不自以为是 你也得先说发生了什么事 此刻 他已经暂忘了人头的事 妹妹的意思 好像是思义然出事了 还跟这小子有关 不由得他们不关注 警战冷冷说道 路径一个深渊的时候 我把他踹下去了 素宝心底一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警战抱着锦绣 无视拦着他的苏和文他们 也不想回答素宝的问题 禁止往前走 这三个男生 也就苏和文身高 差不多跟他一样 警战站在他们面前 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群小屁孩 警战撞了一下苏和文 苏和文莫名其妙飞了出去 根本没拦住他 哥哥 素宝连忙拉起苏和文 看到他手肘都出血了 但他心急 来不及多想 随便摘了一个生魂花的花瓣 贴在苏和文手臂上 然后立刻要追上警战 警战看到生魂花花瓣的刹那 猛地停了下来 眼神紧紧盯着 那片生魂花花瓣 你竟然能拿到生魂花 他平静冷漠的眼里 终于露出一丝吃惊 重新审视素宝 素宝不打反问 你到底把一然哥哥怎么样了 一然哥哥现在在哪里 他后来 回来没有 或许是看到了生魂花 警战终于回答道 我在听鬼深渊遇到他 我们俩都被鬼缠住了 往上爬的时候 只有一个活命机会 所以我就把司翼然踹下去了 他说的坦然 对他来说 似乎弄死一个人 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 虽小人 但也没有遮遮掩掩 素宝眼眶瞬间红了 无端生起一股愤怒 你 你为了自己活命 就杀了一然哥哥 紧张机笑看着他 瞧你这话问的 不然呢 难不成他要把活命机会 让给司翼然 我可没那么圣母 只有一个活命机会 我相信 要是他先我一步 他肯定也会把我踹下去 他以为是小孩子 过家家的游戏吗 还问这么喘的问题 素宝心里拔梁 又着急又愤怒 一然哥哥才不会 我没说你不可以自己活命 可也不能把别人踹下去 他抢先一步 那就抢先啊 一然哥哥落在后面 的确没办法 他也没有 让他把活命机会 让给一然哥哥的意思 只是也不能这么阴险 把一然哥哥踹下去吧 他跑第一 他就先跑好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紧张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依旧不以为意 那是你不明白当时的情形 深渊里的诡异复苏了 把他踹下去 一是能为我自己 争取多一点时间 二是 万一他追上我怎么办 万一司翼然追上 敢抄了他 把唯一活命的机会抢走了呢 不把司翼然踹下去祭天 那东西 就要一下子弄死他们两个 死两个和死一个 谁都知道怎么选 他没错 跟自己性命相关 谁不会全力以赴 对立面 紧张坐视小人之心 说话却也没有藏着掖着 素宝都被他 这副样子气到了 他攥紧拳头 大声道 你 你这个坏人 紧张哈了一声 十分嘲讽地说道 事情没放在你头上 你当然觉得无所谓了 看他这眼神 俨然把他当成反派了 无所谓 在他眼里 跟司翼然一伙的 也都是反派 他活得坦荡 做了就是做了 为了自己能活下来 根本就是情理之中 这小丫头站在司翼然的角度 当然会觉得他是坏人了 那站在他的角度呢 他们也是坏人 他不过为了自己活命 他们却指责他 紧张面无表情 原本想问他去哪里要的生魂花 不过想想 他跟他们是对立的 问不是白问吗 对方肯定不会告诉他 我告诉你这个事 是想告诉你 你们也别记恨我 我一般不主动招惹别人 你不算计我 我也不会算计你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紧张说完 再次转身走了 如果他告诉他们实情了 他们还是把这个错规 救在他头上 那么他们也是挺自私的 日后就算对上 他下手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素宝舒然拉住了他手臂 咬牙询问 听鬼声渊在哪里 如果可以 他真的很想把这个人掀了 但 紧张冷冷看着他的手 说道 放开 锦绣狠狠踹了素宝手背一脚 大声道 我哥哥 叫你放开 你给我放开 哼 他就说他哥哥厉害 是他哥哥赢了 还敢拉住他哥哥 他踢 他踢踢踢 素宝手背被踹红 不得已放开手 紧张抱着锦绣 面色冷冷 不知道在想什么 锦绣抱着他脖子 开心问道 哥哥 我们今天也走回家吗 锦绣回神 N了一声问道 秀秀在幼儿园 有没有乖乖的 锦绣点头 嗯 乖乖的 哥哥我们什么时候买车车啊 秀秀想坐车车回家 不要哥哥抱回家了 锦绣露出一丝笑容 怎么不要哥哥抱了 锦绣嘟嘴 哥哥会累 买了车车 哥哥就不累了 锦绣摸了摸他脑袋 哄道 等哥哥长大在买车车 现在买车的话 哥哥也没到能拿驾照的年纪 锦绣追问 什么是驾照 锦绣一边走 一边低声回答着他的问题 锦绣的问题很多 问个不停 刚刚在素宝面前很冷漠的锦绣 却十分耐心地一一回答 他们走了好久才到家 锦绣身上已经出了一层薄汗 他们家没有其他人 房子是两房一厅的 比较小 锦绣在客厅里玩 锦绣就进了厨房给他做饭 他们没有爸爸妈妈 锦绣十二岁了 在他六岁多的时候 父母去世 妹妹那时候还是个婴儿 兄妹俩相依为命 锦绣独自把锦绣抚养长大 他当然不能死 要确保自己万无一失地活着 他要是死了 他妹妹就没人照顾了 他是被送去福利院 还是一个人流浪 他都不敢想 锦绣带着妹妹 生活在这个小县城里 偶尔会去瓦伦山历练 他有特殊的本领 靠这个赚钱 也靠这个生存 素宝看着锦绣抱着他妹妹离开 久久不语 苏和文早已上前来 抬起他手看了看 看到他手背被揣得通红 不由地心疼说道 妹妹 疼不疼 那小孩也太可恶了 素宝没吭声 反问道 哥哥 那在他们眼里 我们可恶吗 自从上次感悟了世界观 是相对的之后 素宝就再也不轻易判定 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一个鬼是坏鬼 还是好鬼 人在这个世上 都是相对独立的 对他来说 这个大男孩可恶 但对他的妹妹来说 他的哥哥 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素宝心底闷闷的 又着急毅然哥哥 他的实力 还不足以再闯一次阴界 原本打算 是用平等王练手 自己强大一点的再下去 可现在怎么办 去 还是不去 要是大舅舅 小舅舅 或者外婆他们落在了 这么一想 素宝豁然开朗了 拉住苏和问说道 走 快回家 刚到小区门口 素宝就碰上了 开车回来的慕归凡 素宝 看素宝脸色不对 慕归凡立刻下车 怎么了 他刚从瓦伦山回来 思叶他们带着小队 还在迷魂档里训练 素宝问道 爸爸 思叔叔知道 毅然哥哥下去了吗 慕归凡点头 知道 上次你回来跟爸爸说后 爸爸当天就告诉你思叔叔了 素宝有点着急 说道 爸爸 毅然哥哥掉到深渊里面去了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慕归凡立刻把他抱起来 先冷静 好好说 爸爸告诉你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 第一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的大脑保持冷静 素宝勉强冷静下来 说道 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大男孩 他跟哥哥是同校的 苏和文在一边补充 他叫景战 我刚刚问了 可怜不代表就正确 现在的小学生 不是以前的小学生 他们有的人 也会有手机 QQ 也会自己拉群 苏和文在素宝问景战是谁的时候 就光明正大的拍了个照片 景战也知道他拍了照 但也不怕他查 所以苏和文刚刚在群里 已经问出了景战是谁 景战 12岁 6年级 是孤儿 跟他妹妹相依为命 苏和文简单说道 素宝继续说道 景战说 他在听鬼伸冤的时候 遇到了毅然哥哥 他们被鬼缠住了 逃命的时候 景战把毅然哥哥踹了下去 苏和文点头 我们问得很清楚 说是只有一个活命的机会 他和思毅然只能活一个 景战说 把思毅然踹下去 一个是能为他争取逃命时间 二是活命机会只有一个 他怕思毅然追上后抢走 素宝紧接着问出了 自己心底难以过去的看 爸爸 他这样做是对的吗 景战说 为了活命他没做错 反而是他指责他 害了毅然哥哥才叫自私 他说站的角度不一样 谁也没资格指责他那样做 素宝总觉得他是错的 又有点不确定错在哪里 木龟凡面色冷冷 分析道 不管站在谁的角度 为了自己活命都没错 但为了自己活命 就要把别人送下去当垫背 为自己争取时间 那就是错的 有本事就凭自己能力活命 用别人的性命 换取他多跑两秒的机会 这跟害别人有什么区别 还强行解释说 换成思毅然也会这样 说事情是对立面的 他这是偷换概念 还说的冠冕堂皇 或者说 他自己根本就不觉得 这叫偷换概念 他说的坦荡 是觉得自己真坦荡 也有可能 他毕竟是个12岁小孩 又要活下去 心底的良知 又不允许他承认自己无耻 因此才会找个借口 让自己更心安理得吧 联想他只有一个妹妹 有必须活着的理由 为了活 不惜用尽手段 能产生这样的性格核心理 也正常了 但是 素宝你一定要记住 可怜不代表正确 素宝这一路上遇到的人和鬼 可怜的还少吗 人世间的可怜 或许还能同情 原谅一下 但要是在地府呢 他坐上了阎王之位 要判断那么多生来死亡 是不能用可怜来判断是非非白的 素宝明白了 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谢谢爸爸 木龟凡捏了捏他鼻子 问道 不谢 现在 你打算怎么做 素宝认真想了想 说道 先接外公回家 然后再去阴界看看 他补充道 我从灰土借过去 然后先打听听鬼深渊在哪里 否则的话 浪费时间在寻找听鬼深渊这个事情上面 可能听鬼深渊还没找到呢 就被都市王发现了 所以 应该先打听好 再出发 至于去哪里打听呢 自然是灰土借了 灰土借的喵喵 是他养的 即便现在 他还没成为真正的阎王 但是 稍微录一下猫 应该没问题吧 木龟凡正问 你打算怎么打听 素宝深思熟虑 自己点头十分肯定 嗯 爸爸我去录猫 木龟凡眼底 录出一丝笑意 教他善良 但不要圣母 教他遵守规则 但不要呆板 教他杀伐果掘 但不是泯灭良知 卢猫挺好 木龟凡表达了肯定 晚上苏老爷子就被接回来了 之前脑袋受伤那出血 在医院没有泡寒潭水 但用了一朵生魂花 回来之后 素宝又叮嘱外婆 给外公泡寒潭水 苏老夫人一时猛逼 怎么泡 脑袋倒插进水盆里 他想的是 老头子是脑袋受伤 第一反应就是泡脑袋 但泡整个脑袋会呼吸不了 所以想着泡脑袋的上半部分 毕竟是那里受伤的 这一问把素宝也给转猛逼了 倒插半截 留两个鼻孔朝上 苏老夫人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倒插一半 会不会血液倒流啊 一老一小脑子里 现象出苏老爷子 倒立洗头的画面 一 外公刚出院 好像不可以这样 姚林月点头 郑重其事 绑起来倒挂 不倒立 不费劲 苏一辰和木龟凡 苏老爷子满额黑线 我真是谢谢你们了 我就不能躺着吗 苏老爷子无语道 我躺着 脑袋泡一半行不行 素宝和苏老夫人 都是一副刚反应过来 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对对对 露出两个鼻孔 众人准备就要再次离家 素宝不知道为什么 心脏的地方 有种空空的感觉 他不知道这叫怅然 只是想要待在外婆身边多一点 外婆的身上 有妈妈才有的温暖 外婆 你在干什么呀 素宝靠在苏老夫人怀里 问道 外婆好久没去跳舞了 苏老夫人手机里 正放着他以前的视频 很多人都在问老夫人最近怎么了 很多人关心外婆 素宝跟着看了看 说道 苏老夫人惊讶 素宝认识很多字咯 素宝说道 那是 大哥哥交的 苏和文听着 正往房间里面走 小脸依旧是神色如常 但苏和文总觉得他飘了 粉丝 七 万 哇 外婆好厉害呢 之前他问过四舅舅粉丝是什么 四舅舅说 粉丝就是那些喜欢自己的人 也就是说 在这个大家都不互相认识的世上 有七 外人喜欢外婆 素宝很开心 苏老夫人乐呵呵 七九万算很少了 苏老爷子在一旁吃笑 你外婆一把年纪了 还想当网红 苏老夫人抓起枕头丢了过去 因为担心他刚做完手术的脑袋 好彩没砸在他脸上 只是轻轻砸在了他怀里 素宝嘻嘻笑了一声 说道 外公 七九万粉丝已经很厉害了 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姐姐 叫萌汉子 她才七百粉丝 账号就叫萌汉子 就是没人 老师被同祥嘲笑 还不如外婆 苏老爷子和苏老夫人 这个萌汉子姐姐 又是哪个姐姐 武素宝给自己 举个闪瞎眼的网名 离家前 素宝思索要给家人留下好东西 他把门前装饰的大花瓶 搬到了客厅里 大花瓶跟水缸一般大 原本作为风水装饰 倾斜放在门厅的小假山中 素宝把它放到客厅的角落里 这样不容易被碰到 然后往里面注寒潭水 阎王殿里有四个银骨 银骨里面还有四朵生魂花 素宝新鲜献斋 把四朵生魂花插进花瓶里 生魂花的花瓣偏长 大又层层重叠 既有牡丹的庸庸华贵 又有玉兰的高雅洁净 面积本就宽阔的客厅 放了这么一大瓶花进去 竟十分搭配 苏老夫人疑了一声 别说 还挺好看 嗯 拍照 准备发布视频 配文是 我很好 谢谢大家关心 刚要发布 苏老夫人忽然想到 不对 这不是正常的花 要是别人问起 又或者被什么人觊觎呢 苏老夫人火速删除 连手机相册里的 都删除个一干二净 素宝正在说道 外公外婆 记得每天吃一片花瓣 泡泡寒潭水 毕竟是自己泡过的 虽然当时寒潭那么大 泡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 但素宝觉得自己 咕咚咕咚喝没事 外公外婆还是算了 等他这次下去 再拿干净的来 生魂花养生魂 能让外公外婆精神抖擞 寒潭水养体魄 能让外公外婆 身体健康强壮 长期以往 两个老人家 就算参加个两公里的 全程马拉松 也不是问题 寒潭水 我把几个大浴缸都装满了 外公外婆 你们记得泡 外公要早点康复哦 素宝一连串的叮嘱 苏老夫人不由的心酸 知道素宝这时又要出门了 外婆记得了 素宝 什么时候出门 素宝道 今晚 不过外婆放心 我会回来的 他想说很快会回来 但他不能保证 自己能很快回来 素宝也不舍 他也想在家 每天放学后 趴在软软的沙发上面 看宝宝巴士 可是没办法 他又不是普通的小孩 他是阎王殿里上来的小孩 素宝回到了房间 素和文进来了 说起今天人头的事情 正说着的时候 穆归凡也进来了 穆归凡刚进来 素一辰姚灵月也进来了 素和文和苏子曦 也跟在最后面 素宝猛 你们怎么都来了 就好像要送他出远门 每个人都不放心 素和文想起白天 那个人头的事 说道 我有事和你说 才不是舍不得呢 素宝说道 大哥哥 你说 素和文马上抢答 哦 我知道 我哥要说什么 今天我们去医院 碰到了一个头颅 他把头颅跟了他一路 还一直盯着他的事说了 素和文 我就是不知道 他跟着我干什么 为什么总是盯着我 学校那么多人 也没必要一直盯着我啊 而且 他后面还附身到 兵支里身上去了 还是盯着我 素宝的注意力一歪 兵支里 哇 这个名字真好听 素和文 素和文跟着歪到一边去 一脸八卦 哈哈 其实那个女生叫卓克 他给我哥写情书 用了兵支里的名字 应该是个网名吧 我哥居然问他自认权美 没认权也好意思 学人谈恋爱 素宝愣了一下 首先他对谈恋爱 没什么概念 其次他把自认不全 不能谈恋爱 这个道理记住了 最后 他更关注的是 网名是自己取的吗 我也要 那我就叫 月冰林西落木烟雪伤 苏和文 苏和文 木归凡 苏一辰姚灵月 苏子西 素宝这么小 是怎么知道这些名字的 众人齐齐看向苏和文 想知道他都教了什么 苏和文 他真的没教 那些繁体字 他只是稍微解释了 一下字的意思 以及意境 偶尔会顺带提 一两句诗词 提升一下妹妹的涵养 谁知道他没记住那些诗词 却组合出了一个 雷死人的玛丽苏名字 苏和文 这个锅他不要背 谁知道素宝先替他解释了 他一脸疑惑 问道 你们都看大哥哥干什么 不是大哥哥给我取的呀 我是看妈妈的小说 里面的人都这样取名字 众人 好的 那没事了 苏和文乐了一声 差点把正事都忘了 我过来是想问 那个人头鬼怎么抓 素宝连夜要去阴界 那意味着这个鬼 就要他们自己收了 苏和文不想什么都依靠妹妹 妹妹有他自己的事 他作为哥哥 必须要紧跟他的步伐 要尽快强大起来才行啊 六放学后小树林剑 素宝听哥哥描述 说道 这个应该是怨鬼 但是医院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人头呢 这段时间他都会去医院 一直没发现 有什么人头鬼在那里 目归凡道 是早上的案件 昨夜运行的火车上 有人丢下了一个塑料带装着的人头 早上铁路巡逻员发现的 这个人头应该是从火车轨道那边飘过来的 现在案子还在查 还没有头绪 侦查组的人在查了 但几时趟火车涉及上万人 实在是太难查到 是谁把尸体带上回车的 苏和问奇怪 上火车不是有安检吗 目归凡道 奇怪就是这里 没有一个安检站 查出了有人带尸体上车 苏和问一筹莫展 原来是外来鬼 那更奇怪了 外来的更不应该跟着我来啊 我现在想问的是 要怎么抓 他想过要平底锅直接拍 在医院的时候就有用 一次拍不死 那就多拍几次 大不了闭上眼睛 当做拍西瓜 但现在那个头颅附身在兵之力身上 要是直接平底锅过去 帮的一声 会把兵之力敲成脑震的 徒手抓吧 他又碰不到鬼 做法他也不会啊 苏和问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孤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领导 不做 非要转行当道士 素宝明白了 拿出一打符 哥哥 你明天再见到那个人头 你趁兵之力不注意 把符贴到他头上就行 他要是跑 你就撒这个 他要是突然发狂 那就贴这个 他要是突然软塌塌倒下来了 就贴这个 素宝的符一大堆 还有苏和问这个学霸 有最强大脑 都给牢牢记住了 再不行就把这个符烧了 塞进他嘴巴里面 苏和问 他不敢 素宝又拿出一打符 这个是护身符 平安符 抓鬼符 辟邪符 哥哥给你这一箱 大哥哥 你拿也拿一箱 子西哥哥拿这一箱 爸爸和司叔叔都在训练 多拿一点 素宝从魂湖里 扛出来两大蛇皮带 苏一辰嘴角一抽 木龟凡看着那两大蛇皮带的符 感觉不是符 这都是钱啊 不 比钱还宝贵 谢谢素宝 木龟凡一脸发财了的表情 苏一辰 结果素宝一往他怀里塞了一箱 知道魂湖能装 也没想过这么能装 这么多福 他什么时候画的 画了那么多 花费了多少时间 苏一辰暗暗叹气 素宝 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素宝点头 我知道了 交代完家里的事 素宝才跟着爸爸出发了 苏老夫人站在阳台 没有开灯 悄悄地看着 在夜色中远去的车影 直到车子的灯光都看不见了 他才怅然叹气 转身回房了 素宝 平平安的啊 外婆等你回家吃饭 深夜里 苏老夫人背影略显苍凉 滴滴自语 素宝从悬崖到达阴界入口 进入灰土界 至此开始 时间流逝不一样 分成了两边走势 一个地下 一个人间 人间 太阳刚从水墨色彩厚重的山栏中跳出来 又被乌云层层覆盖藏了起来 素和问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看了看天气 还是阴天 瞬间整个人就不好了 他先是把妹妹给的符录 拿出来一打 放进书包里 再把自己的平底锅塞进去 想了想 再拿一个罗盘 低配版红网 叮叮当当地塞满了一个书包 看他割出来了 就把自己的课本 塞进他割书包里去 素和问无语 素和问给自己加油打气 今天 将是我修道途中 具有跨越性历史的一天 素和问想打他 还修道 他怎么不说修宪 走了 虽然看不起他弟这样中二的傻样 但到底还是帮他背了书本 素和问斗志昂扬 结果刚进学校就感觉不对劲 背后好像有人盯着他 他立刻回头 结果正见着科站在角落里 头颅搭拉着 一双眼睛比昨天看到的更木然 死死地盯着他 素和问吓得寒毛一炸 不是 这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盯着他 素和问上去 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斗 路过的同学们 皆是一惊 这是怎么了 干嘛突然打人 素和问咬牙说道 我让你很久了 给我等着 中午放学 校外小树林见 要不是在学校不好下手 他高低给他贴满一身驱鬼符不可 现在贴也可以 但搞不准贴了之后 这个人头鬼会不会跑 万一跑了 去哪里找 他没有妹妹那么厉害 素和问哼了一声走了 素和问十分无语 不用看都知道 他弟在想什么 没有当场给人家贴符 表面看 是怕人头鬼跑了找不到 实际上是害怕人头鬼跑了 然后半夜突然出现在他床头 欺素和问的第一次抓鬼 素和问扭头走了 而卓科居然被打得清醒几分 茫然转头看了看 似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昏昏沉沉地回教室去了 他的朋友跑过来 兴奋地问道 兵支里 苏和问约你去小树林 哇哇哇 你不是追的他哥吗 怎么是他约你了 卓科猛逼 小树林 刚刚苏和问好像是这么说来着 苏和问好不容易等到放学 今天不用去接妹妹了 他直接到了学校外的小树林里 天阴沉沉地 他特意选了中午时间 结果到了小树林里 感觉更加沉郁 苏和问抱着手臂 靠在一边的一棵树上 冷眼看着苏和问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拿出来 自己做的那个鱼网挂在两棵树之间 右手拿着平底锅 左手拿着桃木剑 胸前挂着五地钱 哦 面前还摆着一个罗盘 甚至戴着一顶滑稽的帽子 帽子里面塞满了辟邪服 以防人头窥视他的头 苏和问无语 有必要吗 苏和问道 怎么没必要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抓鬼 他一定要赢 他一定行 他是素宝的哥哥 他不能给素宝丢脸 正在这时候 有个人跑进来了 苏和问以为是卓科 没想到仔细一看 又是一个不认识的女生 这女生是卓科的闺蜜 原来 他知道苏和问约了卓科来小树林后 迫不及待地跑来了 他紧张兮兮地东张西望 结果看到不仅苏和问在 苏和问也在 他瞬间就开心起来 跑过来十分别扭地说道 苏和问 苏和问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你可以做我的BF吗 小女生觉得自己的性格一定很讨喜 像言情小说里 带着马甲的撒爽女主一样 卓科那种憋憋扭扭的 才不讨喜 苏和问猛逼了一瞬 BF这个词太久远了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是什么意思 后来总算明白了 哦 boyfriend 男朋友 BF呀 这这这 这是啥剧情 卓科没来 来了一个他的朋友 又跟他哥表白 苏和问依旧抱着手臂 冷淡问道 全眼无声嘻嘻流的下一句是什么 女生猛 什么 什么流 苏和问冷冷说道 书都念不明白 你脑子里都是屎吗 女生眼面哭着跑了 呜呜 哭声传出去好远 苏和问站了一会儿 忽然感觉不对 这哭声一直在持续 那女生明明就跑远了 呜呜呜 那哭声悠悠的 听着令人毛骨悚然 搜 一个黑影闪过 苏和问炸毛 警惕得四处张望 苏和问微微眯眼 不动声色地看向四周 鬼他是看不见 虽然都是巫神后人 但他的血脉 的确比不上他地 但是他可以看人 那人头附在卓科头上 他能看得见卓科 只要卓科出现 他一定能发现 你后面 苏和问忽然低喝了一声 苏和问下的头发竖起 帽子仿佛都被顶起来了几厘米 他猛地一转身 条件反射地 把桃木剑扔了出去 苏和问只见苏和问身后 卓科捶着脑袋 悠悠地站立在那里 他的脚尖有点飘 垫着脚尖的感觉 原本头发绑成两个小辫子的 现在头发都散了开来 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脸 苏和问心底发紧 不知不觉地站起来 没有再靠在树上 绷紧着神经盯着卓科 卓科忽然抬头 咧嘴一笑 那眼珠子 正正对上了苏和问的视线 卧槽 苏和问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他吓了一跳 那把桃木剑砸在卓科头上 巴搭一声掉在他脚边 完全没有起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苏和问大骂 死骗子 骗我一百块 苏和问 这把桃木剑 是他在路边地摊买的 卓科歪头 嘻嘻笑了一声 真是不怕鬼哭 就怕鬼笑 这个笑容真是看得人背脊发凉 苏和问全副武装 做出格斗姿势 你不要过来啊 他警告 卓科咧嘴 说出了一句 跟他性格截然不同的一句话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嘻嘻 苏和问能看到人头 人头套在卓科头上 所以他看到的 要比苏和问看到的诡异得多 你自己出来 还是我把你打出来 苏和问不断给自己加油骨气 终于说出了一句硬气的话 人头笑了一声 你要把我打出来啊 怎么出来 什么出来啊 他盯着苏和问 说的话总觉得有点猥琐 苏和问深吸一口气 知己知彼百战 首先不能耸 看出这是什么鬼 至少男女要分清楚 苏和问咽了咽口水 强迫自己打量起人头 你心里上我行我上 这人头的头发糊成一团 仔细观察可以看出 他的头发大概长过耳朵 这个长度应该是女人 但再仔细看 他的眉眼 鼻子却是一个男人的脸 苏和问一愣 这是留着长发的男人 苏和问猜对了 一直以来人头都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他 刚刚说的话 也是通过卓科的嘴巴说出来 苏和问说道 原来你竟是个男的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怪怪的 难道是因为这人头 附身在卓科头上的缘故吗 卓科是小女孩 人头是一个大男人的人头 组合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现在人头却木然地看着他 正在低男 等等 我来这里是干什么来着 我要找我的身体 不知道是什么因素 让他突然想起 要找自己的身体 还垂头看了一下 自己裤裆的位置 突然间 苏和问动了 他猛地冲上去 手里抓着的一把符一拍 狠狠地拍在卓科脑袋上 苏和问没用过符 每次见到素宝 都是这么一拍 他也有样学样 结果符鹿真的贴在了卓科头上 苏和问眼里露出一丝兴奋 哇哦 好神奇 这些符鹿都没有胶水什么的 拿着很干燥 可这么一贴 竟能贴得住 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想着这个问题 苏和问的胆子 渐渐变大起来 苏和问深吸了一口气 暗自让自己镇定 问道 你是谁 哪里人 怎么死的 一边的苏和问 同一句台词 妹妹说的时候可好听 他递说的时候 怎么就跟小人学大人说话似的 人头叠叠笑了一声 猛地朝苏和问扑去 苏和问握槽了一声 他都给他铁服了 他居然还能动 再仔细一看 苏和问插了一声 贴错服了 他给卓科贴了辟邪服 这幅贴是对人用的 贴在卓科脑袋上 是给他驱写 所以人头出来了 还直接扑向他 苏和问手忙脚乱 凭时间妹妹贴服的时候 动作潇洒又利落 帅得一劈 轮到他了却连服都斩不开 手忙脚乱的时候 人头已经扑到他脑袋上了 结果苏和问帽子底下 藏着一堆服呢 人头这么一扑 直接被弹了出去 搜 人头划过半空 直直朝苏和问头上飞去 苏和问看不见人头 但是他看见苏和问 举着平底锅 对着他冲过来 他就知道 这鬼肯定往他这边来了 这一瞬间 还要什么优雅 苏和问把腿就跑 邦 苏和问的平底锅砸在了 他原本站的位置身后的那棵树上面 苏和问 这是下了死手啊 要不是他跑得快 现在被敲成脑震荡的 就是他了 苏和问气道 你都不看的吗 苏和问追着人头跑 一边大喊 我知道你会跑 苏和问 这是亲地点 苏和问紧盯着人头 原来 他离胆子大之间 就差了一个主动出击 他不动的时候 是被鬼下 但是主动出击的时候 感觉好像不可怕了 站住 别跑 苏和问大喊 那人头有些气急败坏 上又上不了苏和问的身 这家伙还一身的服 这能不跑 鬼才站住 人头一头冲出去 然而周围忽然亮起八卦阵 苏和问原本放在地上的罗盘 也闪起了亮光 紧接着 原本毫无章法地挂在树上的破鱼网 也把他拦住了 平平无奇的小树林 瞬间变成了牢笼 苏和问笑了一声 哈 你小瞧我 不做好万全准备 他敢直接上吗 就在这时候 苏和问的书包里 调出几张草稿 苏和问定睛一看 只见草稿纸上画了一片小树林 计算面积 甚至画了几个几何图形 地键膜 底下密密麻麻地算满了公式 大概是拦在某个位置 人头鬼从A方向逃跑的概率 此时需要用什么符 人头鬼从B方向逃跑的概率 用什么符 真是所有的路线都算计过了 这不是玄学抓鬼 这是统计学抓鬼 苏和问追着人头满树林跑 另一边 卓柯已经清醒过来了 他茫然地看了看周围 第一眼看到离他比较近的苏和文 或许是因为刚清醒 浑身无力 只觉得脑子昏昏沉沉 他脚一软 直直朝苏和文身上摔去 苏和文看了一眼 经过严谨的计算后 十分坚定地往后退两步 卓柯就这样砰的一声 准准地摔在了地上 连苏和文的衣角都没碰到 不过他也没什么想法了 因为他已经晕了过去 苏和文摆忙中还择了一声 真是冷血啊 扶一下人家都不行吗 苏和文 你行李上 棒 苏和文猛地一挥平底锅 正中人头 他兴奋大喊 我行我上 人头划出一道抛物线 又是精准无比地朝苏和文飞来 就在这一瞬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苏和文忽然看见了 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脸上血肉模糊 两只死于眼一般的眼珠子 正正对上他的视线 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 苏和文 九岁优雅但不多 优雅的苏和文再次突破了他的优雅 把腿就跑 人头在后面追 人头的后面 苏和文拿着平底锅在追 苏和文咬牙 猛地抓过挂在旁边的破鱼网 狠狠朝身后追来的人头 扔去 然后顺势扑在地上 滚了一圈 帅气起身 回头再看 人头已经被破鱼网困住了 这破鱼网 是苏和文的发明 模仿素宝的附魂网做的 对付人头这种程度的怨鬼 还是能轻轻松松网住的 可惜 素宝的附魂网 有自动束缚住鬼的功能 这个破鱼网没有 人头鬼挣扎着 眼看就要从破鱼网里出来 苏和文动作迅速 抓了一把符 就朝人头砸去 呼 一阵绿色的火苗窜起来 人头鬼瞬间被烧得面无全非 惨叫连连 苏和文趁机把散落在一边的符捡起来 刚刚抓了一把扔出去 也不管是不是专业对口 反正先砸了再说 好在有两张符中了 剩下的七八张是平安符 辟邪符等等 掉了捡起来 吹吹灰还能用 人头鬼彻底淹了 素宝的符都很厉害 人头鬼奄奄一息 死于一般沉在渔网中 时不时抽一下 苏和文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才顾得上深吸几口气 平复一下心情 现在肯说了吧 你是谁 叫什么 怎么死的 哪里人 人头鬼双目直勾勾 一动不动 苏和文 嘿 不说 我还有符 符多 他怕过谁 苏和文反手 就贴了一张实话实说符 不得不说 这样贴符的感觉好爽呀 人头鬼动了洞 差点吐血了 其实不是他不说 而是被这么框框砸了一顿 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然而实话实说符一贴 原本已经想不起 自己是谁的人头 脑子忽然变得清明起来 我叫赵明旭 我是平线人 人头低声自语 对对 我是赵明旭 他终于想起来了 人头变得激动 回光返照 我是平线人 我本来是在平线 在一个幼儿园的隔壁上班的 那个幼儿园隔壁是一个小公司 人头记起来后 嘴里噼里啪啦 开始说得停不下来 我很喜欢幼儿 人头鬼说到这里 竟砸扒了一下嘴 说道 尤其是长得好看的小男孩 苏和文 哈 不是 这就是你跟着我的原因 难道我哥不帅吗 你干嘛不跟着他 在这种事情上面 他宁愿承认 他哥比他帅 人头鬼说道 帅是帅 说这话的时候 他还吃力滚动了一下 眼珠子叮向苏和文 可惜就是年纪大了一点 他喜欢小的 上幼儿园的年纪 那种最好 苏和文比苏和文高了半个头 比较成熟 稳重 偶尔一瞬间 看起来有点像大人了 他喜欢的是幼太化的 苏和文没有往其他方面想 只觉得奇怪 喜欢小孩 难道是工作的地方靠近幼儿园 天天看着 所以变得喜欢孩子吗 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被贴了实话实说服的人头 继续说道 那个幼儿园 是个很小的私立幼儿园 就是那种随便一个人开起来 然后面向社会招收员工 那种很差劲的幼儿园 一般来说 规范化的 教育集团性质的私立幼儿园 管理得很规范 找的老师 也是有幼失资格证的老师 这种私立幼儿园虽然好 但是学费偏贵 更多的私立幼儿园 其实两有不齐 管理得很不规范那种幼儿园 甚至招进去的老师 谁都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人 但是 我喜欢这样的幼儿园 这样的幼儿园 招收的老师很好说话 人头说道 当然 是对他们这种人来说 很好说话 只要钱给到位 还是可以提一些要求的 我认识了其中一个老师 是个女的 三四十岁左右 之前做的是保姆的工作 后来到这个幼儿园当老师 她当然没有什么幼失资格证了 甚至都不是相关学校毕业的 只要给到钱 她就能帮她拍到一些 她想要看的照片 我不喜欢小女孩 但我很喜欢 人头鬼的话没说完 苏和问就举起平底锅 哐一声砸了下去 苏和问气得浑身哆嗦 不用想都知道 人头鬼后面要说的是什么了 他妈的 竟然是个变态 临着世间 怎么就那么多不公平 人头本来就奄奄一息 快要消散了 又被筐的砸了一锅 她半上 都没发得出一点声音 可实话实说服 还贴在她头上 只要她还有一丝怨气在 她就还得继续说下去 我叫那个女人帮拍了照片 每张照片一块钱 当然了 尺度大一点的话 价格会更高一点 反正 每天她都会花个一两百块 跟那个女人买照片 后来渐渐不满足于此了 有一天 我所在的小区里 我知道她 观察好久了 她父母很忙 有时候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 就把她送到小区门口 匆忙去加班 那天 小男孩到了小区门口 就独自走回家 手里拿着两个包子 赵明旭猜到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两个包子 就是小男孩当天的晚餐 她家里没其他人 没有老人 要是有老人 肯定就会帮忙接送了 所以我壮了胆子 上去跟她套近乎 小孩子很好哄骗的 我跟她说我是她邻居 看到她父母很忙 只吃包子怎么可以呢 上我家 去跟我一起吃饭 我家还有奥特曼 就这样把小孩给带走了 这小孩当然没能幸免 我最后没杀她 真的 人头说起来 却难免懊悔 我只是恐吓她 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不然的话 下次还那样对她 苏和问钻井平底锅 又是筐的一声 这回人头鬼扑的一声 维持不住人头的形状 变成一团黑气 就算人家不告诉父母 你下次也会那样对她的 这就是变态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第三次 她不会收手的 人头鬼死记了半少 最后恨声说道 我当时就该杀了她 那男孩回去后 当晚上她妈妈就察觉了异样 她以为男孩的父母那么忙 对小孩忽略成那样 只要小孩不说 大人应该是发现不了异样的 可男孩的父母 还是发现了 当天晚上 他就被男孩的父亲 抱作了一顿 所以 你是被男孩的父亲杀死的了 那你是怎么上火车的 是被杀之前 还是被杀之后上火车的 怎么过得安检 苏和问追问 可惜那一瓶底锅砸得太狠 人头鬼彻底灭亡 变成了一股黑气 烟消云散 苏和问一时无语 下手太重了 算了 有这些信息 只要跟孤杖说一声 足够他们找出杀人凶手 和事件原因了 苏和问觉得这赵明旭死有余辜 可惜的是 男孩的父亲 却因此背负上命案 或许他一直都那么忙 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可最终却是这样的结局 苏和问怅然 心底说不出的复杂 加上刚刚用力过猛 脚一软 就这样跌坐在了地上 刚刚神经绷紧的时候没注意 现在只觉得浑身都提不起劲 很累很累的感觉 这一瞬间 苏和问体会到了 素宝每次抓鬼后的感受和辛苦 苏和问手都抖抖 平底锅都抓不稳了 哐当一声掉下来 苏和问默默抓起苏和问的书包 把散落在地上的鱼网捡起来抖了抖 叠得整整齐齐塞进书包里 然后默不吭声地捡着地上的东西 动作慢条丝里 给足苏和问休息的时间 但见他依旧手抖地停不下来 苏和问皱眉 想起什么 立刻从自己书包里拿出一瓶水 喝吧 苏和问拧开盖子 这是妹妹给的寒潭水 这寒潭水虽然装在浴缸里 但莫名让人能感觉出 他比世间所有过滤消毒过的纯净水 都还要干净 苏和问见素宝喝过 所以他也悄悄尝过 发现这寒潭水喝上一口 熬一个通宵的疲惫 都会消散一空 精神百倍 更奇怪的是 身体里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让人恨不得跑上十公里 苏和问哆嗦着手接过水 咕咚咕咚往喉咙里灌 小树林外 景站脚步匆匆 他送妹妹回家后 开动画片给妹妹看 因为有急事 匆忙出门 他知道妹妹会听话 好好看动画片 不会乱跑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 景站的手臂上缠绕着黑气 到了小树林外面 景站还是停了下来 必须要处理手臂上的黑气 不然回去恐怕会影响妹妹 景站从自己的背包里 拿出一个小小的浴瓶 浴瓶里装着不知道什么水 晶莹剔透的 景站往小树林里走了两步 远离马路 然后打开浴瓶的盖子 小心翼翼地倒出来一滴水 如果素宝在这里 一定能认出来 这水不是普通的水 正是寒潭水 只不过 景站这寒潭的水 跟素宝拿的寒潭水 又有点不一样 素宝拿的是更纯的 景站的寒潭水 稀释了不少 虽然如此 这水对景站来说 却无比宝贵 为了锁住寒潭水的阴力 他甚至不惜赤巨资买下一块浴 加工成一个小浴瓶 专门来装寒潭水 突然 他感觉到树林里有异常 他感觉到了怨鬼的气息 然而才刚一会儿 怨鬼的气息莫名消失了 景站觉得奇怪 想了想 悄悄靠近 玄机他眼里 露出一丝恶然 小树林里的是 苏和问苏和问两兄弟 此刻苏和问摊坐在地上 正拿着一个矿泉水瓶 咕咚咕咚地喝着 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寒潭水的浓郁 甚至让景站感觉到了阴力 那普普通通的塑料矿泉水瓶里 装的竟然是寒潭水 苏和问竟然就这样咕咚咕咚喝 难道他不知道 这样很浪费吗 只一刹那 景站的眼神变得冷下来 心间腾起一种愤怒和不甘心 他的寒潭水 没有苏和问手里的好 也没有他手里的多 他就这一点 宝贝式的特地做了个浴瓶来装 苏和问呢 直接用塑料矿泉水瓶装 他喝一点都不舍得 每次只舍得喝一滴 苏和问呢 就这样 把他当成白开水 直接灌 这世间 怎么就这么多的不公平呢 一有人出生就在罗马 景站静静地盯着苏和问手里的矿泉水瓶 看他咕咚咕咚地 喝完正正半瓶水 又见他把喝完水的矿泉水瓶 随手一扔 扔进了书包里 景站原本想等苏和问和苏和问 走后上去捡空瓶子的 喝完水的瓶子 不管怎么样 里面都还会有几滴水 没想到这个想法都落空了 景站不知不觉中攥紧拳头 一方面是 自己竟然等着捡空瓶子 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窘迫 另一方面就是自己 差点搭上命 才拿到一点寒潭水 还是品质没那么纯的水 苏和问却这样大半瓶直接喝 有人穷极一生 都在去往罗马的路上 有人却是一出生就在罗马 刚这么想 就见苏和问从口袋里 摸出一个扁扁的小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片生魂花 放在嘴里 跟吃零食似的 巴唧巴唧嚼了几口就吞下去了 景站 哦对 还有生魂花 昨天苏保就是直接拿一整片 生魂花的花瓣 给苏和问贴手肘擦伤的伤口 景站以为 生魂花寒潭水这些东西 只有苏保才会有 没想到连苏和问苏和问 这种普普通通的人都有 谁 苏和问感觉有人 立刻回头 只见景站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树林里面 苏和问喝了寒潭水和生魂花 体力瞬间回来了 整个人也精神了 他站起来 警惕问道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想干什么 景站面无表情 说道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不会抢你东西 他说完真的转身走了 苏和问觉得莫名其妙 他干嘛 就为了来偷看他们的 这么变态的吗 苏和问提起苏和问的书包 扔在他怀里 然后跨着自己的书包说道 走吧 苏和问抓起书包 说道 哥 你说景站刚当是什么意思 苏和问说道 没什么意思 估计是刚好路过看到的 直到你喝的水不简单 心底有点不平衡 看他那个表情 大概是这样了 苏和问还是奇怪 那他为什么就这样走了 我还以为他会抢呢 苏和问说道 不至于 短短两次接触 他有点了解景站的性子了 这人很小人 有点阴险 但却依旧遵守他自己的原则 不直接抢 有原则 但不多 兄弟俩刚走出去几步 却见景站又退回来了 苏和问顿时炸毛 说道 哥 你话说得太早了 苏和问也以为景站反悔了 却听他说道 你刚刚的水还有吗 我出一百万 跟你买 顿了一下 他强调道 一瓶 苏和问诧异 第一个念头是景站居然出得起一百万 苏和问冷冷说道 不卖 苏和问也说道 你看我们像差钱的人吗 这一句话 又让景站不自觉地攥紧拳头 他去历练的地方 大多数在地底下 有时候会在路上捡到一些很极品的玉石 靠着这个 他卖了一点钱 但也只有几百万 现在提出的一百万 是他能给出的最高的价钱 卡里存着另外一百万 那是给他妹妹留着的 肯定是不能动的 他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而苏和问家却是永远不差钱 每一次对比就多一份伤害 景站感觉自己是自取其辱了 这回没有任何犹豫 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 苏和问择了一声 还真的就这样走了呀 也不加加价什么的 苏和问觉得没趣 看他哥走了 也赶紧跟着走 忽然想起什么 等等 那个什么兵之力 不管了 苏和问一顿 皱眉 真是麻烦 你去把他叫醒 反正他是不可能把人背出去的 拖出去都不可能 苏和问明白他哥的性子 只好上前去 推了推卓柯 喂 醒醒 再不行 我们走了呀 卓柯茫然睁开眼 愣了一下 我这是在哪里 他连忙爬起来 感觉头晕晕的 浑身也没有力气 苏和问见他醒了 这下真的是头也不会走了 苏和问说道 赶紧走吧 你梦游了 你知道吧 卓柯 苏和问好心地等了他一下 看他跟上来了 便也放心了 捉鬼是捉鬼 捉完鬼就把别人丢在小树林里 这也不厚道 出了马路后 卓柯整个人都傻了 他好像记得有这么回事 他偷偷溜出来了 因为中午他是在学校五拖的 下午爸爸妈妈才会来接 所以也没人发现他跑出来了 卓柯刚回去 正好碰到老师来巡查 卓柯 你去哪里了 老师一脸严肃 卓柯道 我去了厕所 老师有点怀疑 不过也没问出什么 这件事就这样接过了 苏和问给木归凡打电话 但没打通 他想了想 又给自己老爸打句电话 告诉他人头鬼说的信息 苏一辰说道 嗯 知道了 我会打电话给万涛 木归凡在迷魂档那边的时候 很难打得通电话 他说过 有事可以联系万涛 苏一辰又问 没事吧 苏和问摇头 兴奋道 我没事 我会抓鬼了 我超级厉害 等以后我再厉害一点 我就可以帮上妹妹了 妹妹越来越厉害 苏和问感觉自己越来越没用了 苏一辰道 没事就好 准备挂电话前 苏和问赶忙说道 爸 那个案子查清楚后 可以告诉我一下后续吗 他实在太想知道人头是怎么上火车的了 二龙猫 因为苏和问提供的线索 这个案子很快就破案了 当然 万涛并没有直接说是苏和问提供的线索 如果这么说 警方一定会对苏和问多少有点怀疑 但说是木归凡查出来了 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二天苏一辰回家后 把万涛告诉他的情况告诉了苏和问 赵明旭强行侵犯了那个小孩 小孩的爸爸把他打了一顿后 还不解气 回家后越想越气 又拿了刀上门 把赵明旭杀死了 赵明旭被杀后 投入是被小孩的妈妈 装扮孕妇带上火车的 孕妇的安检跟别人不同 而且他们大费周章 开了车去了隔壁县城 又是在列车途经的一个小镇上车 检查没有太严格 火车是长途火车 整个路程 天 他爸爸是冲动下杀人 他妈妈不想让他爸爸背负上命案 所以大费周章把尸体扔了 为了毁尸灭迹 尸体的其他部分都处理了 难以处理的大骨头 另外扔了 人头比较难处理 毕竟一整个头骨 那小孩的妈妈 就带着人头坐了两天火车 最后准备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把人头扔下 他们以为只要扔得足够远 就不会有事 苏一辰简单地把案件说了 苏和文叹气 问道 那个小孩的爸爸会被判多少年 苏一辰道 这就不清楚了 苏和文没有再问 星号星号 灰土剑 一只黑猫站在巨大的坑旁边 看着巨大的坑沉没 神术被拔走多久了 那个小丫头 还不把神术还回来 殿下 我们要不要派一只猫去人间 旁边 另一只猫不无担忧地说道 那是他们的神术啊 很厉害的神术 那个人类小孩 肯定发现了这神术的厉害 都不还回来了 黑猫冷冷说道 不必 他会还回来的 其他猫只好不说话了 黑猫抬头 看着这一片幽幻树 因为没有了神术 幽幻树没有了他们的功能 变得有些死气沉沉 自从他的父王将灰土剑交给他后 这是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他都被偷了 黑猫威风凛凛 面色高冷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这些东西 正在恍神的时候 忽然一个声音响起 嗨猫猫 你好 又见面了 素宝抓着一根藤蔓 又和一声荡了过来 咚的一声落在了巨坑边 结果站不稳 差点掉到坑里面去 黑猫下意识站了起来 谁知道眼前这小女娃摇摇晃晃 愣是站稳了 呼 好险 素宝擦了擦虚汗 要是掉下去 屁股都要摔成四半 黑猫 素宝扭头 看着黑猫 忽然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可爱的小猫咪 你要吃小鱼干吗 我这里有小鱼干哦 素宝从裤兜里摸出一袋小鱼干 黑猫 周围的喵 为什么突然有种巫婆拿个苹果 问白雪公主 你要不要吃苹果的济世感 见鬼的是 白雪公主还是他们家殿下 黑猫转过脸 冷冷说道 本王不吃小鱼干 素宝睁大眼睛 哇塞 你会说话 你跟小五一样 小五也瞪大眼睛 见鬼了 猫会讲话了 上次他跟玄灵吵架 把玄灵气得半死 还很嘚死地嘲笑他 来啊 有本事你来啊 老子不仅会飞 老子还会说话 有本事你吭一声给大爷听听啊 好家伙 结果现在 猫真的会吭声了 素宝兴奋不已 猫会说话他也是第一次见 他试探伸出手 想要撸一把黑猫的脑袋 结果黑猫转过头 冷冷地盯着他 素宝手蹲在半空 呃 那个 可以摸摸你吗 黑猫冷酷无情又高冷 小女娃就算他是阎王转世 也不能 黑猫心底这么想的时候 无端想起 自己被那个女人揪着后脖子 拎到阎王殿 把他放在桌上 当招财猫摆设的一幕 没错 那个女人就是眼前这个小女娃 别以为他现在转世成小女娃 长一张可爱的脸 他就会同意 素宝见他真的不肯妥协 这么不尽人情的样子 他觉得自己 还可以再争取一下 摸一下 就一下嘛 素宝伸出一根手指头 眨巴眨巴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着黑猫 黑猫 一箱小鱼缸换了整个阴界地图 灰土界 被把走神树的树坑旁边 一只黑猫被一个小女娃抱在怀里 小女娃伸手挠着他的下巴 黑猫发出舒服的呼噜呼噜声 旁边 一直跟随在黑猫左右的护卫猫们 全都惊呆了 不是 殿下 你咋就妥协了 殿下一只喵叫道 成什么铁筒 他旁边的猫吓了一跳 抬着 给他一个大逼斗 闭嘴 殿下要做事 轮得到我们说什么吗 居然还敢教训殿下 殿下不管做什么事 一定都有他的道理 被人撸毛也是 黑猫躺在素宝怀里 正呼噜呼噜地打着呼噜 听到这话一下子惊醒 猛地坐直 等等 他是怎么到这小丫头怀里的 有记得 素宝眨巴着眼 说给他挠一下 就一下 看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他嘴巴不受控制地说 就一下 结果他不讲武德 竟然挠他下巴脖子的地方 这地方 是只猫都抵挡不住 黑猫正要跳出素宝怀里 谁知道素宝一只手 横在他肚子上 尽力地抱着他 小黑 你好壮呀 比玄灵重了两倍 体型也比普通的猫大两倍 有点像一头小豹子 素宝爱不释手 把脸贴在黑猫的后背 舒服地蹭了蹭 哇 原来这就是被人说的吸猫 好好吸 素宝 把整个脸都埋进他后背 蹭蹭蹭 黑猫 想说的话 竟卡在了喉咙里 好半上 他才让自己不被这女娃的可爱迷惑 冷声说道 放开本王 素宝却摸出小鱼竿 小黑 吃小鱼干嘛 黑猫头上放出出现一个 恼怒的警号符号 恼怒道 本王不叫小黑 还有 本王不吃 小鱼竿却已经对到了他嘴边 素宝 吃吧吃吧 黑猫闻着这香味 下意识张开了嘴 咬了一小口 嗯 还挺 好吃 黑猫不受控制地嚼了两口 素宝一边说道 好吃吧 这是我外婆做的哦 给玄灵做的 选了品质最好的沙丁鱼呢 是玄灵的零食 因为玄灵被喂得太胖了 他不乐意吃东西 外婆就花费了很大的心思 做出这个小鱼干零食 他偷偷尝过 可好吃了 说话间 黑猫已经吃了半条小鱼干 素宝见他吃得开心 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 可得讨好他啊 刚当他不理他的样子 他还好担心 还好还好 他也喜欢小鱼干 小黑 我跟你打听个事哦 你知道听鬼声冤在哪里吗 黑猫一听 立刻把嘴里的半截小鱼干吐出来 一条小鱼干 就想跟他打听阴界的事 没可能 然而素宝眼疾手快 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小鱼干就这样 卡在了黑猫嘴皮和牙缝之间 素宝神神叨叨 吃吧吃吧 我不问了 黑猫嘴里的小鱼干咽下去 也不是 吐出来也不是 真不问了 他才不信 素宝看黑猫吃完一条小鱼干 无缝连接又给他塞了一条 黑猫狐疑 真的不问了 那就 放心再吃一条小鱼干 周围 黑猫的侍卫猫们偷偷咽口水 好香啊 素宝扭头左看右看 你们也有哦 他黑的一声 扛出来一箱小鱼干 吃吧 都吃吧 不够的话 下次我再带多一点 猫猫们面面相去 最终没抵挡住诱惑 神术巨坑边 变成了大型吃习现场 黑猫吃完两条小鱼干 有点渴 素宝无缝连接 给你喝这个 可好喝了 黑猫不以为意 灰土界连接寒潭 好东西那么多 他什么好喝的没喝过 巴搭 素宝打开了羊奶罐子 黑猫 这个 还真没喝过 他挣扎 面色高冷 余光却没忍住偷瞄了一眼 素宝 把羊奶递到他嘴边 倾倒一点 轻力轻微 无比卖力地伺候 黑猫勉为其难地喝了几口 再喝几口 素宝 小黑啊 你说 听鬼深渊 到底怎么去呢 Tui 黑猫立刻要把嘴里的羊奶吐出来 素宝又眼几手快地 捂住他的嘴巴 喝吧喝吧 我不问 黑猫 半个小时后 素宝心满意足地跟黑猫告别 给他来了个90度鞠躬 谢谢你小黑 谢谢你送的地图 对我很有帮助 你真的太好了 素宝手里抓着一张羊皮卷 上面是整个阴界的大致地图 不要说听鬼深渊了 哪里有通往人间的出口入口 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简直太有用了 一箱小鱼干一瓶羊奶 就换了整个阴界的地图 这买卖要得啊 要得啊 素宝再次跟黑猫道谢 开心地飞一般离开了 黑猫沉默 众猫迷茫然 那只连成语都说不好的猫猛逼道 耶 殿下 他本来想说 地图就这样给他了 嘴巴一溜 说出来的却是 羊奶好喝吗 黑猫 小五的特殊眼睛 没文化的喵 盯着自家店 他脑袋空空 的的确却 只想知道这羊奶 到底好不好喝 没想到他们家黑猫殿下 冷冷说道 你在嘲讽本王 没文化喵炸毛 立刻站得直直的 说道 殿下 喵没有这个意思 黑猫盯着肃宝离开的身影 许久后 叼起羊奶空冠冠一甩 空冠冠消失了 不一会儿 他也不见了身影 没文化喵撇撇嘴 嘀咕道 殿下真消气 羊奶空冠冠都不放过 还放储物戒指里面带走了 旁边另外一只猫白了他一眼 说道 咋地 你还想舔空冠冠啊 瞧着没出息的 这喵说完 不自觉地舔了舔嘴酒 快速追上他们家殿下 非一般走了 星号星号 素宝拿了地图 立刻又把鬼鬼们召唤出来 这次大舅妈没有一起下来 素宝本意 是把大舅妈留在羊间 帮哥哥抓那个人头鬼的 他不知道的是 大舅妈被大舅舅叫走了 大舅舅特意留了他两个哥哥 自己去抓鬼 反正他们身上都有护身符 护身手链 苏一辰觉得没有危险 所以让他们自己锻炼 所以 这次只有素宝自己 当然 小五也算一个吧 魂湖里的鬼鬼们 又另外说 寒潭边 素宝和鬼鬼们蹲成一圈 中间摊着羊皮圈地图 懦弱鬼看着地图 沉吟道 听鬼深渊 这地图太大了 就好像整个地球的地图那般 有各个不同的地区 其中 封都鬼城 地府的位置 也就标着一个小点点 密密麻麻的 看一眼都怂 要不是刚刚黑猫 给素宝指出过 听鬼深渊在哪里 恐怕他们还要在这里找半天 咦 这个地图得放大看 花星鬼凑近 震惊说道 绝了 乍一看之下 这个地图平平无奇 你们凑近看 素宝立刻把整个脸都贴了上去 眼睛仔细地瞅瞅 顿时发现地图描绘得很细致 最小的字体 比蚂蚁腿毛还细 看不太清楚 但可以依稀看出 听鬼深渊周围的一些地标 素宝挪动 看向标记着地府的点 地府 两个字是繁体字 远看的时候是字体 近看的时候发现 这两个字 竟涵盖了整个地府十三站 也就是说 这两个字 由地府十三站写成 真是太巧妙了 黄泉路 望香台 厄狗岭 荆棘山 丰都城 鬼界宝 素宝再凑近了一些 可以看到 丰都城里面有十殿阎王殿 其中 阎罗殿处于最中央的位置 占地最大 其他酒店错落有致的 分布在阎罗殿周围 丰都鬼城外面 就是鬼界宝 人死之后 又没有去投胎的普通鬼 就住在鬼界宝里 类似直辖市 层层叠叠 又分了几百个区域 素宝感觉眼睛疼 眼泪不由地疼了起来 如果能像手机图片一样 放大就好了 素宝坐直 揉了揉眼睛 一整张羊皮圈 只有一米书桌那样大小 看着蚂蚁一般大小的地方 紧盯着看 还能再看出个省会详细地图来 确实废眼睛 懦弱鬼也揉了揉眼睛 说道 不仅废眼睛 感觉神魂都废了不少 花心鬼道 这地图 应该不是我们这样用肉眼看的 能画出这张地图的人 也绝对不是用笔画 素宝叹气 真希望现在有个放大镜 小五从素宝的肩膀上跳下来 歪着头 用一边眼睛凑近 放大镜哟 放大镜哟 他嘴里说着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 他的眼睛就是放大镜 鸟的眼睛 跟人的眼睛是不一样的 花心鬼吃笑一声 你这傻鸟 你认得字吗 小五搜一声抬起头 瞪眼 你才是傻鸟 你全家都是傻鸟 说完他非常不服气地 伸出一只肘 踩在听鬼深渊这四个小小的字体上面 花心鬼 小五傲然抬着脑袋 说道 你爷爷在认字的时候 你还在魂湖里玩尼巴呢 花心鬼满额黑线 阴侧侧笑着抬手做事要抓他 小五 你飘了 就不怕我把你毛拔光光 烤了吃 小五炸毛 扭头跟素宝控诉 宝 他恐吓我 素宝用手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花心姐姐跟你开玩笑 谁叫你太得瑟了 小五委屈 真的能看到 真的呢 他的肩着 指着听鬼深渊这四个字上 听鬼深渊十里外有座高山 非常高 素宝凑近 他没看到什么高山 就看到一个点 小五的尖找又继续挪动 这里有一片湖 很深很深的湖 素宝又看去 没看到什么湖 只看到一个 逗号那么大的黑影 真的 他诧异地看着小五 小五的眼睛 比放大镜还厉害 懦弱鬼想到什么 忽然说道 应该是真的 五小五导航为您服务 懦弱鬼说道 一般来说 鸟的视力是人的两到三倍 如果是老鹰 或者其他视力更好的鸟类 视力是人的十几倍 鹰鹉有独家眼球 别看绿豆大小而已 但他不仅视力好 还能分辨颜色 形状 紫外线 当然 这也跟鹰鹉的大脑有关 这一点来说 比一般的鸟类力还许多了 普通的鹰鹉 经过训练学习 能够学会说话 学会踩它们特制的小自行车 投篮 投圈 所以 小五能看到地图上 比蚂蚁腿毛还细小的标志 似乎也合情合理 更别说 他还不是一般的鹰鹉 小五得意道 对的 也就是这么厉害 他的爪子 从寒潭所在的断魂崖 画一条直线 终点是听鬼深渊 这里 有很多白骨架 懦弱鬼仔细看 一细看到三个很小很小的字 白骨中 他拿着笔写写画画 说道 然后呢 小五和懦弱鬼就这样 一个说 一个计 很快就把路线确定好 这里没有卫星定位 只能通过人眼识别标志性地貌 来判断自己走的对不对 素宝蹲在一边 双手抱着膝盖 认真的学习 潭哥哥是怎么规划路线的 等他画完 素宝觉得自己 又学到了新的东西 都是实践来的知识 走吧 华星鬼说道 现在就出发 小五嘎嘎大叫 小五导航为您服务 请您站稳坐好 系好安全带 懦弱鬼指着一个方向 往这边 大概有个一两千公里 他算过了 差不多等于 今时到熊猫省的距离 有鬼乘风背着跑 一夜走过十万八千里 懦弱鬼不知道 思义然自己一个人 是怎么跑那么远的 一路上 风呼呼的 加着小五刮躁的声音 前方一公里 有闯红灯拍照 请您减速慢行 懦弱鬼 搜一声 飞过白骨肿 一根白骨被封带地飞起来 哐哐哐跟着 滚了半里地 小五嘖舌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懦弱鬼 搜 越往听鬼深渊这边 路上游荡的音鬼 越来越多 有个老爷子 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 忽然搜的一声 他原地转了三十圈 小五大叫 您停三分 不让一秒 风声中夹着速保的大喊 小五你错了 是您停三分 不抢一秒 一路过去 遇到的音鬼头发飞得飞 掉的掉 都吃惊又诧异地 看着天上一群鬼匠飞过 出了什么大事了 怎么那么多鬼匠 往那边不是听鬼深渊吗 怎么都去那边了 那边出什么事了 你没听说吗 整个音界所有鬼都知道了 听鬼深渊底下 沉睡了千年的诡异 他复苏了 附近的音鬼 三三两两凑在一起 议论听鬼深渊 鬼异复苏的事情 什么鬼异啊 有鬼问道 一脸糊涂 我是刚死下来的 什么都不知道 另一个鬼说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才死了两年 只知道深渊底下 有可怕的东西 我死了十几年 在这住了十几年 我知道 前段时间 不知道和方神圣 下去深渊那里了 把底下的怪物吵醒了 听鬼深渊 连鬼都不敢靠近 具体是谁下去了 底下是什么东西 都没有鬼清楚 他们只知道这段时间 深渊底下 时不时发出低吼声 像极了人被活生生 分尸时候的惨叫 那些鬼匠 应该是奉命去查看的吧 话说好像十点炎王 都去查看了呢 因鬼们的议论 素宝他们没听到 懦弱鬼速度太快 小五的羽毛都倒立翻起 眼皮都睁不开了 他闭着眼张嘴大喊 一路畅行 通达天下 自驾阴间行 没你绝不行 懦弱鬼背着素宝 一口气不停歇地 跑了大约两个小时 终于到达听鬼深渊的附近 小五一头乱毛 顶着潦草的发型 一千九百公里 两个小时你就到 你这是要上天 跟飞机肩并肩啊 素宝伸手 让他站在自己手背上 伸手给他 把凌乱的羽毛梳理好 一边问道 潘哥哥 我们到了吗 懦弱鬼看着自己画的地图 说道 应该是这个方向没错 素宝指着远处 说道 小五说 有个很高的山 是那个吗 放眼看去 只能看到一个 模糊影子的高山 六代写的盆古 花心鬼移了一生 还真有很高的山啊 这山实在太高了 即便没见过 第一眼看也能看出来 这应该就是小五说的高山 直挺挺的 高耸入云 怪不得地图上 只有一个细细的黑点 众鬼继续往前 很快就看到了 小五说的那个 很大很深的湖泊 一眼看去 湖泊周围是浅浅的暗蓝色 中间却是完全的黑色 第一感觉就是 湖泊很深 就是这里了 小五还真说对了 花心鬼嘖嘖一声 厉害厉害 鹦鹉的眼睛 果然不同寻常 小五得意地甩甩尾巴 昂头挺胸 小五导航 为您服务 素宝忍不住笑出声来 玄机又担忧地说道 不知道一然哥哥怎么样了 懦弱鬼道 不管怎么样 宝贝 记住你爸爸的话 尽力而为 但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 素宝点头 我知道了 穿过湖泊 从高山边缘越过去 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面前 这个深坑是高山的另一边 像是一座山 被人直直地劈成两半 中间的深渊石壁陡峭而冰寒 一股股寒气往上直逼 深渊很大 一眼看不到尽头 站在深坑边缘 深渊底下有呜呜的声音 像风刮过石壁的声音 也像有无数鬼在底下哭喊的声音 素宝来了阴界两次 两次都是去找槐树林 石头鬼车 生魂花 见过最厉害的东西 除了都市王之外 就是银骨 可是 在如今的深渊面前 那个素宝一进去 就会被刚风撕裂的银骨 简直就是小儿科 屁都比不上 这要怎么救 倒霉鬼猛逼 这深渊巨坑 阿家都不敢下去啊 一旁的阿家诚实地说道 我的确不敢 懦弱鬼看着深渊头疼 紧站说 私毅然掉到深渊底下去了 深渊那么大 我们也不知道 它具体掉在哪个位置 再者 就算知道它具体位置 我们也没法下去 这深渊 下去就是死 不用到深渊的一半 如今只是探头看一眼 都感觉自己 要被撕成碎片 一路上那么多飘荡的鬼 到了这里 反而一个鬼影都没有 可见这个深渊 让鹰鬼有多忌讳 花心鬼皱眉 私毅然是怎么下去的 别忘了 紧站的描述 是他们俩从深渊底下往上爬 只有一个活命的机会 紧站就把私毅然踹了下去 由此可见 他们的的确确实下去了 紧站还上来了 在我们没来这里之前 这话听着很正常 可如今 我们也看到深渊了 紧站的话 就没有一句正常了 懦弱鬼和花心鬼低声分析 素宝虚心学习 哪里不正常 他就只想到一个 就是这个深渊 他们能下去 还能爬上来 这个不正常 懦弱鬼给他分析 第一 这个深渊陡峭光滑 没有下脚点 人不可能直接飞下去 花心鬼点头补充 像我们这样的鬼将都下不去 所以他也不可能是鬼背着下去的 素宝点头 嗯嗯 然后呢 懦弱鬼说道 紧站还说 他们上来的时候 深渊里的东西醒了 只有一个逃命的机会 为什么会是只有一个 正常来说 要是能出来的话 路就摆在那里 谁都可以跑 只是前后问题而已 素宝恍悟 所以 一定有个东西 一次只能装一个人 懦弱鬼点头 这么理解也没错 一定有个下去合上来的办法 而且 每次只能带一个人 这个东西 就是下深渊的关键 是什么呢 花心鬼和懦弱鬼 绞尽脑汁的响 糊涂鬼在一边摆烂 反正他是想不明白一二三四的 还不如等他们想 想好后叫他干什么 他干什么就行 倒霉鬼倒想学着懦弱鬼的样子 做个军师级别的鬼 可惜脑子不够用 他道 什么意思啊 难道这里有个观光缆车 不行 每次上一个人 扯淡吗这不是 素宝抬眼 放眼远眺 打量整个深渊巨坑 巨坑看不到里面 被黑压压的阴气遮住了 小五望坑心探 啊 深渊 你好大的坑 忽然素宝指着远处 懒车没有 有块骨头 只见昏暗阴冷的深渊中 缓缓飘浮过来一块森然的白骨 像是盆骨的位置 还带着丝丝鲜血 在阴冷的背景下 仿佛折射着森冷的暗光 像是刚包下来的一般 就这一刹那 素宝忽然理解 紧站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活命的机会只有一个 这块盆骨只能站上一人 怪不得紧站会说出那样的话 懦弱鬼盯着那块盆骨 如临大敌 这么个深渊巨坑 却飘来这么块人骨 它是怎么保持 不被阴气湮灭的 如果真的是要站在这块盆骨上 才能下到深渊 那素宝是要下 还是不下 七颜望见的桥 素宝盯着飘来的白骨 小五目瞪口呆 卧槽 这是什么阴间电梯 可不就是阴间电梯吗 从没有看到过一个白骨坐的电梯 下还是不下 素宝看着深渊 整个人都在挣扎 爸爸说 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地方不要去 可依然哥哥在争争看朋友 陷于危难中而不救 下去 可能会有危险 不下去 是见死不救 懦弱鬼看出他的着急和自责 安慰道 别担心 我们先搞清楚 这个白骨是什么 多久上来一次 花心鬼忽然皱眉 说道 我更担心的是 这个白骨是什么时候的 带着血的白骨 看着很新鲜 痴青鬼咳了一声 什么叫很新鲜 这话听着多惊悚 孩子还在旁边呢 倒霉鬼说道 他意思是 如果是新鲜的白骨 那应该是人刚死后 不久就包出来的 阴间没有活人 就算有白骨 也是堆成很久的白骨 不仅不会有一丝血迹 甚至白骨都已经发慌 松散 那么 这节带着血丝的盆骨 是怎么来的 糊涂鬼吃惊 意思是 这白骨是刚死的人的 可这里是阴间 还是这么个深渊巨坑 怎么可能会有人 画到这里 糊涂鬼猛地反应过来 不说话了 阴间没有活人 听鬼深渊里的活人 大约只有井战和思义然 井战没事 那这节盆骨 会是思义然的吗 如果是这样 证明人已经死了 素宝也反应了过来 连连摇头 不会的 毅然哥哥不会死 懦弱鬼看着那节盆骨 说道 看这个大小 应该是一个大人的盆骨 花形轨道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这诡异盆骨 会隔一段时间就上来一次 否则井战不会上得来 懦弱鬼点头 并且盆骨到达的地方 应该不是深渊底部 因为他当时说的是 深渊底下的东西 要追上来了 素宝逼自己开动大脑思索 问道 那会不会在深渊的中间 有什么地方是凸出来的 可以站着 我们只需要到达这个地方 要是有什么不对 就立刻回来 懦弱鬼叹气 主要是对这个深渊不了解 否则我们可以制定 稳妥一点的方案 素宝绞尽脑汁 爸爸说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首先要先了解这个深渊 怎么了解 要是师父复在就好了 素宝失落 师父复不在之后 感觉自己一个人好难呀 懦弱鬼在紧急翻书 可把鬼道之急翻遍了 也没有关于听鬼深渊的记录 由于迟疑的时间里 那块代血的盆骨 已经重新沉入了深渊里面 渐渐消失不见 找个鬼问问吧 素宝说到 遇到不懂的地方 多找人问问 素宝他们远路返回 越过高山 高山后面不远处 有阴气浓郁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孤魂野鬼 人间有孤魂野鬼 阴界也有 这位阿伯 请问一下 你知道听鬼深渊吗 素宝逮住一个鬼鬼问道 那个鬼慢慢转身 只见他两个眼眶是空的 黑一洞洞的 一看之下 令人悚然 小五吓得卧槽了一声 这位先生 麻烦你把眼珠子带好 那鬼呕了一声 慢吞吞地摸索了一会儿 把眼珠子找到病安上了 咦 鬼盯着素宝 眼珠子僵硬地动了动 活人 哈 竟然有活人 阴界没有活人 但偶尔会有一些 误入鬼门关 茫然乱窜的生魂 生魂死期未到 只要让这个生魂 做自己的替死鬼 自己就能重返阳间 男鬼以为 素宝就是这么个生魂 欣喜若狂 本能的 就要伸手掐住素宝 然而还没碰到素宝 就听砰的一声 他被狠狠地抡在了地上 懦弱鬼面色冷然 韩生说道 问你话你就回答 你哪来的胆子敢碰他 男鬼眼珠子 都被摔出来了 这一下是真的不见了 二我的眼珠子 本来就是怕眼珠子 不下心掉了 才会放哭兜里 这下真的不见了 男鬼在地上阴暗爬行 四处乱摸 看着无端诡异 素宝捡起他的眼珠子 说道 还给你 不过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你了解听鬼深渊吗 男鬼的眼珠子 在素宝手里动了动 最终没敢乱来 老老实实说道 知道一点 我在父亲住了15年了 人死后 没投胎的 都住在封都鬼城 鬼借宝 有的鬼 既阴德为自己生前做过的恶赎罪 就会离开鬼城到处游荡 辛辛苦苦攒阴德 听鬼深渊附近 就是攒阴德的好地方 这里会有很多鬼在这里停留 男鬼指着高高的山 上面有条断桥 来这里的鬼 可以选择修桥 把山底的巨石搬到山顶 修桥基德 在阴界也是一样的 那桥跟听鬼深渊有关系吗 素宝问 男鬼点头 这座桥本来是阎罗王大人铺设 众鬼一听 这桥还跟阎网有关系 顿时就来了精神 丝毅然的脸 男鬼继续说道 这座桥本来是阎罗王大人铺设 方便东太阴区去往北阴之地 但百年前有个大人物 为了镇压听鬼深渊里的东西 就把桥给撞坏了 阴鬼们未熟生前的罪孽 选择来这里铺桥 十殿阎网管理者会给他们发阴德 素宝谎悟 原来是这样 那听鬼深渊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带血的盆骨上下 男鬼眼珠子动了动 调整了个姿势 继续说道 深渊室底下有路通往阳间 是一处悬崖隧道 偶尔会有人撞进来 也就是说经过那里 莫名其妙出车祸死了 连魂带人都被卷进这里来 以前我还活着的时候 经常听说谁出事了 但怎么都挖不到尸体的 应该就是像这样 整个被卷下来了吧 不只有盆骨啊 还有大腿骨 肋骨 头盖骨 各种各样的骨头 懦弱鬼问最关键的问题 那些骨头是多久沉浮一次 刚刚那盆骨从深渊底下上来 定下去的计划 却听男鬼摇头说道 不定的 那得看跟阳间接壤的那个地方 多久死一次人了 速报 好家伙 合着这个电梯是死人坐的 什么时候有电梯上来 就得看什么时候死人 怪不得紧张会说 只有一次活命的机会 懦弱鬼再次叹气 想要知道什么时候死人 这太难了 谁能知道人什么时候死啊 只有阎王知道了 想到这里 懦弱鬼猛地转头 对 只有阎王知道 速报一插那间会议 兴奋地睁大眼睛 对对 我知道 办法这不就来了吗 懦弱鬼他们 立刻又背着速报 回到深渊巨坑的边上 速报掏出通判笔 嘴里念念有词 天灵地灵灵 冤魂死魂全听命 呀一呀 一忧 众鬼 确定是这个咒语 没念错吧 只见通判笔一点 眼前开了一道金光 金光中有无数的名字的 快速滚动 刷过去的是已经死过的人 速报说道 接下来就看什么时候 再有新的死人 他们都盯着金光 感觉在看快速飞过去的字幕 速报刚刚念的是 所有死魂 看来这是几百年来 全部意外死的人民 都在这里了 终于等到刷过去的名字变慢 金光里有几个新的名字 慢慢浮了起来 这些名字滚动得很慢 其中一个名字 是在金光的最顶端 这个名字后面 紧跟着另一个名字 牛翠花 速报念着 这个名字是刚死的 是不是刚刚那个盆果 懦弱鬼反问 你觉得是吗 速报愣了一下 下意识说道 我觉得是的 花心鬼点头 那应该没错了 你看底下有四个新的名字 先后上来了 最先的那个名字叫何秀 随着这个名字 朝前面滚动 深渊里很快浮起来一个人头 这人头是男的 似乎意识还存在 小五陡然大喊了一声 嘿 何秀 是你妈笑 那个人头嘎一声扭过来 双眼看了过来 他嘴巴吸动 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谁喊我谁 众鬼都吓了一跳 不过确定了 金光里浮动的名字 就是被卷进深渊里来的 意外死亡的人 脑袋秀儿应了一声后 很快又沉了下去 懦弱鬼盯着后面那几个人名 还有三次机会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速度 秀儿下去后 后面那个李壮志 应该会半个小时之后上来 越过金光 就是他们消失 沉下去 的时间 所以这些人是来应接报道的吗 素宝奇怪 生死不上有他们的名字 他们却没有去阎王殿报道 而是以这种形式 真奇怪 大家盯着时间 果然半个小时后 深渊里扶起来一条腿 看着是一个男人的腿 应该就是李壮志了 懦弱鬼算的是对的 宝贝 上 懦弱鬼看准时机 带着素宝 一跃跳上了那条大腿上面 我算的时间和速度 应该是对的 这条大腿沉下去后 等会另外一个死者 应该会浮上来 跟我们擦肩而过 时间大概是五分钟 也就是说 我们沉下去五分钟 寻找私益人 要是找不到 得立刻换成另一个死者上来 明白了吗 深渊里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浮上来的 都是残缺的肢体 就好像底下 藏着一个吃人的东西似的 不清楚底下是什么情况 最好是看一圈 寻找线索 然后立刻上来 再次分析后再下去 速宝点头 明白了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 深渊底下 仿佛有什么东西狂卷上来 这东西对死魂有效 丑阿姨瞬间就被卷了进去 啊 救救我 救救我 众鬼也感觉到 自己的魂魄要被撕碎了 深渊里的阴萌萌的雾气里 疏然露出一张人脸 神情扭曲地朝他们咬来 这张人脸是 易然哥哥 速宝震惊了 酒到底死了还是活着 易然哥哥死了 速宝震惊地盯着那张脸 明明是易然哥哥的脸 此刻却很陌生 面容屈扭地 想要吞噬吊丑阿姨和怒辱鬼他们 大家也终于看清楚 深渊里的阴萌萌的雾 哪里是什么雾 是数不清的死魂碎片组成的东西 这些死魂全都成了碎片 全部粘连在一起 成了一片一片的雾 不会吧 思义然那小家伙长得这么帅 真就这样死了 花心鬼惊疑不定 如果没死 他的脸又怎么会融进这些死魂鬼物里面 易然哥哥 速宝拢着手 焦急地想唤醒思义然 但这张思义然的脸 却没有任何反应 就是要把丑阿姨扯进去 情节下 速宝只能把所有鬼都收进了魂壶 整个深渊 一下子就只剩下小五和速宝 你不要过来啊 小五惊恐大叫 思义然张开的血盆大口一咬 落了个空 差点咬到小五的尾巴 啊 我的屁股 小五猛地一缩 窜进了速宝的头发里面 思义然没吃到死魂 仿佛没有了目标 漫无目的地飘浮了一会儿 忽然重新盯上速宝 哼 他围绕在速宝周围 死死地盯着他 似乎在考虑 这个能不能吃 易然哥哥 速宝趴在残枝上 残枝一直在往下沉 思义然的脸 也跟着往下 就这样盯着他 对他的呼唤 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此时 深渊底下出现了一个黑影 是一个人的头皮 鲜血粘连着头发 只有巴掌大那么一小块 魂壶里的懦弱鬼 在时刻窥视观察着 急忙说道 坐在原先那条大腿上 低头看了一眼 底下黑乎乎的 看不清底在哪里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到了这里 更能听到烟雾声 哭泣声 笑声 曹操杂杂 无比阴冷 速宝朝四周看去 最近的峭壁上 有哗啦啦的水流声 一条瀑布出现在眼前 易然哥哥 速宝再次喊了一声 依旧没有什么作用 反而因为他的喊声 思义然那张脸越凑越近 速宝吃不准 他到底想干什么 此刻那块头皮 已经到了面前 焦急 又不知道怎么办 速宝咬牙 伸手给了 思义然一个大逼斗 扑 思义然的脸 直接被打散了 速宝 如果他说他不是故意的 他信吗 懦弱鬼道 速宝 快跳上那个头皮去 速宝咬牙 一跃而起 脚尖一点 快稳准地站在了头皮上 他还在迟疑 要不要再继续往下一点 跟着那条腿往下 懦弱鬼的声音响起 先上去 我们还有两次机会 速宝只能眼睁睁 看着那条腿沉在鬼屋中 消失不见了 思义然那张脸 被鬼屋冲散 也不知道哪块是他 速宝感觉手脚都很冰冷 更恍然不安的是 义然哥哥到底还有没有活着 很快就到了深渊顶端 懦弱鬼能出来了 第一时间把速宝背到了边上 如果他死了 我们下去徒劳无功 冒大险下去 只能减尸 意义不大 如果没死 他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贸然下去 说不定会变成第二个他 懦弱鬼抱着速宝 哥哥知道你着急 但你先不要急 速宝只能沉下心 太失败了 原来以为自己变得很强大了 没想到在深渊面前 还是这么弱小 速宝的服一大堆 还有苏和温这个学霸 有最强大脑 都给牢牢记住了 再不行就把这个服烧了 塞进他嘴巴里面 苏和温 他不敢 速宝又拿出一打服 这个是护身服 平安服 抓鬼服 辟邪服 哥哥给你这一项 他要变强大 要变很强大 很强大 速宝自己都不知道的是 要是一个月前的他来到这里 连深渊巨坑都接近不了 更别提下去了 所以 他还是有变强的 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底下有一个瀑布 速宝想了想 说道 我看到有凸出来的一块石台 我们可以下到那里去 懦弱鬼在纸上画着 接下来这两次机会 间隔时间比较长 第一个上来后 用时事 底下的上来用时事 计算两者相交汇的时间 大概是 他在纸上写写画画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大概是一个小时 我们下到瀑布那里 需要大概十分钟 那么到了瀑布那里后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思义然在不在那里 我们有五十分钟的时间找他 速宝抱中懦弱鬼 谢谢潘哥哥 要不是有他 他都不会算 这已经是和问哥哥 才会算的大题了 准备冲足后 速宝再一次下去 这次浮上来的是一副肋骨 花心鬼把速宝背到肋骨上 这次不等到 离那个瀑布越来越近 但却没有再见到 鬼屋中思义然的脸 小五贴着速宝的脖子 小声说道 宝 好冷 没有温度 速宝越发忐忑不安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要有什么事发生了 五十五量灵犬真正的营养快线 速宝蹲在肋骨里 肋骨往下沉 越来越靠近那条瀑布 他很快看清楚了瀑布的源头 是深渊深坑里的一道裂缝 活口很宽 但高只有一米五左右 比门框矮那么一点 然而现在有一个难题 肋骨离深渊的峭壁 还有大约一米的距离 懦弱鬼他们进了魂湖 没人带他飞过去 要怎么跳过去 眼看肋骨越来越往下沉 错过之后 只能跟着肋骨 一直沉到深渊底下了 最要紧的是 深渊里的鬼物 大多数是不成形的 很浓郁地分布满整个深渊 在这里待久了 速宝便觉得昏昏沉沉 眼皮都要睁不开了 身上也很重 手脚都很重 他想要把阎王殿寄出来 感觉到很没有力气的无力感 这样下去可不行 速宝咬牙 猛地寄出阎王殿 控制着阎王殿 飘浮在深渊里 猛地一跃扑过去 阎王殿扑路 填满了肋骨和峭壁之间的空隙 摇摇晃晃的 十分不稳 速宝控制阎王殿 控制得很费劲 在阎王殿就要掉下去的一刹那 他终于跳进了深渊峭壁里的裂口中 当阎王殿下坠 撞在峭壁上 速宝赶紧把阎王殿收了回来 戴在了手绳上 呼 好险 速宝靠在石壁上 平复了一下 砰砰乱跳的心脏 他现在站在窝口中间 凸起的一块石头上 周围都是哗哗的水流声 速宝在这里感受到了浓郁的阴历 修仙修的是灵历 地府修炼 修的是阴历 此一刹那 速宝便感觉自己的毛孔都张开了 不用像师父父那样 盘膝坐下修炼 身体都能自动修炼 阴历浓郁的 甚至自主钻进魂壶里 魂壶的裂口也在慢慢愈合 这是什么地方 速宝看向里面 窝口深不见底 他想沿着窝口往里面走 但水流太急了 他现在是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 就被冲到 不过这水竟然是乳白色的 速宝 这时候 速宝听到潘哥哥在魂壶里急切地叫唤 速宝宁神 问道 怎么了 落落鬼声音里压抑着激动 快 咬点水进来看看 速宝点头 拿出了一个平底锅 装了一锅水递进去 魂壶里 众鬼围在这一锅水旁边 一脸陶醉 果然是无量灵犬 落落鬼手里拿着书 一脸激动 奶白色 泉水温润 入手飞水反而如沙 有淡淡一香 细袖可闻 一般位于极高高山山腹之中 或是极深的地底之下 没错了 就是无量灵犬 懦弱鬼小心地尝试了一口 刹那间 一股浓郁的阴力 游走四只百脉 他身上气势暴涨 原本只是刚进几的初级鬼匠 一下子冲到了高级鬼匠 恐怖如斯 这不比阴脉墙上千百倍 懦弱鬼惊道 花心鬼心花怒放 这哪里是什么拳 这都是财富 一整条瀑布啊 这不发了 倒霉鬼用双手乌拉乌拉乌拉的 摇水往嘴里送 吃吃吃 一口就直接升天 这才是真正的营养快线啊 吃了两口 倒霉鬼的煤气大涨 旁边的叛逆鬼刚要上来抢一点 就莫名其妙倒霉 摔了一跤 头都掉了 花心鬼 营养快线果然够快 素宝 再来一锅 素宝正站在巨石上观察四周 想着怎么找一然哥哥 结果魂湖里面的鬼鬼们 竟然喝了起来 太不靠谱了 他也要喝一点 素宝趴在石头上 嘴巴对着湍流张开 啊 咕咚咕咚咕咚 真好喝 还有一种说不出的 很好闻的淡淡香味 刚刚还无比沉重的身体 一下子所有无力感都被驱散了 好东西 素宝双眼一亮 打包打包 统统打包 这应该是一条野生瀑布吧 没有主人了吧 懦弱鬼小心探出头 虽然还是有刚刚的撕裂感 但勉强能待得住 这里应该是没有主人的 懦弱鬼说道 素宝 装 这一刻 鬼和人都达成了高度一致 先别管什么深渊了 也别管司翼然的脸 为什么会在鬼屋中了 目前到达这里 也没有找到司翼然 再往下也下不去 那为什么不先把好东西装上再说 万一下子再来瀑布不见了呢 素宝拔开魂湖嘴 把魂湖往谁里一按 魂湖 咕咚咕咚咕咚 魂湖里面的空间 瞬间扩展了一倍 在之前装寒潭水的那个坑旁边 魂湖地洞山摇的 又自动开辟出来一个巨坑 把所有的灵泉水都装进来 这回不是洗澡水了 素宝高兴地看着 被魂湖收掉的灵泉 正宗的 干净的 香甜的神仙水 五十一夺损了夺损了 懦弱鬼说道 既然叫灵泉 应该有泉眼 花心鬼挤出一个脑袋 说道 没错 一般有泉眼的地方 都会有一个冲出来的水坑 我估计是那个水坑满了 泉水才往外溢出来 素宝一脸心痛 就这样一出来 白白掉到深渊底下 太浪费了 收走 勤俭节约是美德 素宝把魂湖放大 但是放太大了 魂湖超出峭壁裂口 会被外面深渊的怪力撕扯 所以只能放大到一个小水桶那般大小 虽然魂湖装得真的很快了 但还是急死素宝了 胖哥哥 你说依然哥哥会不会在这里面 趁着魂湖吸取无量灵泉的空荡 素宝盯着裂口伸出问道 懦弱鬼一边喝灵泉水 一边说道 不好说 灵泉往外冲形成瀑布 这么急的水流 按理来说 一个正常小孩 是不可能逆行进去 素宝点头 可是依然哥哥不是普通小孩 懦弱鬼 心底又有点不爽了 怎么回事 懦弱鬼回头 揍了叛逆鬼一拳 嗯 舒服多了 叛逆鬼 很快灵泉就被魂湖吸取完了 光秃秃的石头峭壁暴露出来 刚刚还有素宝半腰那么深的水流 现在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铺在石头上面 走 进去看看 懦弱鬼感觉自己即将要突破鬼王了 可总还是差一点 越往里面走 外面深渊对鬼的撕扯力越弱 懦弱鬼眠强能出来行走 跟着水流 找一下那个泉眼 思亦然要是来过这里 肯定也会想办法 顺着这水流 寻找源头的 素宝他们走了好久 这石壁是网上的 月王里走昏暗 伸手不见五指 让人不由地呼吸急促 素宝的眼睛特殊 黑夜里都能看清楚 这里却一点都看不到 点个火吧 懦弱鬼拉着素宝停了下来 这样什么都看不见的 往里面走 太危险了 花心鬼抓着一个火把 摇头说道 没用的 我试过了 鬼火都点不着 倒霉鬼说道 说不定素宝的精神小火 可以叛逆鬼没好气的声音响起 得了吧 精神小火不算鬼火吗 我们鬼火都点不着 他的怎么点得着 素宝黑了一声 想祭出精神小火 果然点不着 懦弱鬼安慰 素宝 没关系 我们 忽然 素宝摸出一个强光手电筒 巴搭一声打开 能照亮整栋楼的强光手电筒 直接把整个洞穴照亮 众鬼猛逼了一瞬 潘哥哥你说什么 素宝问道 刚刚没注意听 懦弱鬼默默说道 没什么 倒霉鬼道 妙啊 你怎么想到戴手电筒的 素宝举着手电筒观察四周 一边用爸爸的口吻说道 这不就是常识吗 爸爸说 玄学走不通的时候 试试用科学 手电筒就是科学 现代科技手工艺品 嗯 众鬼竟无言以对 在强光的照亮下 整个洞穴看得一清二楚 里面的洞穴有点像溶洞 走过刚刚那一段上坡路后 这里变成了平坦的地势 地面稍微往下凹一点 形成一个又一个水洼 溶洞的顶端 有中食乳倒挂下来 中食乳的顶尖处 往下滴水 滴答滴答地滴落在地面的水洼处 不要浪费 素宝神神叨叨 一路走 一路让浑湖 把坑坑洼洼里面的灵泉水 全都装走 找到泉眼了吗 花心鬼问道 分散在各个角落里的叛逆鬼 糊涂鬼 倒霉鬼 嫁衣女鬼 阿家 等等 纷纷回应 没有 这边也没有 找不到泉水出来的地方 这里一片全都是坑洼 按理来说 应该在这里 素宝抬头 盯着溶洞顶端 一个又一个的中食乳 不在地上 有没有可能在顶上 他抬手 大力上线 直接掰下一根中食乳 哗啦 中食乳被掰下后 落下一道涓涓细流 素宝正好仰头张着嘴 这一下 全都落进了他嘴里 哇 好喝 素宝双眼放光 再看中食乳 竟然是空心的 里面全都是灵泉水 比刚刚外面装的 都要浓郁几倍 好东西 收损了收损了 这一个个倒挂的中食乳 在素宝眼里就是损 他一手一个 越收越欢 嫁衣女鬼和花心鬼 回到魂湖里 接棒式的 接过素宝掰下的损 找出一个个的玉瓶 把竹笋里面的灵泉水 都装好 拧紧盖子 剩下的损 就被他们毫不在意地 扔到一边 渐渐在灵泉巨坑边堆积起来 这些玉瓶 是他们在魂湖那么久 无聊抠的 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至于玉石 是之前在地底下 那时候顺手捡的 品质比不上素宝捡的 那块皇家紫玉 苏家又不差钱 所以一直都放在魂湖里 眨眼间 溶洞里的中食乳 都被素宝收割干净了 同时他的小肚子 也圆了一圈 喝水喝涨的 没了 素宝环视一圈 意犹未尽 中食乳 你不要过来啊 思亦然 宝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QWQ 52师傅复回归 溶洞里 素宝员以为 近来会有什么危险 可这里除了有好东西 什么危险也没有 素宝早就把 刚刚在瀑布外 感觉到的不安 抛到了脑后 中食乳掰完了 整个洞穴也走遍了 也没找到思亦然 先回去吧 懦弱鬼到处看了看 说道 我猜全眼应该在顶上 他指着溶洞顶端 这么多钟食乳往下滴水 全眼肯定在上面 素宝说道 砸开 懦弱鬼摇头 不行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 万一砸开 这里塌了 我们躲哪里去 要是被困在这里 要是被困在这里 指不定会成为 第二个思义然 况且砸开后 灵泉周围 有没有其他危险 我们也不清楚 总之在实力足够之前 这个溶洞是不能砸开的 好吧 素宝扁扁嘴 叹气 那就先回去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他还在这里 懦弱鬼无奈 又宠溺地捏捏他鼻子 小柴米 此刻魂湖里 已经装了满满一坑灵泉水 比寒潭水还多 瞬间寒潭水就不值钱了 素宝带着小五 慢慢往外走去 小五缩着肩膀和脑袋 嘀嘀咕咕 总算出去了 冷死爷了 鹦鹉本身是热带鸟 怕冷 小五虽特殊 但没有经过特意的修炼升级 对洞穴里的寒冷 有点抵挡不住 所以才这么安静 下一个电梯还没有上来 懦弱鬼算了算 我们在这里待了四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才到 素宝小心翼翼地 往外面探了探身子 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灵泉水喝多了 刚刚来时那种无力感 和睁不开眼睛的感觉都没有了 身上的力气 跟在阳间的力气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说可以坐他的阎王殿上去 把阎王殿当电梯 不用再等了 素宝想到立刻是 立刻把阎王殿拿了出来 果然 素宝眼底大放一彩 压抑不住高兴地说道 潘哥哥 花心姐姐 我感觉我又行了 阎王殿变大 只能容素宝进去的大小 没有再摇摇晃晃 真棒 懦弱鬼赞扬 说明我们素宝又升级了 没想到就喝了几口灵泉水 竟然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能控制阎王殿走一圈吗 懦弱鬼说道 或者尝试一下能下多远 在这个范围内找一找思义然 在保证自己性命的情况下 尽力而为 他不是不关心思义然 只是更关心素宝 素宝点头 操控阎王殿 开始往下沉一点 才沉了半米 他就觉得吃力了 不太行 这里好像更粘稠了 感觉阎王殿要被拉扯下去 那种撕扯的力道又变得明显 那上到刚刚瀑布的高度 在这个高度范围内 找一下思义然 大家都同意 于是素宝控制阎王殿 在深渊里溜了一圈 风呼呼地吹 阎王殿外鬼哭呜呜渗人 素宝他们贴着峭壁转了一圈 这个深坑太大了 才转了小半圈 就已经用去一个小时 素宝 那边没有高山 也没有上去的路 思义然不太可能从那边过去 我们退回去 再找另一遍 深渊太大 只能以他们下来的地点为中心 四处寻找 素宝点头 此刻他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 那种无力感又开始席卷上来 懦弱鬼及时递给他一个浴瓶 素宝咕咚咕咚喝下去 很快体力再次恢复 如此循环 喝了不下五瓶泉水 把这个高度范围内 上上下下的深渊都找遍了 都没有找到思义然 真的是掉下去了 花心鬼叹气 紧站那一脚应该挺狠 刚刚我们也看到 所有的残肢头骨什么的 都离峭壁有一段距离 思义然如果是在电梯上面掉下去 那几乎没有能够 趴在峭壁上的可能 然而要下深渊的话 现在素宝也下不去啊 先上去休息一下 想想其他办法 懦弱鬼道 此时此刻 素宝他们根本不知道高山之上 都市王到了 他透过这么远的距离 盯着深渊里沉浮的阎望殿 现在这个实力 就敢往听鬼深渊里去 简直是找死啊 都市王看了一眼 面前密密麻麻的阴鬼 他们正搬着一块块巨石 拱着腰 几乎匐匐在地 艰难地把巨石往高山上运送 一眼看去 犹如一排蚂蚁 从山底往上爬 风太大了 吹掉那么一两块巨石 这种意外 真的不能保证啊 都市王眼里 露出一丝技巧 袖子一挥 猛地一阵阴风刮起 几个阴鬼尖叫着 跟随巨石飞了出去 素宝气喘吁吁 控制着阎望殿 准备到达深渊坑边 他真的需要休息了 虽然喝了很多灵泉补充体力 但越到后面 感觉灵泉对自己越没用 也不知道是不是免疫了 正在这时候 懦弱鬼瞳孔猛地一缩 焦急大喊 素宝 素宝还没看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块巨石猛地砸了过来 力道之大 把他和阎王殿都砸了出去 素宝心肩一紧 就这样直直地坠入深渊 攀哥哥 素宝惊慌大喊 懦弱鬼和其他鬼 一无反顾 一头扎进了深渊 就在下坠的过程中 素宝感觉自己浑身 都开始麻木 整个人都动弹不得 刀片一样的钢锋挂在他身上 将他小脸划出一道道血痕 很快素宝满脸都是血 视线模糊中 素宝看到潘哥哥他们 将要被深渊的鬼物吞噬撕裂 阎王殿比较重 急剧下坠已经感应不到 潘哥哥 素宝咬牙 拼尽全力动了动手指 把所有的鬼都装进了魂湖里 而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急剧下坠 越往下越感觉四肢 被向四个方向拉扯 快要被分尸了 阎王殿不在身边 无法护住他 怎么办 就要这样死在这里了吗 不可以 素宝的视线 完全被脸上的鲜血模糊 他用力眨眼 努力要看清楚周围的情形 恍惚中 只见一道刺目的亮光陡然乍起 师傅傅的身影出现在亮光中 他一身白袍 雪白的头发已经变成一头墨发 双眼犀利而冷肃 素宝 季肠伸手一捞 把素宝紧紧抱进了怀里 素宝愣住 难以置信地问道 师傅傅 周围的疯狂暴 季肠的白袍和黑发狂舞 刚刚出来时 一身干干净净的白袍 现在也被撕裂出好多裂口 师傅没法上去 季肠压住素宝的脑袋 把他护在怀里 乖 别怕 沉心宁闪 我们要下去了 深渊里 一道白色身影 紧抱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急剧下坠 五抱紧师傅傅 季肠抱着素宝 急剧下坠 素宝感觉到 耳边风声呼呼的 待在师傅傅怀里 却异常安宁 师傅傅 有你真好 素宝满足地抱着师傅傅 小脸贴在他胸膛里 季肠一手抱紧素宝 感受到怀里小脑瓜子蹭蹭 无奈叹气 他倒是不怕了 满心依靠着他 可他不得不护他周全 听鬼深渊 不到大地级别 是上不去的 上不去 那就往下 破开深渊底下的鬼物 避开深渊底下的诡异 全力一拼 寻求一线生机 季肠周身 不仅被狂暴的钢风撕扯 钢风中还扭曲着鬼物 一层一层朝他和素宝包裹而来 人在下坠 却又感觉自己 被一层层东西粘住 他们拼命地 想把他和素宝身上的阴力吸干 季肠面色冷绝 胆手掐绝低声道 破 一片亮光炸开 裹挟在季肠和素宝身上的鬼物扑的一声 消散一空 但越往深渊 雾越浓 破开了一层 很快又附上来一层 破 破 这些鬼物对季肠来说 没有多大的威胁 很容易就能破开 可架不住他层层叠叠 无穷无尽 一路下去 季肠不断在破开鬼物 下坠这么快的速度 可到他历劫了 还依旧没沉到底 季肠喘了一口气 感觉到怀里的小家伙 已经不动了 心底一紧 他低声道 素宝 素宝嗡了一声 眼皮很重 不要睡 素宝 季肠催促 快睁开眼睛 听鬼深渊是阴界里最深的地方之一 这里沉的 都是千万年来没投胎 已失去自我意识的阴鬼 这些雾气都是阴鬼所化 能侵蚀人的意识 吸取人的魂魄 到了这里 一定要保持清醒 跟他们对抗 素宝嗡了一声 师父父说要睁开眼 师父父说要对抗 也妙战斗 素宝努力地保持清醒 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 大家都还好吗 在他下坠的时候 看到潘哥哥他们 跟着义无反顾地扑下来了 在他们被撕裂之前 他把他们都收进了魂壶里 潘哥哥 花心姐姐 倒霉叔叔 丑阿姨 叛逆鬼 嗯 全都收进魂壶了 魂壶也关闭 他们不会有事 好像还落下了一个 素宝舒然睁开眼睛 对 落了一个 小五 素宝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如遭雷击 师父父 小五 小五忘了 他记得 他突然被巨石撞飞的时候 肩膀上的小五 也被撞飞了出去 他有翅膀 惊吓乱飞 在深渊底下乱闯 记长心底一沉 如果是掉进深渊 再往下一点 有翅膀也不好使 他只能安慰到 没事 小五身份特殊 如果那么容易就死了 证明他也不是合格的居魂使 素宝望着深渊顶上 现在已经看不见深渊巨口了 不知道下坠了多久 深渊那么大的口子 都看不见了天空 也不知道 毅然哥哥掉下来的时候 心底会是怎么样的恐慌 素宝心底沉沉地 撑着沉重的眼皮 努力地想掐掐手指 算一下小五有没有事 再算一下 毅然哥哥怎么样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深渊底下 突然有嘶吼的声音 一张巨大的嘴巴 往记长和素宝咬来 素宝瞳孔一缩 惊道 师父父 这东西是什么 一颗牙齿竟然比柱子还大 记长道 别怕 记长单手抱紧素宝 身形猛地一转 他看出了那诡异东西的牙齿 准准地踩在那牙齿上 一跃而起 然而随着底下 不知道是什么诡异 随着他出现 周围的空气 也瞬间变得冰寒起来 原本更已经很麻木的素宝 变得更加呆滞起来 好冷啊 记长心底着急 现在素宝体内 还没练出阴力 这段时间 他自己胡乱修炼了一些 刚刚简单吃饱的 喝了一通无量灵犬 也变得比之前更强一点 但在深渊面前 这还远远不够 撑住啊 素宝 记长动作更快了一些 他如一道闪电 白袍翻飞 随着怪物不断咬合而闪避 宛若在怪物的嘴里起舞 记长借助怪物的嘴巴和牙齿 很快飞跃到悬崖峭壁之上 快要到底了 记长百忙中 垂眸看了一眼素宝 坚持住 深渊那么大 一定能找到避开这怪物的地方 素宝睫毛上挂了冰霜 师傅傅 好冷 记长将他搂紧了一些 说道 陈兴 凝神 想象自己身体里有一把火 他看素宝已经开始呆滞 没有回应了 五素宝的超群天赋 素宝 记长有些心急 他之前没有正式修炼过 自己胡来 因此 现在找不到门路很正常 可再不能自己点起自己体内的阴力 他就要被深渊吞噬了 素宝 记长想要把自己身上的阴力 过度一点给他 可他却一点回应都没有 不能主动把他体内的阴力引渡过去 这一关就很难撑过去了 素宝 素宝 素宝迷迷糊糊中 老是听到有人在叫他 耳边有个声音 断断续续地说 陈兴 凝神 身体里点火 素宝牙齿咔咔咔打战 重复低难 陈兴 他跟随着师傅傅模糊的声音 不断地尝试 可一直点不着 素宝焦急不已 他身体里没有火呀 没有火怎么办 跟师傅傅借一点 师傅傅应该不借一把 素宝把脸使劲按在记长的怀里 感受来自师傅傅身上的温暖 哦 忘了 师傅傅是鬼 没有温暖 素宝暗自叹气 刚要放弃这个办法 忽然又一了一声 不对 师傅傅身上有温暖 素宝愕然 这不对 师傅傅身上怎么会有温暖呢 难道 师傅傅破壳之后 重新长出了身体 可他确定 现在的师傅傅 还是原来的师傅傅 除了白发变成末法 其他的一样 依旧是个鬼 素宝想不到那么多了 先借了再说 素宝努力地贴着师傅傅 很快 他感觉到 有一缕缕的温暖传了过来 四肢百骸 犹如引入了一道光 在他把这些暖衣 往身体里引渡的时候 一刹那间 他就感觉到了自己身体里的火 着了着了 素宝变得振奋 原来这就是师傅傅傅说的火 跟刚刚无量灵犬里的力量 是一样的 也就是阴力 原来阴力就是他身体里的火 素宝一点就通 按照本能 让阴力在身体里游走 刚刚 他在瀑布那里的时候 喝了好多的无量灵犬 肚子都撑得圆滚滚的 现在肚子里这些灵犬 全部化成了阴力 被素宝吸取一空 阴力走过他的十二经脉 又走过他的四肢 温润了每一个毛孔 每一处皮肤 寒毛 素宝开始感觉 身上的麻木慢慢消退了 但阴力还远远不够 现在他能勉强维持意识清醒 但还是做不出任何反应 灵犬还是少了 素宝有点后悔 这一点点远远不够呀 早知道刚刚就应该再多喝一点 素宝立刻要调用魂壶里的灵犬 可刚刚为了保护潘哥哥他们 魂壶被他封锁了 现在不知道是他力气不够 还是深渊里的限制 他竟没办法感应到魂壶 没关系 再来 阴力等于财富 爸爸说 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唯有财富的时候压榨压榨 还是能压榨一点出来的 魂壶打不开 素宝又不敢再跟师父父借点 他刚刚感觉到了 自己的点火很恐怖 刚刚灵犬的阴力一吸就空 他害怕把师父父吸空了 既然不能从魂壶和师父父身上获取阴力 那就努力在阴界这片天地里寻找阴力 潘哥哥说过 阴界是有阴力的 第一次下来的时候 鬼鬼们都感觉到阴气浓郁 赖石花星姐姐还说过 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盘膝打坐 吸收阴气 转化阴力 所以 这里的空气里面肯定有阴力 素宝努力地搜寻阴力 甚至没有人叫过他怎么将阴气转化为阴力 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寒冷的深渊周围 全部都是阴力 素宝心底惊喜 立刻搜刮财富 他感觉到庞大的阴气滚滚而来 他从这些阴气中抽丝剥茧 阴力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游走进他四肢百骸 此刻 祭常已经落在了深渊底端 周瑜到底了 他止不住喘息 那怪物诡异 跟深渊里的鬼物完全不同 他可以很轻易破开鬼物 却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躲避怪物 祭常记起以前阴罗王还在地府的时候说的话 听鬼深渊沉睡着一只诡异 是所有不能投胎的冤魂所化 是冤魂们的执念化成的实体 所以他们化成的怪物 准确来说不能是一种物 应该称之为诡异 当诡异复苏的时候 就是阴界的规则 需要再重新洗牌的时候 祭常现在无比清晰地记起当初的阴罗王说的话 心情沉到谷底 首先执念是没有实体的 但现在 这诡异很明显 已经有了实体 足以可见 这深渊成了多少冤魂 復苏的时候 就是阴界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 可如今宿宝还没回归 他现在只是一个五岁小孩 连深渊底下的深寒怨念都还没办法抵抗 要是在这个结果眼上洗牌 五十五悲惨的小五啊 唱起铁窗泪 祭常抱着宿宝 走在暗无天日的深渊底下 脚下踩到的是无数的白骨 沉到深渊太久的 轻轻一碰便扑的一声 全部化成积粉 就算是刚落下的白骨 落到深渊底部的时候 已经严重腐朽 踩上去后发出咔嚓的声音 像踩在枯叶上面 也很轻易就踩碎了 就在这时候 祭常感觉到周围的阴气滚滚而来 全部聚集到了他周围 祭常一惊 又突然发现 这些阴气不是冲他来的 是冲宿宝来的 他下意识挥袖一甩 将凝聚而来的阴气打散 沉睡着的宿宝 呀 我阴力怎么断了 再来 祭常才刚把阴气打散 发现又有更多的阴气滚滚来 他心底一沉 垂眸看了怀里的宿宝一眼 他依旧紧闭着眼睛 小手紧紧拽着他的衣服 很使劲的样子 祭常忽然一顿 等等 这些阴气是他吸引过来的 很快祭常不由地张了张嘴 果然看到这些阴气 碰到宿宝的时候 被抽丝剥茧一般抽出了阴力 然后阴力全都被他吸收进自己身体里 他看着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仔细一感受 就发现他体内经脉 都在磅礴咆哮 运转阴力 他眼睫毛上的冰霜早就化了 原本冰冰冷冷的小小身体 现在也有了一阵阵暖意 变成了暖乎乎的 软乎乎的小奶团 祭常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又不由地暗自震惊 这小家伙在这一刻 彻底展示了 他与别人都不同的能力 无师自通 只要给他一点点提示 他很快就能找到正确的路 在阴界 绝对大多数鬼都是普通的怨鬼 最多是恶鬼 鬼匠 再厉害 也不过被阎王收编的鬼王 但还有另外一种鬼 叫做鬼修 简称可以修炼的鬼 阴界99%都是普通的鬼 鬼修之所以少 是因为能迈上修炼这一步的 鬼少之又少 单说将阴气转化成阴力这一步 一般的鬼就做不到 甚至连阴力都感觉不到 鬼界里阴气里的阴力 就好比人间空气里的灵气 人间也是99 9%的人都没办法感受到 空气里的灵气 一是灵气几乎消散没有了 二是已经没有了修道的人 就算是道教里每天打坐修炼的道士 也是几乎没有人是真正修炼 只能叫做养生 退回来再说速保 他刚刚只是把自己身体里的阴力度过给他 他只吸取了一点点 祭常都还担心 他没修炼过 肯定是不会 还在想怎么办 原来不是小徒弟不会 只是因为他担心 把他阴力都吸空了 所以自己学会了 从周围的阴气中转化阴力 祭常心底一软 眼神柔和地看着他 会了就好 祭常微微勾唇 师父父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用处 对吧 他抬起手 节骨分明的手指修长好看 在速保鼻尖上轻轻刮了一下 怀里的速保依旧紧闭着眼 要是修炼有声音 一定是他吭吃吭吃干饭的声音 祭常用外袍将速保裹紧了一些 贴在怀里 一边抬眼看向周围 你忙你的 师父带你找一个适合修炼的地方 刚刚躲开了诡异 可诡异是怨魂们执念的集合体 只要他和速保还在这深渊 他依旧会很快找到它们 祭常身形如风 在暗无天日的深渊底下 飞掠而过 此时此刻 小五傻傻地站在 瀑布那个裂口里的大石头上 在速保和阎王殿 被巨石撞飞的时候 他也同样被撞飞了出去 刚刚他一顿乱飞 完全和速保失去了联系 回过神时 已经站在了这瀑布裂口中 他和速保来过这里 速保不仅把无量灵犬都收完了 甚至把中食乳都掰了 小五看了看头顶 灰蒙蒙的深渊口 盘旋着鬼物 他刚刚冲过这里来的时候 身上就被缠了许多鬼物 现在哆哆嗦嗦 冷得抖个不停 灵犬 灵犬 小五跳下巨石 原本这里还有瀑布的 离开前石壁上还是湿润 现在却完全干燥了 想舔两口都没有 小五只好强撑着 朝裂口深处走 里面太冷 没有速保的体温 他感觉自己要冻僵了 尤其身上又缠绕了鬼物 浑身都使不上力气 灵犬 灵犬 小五可怜巴巴 终于爬上了这一段上坡路 来到有中食乳的那个溶洞里 竟在眼前的水蛙没有灵犬了 往里面更深一点的地方 他又不敢进去 小五一个个水蛙检查 即便冻成狗了 还不忘嘴碎 收刮得太干净了 太干净了啊 裤兜比脸还干净蛙 终于 他在一个水蛙前停下 在这里看到了一点点灵犬 小五俯身 舔了两口 还真的是舔 估计只有那么一两滴 可怜死了 小五垂头丧气 但也只能继续寻找其他水蛙 喝了这两滴灵犬 他的力气总算回来了一些 应该可以抵抗溶洞深处的冰寒了 小五迈着八步艰难地挪进去 只听滴滴答答的声音传来 中食乳虽然被肃宝掰走 但不影响上面的泉眼继续出水 底下的一个个水蛙 又重新积了一点灵犬 这回小五喝了个饱 感觉差不多了 赶紧出了溶洞 里面的温度对他来说实在太冷 然而 站在裂口前的巨石上面 小五又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他感觉他飞不上去 就算飞上去了 他也知道有个大坏蛋 都市王 在上面等着 说不定会被变成烤鸟吃了 小五就这样站在巨石上 一脸怅然 悲惨地唱起了歌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 手扶着铁啊窗 我望着外边五十六鬼打墙 小五望着头顶灰蒙蒙的深渊口 又看了看深渊底下 看都看不到底的黑洞洞 上去也是嘎 下去也是嘎 能怎么办 只能在这里唱唱铁窗类 可了再进去喝点灵犬这样子 勉强度日 小五就在这样的来回反复中 不知不觉吸收音笠 转化音笠 唱的那首铁窗类 都越唱越洪亮 越唱越激情了 深渊顶端 坑口边上 都市王站在深渊边 隐隐约约听到 底下传来歌声 铁窗啊铁门铁锁链 他记起素宝有一只鹦鹉 那是阎罗王的狙魂使之一 砖丝天上鸟兽的狙魂 看来就是这鸟在唱歌没错了 不过他是不会特意 为了一只鸟下去的 听鬼深渊不简单 就算是他现在是阎网之一 也不敢轻易下去 即便在 动辄被困个上百上千年 然后被深渊底下的 诡异追杀腐蚀 直到变成诡异中的一部分 都是王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 所以 素宝那小东西 以及该死的技长 这次就别想回来了 现在这个实力下去 等于是死 星号星号 技长抱着素宝 飞略在深渊中 寻找一个能暂时藏身的地方 却发现 这深渊底大的恐怖 仿佛无边无际 脚下 已经听不到咔嚓的声音了 技长皱眉 停了下来 这里没有白骨 有点不太可能啊 听鬼深渊沉了千万年的白骨 堆满整个深渊 走到哪里 都应该有白骨句话才对 技长凝神静气 视线透过浓浓的物账 看到了沉在地上的积粪 原来不是没有白骨积累了 是已经全部被踩碎了 厚厚的白骨积灰上 有一串脚印 来来回回了好几遍 不是谁的 正是他自己的脚印 技长嘴角一抽 万万没想到 他这么大一个鬼 竟然还有进入鬼打墙的一天 听鬼深渊 果然不可掉以轻心 技长自语 看向怀里的素宝 他依旧闭着眼睛 沉浸在某种状态 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中 技长一看 这不就是顿悟的状态吗 他真的被打击到了 有人穷疾一生 满头白发了 都摸不到顿悟的门槛 他才五岁 这就顿悟了 什么让他顿悟的 如果此时素宝能回答 他一定会说 没有 没有什么东西让他顿悟 就是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的顿悟了 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素宝因阴力如体 跟丸似的在经脉中溜着玩 溜了一圈经脉 再溜一圈四肢百孩 再洗刷以便皮肤汗毛 最后阴力全部归集到肚子里面去 素宝只觉得好神奇 引阴力进入肚子 虽然不是吃东西 却很神奇的 有一种吃东西的满足感 而且 他感觉他已经吃了很多 但归集到肚子里的 却只有那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口粮 糊弄鬼呢 素宝感觉很不满意 于是更努力地 吃 溜着阴力走一圈 走进肚子 再重新吸取新的阴力 再溜一圈 溜进肚子 一遍又一遍 他自己都没看到的是 他丹田处 渐渐积满了阴力 这些阴力就是他的实力 以前他没有觉醒丹田 一打架就累 尤其是躲避都市王 各种逃命之后 又一种透支到虚脱的感觉 但如果有了丹田 那就不一样了 丹田里面的阴力 就是他的电量 以前没有电 现在有了电可以跑几百公里 满电情况下 谁也不知道 他能跑多少个几百公里 素宝也不知道 丹田续电的原理 反正就是吃 素宝沉浸在 旋而又旋的顿悟状态中 拼命冲电 纪长则是看着满地的骨灰 一脸纠结 他修炼的时候 习惯盘膝坐下 现在看了一圈一块 凸起的石头都没有 地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骨灰 就这样抱着素宝 傻傻站着吧 真的是有点傻 遇到鬼打墙 他知道一时半会 没有那鬼哭狼嚎的尖叫哭喊声了 但却有听不太清晰的嬉嬉琐索声 像是有人在窃窃私欲 纪长只觉得 周围有无数双眼睛 在盯着他和素宝 一边在看 还一边在窃窃私欲 偏偏周围什么都没有 只有滚滚席卷而来的阴气 纪长索性闭上眼睛 除了还紧紧护着素宝 其他全部心神都外放 仔细感受 这堵鬼打墙的出入 这一看 瞬间就看清楚了 周围全都是人 这哪里是什么鬼打墙 这直接是鬼做的墙 密密麻麻的 透都透不过风 怪不得他没感觉到 刚刚下到深渊底部时 那狂暴的刚风了 看清楚的这一瞬 纪长只觉得 冷汗都下来了 五十七忘了全世界 也不忘怀里的素宝 纪长冷汗连连 并不是觉得 这些密密麻麻的人可怕 而是 以前阎罗王还在 他还是他手下的判官时 阎罗王就说过 听鬼深渊能无形中 侵蚀人的意志 让人逐渐迷失 他刚刚甚至都不觉得 鬼打墙 由此可见 他刚刚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自己都迷失了 看来必须要闯出去了 纪长咬牙低语 他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 素宝还全身心依赖地 贴在他怀里 他怎么能迷失啊 他要是无形中迷失了都不知道 那素宝怎么办 纪长一想到这 就不由得心头发紧 他将身上的白袍 又扯过来一下 再次把素宝裹紧 再三确认护住了他 这才沉声低含 素宝抓紧了 我们要冲出去了 话音落下 一道暗光闪过 纪长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一把长月 一盏破开 层层叠叠叠的鬼物 越是一种古代兵器 其行之四伏 以砍踢为主 纪长手里 这把整体形状 更似一把大刀 苍尽有力 这一盏劈下 顿时将厚重的人强 劈出一道缝隙 纪长眼神冷立 长月所过之处 硬生生劈出一条生路来 爆裂的刚风 再次在耳边呼啸 纪长便知道自己闯出来了 他抱着素宝冲了出去 眼前陡然又贴上来一阵阴霾 纪长正要挥月斩去 却陡然顿住 整个深渊的鬼物 都是无形无误的 虽然全都是阴鬼怨魂组成 但没有鼻子眼睛 更没有一张完整的脸 眼前这片阴霾却有脸 还是思亦然的脸 纪长手里的长月 硬生生止住 眼看思亦然的脸 张开嘴巴 朝他和素宝扑过来 纪长又不能直接斩杀 他只能往地上俯身飞掠而过 带起了一片骨灰 烟尘似漆 纪长的身影冲出了鬼墙 不待烟尘落下 就已经不见了身影 阴霾中 思亦然的脸沉默 默然地看着李远的身影 此刻思亦然已经没有了自我意识 就好像纪长那样 他落下来时 用尽了手段保持自己清醒 没在鬼屋中迷失 几个缓冲落到冤底后 他甚至还维持着警惕 记得自己要寻找上去的路 但是后来 他的身体还在深渊里行走 寻找出路 魂魄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窍 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思亦然出窍的魂魄 已然融入了鬼屋之中 被吞噬 蚕食 现在只剩下一张脸了 他只记得 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念头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然后他不断在深渊里游荡 直到看到素宝 他仿佛看到了微微的亮光 这亮光让他想起了什么 却又没完全想起 于是扑过去 谁知道眼前这道微微的亮光却跑了 思亦然继续漫无目的地游荡 又渐渐忘记自己 那个念头 结果在深渊底 又碰到了素宝 这回有个东西端着他跑了 没有自我意识了的思亦然 自然看不出忌常的模样 忌常是个鬼 在思亦然眼里 也同样是一团鬼物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 他的亮光被什么东西端走了 思亦然木然片刻 挣扎中又记起了自己要找的亮光 便又追了上去 漫无目的地寻找 忌常飞略即行 跑了好久 周围的景色跟刚刚看到的完全相同 没有任何凸起 或者特殊的地方做标记物 一眼看去一整片阴霾 待久了 甚至不能察觉这是阴霾 潜意识里把它当成空气 忌常又没有听到 骨头被踩碎的声音了 他再次低头看了一眼 视线透过厚厚的雾霾 果然看到地上有几行脚印 他再次进入鬼打墙了 素宝 忌常垂眸 低声喊了一声 刚刚看到了思亦然一眼 他大概已经猜出 思亦然遭遇了什么 他担心素宝跟思亦然一样 魂魄出窍了的话 他岂不是抱着一具空壳在跑 好在忌常仔细感受后 发现素宝的魂还在 他不由地苦笑 无奈道 师父在这里的半死 你倒好 睡得挺香 不过这样也好 就算他现在醒来 又能帮上什么呢 忌常再次祭出长月 破开鬼墙 冲出去 不多时 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再次循环这样的遭遇 如果一个人陷入某种困境中 不断地重复这种困境 是能让人崩溃的 忌常意志力强大 在破开了990层鬼墙后 他开始记不住 自己遇到多少次鬼墙了 他开始感觉到疲乏 渐现在这种战斗的状态中 虽然没有魂魄出窍 却也已经是另一种迷失 忌常麻木地飞掠急奔 麻木地举着长月砍杀 在麻木地急奔 他早已忘记 自己怀里还抱着肃宝 唯一记得 就是不要松开左手 他的左手 正是抱着肃宝的那只手 五麻木挥刀 肃宝沉浸在填满肚子的状态中 乐此不彼 他对丹田还没有清晰地认知 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的丹田在哪里 看不到 只是对持有着执念 非要把肚子 丹田 填满不可 在他滋滋不倦地努力下 肚子终于有了饱腹感 素宝下一时呼了一口气 玄而又玄的顿悟状态 瞬间消失 素宝下一时睁开眼睛 咦 这是哪里 素宝疑惑地看着眼前 周围一片昏暗 安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只是素宝一眼看去 能清晰地看见密密麻麻的人 这些人融合在了一起 再也不是一个个 而是一片片 这些一片片的人 组成了一堵诱厚又结实的墙 而师父附正举起长月 一展而下 长月破开鬼墙 继长面无表情 一步步朝外走去 他已经没有了力气 从一开始的急速飞掠 到现在麻木前行 一步一艰难 这样的状态 也不知道到底持续了多久 师父附 素宝疑惑道 我们要去哪里 继长没有回答 素宝抬头 奇怪地看着他 师父附 他伸手 在师父附面前晃了晃 依旧没有回应 刚刚他才破开的鬼墙 又跟诡异的流沙似的 很快裹鞋了上来 继长重复刚刚的动作 举起长月 一展而下 素宝再笨 都看出师父附不对劲了 再说了他也不笨 立刻就明白 师父附出问题了 师父附 素宝着急地想拦住他 他看出师父附已经透支了 现在仅凭意志力撑着 重复他挥刀的动作 然而素宝这么一动才发现 自己竟然正脱不了 师父附举刀的手 都没有了力气 左臂却依旧紧紧地环抱着他 没有一丝松开的迹象 师父附 先放开我 听得到吗 素宝抬手 捏住师父附的脸颊 然后朝两边扯了扯 面无表情的记长 脸被捏成圆嘟嘟的形状 素宝傻眼了 这都不行啊 他下意识想要找潘哥哥 问问怎么办 转眼却想到 师父附这么厉害 在这里都变成这样 要是把潘哥哥 他们叫出来 岂不是害了他们 素宝一年动了动 惊喜地发现自己 可以感应到魂壶了 刚刚下坠的时候 他都感应不到魂壶 也没法从里面拿灵拳 现在立刻拿出一瓶灵拳 凑到师父附嘴边 他意识连接魂壶 可以听到潘哥哥着急 又惊喜地问道 素宝 你没事 花心姐姐的声音 也响起 吓死我了 我们在魂壶里 天天数着手指头过日子 总算等到你 素宝忙着把灵拳 凑进师父附唇边 师父附没有反应 自然也喝不到 他心底着急 没注意 听花心鬼话里的意思 师父附 啊 张嘴 记长一脸麻木 紧领着唇 眼底也没有聚焦 师父附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有了反应 也不喝灵拳 怎么办呀 素宝着急道 懦弱鬼他们的着急 暂时放在一边 问道 纪大人怎么了 素宝不让他们出来 他们出不来 所以看不到记长的状态 听素宝的描述后 懦弱鬼心底一沉 应该是迷失自我了 这次待在魂壶里的时间 实在是太长了 众鬼想帮忙又帮不上 懦弱鬼恶补 鬼道知己 把书上的每个角落 每个标点符号都看完了 书里对听鬼深渊 没有专门的记载 但在其他篇幅中 短暂地出现过两次 通过短短两行字 再结合他们 在听鬼深渊里的遭遇 懦弱鬼和花心鬼觉得 鬼物应该能吞噬人的意志 或神魂 此刻纪大人的表现 就符合他们的推测 必须要把灵拳喂到他嘴里 懦弱鬼说道 宝贝别急 让哥哥想想办法 他看向魂壶 环视一圈 大脑飞速转动 花心鬼突然说道 让我来 我有办法 素宝一起 花心姐姐 你说 花心鬼说道 这这这 这不能说 只能直接坐 一旁的嫁衣女鬼啊 呸了一声 花心姐姐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来 算了 不如让奴家来吧 叛逆鬼无语 闭嘴吧你们俩 懦弱鬼已经找到了办法 幽灵猫的 那棵神树上面 还残留着两棲土 记肠破壳后 两棲土就退去了红色 变得暗淡无光 应该是没有用了 看起来像普通的泥巴 宝贝 拿这个 懦弱鬼指着两棲土 灵拳是液体 没办法直接喂到 纪大人嘴里 但可以用灵拳 把两棲土打湿 再塞进 纪大人嘴里 嫁衣女鬼惊呼 天呀 你竟然要喂 纪大人吃土 魂湖外 素宝没有理会 因为 他已经想到办法了 素宝黑的一声 虽然人还在 师父父怀里 却把师父父摔了的跟头 记肠被放倒在地上 压进了厚厚的骨灰层里 嗨嗨 失误失误 素宝只是想把师父父放倒 站着喂不进去 躺下就可以直接灌了呀 反正师父父是鬼 不担心会呛死 但周围的骨灰层太厚了 这么一把师父父放倒 师父父就直接被埋了 素宝立刻拿出平底锅 猛地一挖 平底锅怎么都没想到自己 还能有变成挖掘机的一天 呼呼呼几下之后 埋在记肠脸上的骨灰 被挖到一边了 素宝深吸一口气 腮帮子鼓鼓地 猛地一吹 把他脸上薄薄的一层骨灰也吹掉 然后一手捏住记肠下巴 把玉瓶对准他的嘴巴 猛地一灌 五十九三个月了 素宝拿着玉瓶 把灵犬一股哪儿地灌进了记肠嘴里 记肠还睁着眼 只是麻木了 没有自我意识 结果灵犬没灌准 倒了一半在他脸上 还冲刷进他眼睛里 鼻孔里 记肠下意识地举刀 对着前面的空气看 素宝赶紧给他拍拍胸口 哦 没事没事 淡定淡定 是素宝给你洗脸呀 师父父是鬼呛不到的 啊 记肠 灵犬洗脸 好浪费啊 素宝有一点心痛 这回不敢猛灌了 刚刚是他太着急 师父父 张嘴 啊 素宝小心翼翼地 把灵犬一点点 喂进记肠嘴里 这回总算成功了 灵犬进了记肠嘴巴 无比丝滑地滑进他喉咙 在他四肢百海里游走 灵犬犬如黑暗中的一道光 终于唤醒了记肠一点意识 素宝看师父父眼里有了光 不再是没有焦距 顿时松了一口气 来 师父父 多喝一点 素宝又拿了一瓶新的灵犬 把空玉瓶还给花心姐姐 就这样 记肠又喝了一瓶灵犬 麻木的脸 总算有了一些表情 他猛地坐起来 素宝以为自己要摔下来了 没想到师父父依旧紧抱着他 素宝顿时有点心酸 抱着记肠脖子 把脸靠在他肩膀上 低声说道 师父父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师父 快点醒来吧 师父父 记肠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中 迷迷糊糊 仿佛沉入了很深很深的梦境里 醒不过来 这时候 忽然听到耳边有人喊他 有什么东西 凑到他脖子和脸颊之间 毛茸茸的 暖乎乎的 这是 素宝 对 素宝 记肠的世界里 犹如披过一道雷 破开混沌 让他瞬间清醒 醒过来的记肠一惊 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迷失了 素宝 记肠略微惊慌 第一时间看向怀里的素宝 只见素宝还在他怀里 正抓着他的衣服 一脸惊喜地说道 师父父 你醒了 潘哥哥 花心姐姐 倒霉叔叔 师父父醒了 素宝开心极了 心底的担忧终于落地 记肠松了一口气 说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刚刚真的吓到他了 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迷失 又迷失了多久 很怕 把素宝弄丢了而不知 更怕自己在迷失的时候 伤了素宝 这个深渊的确厉害 记肠收起长月 压了压眉心 最可怕的是 他能无声无息侵蚀人心 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无法察觉 最后青蛙是一定会死的 素宝捞了捞他额前的头发 安慰道 没事了 现在师父父不是醒了吗 师父父是最厉害的 他满脸信任 这让记肠心软得一塌糊涂 嗯 记肠刚要说什么 忽然发现 自己头发是湿的 嗯 为湿头发怎么是湿的 素宝顿时心虚 左顾右盼 刚刚看师父父脸脏了 素宝就给师父父洗了洗脸 绝对不能承认他 把水灌进他眼睛鼻子里去了 怎料记肠微微挑眉 怀疑问道 真的吗 他怎么感觉眼睛冰凉舒爽 也有点湿润 确定不是直接把水泼他脸上 记肠脑海里莫名响起古装剧 昏迷的犯人 被狱卒一桶水泼醒的场面 素宝急道 真的没有 就是得师父付喂水的时候 不小心灌进了鼻子一点点 真的只是一点点 素宝捏着食指和拇指 比划了一点点 记肠好笑又无奈 摇头说道 师父逗你的 他看了看四周 现在素宝醒了 他只是个孩子 记肠觉得自己都不知不觉迷失了 真的很怕素宝也迷失 到时候深渊里 就有一大一小两个木偶 麻木地不断行走 直至变成鬼屋的一部分 素宝指着一个方向 辨认方向很简单呀 走这边 记肠叹气 你是还没认识到深渊的厉害 我们落下来时 那个鬼一到现在都没出现 反而是我们 已经在这里原地踏步了不知道多久 魂湖里 懦弱鬼默默补充一句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月了 素宝顺势传话 师父父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月了 等等 三个月 素宝吃惊 他感觉自己只是睡了一觉呀 这就过去三个月了 记肠也是心底一沉 他竟然迷失了三个月 他想起鬼屋里思义燃那张脸 不知道那小子现在还好吗 素宝急切催促 师父父 放我下来 我们快点找出口回去 三个月太久了 杨坚都不知道过了多久 素宝想起外婆心急如焚 这么久了 外婆肯定急坏了 可千万不要病倒 六时找到思义燃 记肠没有把素宝放下 简单说道 底下都是骨灰 脏 鬼在阴界 就犹如人在阳间 脚是要粘地的 然而骨灰层太厚 他维持神志清醒的时候 都是花费阴力 轻踩在厚厚的骨灰层上 之所以没有漂浮飞起 是为了省力气 能省一点算一点 要是把你放下 这骨灰得埋到你腰间 记肠抱着素宝 换了右手 又道 素宝 千万打起精神 任何的执念都不要有 他因为执念带素宝出去 就陷入了这样的执念中 在深渊里 任何的执念都会被放大 素宝点了点头 敏锐地抓住 师父复收的骨灰 埋到腰间 师父复 你说毅然哥哥 要是真的掉下来了 他是不是得在骨灰里面行走 记肠一愣 点头道 没错 怎么了 素宝欢心雀悦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根据毅然哥哥留下的痕迹 找到他了 记肠思索 理论上是可以 不过刚刚 不是 三个月前我看到过他一次 那时候 他已经失魂了 现在过去了那么久 再者 这里布满了鬼物 很难看清楚周围的情况 这些鬼物 就好像阳间的雾霾 能见度只有一百米的距离 想要通过痕迹 寻找思义然很难 素宝却说道 交给我 这些鬼物 都是财富啊 不能放过 素宝第一时间想的是 把鬼物装进魂壶里 但问了魂壶 魂壶好像不想吃这玩意 他立刻又想到阎王殿 啊对 他阎王殿呢 他阎王殿先掉下来了 现在去哪里了 阎王殿哭嘰嘰 主人总算想起我了 素宝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地感应 阎王殿在哪 这回跟他刚掉下来时不一样了 现在 他们很清晰地感觉到了 阎王殿的存在 师父父 这边这边 不是那边 素宝指向另一个方向 我感应到阎王殿了 我的阎王殿在那边 季长立刻带着素宝 从骨灰层上面飞掠过去 接着素宝对阎王殿的感应 两人很快就穿过厚厚的鬼墙 找到了阎王殿 阎王殿竟只跟他们相聚不到一里 季长飞掠急行下 不到五分钟就找到他了 素宝赶紧把阎王殿 从厚厚的骨灰里捡起来 他还维持着 刚被巨石撞下来时的大小 没有人让他恢复原来掉坠的模样 他就一直在这处着 对不起对不起 素宝把阎王殿缩小 一边给他拍灰灰 我不是故意忘记你的 阎王殿在手绳上晃了晃 如果会说话 肯定要诉说自己的委屈 素宝清理好阎王殿后 先是把阎王殿的内部空间 又隔开一层 阎王殿里 平等王无力地趴着 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 原本像宫殿般大小的空间 一下子被压缩的只有三平米 平等王顿时骂骂咧咧 不给他吃也就算了 现在连柱都这么小气了 素宝才没空理平等王怎么骂呢 他举起阎王殿 小脸肃然 低喝一声 捡钱了 呼 周围的鬼物顿时如龙卷风 狂暴席卷 全被吸进阎王殿里来 阎王殿可变大变小 这意味着他内部的空间也很不小 方圆五里内的鬼物顿时被一吸而空 太高的地方 鬼物还漂浮着 但沉在底下这一层已经被吸空 原本能见度只有一百米 瞬间变得晴朗无比 即长嘴角一抽 还能这样 阎王殿变成了吸尘器 深渊的风景从未如此清晰过 躲在鬼物身处的原住民都沉没了 一次见 到别人家里 连人家墙皮也刮走了小孩 没错 鬼物就是他们的墙皮 没了鬼物做屏障 地上厚厚的一层骨灰也清晰可见 素宝看清楚了 骨灰层上有师父父亲点过的脚印 另外一道 就是很深很深的痕迹 施亦然哥哥 素宝一喜 施亦然留下的痕迹 从眼前一直往远处蔓延 蔓延到远处的鬼物之中 直到看不见 六十一给施亦然召魂 素宝拿着阎王殿当吸尘器 所过之处 鬼物全被吸进阎王殿里 素宝沿着施亦然留下的轨迹 一直往前追 当然 是既常抱着他 非略即行 既然能固定一个方向 就不怕再次鬼打墙迷失 只要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行 总会到尽头的 只是既常做梦也没想到 他在深渊底下找到方向 竟然是靠思亦然留下的诡计 他很奇怪 思亦然一个小孩 纵然可能特殊一些 可连他都在深渊里迷失了 行尸走弱的思亦然 竟然能一直往前走 很快既常又想明白 因为思亦然的魂魄已经出窍 依据没有灵魂的躯体 没有任何念头 反而不受深渊的迷惑了 原来如此 既常豁然开朗 原来 只要维持无欲无求 没有任何多余想法的放空境界 就不会被深渊迷惑 然而 人只要灵魂在 想法就不会断 鬼同样也是 所以要在深渊里保持无恙 才会这么难 想明白这一层 既常忽然发现 眼前的深渊 似乎也没有之前那样混沌不清了 他一息能靠自己 感觉到了方向 这时候 素宝惊喜的声音响起 师父父 前面是不是一然哥哥 前面的鬼物 已经被阎王殿吸收了一大半 远远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如木偶人一般 走一步顿一下 却不停地在前行 的确是思义然 是他 既常速度加快了一些 找到驱峭就好办了 可以通过招魂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把他叫回来 突然 一个黑影飞速地从他们头顶飞掠了过去 上层的鬼物还在 阎王殿吸走附近的鬼物后 上层的鬼物慢慢地放下沉 因此 那个黑影很模糊 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音音音 一个哭声在他们头顶响起 素宝寒毛乍起 这个哭声太诡异了 像是女人的哭声 又像是孩童的哭声 不知道他的嗓音是怎么回事 发出来的哭声有点奇怪 听着很瘆人 是谁 素宝抬头 既常压住他脑袋 别看 别理 深渊里的一切都很诡异 包括他们刚刚掉下来的时候 那个巨大的嘴巴 像是地狱里逃出来的怪物 可后来又没再见他出现 素宝跟着低声说道 对 别理别看 先把易然哥哥捉回来再说 既常带着素宝 很快就飞掠到思义然身后 确认思义然是真的思义然 不是其他东西后 既常才一抬手 把他夹在壁弯 继续飞掠前行 素宝 嗯 易然哥哥被师父附加在哥之窝里了 思义然 头顶上 那东西依旧跟着 一路哭一路笑 一直在盯着他们 素宝一边用阎王殿收了鬼物 一边问道 师父父 我们要不要停下来揍他 听着他那又哭又笑的诡异声音 素宝就感觉自己 好像站在了一片坟堆中间 阴冷 又感觉莫名烦躁 既常沉声道 别管 快要到尽头了 素宝移了一声 正要问师父父 怎么知道快到尽头了 却见眼前出现了一片巨大的黑暗的天幕 深渊的峭壁 他们下坠的时候 被狂烈的刚风席卷 并没有落在原先的崖壁周围 而是落在了不知名的地方 现在重新看到了崖壁 素宝和师父父都很是欣喜 找到崖壁就好了 深渊底下太大 不知道藏着多少东西 但崖壁却可以依附 既常很快在崖壁上 找到一个凹下去两米左右 宽一米左右的坑 他将素宝和斯亦然往里面一塞 直身拦在空口前 一幅当关 万幅莫开 既常身上没了束缚 重新寄出长月 刀口横在洞口前 全力朝外 身后没有了顾忌 不再是四面八方的包围 那东西要是袭击他们 就必须从他眼皮底下过 素宝 给斯亦然招魂 其他的交给师父 既常面色冷绝 紧盯着外面的虚空 素宝点头 好 话音刚落 一个圆溜溜的东西 猛地从上面冲了过来 咯咯咯 他发出诡异的笑声 眼眶不知道为什么被扯裂开了 暴露出半个眼球 嘴唇不见了一边 可以看到他的牙齿 嘴巴周围一片翻红的肉糊 又是人头 素宝愕然 既常常月一展而下 只见暗芒如闪电 声势浩大 劈裂天地的济世感 那东西被批得飞了出去 很快又隐藏在鬼物中 发出阴阴阴的哭声 既常满脸都是警惕 说道 不是人头 他的身体 就是这深渊底下庞大的鬼物 那些鬼墙 鬼物 全都是他的身体 所有的执念 都会聚在这个头颅上了 既常横过长月 封锁整个洞口 确保素宝的安全 素宝一边把放下来 还在行走的司翼然定住 一边虚空化符 还一边插嘴 所以 这是深渊里的大boss吗 没想到既常却摇头 不是 深渊的大boss 还远着呢 素宝明白了 这还不是大boss呀 难道是因为他偷了对方的塔 鬼物 对方生气了 不过他才不管他生不生气呢 下次他还敢 等他能把深渊底下 所有所有的鬼物 都收完的时候 大boss也只有挨打的份 哼 素宝将一张符 贴在了司翼然额头上 这时候才有空看司翼然的脸 结果这一看 吓得他小手一哆嗦 62倍道号的感觉 昏暗的深渊底下 山洞里因为素宝贴的符 微微闪烁亮光 素宝将一张符 贴在司翼然额头上 顿时看清楚他的脸 原本白白嫩嫩又帅气的小脸 只眼珠子倒是炯炯有神 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继长听到动静 问道 怎么 素宝惊吓到 师父父 毅然哥哥被吸别了 他的脸好像被人插了一根吸管 把肉肉都吸完了 成了小老头 这是被鬼物侵蚀的 素宝震惊 毅然哥哥才在这里待了几个月 就变成了小老头 他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捏了捏 还好还好 没变成小老太 还是一个肉包子 否则回去外婆不得心疼死 继长呕了一声 不就皱巴巴吗 没事 不死就行 继长每每看到这小子 总有莫名的心塞 就好像你辛辛苦苦练了好久的号 注定着将来某天被别人盗号 这能不郁闷 是以继长不关心思义然的脸 全神贯注看着外面的东西 素宝也赶紧行动 早点召回毅然哥哥的魂 早点回去 这次下来 真的待太久了 素宝食指和中指捏在一块 竖起来 比在额前 刚刚还软萌可爱的脸 现在多了几分严肃 眼底肃然 天清地灵 魂魄自在 身无挂碍 三魂七魄 这是他第二次为思义然招魂 素宝忽然想起 最初相遇的时候 思义然是被人绑架了 他在灵中发现他 那时他浑身是血 也是失了魂魄 素宝心底闪过一丝疑惑 为什么义然哥哥那么容易失魂 不过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素宝专心招魂 法令传出整个深渊 如同亘古不灭的呼唤 深渊上 一张人脸 被鬼物层层叠叠地覆盖住 在这混沌未开一般的深渊中 这张脸模模糊糊 也看不是很清楚 他在鬼物中沉浮 漫无目的地飘散 思义然的魂魄 只剩下了半张脸 经过三个月 他的魂魄被吞噬得更严重了 似乎将要消散在这迷雾之中 光 他的光呢 思义然麻木地飘浮 已经不记得所有事情了 脑海里唯一有光这个字 他要找什么来着 深渊里 一双星红又巨大的眼睛折服着 一动不动地看着思义然 快要成功了 他快要成功了 他被镇压在这个深渊百年 巨大的锁链横跟虚空 将他死死地镇压在深渊底下 原本 只是依靠深渊底下的鬼物 他需要千万年的修炼 才有可能挣脱离开 可现在不一样了 眼前这个干净的魂魄 竟是大地级之上的魂魄 而且还未觉醒 别看他现在像是被鬼物吞噬的样子 其实不然 是他在吞噬鬼物 等时机成熟 他要趁机将它一口吞下 这个大地级的干净魂魄 吞下后 他将实力大大恢复 挣脱镇压 冲杀上去 把阴界搅个天翻地覆 不过这事也有风险 现在这小子在反杀吞噬鬼物 阴力不断被他抽丝剥茧地 加入他的魂魄中 等到最后一刻 他或许会功德圆满 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要真那样 就连他都不敢动他 所以鬼一很小心 紧紧地盯着 计划在思意燃圆满 和将醒来的瞬间 把他吞掉 为此 他连祭长和速宝都顾不上了 还差一点 快啊 嘿嘿 快 你不是要找光吗 快点快点 否则你的光就要熄灭了 太慢了 再快一点 诡异怪物的低语 就如同咒语 能扰乱思意燃的神魂 让他迷失得更深 啪一声轻响 思意燃半张脸又消失了一半 只留下左上脸 星红的巨大眼球里 顿时不满狂热 几乎要忍不住扑过去 此刻思意燃意识地深处 他在沉睡 本能是地吞噬鬼物 再将鬼物里的阴力抽出来 一遍遍地归及到灵台 他的方法跟素宝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素宝是肉身修炼 将阴力归及丹田 而灵魂的丹田 则是灵台 思意燃将阴力归及于灵台 再者 他被深渊的诡异怪物干扰 一边在吸取阴力 一边在挣扎 他的神魂将要完全蜕变了 只是他心底总有一丝焦急 让他想要快一点 快点完成 快点去找他要找的光 这样的执念 让他没法全心沉浸 吃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心底的催促却更急 让他神魂非常不稳 思意燃焦躁地将阴力堆积 甚至都不愿意将阴力 和鬼物玻璃干净 粗暴地堆积到灵台深处 这样的后果就是 纯净透彻的灵台 被一丝丝鬼物污染 在最关键的时候 只听巴搭一声 思意燃锦鱼的那只眼睛 刹那间变得心红 充满力气 深渊诡异顿时大喜 就是现在 他张开锯口 要一口将思意燃的魂魄吞下 六魂龟邦一声 把意燃哥哥敲晕 深渊诡异的血盆大口张开 仿佛能将半个深渊的 所有东西都吞掉 在最危急的时刻 思意燃忽然听到了一声呼唤 意燃哥哥 回来 一刹那间 思意燃疏然清醒了 他的神魂融合吞噬了 深渊的大部分鬼物 变成很庞大的一团 某种程度来说 此时的思意燃 和刚刚技长素宝 遇到的那个人头 是一样的性质 都是残于一张脸一个头 身躯则是庞大的鬼物组成 思意燃刚清醒过来 就看到一张血盆大口 铺天盖地地咬来 哄 怪物的巨大嘴巴咬合 完全将思意燃吞了进去 星红的巨木顿时狂喜 他成功了 然而下一刻 他的獠牙塞鞭轰一声炸开 一道清晰的人影 从巨口中冲了出来 思意燃的神魂一个月起 稳稳地漂浮在半空 他现在是一个魂魄 没有任何武器 但却凭空一角 狂烈的刚风 很准 没有一丝丝停顿 只听扑的一声 刚风化成的利剑直直 插进星红的巨木里 哄 诡异怪物愤怒嘶吼 眼里都是不敢 他猛地冲出去 思意燃急剧后退 再次以脚为腐 一脚踢出 便带着刚风 哗啦啦 怪物最终被镇压 他的铁链拉扯住 他没法再继续追赶 只能狠狠不甘地 引没进深渊中 周围的鬼物 犹如龙卷风 围绕在思意燃的魂魄周围 思意燃就站在龙卷风的中心 他抬手看着自己的手掌 有一道光落在他手掌上 在这深渊中 犹如希望般珍贵 光 思意燃的魂魄虽然醒来 但还未意识到 自己离魂了 更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模糊中 只觉得自己还是忘了什么 意燃哥哥 有人在叫他 思意燃抬头 寻着声音渐渐靠近 很快 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山洞 山洞前挡着一个男人 手里拿着一把长月 双眸凌厉 面色冷绝 而山洞里 却是一个小小的身影 他站在另一个小小身影面前 身体微微前倾 意燃哥哥 能听到吗 他正说道 你去哪里了 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Over 思意燃忽然一愣 看清了他眼前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 他自己 他 他嘎了 素宝 对 素宝 思意燃终于想起来了 想起了全部 想起他之前还见到了素宝 虽然不记得他 却感觉他看到了希望和亮光 结果他的希望亮光 转眼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斗 直接把他拍傻了 然后他又继续飘啊飘啊 又忘记了自己要找什么 只隐隐记得 一团会发光的亮光 原先他是没有执念的 后来执念就是要找这一团光 后来他果然 又看到他的亮光了 只是这次 他的亮光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端着跑了 那东西还挺厉害 不仅跑得快 手里的刀也厉害 他只是落后了一步 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 这回只记得一个光字 直到刚刚 思意燃也记起来 之前他阴差阳错 他找到了下听鬼深渊的规律 原本是想去那条瀑布那装点水 那瀑布逆天 他给素宝装了一瓶 自己装了一瓶 完之后想了想 想到素宝那个小财迷的模样 又忍不住再要装一瓶 就在那刹那 听鬼深渊的鬼物忽然狂暴 他被卷飞 紧紧地扒着峭壁 不让自己坠落 谁知道忽然掉下来一个人 他要变强大 要变很强大 很强大 素宝自己 那人跟他差不多的年纪 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在深渊的另一边峭壁 总之 他们俩落到一起了 他们没法在峭壁上待多久 必须要上去 苦等许久 终于见到漂浮的白骨 只有一个上去的机会 那男孩就将他一脚踹下来了 思义然想起来 所有事情的一瞬间 眼前陡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他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 就被漩涡吸了进去 这就算了 漩涡里还同时伸出一根棍子 一下子把他敲晕了 另一边 素宝一喜 说道 师父父 我把毅然哥哥的魂魄拉回来了 好不容易感应到他的魂魄 素宝怕他又跑了 当即一棍子把他敲晕 记长低声道 看到了 就在当当一道黑影 搜一声从他面前过去 不得不说 还得是他记长的小徒 烧魂收魂都那么快 思义然的魂魄归位 身体一下子软倒 素宝一伸手 就把他接住了 他一下子把思义然扛起来 急吼吼地说道 走走 回家回家 记长低声道 素宝 等等 周围安静的有些可怕 六眼望电塞塞凤 深渊底下安静的可怕 好像就是在思义然的魂魄 被收回的瞬间 记长就感觉自己 和素宝 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那个人头也消失了 鬼物如鸭城的阴云 就压在他们头顶 听鬼深渊连接的是 阳间的某个地方 我们找到那个出口 从那里出去 记长说道 素宝愣了一下 可是 小五怎么办 现在唯一落下的 就只有小五了 记长道 白骨漂浮的范围 是深渊上层 记得我们掉下来的时候吗 一开始还能看见白骨漂浮 最后 白骨是跟着我们 一块往下掉 素宝双眼一亮 所以 听鬼深渊跟阳间交集的地方 在深渊的上层 记长点头 没错 到了上层 先试着能不能联系到小五 还有一句话 记长没说出来 如果找到小五 就一起走 如果没找到 只能先出去 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选择先护素宝周全 至于小五 他相信 一名合格的居魂使 没那么容易嘎 素宝点头 好 想要上去 还得穿透这层鬼物 素宝点头 这个容易 他扔出阎王殿 直接把头顶的鬼物也吸了 阎王殿很撑 真的很撑 他内部的空间快要不够了 平等王所在的那三平米 都被他压缩成了一平米 此刻平等王骂都骂不出来 鬼物收完 露出头顶的半空 黑暗如天幕一般的深渊峭壁 再次出现 走 就是现在 记长盗起素宝 另一手将司翼然随便一甩 扛在肩上 脚尖一点 在深渊峭壁上借力 直直往上 深渊不知道有多深 底部规则和阴界有所不同 除非变成鬼物的一部分 否则很难直接飞上前 在底部漂浮 要费很大的阴历 深渊之上鬼能轻松漂浮着 在这里不行 等冲破深渊最底部 深渊中间那一段距离 又是另外一个规则 他和素宝下坠的时候 就没办法止住 连漂浮都漂浮不了 所以必须借助深渊峭壁 然而就算记长依靠着峭壁 飞略点壁而上 层层鬼物很快又将它们包围了 记长在峭壁上 寻到了一个凹进去的坑 正要过去暂坐休息 然而这时候 一个人头陡然贴了上来 他无声无息 甚至记长都没有察觉 擦 记长暗骂一声 人头这时候出现 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下一刻 就见素宝摸出了一个平底锅 帮一声把人头打飞了出去 咻 人头划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 钉一声消失在鬼物中 记长 素宝无辜眨眼 师父父 怎么了 记长满额黑线 没什么 阎王殿继续吸收鬼物 这一次 阎王殿也到了上线 素宝感觉到阎王殿似乎再说 吃不下了 真的满了 素宝着急 这怎么行 塞塞缝 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阎王殿 他塞 他塞 好家伙 把平等王仙塞成一道缝 还是不够 素宝情急下说道 没用的鬼物 你就把它当屁放了呀 就像他在鬼物里抽银笠一样 这个念头一起 阎王殿顿时发出轰鸣声 阎王殿在阎王殿里流转 发出一阵阵暗光 扑 阎王殿放了个屁 把废弃全都排出去了 只留下有用的阎王殿 记长嘴角一抽 完全没想到阎王殿升级 竟是这么升级的 升级后的阎王殿 内部空间顿时扩充了一倍 整个宫殿暗光流转 带着以前都没有的森寒威严 他漂浮在深渊虚空之中 上下沉浮 素宝顿时惊喜 他有一种感觉 再让阎王殿放一个屁 阎王殿就可以升级到当电梯用 直接坐电梯飞出深渊 继续吃继续吃 素宝催促 记长趁着鬼雾被阎王殿吸走 脚尖一点 正要继续往上 忽然 他的脚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记长低头 心肩一跳 一只小小的 清黑的手抓在他脚踝处 那颗被素宝平底锅打飞的人头又出现了 他双眼流出心红的血泪 喉咙发出诡异的声音 音音音 带我走 带我走 记长长月一挥 那小手顿时被斩成了两段 人头往下坠 残之小手却还抓着他脚踝 记长皱眉 正要将这手踢掉 这时候变故陡声 底下的峭壁出现了密密麻麻一层东西 竟是一个又一个人头 音音音 带我走 密密麻麻的人头发出诡异的哭声 令人头皮发麻 最近的一个人头猛地飞射上来 一口咬在记长的裤腿上 六十五深渊 真的只是深渊吗 师傅傅 上面也全都是人头 他们依靠的深渊峭壁 此刻四面八方地爬满了人头 一双双带血的眼睛盯着他们 嘴里不断念叨 带我走 带我走 素宝拿出平底锅 深渊底下顿时传来不绝于耳的框框框声 记长一个头两个大 这些人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正是深渊的诡异之一 大boss是没出现 小boss出现了 人头虽然无法靠近他们 但令人糟心的是 杀不尽 他们仿佛无情无尽 他和素宝 要是一直在这里拼杀 杀到一定程度 就会像他之前在深渊底下那样 形成一种执念 最终还是会回到深渊底下 就在记长焦头烂额 素宝砸的手腕都麻木的时候 被记长扛在肩上的思义然悠悠转醒 他睁开眼睛 茫然一瞬 很快明白过来 人头 记长扛着他 这么一声人头 吓了他一哆嗦 以为人头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贴到他耳边了 他一扯 就把思义然扔了出去 思义然 记长 是你啊 素宝惊喜 义然哥哥你醒了 思义然没有回答 他面色冷冷 盯着周围包围上来的人头 一个漂亮翻身落地 欧落得不是地 是峭壁 他竟然就这样 跟壁虎似的 趴在了峭壁上 记长 这是什么品种的人类幼崽 思义然抬手 猛地拍在了峭壁上 轰 一道黑色的暗光 如同水面波纹一般 扩散了出去 靠得近的人头如蝗虫落下 哗啦啦啦地往下掉 素宝挖了一声 好厉害 思义然忽然看向他 猛地冲了过来 一把将他从记长怀里抢 不是 偷 抗走 就在这一刹那 一个人头闪电般急射过来 撞在了记长怀里 可 记长被撞到后退一步 这才明白过来思义然是在救素宝 不让他被人头撞到 可是受伤的 为什么是他 就不能直接把他和素宝都拉走吗 小没良心的 记长抓起人头 猛地朝外一扔 人头一转 又朝思义然那边飞去 素宝下意识举起平底锅 哐一声又把他打回去 结果又是直至朝记长飞去 记长 素宝盲说道 sorry呀 师父父 我不是故意的 记长一跃而起 一脚将头颅踩在了脚下 思义然也在这一瞬间 一掌拍出 周围密密麻麻扑上来的人头 顿时发出扑扑扑的声音 全都化成了黑烟消散一空 只有记长脚底下那颗还在挣扎 小子还挺厉害 记长看向思义然 暗自心惊 思义然敏唇 说道 师父也不差 记长 气死 谁是他师父 素宝被思义然扛着 头朝下 正好跟记长脚下的人头对视 原来 这一刻才是本尊 素宝说道 你几岁 仔细看后 这人头竟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人头被打散了鬼物 被吞噬的他 清醒不少了 我五岁 他喃喃道 对 历历五岁了 素宝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感觉到 有点不好的情绪 你叫什么 头颅呆了呆 片刻红木讷地说道 我叫 燕智云 燕智云 素宝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 思义然却忽然皱眉 你不是燕智云 燕智云还活着 人头愣了愣 固扎恐怖地说道 我就是燕智云 我就是 素宝问道 亦然哥哥 你知道燕智云 思义然点头 知道 九几年时候 官方报纸有过两则新闻 一则是清省的一名幼女 因偷吃鸡爪 被他母亲用针线缝住了嘴巴 另一则新闻则是两年后 该女童因为太饿 偷吃母亲刚炸好的猪油渣 被生母以热油灌入喉咙 最后不致身亡 这是报纸上唯一能确认的信息 悲惨事件的背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 众说纷纭 那个用热油 把自己女儿灌死的女人 就叫燕智云 素宝听得心底 一阵阵发寒 短短两则新闻 短短几句话 却让人如坠冰窖 思义然看向那个人头 所以 你不是燕智云 你是莉莉 她用肯定的口吻 不是询问 而是确定 那个人头久久都没有说话 就在继常 都以为她记不起来的时候 她却忽然哭了 喉咙里发出诡异的音音声 哽咽着 我是魔鬼 我是我妈妈 我是燕智云 我不是魔鬼 我不是我妈妈 我不是燕智云 她只是因为坠入了深渊 记得自己期盼着母爱 母爱却变成恶魔 因此而成执念 才记住了自己叫燕智云 她在这个深渊 成为恐怖诡异 给自己按上了 她认为最恶魔的名字 我只是饿了 人头哽咽 妈妈只给弟弟吃的 带弟弟去小麦布买好吃的 可是 我只是偷吃了鸡爪 桌面上没啃玩肉的鸡爪骨头 妈妈就把她的嘴巴 生生缝上了 那时候起她就真的不敢了 即便经常被打 可也不敢 那天她只是太饿 炸猪肉的香味 让她失去了控制 偷偷吃了一个猪油渣 没想到会被妈妈发现 妈妈凶神恶煞地瞪着她 嘴里骂着让你偷吃 让你偷吃 死丫头 妈妈抓起勺子 咬了一勺热油 哗啦一声 灌进她嘴巴里 她只能惊恐地看到自己面前 冒起一阵白眼 剧烈的疼痛 让她几乎晕死 可紧接着 又是一勺勺热油 最后 她被丢弃在角落 她记不得自己多少天没吃饭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的 就来到这里了 素宝早已被司翼然掉了个头站好 她听着 不知不觉 攥紧了司翼然的衣服 她以为之前听过的一切悲惨 都已经够悲惨了 此刻突然又发现 原来人心是没有下线的 恐怖的真的是这个深渊吗 这个深渊 真的是深渊吗 66素宝啊 她是越发追不上了 沉在这个深渊底下的 有无数数不清的怨魂 执念 这些执念是怨恨 是偏执 是人世间最黑暗的东西 所以这一瞬间 素宝看着眼前的深渊 有些恍惚 唯有深渊和人心不可直视 这个深渊是真的深渊吗 确定 不是世间一切肮脏 恶毒 恐怖的人心 素宝看向被师父父踩在脚下的人头 只是偷吃了一个 啃得不剩多少肉的鸡爪 就被亲生母亲用针线缝住嘴巴 只是饿得不行 偷吃了一个猪油渣 就被亲生母亲用热油灌进喉咙 这只是报道出来的 那没有披露出来的呢 比如她的眼睛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脸上清黑的印记是怎么形成的 耳朵为什么缺了一块肉 那可是亲生的母亲 不是什么血海深仇的仇人 却为什么能做出这样惨绝人寰 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来 以至于莉莉死后来到这里 她能想到最大的 就是自己的母亲 还用了自己母亲的名字 给如今的自己命名 深渊 人心 深渊到底是怎么样的 人心又是怎么样的 此刻两者竟如此相似 都是深不见底 无法捉摸 最深处的黑暗 到底有多黑也无法想象 原来这就是深渊 素宝忽然有点懂了 她仰头看向深渊顶端 层层叠叠 复杂 看不清 再看深渊底下 混沌不开 黑暗 这不就是跟人心一样吗 素宝双眼的焦距开始有点分散 呆呆地看着前方 思亦然转头 嗯 她这是 怎么了 技场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也看向素宝 这不看还好 一看整个人都目瞪口呆 素宝又进入了顿悟状态 这这这 这都行 站着进入顿悟状态 甚至都不能说是站着 这个深渊峭壁比之陡峭 她是倾斜站着的 换成其他人 仅是要维持站好不掉下去 都很分神了 她居然还能顿悟 哦对 还是睁着眼睛的 就离谱 技场站在原地 只觉得风一吹 整个人都很凄凉 她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才挂在神树上顿悟一次 结果跟素宝一比啥也不说 这还有天理吗 思亦然垂眸 静静看着素宝 她真厉害啊 要多跟她学习才行啊 思亦然垂下手臂 只见碰到了裤口袋里的一丁点凸起 哦 这次见面都没有给她躺 她在深渊里 应该也很久了吧 呃不饿 对了 她来深渊是来救她的吗 思亦然抬头 想问一下技场 素宝是不是来救她的 可惜技场没看她 只是低头看着脚底下的人头 现在本大人已经知道了你的委屈 你愿意离开了吗 技场问 人头又哭又笑 壮弱癫狂 最后的最后是呜呜哭了 哭得很伤心 离开 为什么要离开 我就想留在这儿 人头说道 我不要去投胎 我也不要永生永世消散 要是去投胎 又投到了一个像胭脂云那样的妈妈呢 所以她不去 她宁肯在这里变成恶魔 她也不要去 技场道 你若不去 只有消失的份了 虽然她的遭遇可怜 可是为了保护好素宝 她将她斩杀 也理所当然 人头挣扎 她不想去投胎 也不想魂飞魄散 她只想待在这个深渊里面 要是有遇到相同境遇的人 她可以把她拉过来一起的 一起在深渊底下娃 为什么不能有第三个选择呢 就在技场祭出长月 准备将人头斩杀的一瞬 素宝身上 忽然阴晕出一种旋而又旋的东西 像水雾 又像是水面的波纹 缓缓地朝周围荡开 技场瞳孔一缩 这是 道则 天有天道则 地有地的道则 人间 地府 阴界 甚至阴界里 各个另外有规则的地方 都会有自己的规则 就好像车子在路上走 就要遵守交通规则 人在社会上生存 就要遵守法纪法规 这些是写成条文的规则 另外还有不成文 却没守成规的规则 比如人类的道德规范 某个壁色村子 约定成俗的规矩 可以说 人只要存在于天地间 就要遵守某一种规则 否则将受到反噬 惩罚 或其他 正因为规则如此重要 所以能悟透规则 才会那么厉害 素宝现在就属于 是参悟了深渊的规则 之前在深渊底 他是身体上的变强 现在却是神魂上的变强 两次顿悟 两次蜕变 素宝啊 他真的越发追不上了 素宝睫毛轻颤 原本没有焦距的漂亮眼眸 微微一眨 聚焦了 师傅傅 放开他吧 素宝说着 手轻轻一抬 继长下意识一开脚 人头漂浮了起来 素宝说道 你自由了 我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去投胎 或泯灭 以及继续待在这深渊里 素宝声音很轻 在深渊里显得很空灵 只是下次 来你还是这样 那就没有机会了 他可以选择成为他自己 也可以选择成为 像他妈妈一样的人 但若是后者 他就没有第二次 被放过的机会了 六十七平底 郭奏都市王伤害不大 侮辱极强 人头被看不见得到 则弹了出去 眼前如神明一般的素宝 越来越远 人头看着他 渐渐消失不见 眼里露出一丝恐惧 他压在心底最深处的执念 终于不甘心地说出来 我想知道 我妈妈现在过得怎么样 然而眼前的光亮 彻底看不见了 人头坠入了深渊最底下 上面隐约传来声音 知道他怎么样你 又能怎么样呢 人头两只眼珠子 直勾勾地 呆呆地盯着眼前 他已经被骨灰层埋没 最后没了动静 素宝收回手 看着自己的手掌 忽然又动了动手指 阎王殿缓缓放大 变成一间房子那般大小 稳稳地漂浮在深渊之中 继常沉默地看着素宝 此时此刻 他跟往常有点不一样 怎么看都有了一点 他没有历劫前的样子 真正的阎罗王的样子 只见他猛地一跃 跳进阎王殿中 哎呀 素宝左脚半右脚 巴唧一声 脸朝地摔了得结结实实 呜 素宝赶紧爬起来 坐在阎王殿的地板上 捂着鼻子 眼睛因为太过疼痛 而阴晕起一层泪物 好痛 素宝差点哭了 摸了摸门牙 还好门牙还在 继常 帅不过一秒 还真以为阎罗王觉醒回归了呢 思义然 真可爱 摔跤也这么可爱 素宝一边揉鼻子 一边说道 师父父 义然哥哥 快上啦 我们坐电梯上去 继常和思义然 皆是沉默地看着阎王殿排电梯 两人刚踏上阎王殿 阎王殿就跟火箭发射似的 休一声急速往上冲 真急速电梯 速度快得连深渊底下的诡异 都没反应过来 他徒劳无功地张开 聚嘴朝上咬合 愤怒又不甘地嘶吼 思义然他是不敢动了 但还想吞掉 素宝或计常的 结果还没反应过来 搜一声就不见了 深渊之上 东士王站在巨坑边 唇角勾起一抹邪魅狂卷 三分击笑 三分薄凉 四分漫不惊心的笑意 那小东西和忌常 已经掉下去三个多月了 已经没有上来的希望了 听着深渊巨坑里 仿佛有什么怪物 在嘶吼 若隐若现 东士王那三分继笑 三分薄凉 四分漫不惊心的嘴角 更显得邪魅 就在这时候 一个快地出现残隐的东西 砰一声窜了起来 东士王猝不及防 被那东西 撞得原地旋转720度 还没反应过来 只听吧 什么东西狠狠砸在了他脑袋上 把他揍得飞了出去 哄 东士王砸在远处的高山之上 整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眼底满是惊骇 什么东西 素宝手里拿着平底锅 撸了撸胳膊上的袖子 哼了一声 叫你狂 东士王终于看清楚了 是素宝 不可能 素宝怎么可能还能上来 东士王又震惊又狂怒 一下子忘记了 什么素宝跟封都大帝可能有关系 直直冲杀过来 素宝推到深渊里 站在阎王殿门口 伸手一勾 你过来啊 有本事你过来啊 东士王 蝼夷也妄图 皮肤汗术 真以为他不敢吗 深渊巨坑是不能下去 但他堂堂一垫之王 在深渊上面飞掠而过 还是可以的 等他飞掠过去的时候 直接一手把素宝捏死 到时候 风都大地要是知道了 也能说素宝 是被深渊诡异卷下去死的呀 东士王抬手 猛冲过去的同时 一掌抬起 狠狠朝素宝拍去 素宝并非冲动 他隐隐有种感觉 在深渊中他 可以揍都市王一顿 就在都市王扑杀过来的一瞬 素宝看准时机 双手合十 低斥一声 骑 深渊的规则 瞬间喷不而出 猛朝都市王席卷去 犹如一只只带血的手 要把都市王拉到底下去 都市王瞳孔猛地一缩 那一掌没拍到素宝身上 轻易就被深渊化解了 深渊的鬼物如孵骨之躯 抓住了他的手脚 将他往下拖 都市王心底大害 深渊底下的规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该死的小东西 到底做了什么 他能控制深渊的规则 打死他都不信 都市王虽然自负自大 但也明白 他要是被拉下深渊 绝对上不来 他怒恨不已 但也不敢犹豫 全部心神都用在 跟深渊规则的抵抗上面 如黄黄老鼠 仓促逃命 素宝怎么可能让他跑 他拎起平底锅 上去就是一顿揍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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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头打铁的声音不绝于耳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都市王都快要气死了 素宝趁着 他被鬼物卷住手脚的时候 竟敢拿平底锅打他头 吐血 更吐血的是 素宝揍完一顿 没有任何犹豫迟疑 转身又跑了 都市王 哎呀呀 该死 该死 气死他了 气死他了呀 不 都市王既吐血了 六人都跑了 你还搁着搞伏击 素宝才不管都市王怎么气死 终于揍了他一平底锅 爽 既常人都看傻了 太勇了 这都敢出手 再次面对都市王 既常还是很谨慎的 既常心底很遗憾 他离殿级还是差了一步 要是再能挂两三年 或许能突破成阎王实力 这样他实力便与十殿阎王相当 即便是比不上他们再喂酒的 也不会单方面挨打 素宝将平底锅收起来后 就调转车头 小五等等 我们这就来接你 刚刚飞得太快 一下子没刹住车 休一声跟小五擦劲而过了 现在就回去接他 再说小五 他不断重复着唱歌 喝泉水 唱歌 自己一只鸟可怜兮兮的 寂寞地待了三个多月 这天刚喝水宝 他站在巨石上望着深渊 叹气 哎 嘴巴都淡出屎来了 好像老太太给他买的高原黄小米 五色鼓 小瓜子 小五想哭 唱得铁窗泪 更加深情惬意了 铁门啊 铁窗铁锁链 我站在铁门里 看着外边 正唱的惊天地气鬼神 忽然什么东西 休一声飞了上去 小五的头上的羽毛 被带得飞了起来 瞬间换上新发型 几根绒鱼也飘飞了出去 嘎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休一声上去了 正探头探脑 看着深渊顶上 忽然又见得东西回来了 小五 我来接你了 肃宝的声音响起 阎王殿停在了瀑布裂口前 肃宝一跃而下 双手一拢 捧住小五 没事吧 是不是吓坏了 有没有很害怕 小五的眼泪顿时涌出来了 他扯开嗓子 哇哇大哭 咽咽咽 宝 看不到你的第三十七天 想你 想你 还是想你 肃宝捏住他嘴巴 我知道你很委屈 但先别委屈 灵犬有没有再继续滴答滴答 走 我们去把灵犬都收了 小五 等等 不应该是深情拥抱 一起抱头痛哭吗 啊 有滴答滴答 有很多 有很多 小五立刻跳到肃宝肩膀上 肃宝手一挥 拎出来一个铁筒 走走走 快快快 肃宝急吼吼地说道 迅速解决战斗 是要回家 但可以先耗一层再出发 肃宝提着小筒 小五挥舞着翅膀嘎嘎 很快消失在瀑布裂口前 忌肠嘴角一抽 真 真是够了 这都还不忘薅羊毛 思义然小脸冷淡 默默站在原地 看了看深渊顶 又看看深渊底 真 真猛啊 肃宝把溶洞里又滴答下来的灵犬都收了 收了小半筒 三个月了才小半筒 那之前哗啦啦流的瀑布 是怎么来的 不对啊 肃宝困惑 思义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了 他半蹲着 他马上露出震惊 这是什么泉水 比寒郸水还厉害 正好听到肃宝说不对 他立刻问道 什么不对 肃宝说 之前我们刚看到这里的时候 是有一条瀑布呢 肃宝一时说不出哪里不对 反正一条瀑布 三个月半桶水 就是不对 思义然说道 有瀑布的话应该有水源 水量不够巨大 是无法形成冲刷出去的瀑布 如果水源是顶上滴答下来的这些水 那是不可能冲得出去一条瀑布 顶多能一出去涓涓细流 只靠这滴答滴答落下来的泉水 是无法形成瀑布的 肃宝点头 对对对 要有很多水才能有瀑布 潘哥哥只是说无量灵泉应该有泉眼 但当时太急了 竟忽略了这么大一个问题 所以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源头 只是这样说也不合理 如果有更大的源头 应该第一次来就看到才对 思义然看了一圈 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肃宝摆手 算了 做人啊 不要太贪心 我们先回去吧 他提着小桶快乐地往前跑 见思义然还站在原地 疑惑问道 亦然哥哥 思义然敏唇 顾知道 等等 他突然就较劲了 他要做素宝所有朋友中 最聪明那个蛙 怎么能找不出原因呢 思义然并不知道 之前素宝来过这里搜刮过一次 搬空整条瀑布 他会错意了 以为素宝说的意思是 他们之前曾路过这里 看到了瀑布 却还没来得及进来拿 结果现在回来就没有了 所以他心底暗下决心 一定要找出灵犬的源头 全都给素宝装回去 思义然正要往里面查看 素宝已经走过来 抓住思义然的手 搜一声跑了出去 上了阴望殿 思义然 素宝道 别等了 一点点小泉水 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 思义然 才不是一点点小泉水呢 肯定还有 巨大的水源 却见素宝把手里的小铁桶 塞进他手里 那 这些给你 思义然一愣 顿时心底感动 他才收集了这小半桶 全给他了 素宝 思义然敏唇 义然说道 我不能要 他自己都没有 就全给他 他真的很善良 季长抱着手臂靠在一边 不必敢动 素宝之前把整个瀑布都收了 这小桶就算装满 也不值一提 提着小铁桶的思义然 就算是这样 可这半铁桶的泉水 肯定也是所有水中 最纯净浓郁的泉水 思义然低哼一声 扭过头 季长看到思义然吃扁 莫名心情很好 嗯 素宝 怎么又下去了 季长诧异 素宝说道 嘘 他指了指上面 刚刚都市王被他平底锅一顿乱揍 不知道什么时候正拖上去了 现在已经爬起来 又坐拦鹿虫 此刻正悄悄咪咪的 爬在深渊巨坑边上 想要伏击他 我们走另外一边 季长明白了 点头道 听鬼深渊与杨坚有一段虫河 我们从那边离开 只是这个虫河在哪里 就很难找了 素宝 我知道在哪里啊 季长 素宝乘着阎王殿 朝深渊另一边飞去 深渊巨坑边 都是王不知道咬碎了多少根牙齿 恨恨地趴在深渊边 眼神恶狠狠的 给他等着 他就不信了 他还能一直躲在 只要他敢冒头 这一次 他绝对让他后悔 用平底锅揍他的事 69闪现回阳间 平等王蠢蠢地 在深渊巨坑边等了很久 等他知道 素宝已经离开阴界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好半天 素宝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 而他还趴在深渊边 都市王顿时感觉自己 是一个傻逼 这种感觉 让他再次气吐血了 气得削平了一座山 才恨恨地回去 但他被一个五岁小孩 细耍的事 成了整个地府的笑柄 星号星号 再说素宝 他控制着阎王殿 飞到另一边深渊 然后沿着峭壁 慢慢往下寻找 就在这附近 很快的 素宝说道 应该是在峭壁之上 话音刚落 就看到一只 关节断开的手臂凭空出现 那手臂的手掌 抓成一个猙獰的形状 正对着他的脸 司翼然盯着那条手臂 说道 出口不在峭壁 在那 虚空中仿佛有个漩涡 不断地 把残肢断骸送上来 先是一条手臂 手臂之后 是更多更碎的人体组织 大多数都直接掉到深渊底下了 只有一些往上漂浮 所以 那里就应该是跟阳间连接的地方 素宝立刻控制阎王殿冲过去 抓稳了大家 很快的 搜 阎王殿冲进了漩涡里 下一刻 眼前陡然一片明朗 他们出现在了一条 阎山公路前 机场感觉自己 都留下了一片残影 一半残影还在阴界中 人就到外面了 知道会很快 没想到会这么快 头上的太阳很大 照得人眼睛都刺痛了 小五两只翅膀挡在眼睛前 嘎了一声 果然很快 果然很快 思义然和素宝都忍不住抬手遮挡眼睛 正在这时候 素宝的肚子咕噜一声 一刹那间 一种疲惫感席卷来 素宝饿的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在阎王殿的地上 素宝 机场立刻过去 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思义然伸出去的手顿时抱了个寂寞 他看着自己的手臂陷入沉思 素宝气若犹思 呜 师父父 我好饿 既尝安慰 再忍忍 我们这就回去 思义然忽然摇头 恐怕回不了那么快 懦弱鬼和花心鬼 他们感受到回到阳间了 纷纷钻了出来 怎么了 懦弱鬼立刻给素宝递了一瓶无量灵犬 先垫垫肚子 素宝拿起来咕咚咕咚一顿炫 灵犬是好 瞬间让人精神 力气也回来了 我想吃外婆做的菜 素宝饿哭哭了 感觉真的好饿 寂常叹气 这是没办法的 不管怎么说 素宝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阴间的灵犬再好 也不是阳间的食物能给他带来饱腹感 思义然忽然想起什么 把全身口袋都翻了个遍 先吃点糖 思义然伸手 手心里躺着两颗糖 一颗是香香甜甜的水果糖 一颗是巧克力 巧克力一直放在口袋里 热的时候会化 冷的时候重新凝固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化了又凝固 现在看起来有点变形 素宝说道 谢谢亦然哥哥 不过 你自己也吃一颗吧 他只拿了那颗水果糖 亦然哥哥也是人 他感觉到 呃 亦然哥哥肯定也呃 思义然沉默不言 将巧克力包开 递到素宝嘴边 一向说话冷冷淡淡的他 此刻声音听着还有点软 吃吧 我不饿 素宝狐疑地看着他 你骗我 思义然悄悄勾唇 一本正经 没骗你 骗你是小狗 忘 再说了 我也不喜欢吃糖 我对糖过敏 素宝 还有人对糖过敏的吗 他看思义然真的不吃 另一方面真的是太饿了 饿得甚至没有精力 看自己现在的处境 所以 他没有在矫情推脱 接过巧克力后掰了一半 固执地把另一半给思义然 过敏也要吃一点哦 不然真的会饿出病的 那种饿得要升天的感觉 他太了解了 很难受的 你放心 要是你过敏了 我给你灌灵犬 思义然 他接过巧克力 下意识放进嘴里 嗯 原来巧克力真的还挺好吃的 思义然以前不吃巧克力 是真的不喜欢 觉得巧克力甜腻得太过分了 现在却感觉还挺好吃 你刚刚说我们 回不了那么快 素宝这才有空打量周围 懦弱鬼接过话 说道 是的 这里一看就是乌吉省 国内海拔最高的地方 他们现在悬浮在一条 盘山公路前 陡峭的高峰 一条公路弯延上 一面是峭壁 一面是悬崖 思义然道 红线在熊猫省 离这里三千多公里 懦弱鬼撇撇嘴 那是开车的距离 直线距离也就一千多公里 开车当然久了 但鬼飞过去 也就一两个小时到 素宝正要说话 就看到有一辆车开过来 车子行驶得很平稳 可是到了这个转弯的地方 不知道怎么的 忽然车头诡异一转 直直朝悬崖底下冲去 车上的人大惊失色 惊恐大叫 素宝惊道 原来他们都是这样 去到听鬼伸冤的 眼看车子就要冲下悬崖 副驾坐的人闭上眼睛 陡然大喊 临兵斗者 接阵列前行 妈咪啊 阎王爷啊 救命啊 破音 惊慌 惊慌的口不择言 其实他们的小乖宝 终于回来了 祭长嘴角一抽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 喊阎王爷救命的 素宝也傻眼了 阎王爷一般是要命的 居然有人喊他救命哦 只不过随着 在人嘴里的念念叨叨 准备冲出悬崖的车 真的停了下来 显而又显得挂在悬崖边 哇 还真有用啊 素宝惊了 他这么厉害的吗 素宝他们还待在阎王殿里面 车上的人自然看不到他们 也听不到 否则可能刚抢救回来的心脏 又得吓得跳出喉咙 只听副驾驶座的人 心惊胆战地说道 妈呀 真的有用 临兵斗者 接阵列前行 临兵斗者 接阵列前行 他嘴里不断地念叨 他的伙伴显然也吓到了 问道 临兵斗 什么 车子还挂在悬崖边上 副驾驶座的男人才动了一下 石头哗啦啦往下掉 吓得他又不敢动了 临兵斗者接阵列前行 这句话是我们国家道教的九字真言啊 写在道教官方教材里的 别管了 快拿手机出来 打电话求助 他们根本不敢动 素宝确定 他们的寿命还没到尽头 他们差点被卷入听鬼深渊 都又奇迹地停了下来 所以 他出手也不算干涉他们的命数 素宝隔空抬手 把车子往后抬了抬 碰 车上的人以为又要下坠 快要吓死了 惊魂未定地一看 却发现自己 回到了路中间 见鬼了 见鬼了 大白天的 车子诡异失控 又诡异地自己退回来 是个人都会被吓到 更吓人的是 忽然有个声音响起 嗨你们好 可以借你们手机用一下吗 车上两人同款炸锚 尖叫 刚说到见鬼 这就真的见鬼了 原来是素宝在他们 看不到的角度 从阎王殿出来了 他本身比较矮 在车窗外说话 车子里的人没有看见他 这才以为真的见鬼了 副驾驶座的男人 当场就在位置上跪下来 冤魂怨鬼别介意 我们只是路过 不小心冲撞 多有冒犯 你想借手机 这这这 直接给你 不要找我们下去啊 下去了 手机就没用了啊 素宝 看了看地上的手机 他决定 还是不要吓到这两个叔叔了 这两个叔叔胆子太小 他捡起手机 拨通了牢记在心底的号码 嘟嘟 喂 慕归凡阴沉的 有些冰寒的声音传来 素宝顿时感觉 隔了几个世纪 没听到爸爸声音了 眼眶一红 说道 爸爸 素宝 是素宝 慕归凡的脸色 瞬间阴转情 急切问道 素宝 你在哪里 一年了 他的小乖宝 已经消失一年了 这一年来 他已经去了一趟阴界 可由于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实力不足 下去就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危机 他这才立刻上来 这个时间 他又找到了灰土界 素宝说 灰土界的猫会说话 他倒是找到黑猫了 可他只能听懂他们喵喵喵 根本不是说人话 慕归凡又回到阳间 至此 再也没法寻到素宝的下落 他拼命地修炼 浴缸里的寒潭水 全部被他用完了 没日没夜 人越发阴沉 又回到最初 阴质冰冷的样子 而苏老夫人 天天坐在阳台外面 呆呆地看着瓦伦山 素宝 你再不回来 慕归凡喉咙有点梗 像被棉花堵住了 他再不回来 他们真的以为 他再也不会来了 曾经他们的世界里 来了这么个小家伙 至于温暖了他们每一个人 可他终究 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某一次的离开 成了永久的离开 慕归凡每每想到这点 心脏就脚痛得无法呼吸 还好 他的小乖宝还是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素宝连忙说道 对不起爸爸 他告诉了爸爸自己的位置 然后说道 潘哥哥说 杯酒回去 大概需要一两个小时 他又说了几句 这才挂了电话 再打出去一个 这回电话响了很久 终于才接起来 素老夫人苍老而没精神的声音响起 素宝不由地攥紧手机 喊道 外婆 电话对面 瞬间没有了声音 素宝看不到外婆现在的神色 但也能想到他 震惊到说不出话的样子 素宝呜咽了一声 想说的话很多 最终只是说道 外婆 素宝饿了 他原本是不敢打这个电话的 可最终还是打了 一大堆想安慰外婆的话 却依旧不知道怎么说 怕说得多外婆更担心 素老夫人带着哭腔 好好 外婆这就做饭 这就做 素宝嗷了一声 轻声道 外婆 我两个小时后到家 挂了电话 素宝归心四见 急道 潘哥哥 我们走 记长一把捞起素宝 瞬间不见 懦弱鬼 看着自己伸出去的胳膊 一时沉默 花心鬼搓搓手 小帅哥 姐姐背你啊 家一女鬼 花心姐姐 你这得叫阿姨 喊奴家才是喊姐姐 奴家才十八岁 思亦然 他眼神控诉地 看着没影了的素宝 他跟他师父父跑了 不要他了 七十一离开了一年 最后思亦然是被痴情鬼背回去的 痴情鬼是个老爷爷 和蔼可亲 还好成为恶鬼后 不是真正的老爷爷 否则一把老骨头 还真背不了思亦然 鬼背人乘风一万里 思亦然趴在痴情鬼背上 第一次被鬼背着走 只觉得惊奇 痴情鬼忽然说道 小伙计 你啊 要快点成长起来啊 思亦然点头 嗯 我知道 谢谢爷爷 他一定会追上素宝的 思亦然小小的心田里面 深深地埋下一个目标 变强 要变得在素宝需要保护的时候 不管何时何地 都能将他保护得好好的 思亦然的脸 还志气未脱 眼底却满是坚毅 痴情鬼顿时笑呵呵 没有再说什么 素宝和思亦然都走后 悬崖边上那辆车上的两人 对着空气 又是败又是求的 过了不知道多久 周围静悄悄的 他们这才打着胆子 探头看了一眼 只见地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手机 还有一张铭币 原来是素宝太心急 跑得太快 阎王殿的桌面上 倒是放着他那一堆又一堆的符 铭币也有一堆 说是提前为自己下去存款 他刚刚想摸一张符 送给他们当感谢的 谁知道这一摸摸错了 摸了一张铭币 还是数额最大的一张 两人吓得腿软 哪里感受这铭币 心里想果然是见鬼了 再想起刚刚那个鬼 还打电话给他爸爸 外婆 哭得呜呜的 当即手机也不敢要了 猛地一踩油门赶紧跑 手机恰好被车子的车轮一扫 吊悬崖底下去了 速保耳边的风呼呼的 刮得脸都生疼 可这些风跟听鬼深渊的比起来 就不值一提了 计常的速度比饿鬼更快 只是一个小时就回到了家 避开摄像头 直接到达家门口 屋里 苏老夫人正在慌忙地做饭 吴妈 这个菜先切一下 吴妈 这个烤鸡我来弄 速保肯定很饿了 肌肉补充热量 一年了 他的小乖宝 饿了一年了 其他人都在想 速保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一年都怎么过来的 速保老夫人心底 却只有一个念头 他的乖宝饿了一年了 蒸芙蓉蛋依旧安排上 软嫩的芙蓉蛋 能给速保饿了一年的胃鲜甸甸甸 不至于一下子吃东西胃疼 龙虾帝王蟹这些自然不用说 速保喜欢吃 肯定安排上 猪体烤鸭烤鸡泡椒牛肉都有 这些肉类最能补充能量 饿了那么久 怎么都没有 苏老夫人一边念叨一边做 手有些哆嗦 吴妈叹气 老夫人 您去坐着吧 我来坐 苏老夫人固执 不 我要给速保做 速保说想吃外婆做的饭了 不管她的小乖宝什么时候回来 永远都有一口外婆做的热饭 忽然 门铃响起 苏老夫人把手里的鸡一甩 连忙去开门 结果是木归凡 木归凡一进门就朝里面看 速保回来了吗 苏老夫人大失所望 撇嘴嘟弄 去去去 一边去 刚关上门 忽然门铃又响起 苏老夫人赶紧又拉开门 这一次真的是速保了 速保站在门口 刚要再按一下门铃 就见门打开了 她一脸诧异 下意识说道 外婆 哇 外婆你会顺移吗 怎么能这么快开门 苏老夫人唇角哆嗦 几次想说什么 最终没说出来 猛地跑上去 一把抱住速保 速保 苏老夫人哽咽 我的小乖宝 你终于回来了 速保轻轻抱住外婆 眼眶也一下子红了 对不起外婆 让外婆担心了 苏老夫人只是哭着 拼命摇头 苏老爷子眼眶发红 不自在地扭头看过一边 咳了一声 好了回来就好了 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 无妈也出来了 一手攥着围裙 一手抹了抹眼泪 笑道 回来就好了 速保小姐的几个哥哥去上学了 否则还不得喊得楼都震破 穆龟帆攥紧拳头 默然站着没有上前 她看着苏老夫人抱着速保 牵着她手进去 又看她嘘寒问暖 把刚做好的芙蓉蛋端出来 再急急忙忙回厨房 一个劲的说很快就好 这才有了空闲 穆龟喉咙干涩 低声道 速保 她的小乖宝长大了 一年不见 长高了一些 却瘦得厉害 小脸暗淡无光 不像之前在家 养得白白胖胖又红润 速保实在是太饿 干了一碗芙蓉蛋后 终于想起了自己还没抱爸爸 他急急忙忙站起来 嘴角还带着一丁点鸡蛋 扑到穆龟帆怀里 爸爸 我好想你啊 速保小脑袋在他怀里蹭 对不起 是我离开太久了 害你们担心了 穆龟帆大拇指 轻轻抹撒他的脸蛋 也不介意他嘴角的一丁点淡线 他喉咙滚了滚 嗓音沙哑 回来就好 七十二册子上 没有他们的记录 这一顿饭准备的仓促 却一点都不敷衍 能上的食材 全部精心烹饪了 速保又感受到熟悉的塞塞缝 一桌子的菜 四五碗米饭 一锅鸡汤 吃饱了再来甜点 水果 具有解腻的水果茶 不仅速保的小肚子 被塞得圆溜溜的 小五的肚子 也变得圆溜溜的 饭后速保摊在沙发上 小五摊在他肩膀上 一人一鸟满足叹息 还是家里好呀 苏老夫人又端了一杯酸奶过来 心疼问道 多久没吃东西了 速保怕外婆担心 说道 也就一 一天 苏老夫人才不信呢 速保吃饱喝足后 一下子就开始犯困了 再应届一年 真的是暗无天日 日夜不分 没有饥饿感 也没有困倦感 速保觉得自己要是多待上一年 或许不用到听鬼深约 自己都会迷失吧 穆龟凡正给苏一辰发信息 速保长高了 得买新衣服了 这几件都不错 你看看 他一连发过去十几张图片 都是小裙子 裤子 漂亮衣服 中间混杂了一件 高定黑色衬衫 苏一辰 我怎么不知道 速保也穿衬衫 穆龟凡 嗯 亲子装 苏一辰 滚 穆龟凡微勾唇 满意地举起手机问道 速保 你喜欢哪 却见速保已经睡着了 他头歪着 手捧着酸奶 嘴还咬着吸管 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穆龟凡感觉他 吃了一顿饭后 本来瘦不拉几的小脸 瞬间圆润了几分 穆龟凡上前 轻轻抱起速保 抱他去房间 他的感觉没错 速保刚刚回来的时候很轻 感觉都没有25斤 五岁女孩平均体重一公斤左右 现在在掂量掂量 感觉应该有五斤左右 似乎中了十斤 穆龟凡顿时感觉很神奇 忍不住又掂了掂 苏老夫人拿着东西过来 正看到 忍不住说道 穆龟凡 你给我小心点 意识到自己声音大了点 他又压低声音 速保睡得好好的 你颠他干什么 穆龟凡咳了一声 没事 怕他吃下去的东西没到胃里 我给他颠颠 抖云 在老太太一脚踹过来之前 穆龟凡溜了 刚进房间 就见季长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本书 嗯 回来了 穆龟凡正了一下 诧异不已 刚刚一直没看见季长 细算起来 速保第一次去应届 就是找救季长的东西 没想到 这次他真的跟速保一起回来了 季长把书放下 点头道 嗯 刚刚速保跟家人团聚 他没有打扰 而是自己悄然回了房间 见速保睡着 他站了起来 干净的白袍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留下一道好看的弧度 速保睡着了 季长抬手 下意识想抱过速保 穆龟凡却已经把他放到了小床上 然后转身问道 对了 速保这算正常吗 刚刚没吃饭的时候 轻飘飘吃了一顿饭后 感觉吹气球似的吹起来了 季长答 正常 在阴界和在阳间是不一样的 这次过了一年 速保在阳间已经六岁了 这几天的时间内 他会很快恢复到六岁的体重和身高 慕龟凡低语 这真是 吃的每碗米饭都没白费 他抬手轻轻把速保的头发撩到一边 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 当父亲的 怎么感觉那么心酸 季长却忽然说道 对了 这次你到过阴界 慕龟凡恩了一声 怎么 他一边说 一边走到沙发边坐下 翘起二郎腿 一只手臂漫不经心地搭在沙发靠背上面 双眼一顺不顺地看着床上睡得香甜的素保 季长眉头皱起 正常人到不了阴界 能下去的 都是死人 季长一抬手 拿出那本金光闪闪的册子 翻到慕龟凡所在的那一页 慕龟凡 男 256岁 季长自己嘀嘀地呸了一声 两岁 闽州人 某年某月 某日某时生 死期 慕龟凡嘴角一抽 喂喂 直接在我面前念这样 真的好吗 他可不想知道他死期是什么时候 如果非要有 他希望是500年 季长盯着册子 没有说话 死期后面是空白的 没有死期 他疏然抬头盯着慕龟凡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临 慕龟凡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不搞鸡 谢谢 季长 想把册子砸在他脸上 季长无语地收回视线 再次翻开关于思亦然的那一页 很好 这回连详细信息都没有了 只有一个名字和性别 思亦然 男 季长嘴角一抽 他记得第一次见到思亦然那时候 翻过他的册子 还是记载着出生年月日和降生地的 不死心的他 再再翻开警战那一页 终于有了记录 警战 男 12岁 2011年12月 日晨时生于红线X街道某某号 修行者 逆天改命 一岁亡 季长 这逆天改命改了个季末 欺给师傅赴缝衣服 此刻苏一辰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连夜赶往红线 素宝回来了 整个苏家瞬间活了 每天在工地心不在焉的苏子灵和苏英儿 开心得亲自去轮大锤 开飞机的苏岳飞 当天航班早点一个小时 苏洛的通告不跑了 直接从剧组跑路 被狗仔队抓住风言风语的船 他要去接星上人 苏云朝远在国外执行任务 听闻素宝回来了 当场撂倒几个间谍 徒手捏子弹 苏景墨对着田田急吼吼 快快快 田田 研究全球美食 小舅舅苏医生再给一个病人包扎 包扎后剩下的纱布 甚至还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 病人 嗷嗷 苏医生喜欢我 素宝一觉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 苏和文都不知道 亲手亲脚来回几趟了 见到素宝醒了 顿时嗷嗷叫起来 妹妹起来了 妹妹起来了 他激动地跑过去 一把抱住素宝 眼泪汪汪 妹妹 你再不回来 我就要提过下去找你了 苏和文站在一边 拿着一杯温水 奶奶说 妹妹睡了一天一夜 起来应该会渴了 他给她准备好温水喝 苏子曦手里 拿着一个糖葫芦 自言自语道 就说了要草莓糖葫芦 为什么还是给我山楂 素宝看到自己的几个哥哥 心底暖暖的 虽然回来了 但一个人在深渊待了那么久 的确也是会想家的呀 想外婆外公 想爸爸 想舅舅们 姐姐哥哥们 随着素宝醒来 安静的家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厨房里叮叮当当 客厅里也有了 苏老爷子放心门的声音 苏和温一直在说道 妹妹你知道吗 你六岁了 你不在的时候 外婆偷偷给你买蛋糕回来了 素宝 啊 我 我六岁了 苏子曦没眼力见的说道 对啊 嗯 过年也是在这里过的 外婆都走不动 不肯回去 素宝果然眼泪汪汪 苏和温狠狠瞪了苏子曦一眼 说道 不说这个 我们说开心的 妹妹你看 这是你的暑假作业 虽然已经过期了 不过没关系 哥哥教你 素宝的眼泪一凝 啥 他这就有暑假作业了 苏和温点头 你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 素宝 我上小学了 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地下三个月 人间他已经上小学 等等 他都不在呢 是怎么上的 苏和温化劳解答了他的疑惑 我爸说 虽然你不在 但是上学的流程还是要有的 不管去没去上学 文凭都先拿到 哦对 考试的话 一年级减负 没有硬性规定的期末考试了 你放心 不过以后上了二年级 记得赶回来考试哦 不过现在才是下学期 我们追赶一下 补补课 妹妹那么聪明 肯定能追上 素宝 好好 苏和温说得起劲 苏子稀想 插话没插上 他说的就不可以说 苏和温自己说 外婆偷偷买蛋糕的就可以 哼 还说什么开心的事 暑假作业算什么开心的事 舅舅们是同时赶到的 听说素宝回来了 大舅舅 会议暂停 我去接 小舅舅 手术暂停 毕 我去接 苏子凌带着韩寒 跟苏盈尔是一起到的 苏益晨连夜赶过来 素宝醒的时候 他刚去买菜回来 姚灵月急忙跑进素宝房间 给他来了的大大的拥抱 大头寒哭着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说好的好姐妹 一声一起走 你怎么能先走 呜呜呜呜 他抱住素宝的腿 素宝 呃 苏岳飞紧急调班停休 反正就是要休假 直接过来 苏洛 苏锦默和苏益深 稍微晚一点 不过在晚饭的时候 一家人都到齐了 素宝的手机响起来 苏云潮在国外打来视频电话 颇有些可怜的问道 大家都到了吗 素宝道 都到了 就差你拉齐舅舅 一个都不能少呀 那就 把齐舅舅摆起来 素宝 把手机架在一边 让齐舅舅看着大家吃 国外 深夜 苏云潮 苏老夫人念叨着 让他在国外注意安全 苏云潮一一点头 我知道了 苏盈尔故意夹起菜 在苏云潮面前晃悠 吃不到 气不气 苏云潮吃笑 幼稚 他内心毫无波澜 却见苏云尔抱起素宝 拔击亲了一口 亲不到 气不气 苏云潮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 素宝看着一家人都在 心底被听鬼深渊染上的沉重 都悄然散开了 世界上最好的家人 可是 都是家人 为什么有的家人却如恶魔 素宝心底藏着一件事 他还要去找一下胭脂云 星号星号 天气晴朗 素宝背着一个小书包 刚上了一天学 就周末了 木龟凡开车带他前往重现 用针线缝女儿嘴巴 热油浇灌的这个惊悚新闻之后 当年的他 只是被判刑七年 后来早已隐居姓名 走得远远的 加上几十年过去 相貌大为改变 再也没人能找到他 不过那是别人 木龟凡要找个人还是很容易的 季长跟素宝一块 坐在车后坐 一手撑着脑袋 垂眸专注看着素宝 素宝正在给他的衣袍 缝缝补补 击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理由 木龟凡从后视镜瞥了一眼 他记得昨天看的时候 季长的白袍 是干净整洁的呀 什么时候又破洞了 季长微微勾唇 摸了摸素宝的小脑袋 缝不了就算了 素宝一边撕裂服一边贴 说道 怎么能说缝不了 他的服饰万能的 师傅夫 这是我刚研究出来的缝补服 你看 他把最新画出来的服一贴 贴到衣袍的破洞处 一道亮光闪起 白袍恢复如初 季长 他真是什么服 都能画得出来 怎么想着要去找燕智云 季长问道 你并没有答应那个小孩子 素宝一边贴服 一边说道 但我还是想去看看 他抬头 轻声说道 师傅夫 这世上最好的 应该是家人才对 我想看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伤害自己最大的 反而是自己最亲的人 他不明白 车子很快到了重县 木龟凡禁止开到了燕智云家中 素宝下了车 这是重县下的一个城镇 说不上很热闹 但也不太荒凉 街上摆着各种摊位 燕智云如今就住在 一栋自建的楼房中 二三楼住人 一楼则是铺面 摆买着日用摆货 日子还算得上挺好 燕智云坐在门口的沙发椅上 刷着手机 时不时哈哈笑一声 素宝看着 心底很复杂 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燕智云 木龟凡声音冷沉 没有任何表情的脸 显得冰寒英质 燕智云只看了一眼 吓得下意识站起来 你 你找谁 我不是燕智云 他匆忙穿鞋跑进去 想要关上门 木龟凡一抬手 但一只手臂抵住了玻璃门 不是燕智云 你跑什么 燕智云眼神闪烁 我看你们凶神恶煞的 正常人都会跑 素宝心底说不出的失望 就是这样的人 那样残暴地虐死了自己女儿 如今却一点愧疚都没有吗 师父父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哪怕他现在 是一个杀猪的 或者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父 都比眼前好 素宝对自己这种心态 感到困惑 即常道 因为他如果 是一个恶父 对谁都恶 你心里会好受一些 可他是这么个人 对谁都好 唯独对自己女儿那么残忍 你心里自然不好受 因为找不到燕智云 对亲生女儿施暴的借口 大多数人在面对一件 超出认知的事情时 总会想知道为什么 人之常情 素宝点头说道 燕智云 你也别跑了 我们能找到你 肯定是已经知道 你做了什么 木龟凡带着素宝 静止跨进店铺内 一抬脚 把一张沙发椅踢了过来 沙发椅转了一圈 木龟凡一手压住 稳稳地坐了下来 就这样拦在燕智云面前 燕智云想关门关不了 想往外跑也跑不掉 咬牙说道 你们到底是谁 再这样我报警了 木龟凡冷吃 你尽管报 燕智云 别以为你 现在改名叫燕云霞 就能抹灭你 曾经做过的事 距离你女儿立地死亡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你现在过得倒 还挺轻松 燕云霞瞬间如坠冰叫 整个人都站不稳了 又惊又气闷 他都被关七年了 惩罚也惩罚够了 怎么还带秋后算账呢 他就知道那个扫把星 死了之后还是克母 死了都不消停 肃宝忽然问道 燕云霞 我想问你 你出役后 为什么把莉莉的骨灰 挖出来扬了 当年燕智云被判刑七年 出役后的第一件事 不是忏悔 反而是挖出女儿的骨灰泄分 肃宝真的无法理解 作为一个母亲 她到底和莉莉 有什么深仇大恨 燕智云嘴角动了动 应该是怕别人来找她算账的 似乎还想狡辩几句 肃宝静静看着 她想知道 做了这么一件事 这个母亲是怎么心安理得的 快活到现在的 燕智云果然狡辩道 莉莉是我女儿 她的骨灰怎么处置 应该别人说不了什么吧 我女儿的骨灰 我怎么处置我有权力 我都查过了 这个不算犯法 穆龟凡面色一沉 冷喝道 问你为什么 燕云霞吓了一跳 对上穆龟凡那英智的视线 顿时感觉头皮发麻 有心想再辩解几句也不敢了 我是八几年 快九零年的时候生她的 你们也知道 这是不怪我 生了她后 我都没有扔了她 还把她给我地家养着呢 但只包不住火 最后单位还是知道她 超出规定生了孩子 把她开除了 她还得把莉莉接回身边 我就觉得很倒霉 这孩子生下来就是倒霉鬼 咒父母不好的 人家家小孩都是来报恩 她就一个讨债鬼 反正燕智云就很讨厌莉莉 觉得是她害她丢了工作的 还是个女孩 也一点用都没有 看着她就觉得烦 燕智云说到莉莉 依旧没有一点愧疚不安 眼里充斥着厌烦厌恶 所以 你仅仅是因为看不惯你女儿 就那样对她 素宝不可思议地问 燕智云娜娜 不然呢 素宝张了张嘴 怎么会是这样 她追究到人心最黑暗的地方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如何都没想到 仅仅是这么一个 无足轻重的理由 素宝瞬间感觉 三寒天里被泼了一桶冷水 手脚都是冰冷的 75她生的别人管不着 素宝特意寻找过来 没想到会听到一句 不然呢 可她是你亲生的女儿啊 素宝心脏都在纠疼 然而燕智云娜 更是理所当然的点头 我知道她是我女儿 不是别人 我还不这样呢 我生的女儿 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坨肉 我要怎么样都轮不到别人管吧 燕智云娜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凭啥关她气面 她自己生的小孩自己做主 她是生她养她的妈 怎么处置是她的权利 自古父母打孩子 不是天经地义吗 燕智云娜还越想越觉得不平呢 她偷吃东西 难道不该打 不打她都不长记性 在家还偷吃东西 天生就是个贱骨头 素宝明白 多说无意了 她想要了解的为什么 原来并没有因为什么才施暴 有时候仅仅因为一个观念 有时候仅仅因为一件 无关痛痒的小事情 那到了今天 你都不觉得自己愧对历历 素宝盯着她 想看她眼底有没有一丝嘴硬 或是不敢承认的后悔 可惜没有 燕云霞只是连连点头 顺从地说道 我知道错了 经过了里面的教育和反省 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话说得很溜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付说了多少遍 唯独没有一丝应该有的悔意 她生的 别人管不着 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她给了莉莉一条命 就算是打死了 也当还给她了 这有什么不对 素宝失望地说道 万事有因果 轮回不空 这是你自找的 她说完这话 就轻声说道 爸爸 我们走吧 木龟凡站起来 顺便把椅子踢回原处 抱起素宝走了 素宝趴在爸爸肩膀上 软塌塌的 感觉很无力 或许大多数小孩 对世界都有一个完美的幻想 认为好人总会有好报 坏人总会被惩罚 可短短两三年 她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越看得越多越发现世界现实 上车后 素宝拿出通判笔 对着虚空沉默了许久 街道上 突然有个女人大叫起来 嘴里大喊着一个名字 李渔柯 你干嘛自己跑了 我说过多少次 不要自己乱跑你滑掉这样 愤怒的母亲 当街对着自己三四岁的女儿 啪的来了一巴掌 还是照脸上打 她应该是刚刚找不到女儿 气急了 气道 你要死啊 要别人把你拐走才行是吗 无处的小女孩 哇一声就哭了起来 周围人都吃了一惊 离得近的纷纷劝道 哎哟 打人不打脸 怎么就直接打了自己女儿的脸又 对呀对呀 不该扇巴掌 年轻的母亲被旁人指责 更是愤怒不平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手一甩 直接把小女孩推到一边 走吧你走吧 不是爱乱跑爱玩吗 不要你了 你走 说完她气呼呼地往前面走 小孩吓坏了 追在后面 哭得撕心裂肺地喊妈妈 年轻的妈妈拿出手机 给孩子爸爸打去了电话 声音带着哭腔的给爸爸告状 我一转身 她就不见了 你赶紧来把她带走吧 我不看了 说着说着 她自己先哭了 挂了电话 越想越委屈 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凭啥不懂的人 都对她进行道德绑架 没生孩子 她也是个人 也会有自己情绪 更别说带孩子这么累 刚刚是真的被吓坏了 周围人异样的目光 让年轻妈妈更难受 她想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做不好 关心也是错 气急的时候也是错 没有人理解 这样的情绪表现在表面上 就是她气冲冲地往前走 任凭女儿怎么哭着要妈妈抱 她就是不理会 不一会儿 孩子的爸爸赶到了 这才抱起哇哇大哭的女儿 孩子趴在她肩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年轻的母亲也哭了 孩子要是弄丢了 第一个被指责的是她 当妈的发脾气了 第一个被指责的也是妈 谁来宽容她 一家三口吵吵闹闹的 渐渐走远了 爸爸 你说他们这样 是谁错了呢 素宝看着窗外 穆归凡说道 一开始孩子错了 孩子的天性就是贪玩 他玩高兴了 完全忘记妈妈的话 自己乱跑 后来是妈妈错了 他关心孩子 着急孩子并没有错 错的只是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孩子是第一次当孩子 妈妈是第一次当妈妈 这一辈子 谁都是第一次当人啊 有人一次就当了尖子生 不管是考试也好 结婚也好 带孩子也好 整个人生 都是别人眼里的模范生 有人却是磕磕碰碰 慢慢摸索学习 可人生这场考试没有模拟 但凡出了什么差错 就是要被人批评的 素宝问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76手机 目归凡想了想 说道 如果是你乱跑了 爸爸会藏起来 暗中跟着你 不让你发现 等你完累了 想到要找爸爸了 突然发现爸爸不见了 这回就该是孩子慌了 等他哭够了 真的知道怕了 他再出现 当然 这只是爸爸的处事风格 也有的家长 是不厌其烦的尊尊教诲 追在孩子耳边不停地说 也有家长一顿揍 棍棒底下出孝子 也有家长简单粗暴的语言暴力 你再怎么样 怎么样就别回来了 说话间 路上又有一对父子 儿子拿着新买的玩具 兴致勃勃地在后面拼装 爸爸提着东西 不断催促他快点 可孩子像没听到似的 气得爸爸 直接把孩子玩具没收走了 正专注的孩子 一下子失去了玩具 哭闹起来 爸爸不耐烦 当街斥责谩骂 街上很多带着孩子的父母 每个父母都不一样 素宝捏着通判笔 久久都没有下笔 记长静静地看着他 想知道他会写下什么 许久 终于见素宝在一本新的册子上面 缓缓写下一行字 人间百恶 世间有一种暴力 是父母对孩子的暴力 这种暴力几乎存在每一个家庭中 街上哭闹的小孩 母亲气急大喊 你走 我不要你了 是一种暴力 孩子磨蹭一点 父母言语谩骂是暴力 更别说一言不合就动手的那些 但是 像胭脂云对莉莉这样的 却是十足的恶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素宝写下这两行字 终于放下了笔 所以 凡事都有个度对不对 素宝露出一丝笑容 看着师父父 对孩子的管教应该松弛有度 但绝不能是发泄脾气 当失去理智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恶魔出现的时候 记长威正 地狱道 是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什么样的念头 决定了自己是站在天堂里 还是地狱中 星号星号 胭脂云躲在屋子里 看着高大的越野车 驶离小镇 消失不见 他嘀咕道 什么意思 来问一下当年的事就离开了 他还以为是来抓他的呢 这么多年 胭脂云不怕莉莉变成厉鬼来找他 就怕又被抓进去关几年 不过哪个父母不打孩子 就他倒霉 还被关了七年 现在莉莉都死了 他除了出狱的时候 挖出莉莉骨灰踩踏泄粉 后面也没做什么事了 没犯事 他们要抓他也没道理 胭脂云不知道研究过多少次刑罚 在肃宝木归返走后 更确认了一件事 那